这是一个位于黑云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子 此村落之中仅有三十来户人家 村子里面的人大多是为了躲避战乱 桃荒来到这里的 因为村口有一株百年桃树 又叫做桃树村 此时村口的桃树之下 有一老一少政依靠在树下休息着 那少年名唤沈洛 此刻他正在树下聚精会神地听着 一旁的老者讲述着那些极为离奇的故事 老头 世界上真的有些人吗 沈洛睁大眼睛 好奇地看向老者道 这老者并不是他们这个村子里面的人 大约是十年前来到这里的 那老者年纪八十有七 一副先锋倒鼓 鹤发童年的模样 此人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者 但事实上 他却是一个猥琐至极的糟老头 经常拉着沈洛干一些偷鸡摸狗的事 有时候还拉着他 一起偷看村东头的寡妇洗澡 但每次偷看都会被发现 每当被人发现的时候 那老头就把他拉出来当做挡箭牌 毕竟是小孩子 别人就是知道了 也不会多说些什么 反倒是那老头却是找借口 说他发现沈洛干坏事 被他给逮到了 沈洛虽然是小孩子 但也不傻 也经常找着小老头的麻烦 爷孙良有时相爱相杀 娃娃 你觉得在你的认知中 什么才是仙人 老者依靠在树下眯着眼 微微一笑地说道 嗯 老者的话语 让沈洛开始思索起来 仙人什么的 他也没见过 但是他经常下山听别人说书 知道一些奇闻异事 想了一会便答道 长生不死便是仙 老者听到沈洛的话语后 没有第一时间回答 而是一会儿 摸着自己下巴胡须缓缓说道 长生太过于飘渺 就算是仙人 也就见不得能长生不老 你又知道了 你又没见过你怎么知道的 沈洛撅着嘴 有点不满地打趣道 老者听了沈洛的话语 哈哈大笑 丝毫没有在意他的话语 反观沈洛再见到老者 忽然间莫名其妙地大笑起来 小声嘀咕道 这老头子 莫不是要疯了不成 就在沈洛小声嘀咕的时候 一位皮肤有黑的中年人 扛着锄头来到这里 他望着正躺在树下的小孩 大声喊道 小洛 躺在树下的沈洛 听到有人喊他 便抬头看去 见来这是老爹 便问道 爹 你咋来了 你活干完了吗 干啥活呀 刚才你妈来找我了 说是咱家来亲戚了 快跟老哈我回家 沈洛的老爹 见此催促道 哦 好 他答道 就这样 沈洛告别了那老者 和他老爹一起回去了 从老爹的话语中的得知 原来他还有一个二叔 许多年前两人 因为逃荒的时候走散了 自己老爹一回到家中 就瞧见了一位 穿着一身用丝绸做的衣服 身材高大 而魁梧的中年人站在那里 那中年人 似乎是听到外面的动静后 转了身子过去 一转就看到了 刚回来的沈洛父子二人 随即两眼放光激动地喊道 大哥 沈父在听到对方 喊自己为大哥时 身体不由自主地惊颤了一下 手中的锄头 不知何时从他手中脱落 掉落在了地上 一股热泪涌上心头 他热泪盈眶地 看着面前的男子 一把将其抱住 声音颤抖地道 二弟 真的是你吗 真是太好了 咱们兄弟俩终于又见面了 两人相拥而泣 过了一会儿 沈父放开了面前的男子 擦掉了自己眼角的泪水 而那中年人 在看到一旁的沈洛 有点意外高兴地说道 大哥 这是我侄子吧 沈洛极为腼腆 看向这位素未谋面的二叔 乖乖叫了声 二叔好 哎 好 好 大哥没想到你孩子 都这么大了 中年人笑眯眯地点了点头望着沈洛 打量了他一番后 接着就转过头 和他老爹开始叙旧起来 沈洛则是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毕竟大人说话 小孩子是不能插嘴的 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交谈得知 原来他这位二叔 三年前来到了这里 然后再经历了某些事后 被山下镇子里的一位富家千金给相中了 就这样 他二人顺理成章地结为了夫妻 他住了一段时间后便得知 原来这山里面 还住着自己一位亲人 沈洛的二叔 在看到一旁只有15岁的沈洛 心里有了些打算 他想要将沈洛送去江湖门派中去历练一番 刚好他老丈人所在的江湖门派 目前正在招收弟子 可以将他送去 只要成为门派的弟子 就可以不愁吃喝 除此之外还能学习武功 不仅如此 每月还能有一两多的散银子花 而且还听说他二叔那位老丈人 来头似乎不小 好像是在一个名叫黑穷门的江湖门派中 当一名长老位高权重 有他老丈人这种关系在 沈洛可以不用参加门派试炼 直接进入门派当中 在他二叔的口中 这所谓黑穷门乃是江湖上名门大派 一向老实巴交的沈父 听到自己弟弟说的这些话时 心里有些犹豫不决 玩还小 就这样出去他有点舍不得 但是有一想到 可以走后门 还有银子之类的 他的心里有了些主意 面前之人可是他亲弟弟 应该是不会坑他的 于是便同意了 沈洛的二叔 见自己大哥同意了 很是高兴 而沈洛在听到自己 能加入门派 可以修炼武功的时候 内心很是激动 要知道 每个孩子的心中 都有一个武侠梦 于是 沈洛的二叔便交代了一下 让他晚上的时候 好好休息 明天中午吃过午饭后 就会来这里接他走 之后 沈洛的二叔 又在这里待了一会就离去了 沈洛知道自己 可以很快就可以加入门 派修炼武功极为兴奋 那种期待感 使得他一夜无梦 次日 一早他起床后 便急匆匆地走出家门 来到那位遭老头子的住处 他要将自己离开这里的消息 告诉他一下 而老者听到他要离开的消息后 摸了摸他的头微笑地说道 出去闯一闯 也挺好的 老家伙 那你可得好好活着 等着我回来 等我回来就有钱了 到那时 我请你吃长寿面 沈洛看着面前的老者 认真地说道 虽然这个家伙老是坑他 但是待他还是挺不错的 老者听到少年的话语后 为之一了 他没想到 面前的少年 竟然还如此地关心他 心里一暖 便道 这可是你说的 不要到石怪老头 我吃太多给不起钱 让人笑话 放心吧 到那时 咱可是有钱人 沈洛拍了自己的胸脯 极为自信地说道 呵呵 看在你要请我吃面那份上 此物就送予你了 没事的时候多看看就行了 说吧 老者就从怀中 掏出一本泛黄的书籍 递给沈洛 看着面前泛黄 而又破旧的书皮 沈洛小手接了过去 望着手中的书皮 看到上面赫然写着的 三个大字 长生经 老头这是啥数啊 为何还有长生二字啊 沈洛极为疑惑地 看向老者问道 这我哪知道 这是我从一个道观里面捡来的 老者摊开手表示道 切 原来是倒是看的东西啊 我才不要呢 不过看他要你送我的份上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收下了 沈洛学着老者之前的语气 有模有样地说道 次日你这个小家伙 老头弹了一下他的脑瓜 有点哭笑不得地说道 沈洛在老者这里玩了一会 时间很快就到中午了 告别老者回到家中 酒足饭饱之后 没多久 沈洛的二叔就驾驭着一辆马车 来到家门口 看着停在门口的马车 临走前他老爹反复交代他 做人要老实本分 要乖乖听二叔的话 而他的母亲 则是要他多注意身体 有时间多回来看看 沈洛坐在马车上 看着父母渐渐远去的身影 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伤感 这一次出远门 不可是下山那么简单 而是去相隔数百里之远的 一个城镇之上 沈洛从未想到 这次去黑穷门之旅 竟然让他走上了一条 与凡人不同的道路 那就是休闲 这是一个看起来 比较繁华的城镇 又名姆苏镇 姆苏镇的交通道路四通八达 镇上的行人络绎不绝地行走着 在镇子主街道的西端 坐落着镇上最大的客栈 此刻县镇有一辆马车 急速地从东边驶入姆苏镇 一直飞驰到镇子的最西端 最后在一家穷雪客栈的门前 停了下来 穷雪客栈 是黑穷门下的一个产业 一楼是吃饭的地方 二楼则是住宿部分 时间已经快接近傍晚了 一楼里用饭的客人很多 几乎是坐无虚席 这时从车上下来 一个身材魁梧的高大男子 还有一位皮肤较白 长得眉目端正十来岁的小孩子 跟着他一起走下了车 男子带着那孩子 大摇大摆地进入客栈里面 一楼里正在管事的男子 见那身材魁梧高大的男子走进来 连忙放下手中的差事 站开笑颜迎了上去 哟 这不省言吗 真是稀客啊 那人嘴角带着笑一说道 这二人正是赶了一下午的路 刚进入这个城镇的沈洛 和他二叔 别人口中的沈言 沈洛的二叔 和那人聊了一会 并让齐开两个上等房间 便把沈洛带到房间里面来 并让他在里面好好休息 不要乱跑 待会自然会有人将饭菜送来 交代完这些 便转身离去 沈洛见自己的二叔离去 走进屋子里面 坐了一下午的马车 一路颠簸有点小泪 便躺在床上小睡一会儿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 有个店里面小伙送来了饭菜 沈洛从床上醒来 看着面前的饭菜 狼吞虎咽般地吃了起来 吃完后没多久 那小伙又走了进来 把吃剩的饭碗端了出去 没过一会儿 沈洛的二叔 推开房门走了进来 怎么样 饭菜还喝胃口吧 今晚好好睡一觉 明天会有人来接你的 为了怕沈洛一个人在外 有点害怕和不安 沈洛的二叔 便和他聊起了 当年和他大哥走散后 他这段时间的经历 以及一些所见所闻 渐渐的沈洛开始和他 有说有笑地交谈起来 两人相处得极为融洽 就这样 一夜过去了 四日清晨 太阳还刚刚睡醒 从东边升起 沈洛刚吃完早饭没多久 就有一辆马车 停在了客栈的面前 这辆马车 明显是用上等的木料制的 最惹人注意的是 在马车边框上 那一幅黑白相见雪花图案 看着到图案 凡是这方圆百里 混过江湖的人都知道 这个真是两大霸主之一 黑穷门 有百年前的赫赫有名的穷雪上人 所创立的 曾一度称霸关州数十载 甚至还渗透过关州附近的大州 在整个吴国也是声名显赫 是独霸一方的庞然大物 但自从穷雪上人病故后 黑穷门的势力一落千丈 门中高手寥寥无几 宗门势力逐渐缩小 被迫搬迁到关州最偏僻的地方 姆苏镇 从此在此处生根落户 沦落为一个小势力 有句话说得好 西北悬天一片云 乌鸦落进凤凰群 作为曾经的名门大派 刚来到姆苏镇这个地方时 便立刻控制住了 此镇一半的地盘 门下拥有弟子一千号人 是本地名副其实的两大霸主之一 唯一能和黑穷门抗衡的 另外一股势力 那便是黑手帮 黑手帮主要是一些 小偷强盗山贼之类的人 组成的一个帮派 黑手帮的人凶狠是血 一股不怕死得尽 本着一千个人来 一千个人死的口号 两大帮派之间的实力 不相上下 黑手帮虽然控制住了 一半的城镇 但不会经营 姆苏镇比较富饶的几个地方 都在黑穷门的手上 黑手帮十分眼馋 黑穷门手下的 那几个富饶的地盘 因此经常找黑穷门的门的麻烦 挑起两派之间的冲突 马车上跳下一名 三十多岁的壮汉 这汉子动作敏捷 明显身手不弱 看样子 对这里也很熟悉 大踏步朝着沈洛他们那边走去 那人见到沈洛的二叔 立刻恭恭敬敬地上前失了一礼 爷 您老人家怎么还亲自来了 哼 这小孩是我亲侄子 我爹也知道这个事 你且将他带到他那里去就行了 沈洛的二叔 看着面前的壮汉吩咐道 好嘞 爷 壮汉毕恭毕敬地答道 随后看向沈洛说道 你且随我来 沈洛看向他二叔 只见他二叔对他点了点头 得到了二叔了指示 于是沈洛便跟着那壮汉走去 来到外面的那辆马车上面 建车厢里面 已经有几位和他年纪相仿的孩子 他来到车厢的边角坐了下去 偷偷打量着车厢里的其他人 马车从姆苏镇一路出发后 向西飞奔而去 一直到下午傍晚时分 才赶到了黑穹门的所在地 所有的孩子一下车 就被眼前落日山下的光辉给吸引住了 黑穹门的总舵是在凤凰山中 相传有一只凤凰落在此地休息过 所以便叫做凤凰山 此山占地较广 方圆十几里内都是此山的山脉所在 大大小小的山峰有十几个 各个都十分险要 因此全都被黑穹门各个分堂所占据 凤凰山的主峰七凤凰 更是险恶无比 不但山高陡峭 而且从山底到峰顶 只有一条路可走 黑穹门将总堂安放在此处后 又在这条路险要之处 接连设下了十几处少甲 次日沈若一边打量着四周 一边跟着前面的人向前走去 忽然前头的队伍停了下来 接着传来一声豪爽的话语声 老爹 你今天怎么回事 今天明显比昨天慢了点 张老哥 路上耽搁了些时间 所以就晚来了一点 壮汉看着走来的一个人 带着笑意抱歉地说道 这应该就是最后一批弟子了吧 嗯 不错 张老哥 其中有一位 壮汉在那人跟前 将沈若的事情说了出来 张老哥听了面前 这位壮汉的话语后 略有深意地看了沈若几眼 随即说道 先将他们送到凤侠院 让他们好好休息一晚 明天一早有你考核 选拔弟子 另外没过关的人 就让他们立即下山吧 免得犯了山上的规矩 遵命 壮汉点点头 郑重地说道 这些孩子们 走在上山的石阶上 一个个人都兴奋不已 有的人好奇地看向周边景色 前后小声交流 窃窃私语着 声音虽然不大 但是基本上都能听到一些 他们的年龄和沈若相差不大 却都知道 这里是改变他们命运的地方 壮汉在前面带路着 时不时有人向他打个招呼 他们一路上遇到的人 大都身上跨着刀 或者背着剑之类 从他们的装备来看 这些应该都有功夫在身 很快走了没多久 沈若等人被带到一座较矮的山峰 山顶上有几间石屋 壮汉让沈若等人 在这里先住一宿 一夜过去后 清晨壮汉又来到这里 给他们带来了早饭 半个时辰后 等所有人都吃完 随后带着众人 来到一处山峰之下 只见昨天那位张老哥 也在这里 他看着那些孩子们 来到他们的面前大声道 大家听好了 远处有衣 山峰 待会我要你们爬上去 人身之后无法到达的人就请离去 而那些到达山顶人 就可以留在这里 沈若寻着那人说的那座山 向前眺望了一眼 只见那是一面不算陡峭的小山 看样子没有多难爬 张老哥说完 抬头望了望头顶之上的太阳 淡淡地说道 时间差不多 你们可以出发了 我和王老弟在山顶上等你们 话吧 那些孩童互相看了几眼 便一股脑地冲了出去 正当沈若也准备出发的时候 被人一把拦住了 拦着他的人正是那位张老哥 他看着沈若笑道 你就不用了 你已经被提前录取了 所以我们一同前往山顶就行了 沈若闻言一愣 睁大眼睛看着 心里嘀咕着 这就是走后门的好处吗 于是就跟着那两人 朝着另外一条路走去 原来这有一条捷径 可以直接通往试炼的山顶上 大约花了一个十分左右这样子 三人便来到了山顶之上 沈若站在山顶上朝下望去 他看到了那些孩童的身影 此刻他们正十分吃力地爬着 时间在一点一点地过去 到了最后 只有四个人爬到了山顶上 至于那些没有爬到山顶的人 则是被黑穹门的弟子 送往山下去了 那些爬到山顶上的孩子们 见沈若也在此 就像见鬼了一样 之前他们爬山的时候 压根都没看到他人 而现在 对方却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太匪夷所思了 对方没有通过爬山就来到这里 那么就只有一个可能 那就是这小子了 走后门 张老哥看着面前完成试炼孩童 眼中闪过一抹赞许之意 接着他开口说道 不错 你们都完成了考验 现在起 你们就是我黑穹门的正式弟子了 那些孩子听到对方话语时 纷纷面露大喜之色 很快 考核过后便是挑选弟子了 那四个人都被分配到了不同的地方 唯独沈若还没有分配 就在他有点慌乱之际 肩膀被人拍了一下 他抬头看去见那壮汉在他一旁看着他 壮汉看着他 对他说道 你不要慌 随我来 毕竟你可是沈爷指定的人 怎么能和他们一样呢 说完那壮汉告别了张老哥 便带着沈若朝着另外一个方向走去 他们来到一个小山谷里 刚迈入这片山谷 就看到南边的山壁之上 有一条瀑布哗啦啦地流淌着 距离瀑布不远处有一间石屋 石屋的两侧种满了许多花草 石屋一旁外面的大柳树下 正有一位老者 懒洋洋地躺在太师椅上 津津有味地捧着手中的书籍看着 壮汉领着沈若来到石屋不远处 看着在树下躺着的老者 他大声喊道 赵老 正在看树的老者耳朵一动 听到声音后 放下手中书籍 看到来者是熟人 便笑眯眯地看着壮汉说道 嗯 是你小子 怎么又和人打架 来找我讨 嘿嘿 您老人家又开玩笑了 这说的是哪里话 我像是那种人吗 壮汉听到老者 调侃他有点不好意思 随即又看向一旁的少年 对着老者继续道 哎 对了 这孩子是门里人 安排我将他送来你这里的 哦 是吗 老者听到壮汉说的话后 站了起来 朝着沈若方向走了过去 他来到沈若面前 上下打量一番 看着面前的少年 一把抓起他的手臂 见少年被他这一举动惊吓到了 温盛地说道 小家伙不用怕 老夫只是帮你耗脉一下 看看你身体有没有什么问题 毕竟干我们要师 这一行身体素质要好 见老者发话 沈若乖巧地点点头 任由他抓着手臂耗脉 老者摸索一番后 见没什么问题 便放下沈若的手 淡淡地说道 嗯 很好 你以后就留在这里 帮我打打下手吧 这里是无回谷 除了谷内的弟子 外人除非生病或者受伤 一般不会来我这里 以后叫我赵老就行了 你先去那间房屋休息一下 晚上的时候来找我 记着不要吃任何东西 老者交代完这些后 就不再搭理他了 而是回到大柳树下 继续躺了下去 拿起树看了起来 壮汉见赵老离去 于是便看向沈若对着他说道 小子你就留在这里好好干吧 这可是一件好差事 壮汉说完 抬起头看了一眼 躺在树下的老者 忽然又想到了什么 再次说道 对了 忘了告诉你 他的脾气不太好 你要注意点 毕竟在你之前 也有几个弟子曾经来过这里 后来因为受不了赵老的脾气 偷偷溜了 啊 沈若见状吃惊地说道 壮汉看着面前少年露出的神情 干笑两声之后 拍了拍沈若肩膀鼓励几句后 就离去 看着壮汉离去 愣在原地的沈若 有点不知所措 没办法来都来了 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他看向一旁的老者 对他行了一礼 之后就往那老者之前 说的那个屋子走去 这间石屋 不大只有数十丈大小 里面的家具摆设简朴至极 只有一桌椅 外加一张床而已 不过还好 还有一个摆放衣服的柜子 沈若刚来到这间屋子没多久 房间门就被人敲响了 他打开房门 见门口站着一位有白衣少年 他给沈若送来了门牌的服饰 还有一块令牌 次日 沈若道谢一番后 将那人送来的东西拿了进来 穿上黑穹门的衣服后 就在房间里 开始等待着夜晚到来 不知不觉 一个下午眨眼间就过去了 黑夜已经降临月亮 已经高高地挂了起来 他觉得 是时候可以去找赵老了 之前赵老吩咐过他 让他不要吃晚饭 他自然是没有吃的 可是他想不明白 为啥不能吃晚饭 带着心中的疑问 他离开自己屋子 前往赵老的房间 赵老的房间 靠他狠近见大门敞开 沈若直接走就去 放眼望去 只见赵老的房内 四周墙壁边上 竖着一排排的书架 那书架上 看到赵老和白天一样 躺在太师椅上 他来到老者的不远处 停了下来 恭敬地喊道 赵老 而那老者背部挨着太师椅 手里拿着一本书 正聚精会神地看着 不知是看得太过入迷 完全没有注意到 沈若的到来 见赵老没有搭理他 他也不敢再继续说话 便变得有点不知所措 只能在一旁等候着 站了好一会 那老者的眼角 丝毫没有往这里瞟一眼 而是继续看着 由于没有吃晚饭 然后在此又等候了一段时间 沈若的肚子 早已经饿得不行 咕咕 沈若的肚子发出声响 赵老似乎是听到了这一声响 眉头微皱 终于把书合上 向着沈若那边望去 你来了呀 从明天起 我会教你一些 采药炼药的常识 但你弄明白这些之后 我还会教你一些简单医术 但是不会教你武功 你可还愿意留在这里吗 赵老打量着沈若 面无表情缓缓地说道 弟子愿意 沈若达到 在沈若心里 学不学武功什么的不重要 只要能出人头地 受人敬仰就行了 就像他二叔一样 饿了吧 那边有一碗 汤你且喝下去吧 赵老指了一个方向说道 沈若循着赵老指的方向看去 见那一堆书后面 摆放着一碗汤 沈若看着摆放在面前的汤 心里嘀咕道 这老头怎么让我喝汤 这喝汤能管饱吗 不都应该喝粥吃饭吗 赵老见沈若端着汤 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 便催促道 快喝吧 此汤是老夫精心炼制的 喝了不仅能填饱肚子 还能强身健体 喝吧 见老者突然催促 沈若也没想太多 不就是一碗汤吗 端起汤碗大口喝了下去 待这汤一口气喝完后 他的腹中 当即就有一股饱腹感传来 而赵老在这一过程中 始终眯着眼看着沈若 见沈若摸了摸肚子 便问道 怎么样 感觉如何 老夫没有骗你吧 面对赵老的质问 沈若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这个汤也太神了吧 呵呵 你知道就好 赵老对沈若的回答 很是满意 随即又接着说道 你以后每天晚上都不要吃晚饭 来我这里喝汤即可 真的吗 沈若面色大喜 这汤味道特别赞 喝了还想喝 于是便对老者行礼一败道 那就多谢赵老了 老者见状很少满意 点点道 当然我不能教你武功 但你若实在想学的话 可以去找王小子 讨要几个招式 赵老说完这些后 便对沈若摆了摆手 示意他可以出去 于是又拿起 沈若便转身离去 离去前偷偷看了一眼赵老手中的书 发现书上的那几个字 他不认识 由于没怎么读过书 他认识的字比较少 他现在所认识的字 还是村里那个糟老投交的 就这样在往后的日子里 上午赵老教授 给了他一些关于医药方面的知识 下午则让他去旁边的食屋 等候门中弟子到来 跟在对方后面 学习食文断字 以及一些武学基础知识 并一起练习扎马布打草人 练些基本功夫 就这样三个月过去了 这天沈若像往常一样 喝下赵老配置的汤药 这次他感觉到自己下腹中 忽然有一股凉凉的奇怪感觉 在体内流动 怎么了 察觉到沈若的异样 赵老便开口问道 面对赵老的质问 沈若将之前喝下汤药的感觉 说了出来 而赵老听到沈若的话 忽然瞪大了眼睛 一把走了过去 抓住沈若的手臂 两根枯瘦的手指 搭在沈若手腕的经脉之中 他察觉到 赵老的身子在微微颤抖着 他似乎非常激动的样子 沈若看着赵老那眼中 流露出的狂热神色 不禁让他有点惊恶起来 两久赵老的手 打在沈若手上 仔仔细细地检查一番后 放声大笑起来 他手死死地抓住沈若手腕 惊瞪得老大了 看着沈若 就像是在看一件 世上罕有的奇珍异宝 目光中 似乎还流露出几次疯狂的神情 沈若感到 手腕被抓得有点痛 又看到他脸上流露的疯狂神色 心里不禁害怕起来 赵老从沈若脸上的神情 看出了对他 对他现在有点恐惧 两眼一转 打圆肠解释道 你肯定很疑问 老夫为什么会让你喝汤吗 那是因为 老夫所修炼的武功 是一种化解别人内地的功法 此法修炼极其苛刻 必须要连续吞服药汤 待有异样后 才能勉强入门修炼 沈若听了赵老的解释 呆呆地看着 不知对方说的是真是假 又继续说了一些话 待看到沈若已经完全相信 他说的话语时 这才满意 让他离去了 沈若走出赵老的屋子后 看了一眼身后的房屋 回想起刚才发生场景 对于赵老说的话 他一直处于半信半疑状态 毕竟刚才赵老的行为举止言谈 太过诡异了 对方为了怕他想太多 一直在不停解释 所谓事出反常必有妖 这老头看起来不简单 为了更多地了解 这位神秘老者 他决定调查一下 至于怎么调查 沈若心中已经有了主意 那就是找之前带他来此的大汉 那大汉之前还叮嘱他说过 赵老为人怪癖 想必他肯定是知道一些什么东西 沈若回到自己屋子里后 躺在床上 竟彻夜难眠 翻来覆去的就是睡不着 只要他一闭上眼睛 脑海中就展现出 赵老他那恐怖的眼神 同事老头子 怎么差距那么大呢 次日说起那遭老头子 他想起来 之前那老头给他的那一本书 沈若打开衣柜 从里面取出之前穿的衣服 拿出夹在衣服里面的那一本泛黄的书籍 坐在床上翻阅起来 借着房间里面那微弱的灯光 看到书本上第一页 写了一句 天一生水 人之气绝 精神之万化 滋养百孩 赖以永年 而长生不老也 他看着开篇第一句话 不由得震惊难以置信 翻开第二页 里面则是记载了一些口诀 还有修炼的方法 他粗略地翻阅一下差不多 一共有十层口诀 看样子 这好像是一本教人练气养生 延年益寿的书 难道那老头 是想让他像河里的乌龟一样 老而不死活个上万年 不过想一想 也不太可能 这书老头说过 这是他捡来的 再说了世上谁能不死 就是一国之君坐拥天下的这种大人物 都不能长生 更别说只凭一本书 按照上面的口诀修炼一下 就能长生了 仙人 不太可能 仙人不过是活在传说中的人物而已 沈洛认为这有可能是一门内功修炼心法 我若是学了此法 然后再去练几套拳脚功夫 再加上从赵老纳学来的医术 凭借这些本事 以后定能成为江湖上 一位仁人敬仰的一代大侠 沈洛捧着手中书幻想着 之前在赵老房间里遇到的事 直接被他抛入脑后了 他怀着激动的心 仔细地看着手中书籍 按照上面第一层所记载的口诀和方法 盘膝而坐心中默念口诀 开始修炼起来 大约过了半个时辰 他感觉到空气中 有一股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将他整个人包裹住 仿佛在一个温泉里面 非常舒服 他缓慢地呼吸着 那些包裹着他的气体 则被他吸入口鼻中 有口鼻进入他的身体里面 忽然 又是之前那种清凉的感觉传来 他的体内仿佛多出一种奇怪的能量 他不知道 这能量是什么东西 沈洛按照书本上记载的步骤 将体内的那种能量 缓缓都归收在丹田里 当他继续运转第七个大周天之后 突然身体上传来一阵巨痛感 那种疼痛的感觉 迫使他不得不停了下来 这事并不是身体上传来的疼痛感 而是来自经脉上面的痛感 还好及时收住手了 若是继续运转 一个周天下去 恐怕经脉会破裂 他睁开眼睛 深呼一口气 从窗户朝外面看去 此时已经饮食了 再过一会天就亮了 没想到 自己居然修炼了一个晚上 让他感觉到奇怪的事 经过一晚上的修炼 他的身体 竟然没有一丝疲惫之感 要知道 他可是一晚上没睡觉 人若是一晚上不睡觉 身体会疲惫匮乏 没有精神 反观沈洛现在 却是生龙活虎精神抖擞 哪有一丝疲惫感 就在沈洛疑惑的之际 他房间的门被敲响了 谁会那么早地过来找我 难道是赵老吗 想到这些 他连忙将床上的长生精 放在枕头下面 之后装作一副 刚刚睡醒的样子 跑去开门 只见赵老戴着一个草帽 背着一个小布包 站在他的门前 赵老 早上好 沈洛打量着面前的老者说道 原来赵老今天是要准备出门 可能要几个月才能回来 他来这里 是为了吩咐他 在这里好好待着 不要乱跑 交代完这些 赵老就转身离去了 看着赵老的离去 沈洛有点奇怪 这老头真是说来就来 说走就走看不懂 趁着还有时间 他要小睡一会 毕竟今天还有事要做呢 沈洛回到房间躺了下来 酣睡了一会 日 三杆 沈洛一觉睡醒 走出石屋 他在谷中待了三个多月 今天这还是第一次出谷 之前和人一起读书的时候 都是门里的人 来这里和他一起读书之类的 走在这条看起来 熟悉而又陌生的山路上 他加入该门派 已经三个多月了 不知那天和他一起入门的弟子 现如今还记不记得他呢 由于初次出谷 关于门中哪个地方 是干嘛的他一概不知 只能像一个无头苍蝇一样 四处走动着 突然 一阵十分嘈杂的声音传来 还时不时发出叫好的声音 难道是有人在打架吗 沈洛听着远处的声音想到 既然是打架的话 那他肯定要过去凑凑热闹 他还未见过那些会武功的人 是怎么打架的呢 沈洛朝着声音传来的方向走去 当他看到面前的一幕 不禁一呆有点吃惊 万万没想到 这里居然有这么多人在这里 这些人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 沈洛极为费力地 从这些人当中 挤到最前面的位置 只见面前的空地中央 有两名赤手空拳的少年 正在比试拳脚功夫 那两个人当中 其中有一个是他认识的人名叫江富贵 江富贵和他年纪相仿 都是15岁这个样子 那江富贵年身材瘦弱 相貌清秀 用一句简单的话来说 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 所谓人不可貌相 海水不可抖凉 虽然他的外表是这样 但是此刻他的表现 却是下盘平稳 拳打脚踢之间 红武有力 随着他每一拳打出 宛如狂风呼啸 强劲有力 而剩下的另外一位 则是一个胖子 他行动缓慢 体态肥瘦 一身的肥肉 他任由江富贵的拳头 落在他的身上 见有好友在场上 和人动手鄙视武功 沈洛自然是希望好友能赢 江富贵看着面前的胖子 用身体挡住自己拳头 他知道对方有体型优势抗揍 所以他选择攻击那胖子下盘 他轰出一拳后 猛地蹲下身来一个 横扫踢中胖子的腿脚 胖子的腿脚受到攻击 一个重心不稳 摔落在地上 漂亮 打得好 沈洛见江富贵放倒胖子 一时没忍住高声喊道 他这突如其来的高呼一声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而江富贵听到人群当中 这一声喝彩之声时 转过头去一眼就看到了 人群当中的沈洛 沈洛 你怎么会在这里 江富贵面带喜色 大叫一声道 当初在马车上的时候 他们几个互相认识了一下 彼此也都知道对方的姓名 随即江富贵朝着沈洛那边走去 而在场的众人 见江富贵朝着那个什么沈洛走去 内心不由的好奇和疑问 这个沈洛是谁啊 十分面胜 什么来临 次日沈师兄 不知道你是在哪位师叔门下修行 江富贵看着沈洛开口说道 当初两人一同入门 结果对方没有参加选拔势力 就被录取了 想必对方背后肯定有人 碍于对方的身份 所以江富贵故意称他为师兄 让自己辈分上比他低一点 说来惭愧 我败在无回谷的赵老门下 面对江富贵的询问 沈洛老老实实地回答道 他知道江富贵称呼他为师兄 是为了给他面子刷点好感啥的 什么 这人竟然败在赵老门下 这小子有点惨了 周边的人听了沈洛的话语 纷纷小声地嘀咕着 他们看向沈洛的目光 充满了怜悯 不仅仅是他们 就连江富贵也是这样 江师弟难道有什么不妥吗 沈洛见此满脑子的疑惑 看向着江富贵不解道 并无不妥 只是赵老在我们这些弟子口中 口碑不太好 脾气古怪 在你之前 曾经也有一些弟子在那边待过 只不过后来莫名其妙失踪了 有人说了 是因为受不了那老头的脾气 所以就偷偷溜了 真的假的 沈洛听了江富贵的话语 眉头紧锁 再次问道 回想起之前那壮汉的话语 再加上江富贵刚才说的话 难道那老头有什么问题不成 具体的 我也不是太了解 想必那些堂主或者长老 应该知道一些吧 江富贵挠了挠头说道 你可知那天 带我们来这里的王堂主在哪吗 江富贵刚要开口回答 这时场中 一位背着一柄长刀的男子走来 那人嘴中叼着一个根草 满脸怒意地对着江富贵大声喊道 小子 就是你打我弟弟的事吧 敢不敢和我比划比划 江富贵闻声转过头去 看着那人一脸不屑 胸有成竹地笑道 有何不敢 沈师兄等我先打倒他再说 我知道他在哪待会儿我带你去 江富贵回身对着沈洛轻描淡写地说道 之后便走进场中 哪位师兄能借我一件用用 话语刚落场中就有一名弟子 将自己手中的长剑扔了出去 多谢 江富贵捡起扔在地上的长剑 看着面前之人 两人二话不说 抡起手中的武器 叮叮当当就打了起来 只见两个人之间 刀光剑影不断 两人手中的兵器 不时碰撞在一起 难分上下 沈洛看了一会儿 看不出什么结果来 这二人看起来势均力敌 旗鼓相当 只是觉得 这两人之间打得非常激烈 刀剑的碰撞的花火 时不时出现 他没想到 这江富贵 仅仅是入门三个多月 就已经有如此身手 再看看自己 除了认识一些草药 扎马布之外 不会任何武功 好厉害的剑法 此人不过入门三个多月 一个新人就有这样的身手 是啊 他若是能败入 一位堂主 或者长老门下 以后定是前途无量啊 围观的弟子们 看着那两人 打得难解难分 各自惊叹道 此时场中的江富贵 突然大声喝一声 手中长剑快速摆动 一道道剑光划过 刹那间 一剑下去 将对面之人手中的武器打飞 剑口架在对方的脖子之上 那人见自己手中的兵器 被一瞬间打飞了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已经被一柄长剑架 架在脖子之上了 毫无疑问他败了 好厉害的剑招 不知师兄是何人 那人一脸惊恐 失魂落魄地 看着江富贵问道 江富贵 江富贵说完 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去了 一只手握着长剑副在身后 看都不看一眼 随手一挥 将长剑抛给 借给他见的那人 之后便带着沈落 从众人的目光中离去了 只留下那些人 傻傻地站在那里 说实话 他们怎么都想不明白 之前还不分上下的两个人 怎么突然间就分出胜负 很是怪异 一旁的沈落 从江富贵的口中了解到 赵老原本不是黑穷门的弟子 在加入门派之前 赵老一直在江湖上 行医游走四方 后来一次机缘巧合下 遇到了前任门主 因为赵老的医术高明 前任门主起了爱财之心 便将他隐门中 又在山里 精心挑了一个小山谷 专门给他修了这片住宅 让赵老安心在黑穷门落户 从而成了黑穷门的一名长老 这一待就是十多年 赵老他用那高明的医术 救下了不少门内弟子的性命 他性格虽然比较怪癖 但还是很受到门内 众弟子尊敬的 很快没过多久 江富贵带着沈落 来到一处比较豪华的院落外面 沈师兄 这就是王堂主的住处了 江富贵看着面前的院落说道 如此多谢江师弟了 以后要是生病受伤之类的找我 我帮你医治 沈落拍了拍他的肩膀 便朝着院子里面走去 他刚走到门口 就被一名弟子给拦住了 沈落看着面前之人 从怀中拿出一块令牌说道 我是赵老弟子 我来找王堂主 有要事禀报 那人接过沈落手中的令牌后 仔细打量一番确认无误后 这才放他进去 沈落走在大理石铺成的小路上 只见这院落里 奇花盛开 假山伶俐 不愧是堂主住啊 住的地方就是不一样 沈落看着眼前的景物感慨道 他在院落里面走着 没走多久 就遇上了刚走出房门的大汉 咦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 大汉刚关上房门走了出来 就看到了走在此地的沈落 有点意外道 弟子见过王堂主 沈落见状抱拳行礼一拜地说道 大汉见沈落如此举动 有点一棱当即开口说道 哎呀 我和你二叔是至交不用多脸 你叫我王叔就行了 是 王叔 于是沈落又重新改口喊道 大汉听了很是满意 他管沈落的二叔叫沈爷 然后沈落现在管他叫叔 有种占便宜的感觉 对了 你不和赵老待在谷中 怎么会来我在这里 大汉继续回到之前的话题问道 叔 赵老他不在谷中 今天早上外出离去了 说是要过一段时间才回来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大汉点点头说道 那个叔 我想问一下 以前跟着赵老的那些弟子们 后来怎么样了 沈落看着面前的大汉 直接笨主提道 你说这个啊 我记得好像是 大汉摸着自己的下巴 回想着 接着又说道 我记得之前和你说过 有几个弟子来他这里打过下手 后来过了一年多这样就 全都失踪了 对外宣传 是受不了赵老的脾气 偷偷溜走了 其实这件事 我们偷偷查过 结果是并没有人发现 那些弟子下过山的踪迹 次日毕竟那无回谷 我也没怎么去撞过 说不定有可能他们发现什么通道 自己偷偷溜了 或者 是用了什么掩人耳目的手段 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去了 大汉摆出一副思考的样子说道 他还是认为 那些人是受不了赵老的脾气 偷偷溜走的 如果是死了的话 尸体肯定会被门中人发现 沈洛见大汉说的也有道理 毕竟那山谷那么大 说不定还真的有通道存在 他见大汉丝毫没有怀疑赵老的想法 于是便接着问道 叔 那你们有没有喝过赵老的汤药啊 大汉听到沈洛说的汤药 两眼放光 拍了一下大腿 激动地说道 那赵老的汤药那可是没得说 特别赞喝了 还想再喝 可惜啊 他只给我们喝过一段时间 然后就再也没让我们喝过了 唉 真怀念啊 大汉眼里瞬间黯淡无光 哀声叹气地说道 没想到这老头还给其他人喝过 他到底在打什么注意 沈洛心里暗自想到 他可不认为赵老是想看对方体质 能不能适合他的武功 见面前的大汉有点失忆 随即又道 叔 那你们喝完汤的时候 有没有产生奇怪的感觉 奇怪的感觉吗 大汉手挠了挠自己下巴 眼睛斜视回想着 好像除了能填饱肚子之外 什么都没有 他摊开手表示道 怎么了 难道有什么问题 大汉表情疑惑 看着面前的沈洛 很是不解地问道 没 没什么 我也感觉那汤药挺好喝的嘿嘿 沈洛挠了挠头掩饰道 他总不能直接说 自己怀疑那老头有问题吧 从大汉的口中 已经初不了解到 那老者让很多人喝过汤药 可能那汤药 或许能激发人体那某一种能力 至于是什么能力 他不知道 而那种东西 恰恰是赵老最为需要的东西 可是他那种东西干吗呢 沈洛处在原地不动 思考着 大汉见沈洛处在原地 一动不动地有点好奇 便问道 那大汉发出的声音 将沈洛从思考中引了出来 沈洛看着面前的大汉 他当即生出一种 想要和他练习武功的想法 毕竟赵老曾经和他说过 他有一种能化解别人内力的武功 虽然不知道是真的还是假的 总之有点防备还是好的 大汉听闻沈洛要和他练武 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他带着沈洛来到院子里面的一弹桌椅上 两人坐下来 接着大汉便开始吹嘘自己的武功 有多么了得 仿佛他好像就是黑穹门第一高手一样 说的那叫一个起敬 说完还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沈洛 像是在暗示沈洛快夸他牛逼厉害 沈洛自然是明白他的意思 便开口夸道 大汉被沈洛夸得乐呵呵大笑 快被沈洛夸得捧上天了 之后 两人又闲聊起来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一个时辰 沈洛有点受不了了 谁能想到堂堂一个黑穹门的堂主 竟然是一位画画楼 他感觉和大汉交谈的这段时间 仿佛将他一辈子要说的话 全都提前说完了一样 没办法 实在是受不了了 只能找个借口离去 临行前大汉还叮嘱他 明天来他这里 随他一起练武 沈洛离开大汉的住处后 便一路朝着无回谷的方向走去 他一回到房间里 就开始打坐修炼起来 继续按照修长生经上面的口诀 开始修炼 现在的他很肯定 这长生经就是修炼真气内力的功法 有长生经作为基础 再加上后面从大汉那里学来的武功 就算那个赵老真的对他图谋不轨 他也能斗上一斗 次日 清晨 沈洛一觉睡醒 简单地洗漱一下后 吃了个早饭 而后来到大汉的住处 只见大汉已经早早地坐在 院子里的石椅上等候着 沈洛见此也随后坐在一旁的石椅上 大汉看着面前的沈洛沉吟了一会 缓缓说道 在开始教你练武之前 有必要让你了解一些关于武道的根本 武道的根本 无非就是 对自己的自身的掌控能力 只要将自己的肉身气血 发挥到极致 再配合高深的内力 可以一拳 将一头牛打死 沈洛聚精会神地听着大汉讲解 当听到能一拳打死牛时 整个人震惊不已 大汉看到沈洛脸上露出的表情很是满意 便继续道 首先我要教你的 便是我的成名武技 七绝拳法 这拳法讲究快 准 哼 话罢 大汉从石椅上站了起来 来到一旁的空地 开始为沈洛演练一遍这套拳法 只见大汉打出的拳法 行云流水 一气合成 每套拳打出都能感觉到 挥出的拳镜都能带动附近的风流 七绝拳法 名字虽然粗浅 但大汉仅演练了三遍沈洛 就记住了招式和口诀 轮到沈洛自己来打时 才知内里还有乾坤 远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 同样的一招 他和大汉看似打出来一模一样 但在用镜上 却错误百出 接下来 大汉开始引导他的尽力和纠错 专心点 注意你的身形 有你这样的软绵绵的拳法吗 招式为表 尽力为准 大汉虽然看起来 人好相处极为老实 但是交起舞来 却是不留一丝情面 就这样 沈洛开始和大汉练舞起来 他白天练舞 晚上则是修炼长生经上面的口诀 经过一个月的修炼 沈洛终于学会了这套拳法 至于长生经方面的修炼 已经第一层入门了 现在 他能在自己的体内 产生一丝丝微弱的能量流 不过这丝能量流很细微的若有若无 若是不运用内饰的话 自己根本就发现不了 这大概 可能就是那家真气吧 也就是内力 沈洛这样认为 可是听到大汉说 他们体内产生的真气 是一股非常明显的热乎乎的热流 而自己体内产生的弑谷量气 并且 两者运行后的效果相比 就差得更远了 大汉运 体内的真气后 一拳就能打断王口粗的小树 纵身一跳一掌多高 至于沈洛运行自己的怪真气后 和大汉运用的真气相比 几乎就没有什么大的作用 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 自己的精神似乎比以前旺盛了许多 胃口也比上山前好了许多 可这有什么用吗 次日难不成这真气还有阴阳之分 热的就是阳 而他这个就是阴 沈洛一想天开道 起初他和大汉练舞 开始练了一个月的时间 到了后面 就没怎么去了 不是他不想去 而是没时间 最近黑手帮又和黑穷门起了冲突 两个帮派的弟子打了起来 双方损失了不少人手 因此也多出许多伤员 现在赵老外出离去 基本上都是他在医治伤员 好在都是一些皮外伤 敷点药就完事了 但是伤员的数量太多了 谷中的药草在急速地消耗 为此他向门派汇报了一下 弄点钱财 准备下山去购买一些药草 门派高层收到他的汇报后 给予了他一些钱财 并让他下山去购买 但是 想到自己要买那么多的东西 他一个人也不好拿 于是便想找个人和他一起去 思来想去 好像也只能找江富贵 他加入门派那么久 也就和江富贵熟悉一点 好在江富贵之前交代过自己的住处 所以找起来很是方便 当沈洛找到江富贵的时候 江富贵还很是诧异 对方无缘无故地找上门来 后来沈洛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便答应同他一起下山去了 沈洛和江富贵两人 走在下山的路上边走边聊着 江师弟 最近黑熊门和黑手帮之间的争斗十分剧烈 你可要当心哪 沈洛关心地说道 毕竟两派之间的争斗可不是比武那么简单 而是要死人的 江富贵则是有点不以为然 梅菲瑟悟说道 虽然如此 但这可是能在江湖上早早博得名气的大好机会 只要我在和黑手帮的交手中 表现出色就有机会被门派长老看重 说为弟子 到那时 我就可以修炼更加高深的武技 江富贵加入门派这段时间来 他日夜苦练 就是为了能在江湖上有博得有露脸的机会 从而名动江湖 沈洛听到江富贵的话语时 当即愣住了一下 他没想到对方对名利这么看重 这就是富贵险中求吗 说起江富贵 那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呢 谁都想出人头地 名满天下 黑熊门距离姆苏镇也就四五里 他们走得很快 一柱香功夫便到了 进了姆苏镇 街道上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流 热闹非凡 挑着菜的农夫 挑柴的侨夫 赶路的商人和络绎不绝的马车进出 好像一点都没受到黑熊门和黑手帮 这两大帮派之间争斗的影响 沈洛明显感觉到 路上的行人百姓 看他们两人的眼神不一样 似乎多了一丝敬畏 自觉的疏远 不敢靠近 毕竟他们都穿着黑熊门弟子的服饰 十分显眼 作为掌控姆苏镇一半地盘的黑熊门 在这个镇子上地位很高 哪怕是邦内最低级外门弟子 也非寻常平民百姓能及 两人在姆苏镇里闲逛着 可能是太久没有去集市 看着街道上的新鲜事物 一切都充满了乐趣 沈洛还是头一次真正 在姆苏镇里逛街 他之前跟随二叔的马车来时 一直待在客栈里面 没有出去过 由于是少年比较贪玩 沈洛没有第一时间去购买草药 而是在里面闲逛起来 这镇上西边商铺区 街道两侧全是店铺 大多是镇里富户人家的家产 沈洛二叔之前带他去的那家客栈 就在那个方向 那里随处可见货仓 米布茶盐商行 酒楼 茶馆等五花八门的店铺 因为西边镇子外有一条大河 可以运输物资 小镇西边是最为繁华热闹 小镇南边则是平民住宅区 住着数万平民 都是狭窄憋屈的土房木屋 低矮街道拥挤 遍地是南闻的臭水沟 姆苏镇虽然只是一座小城镇 但尽管如此 想要在镇上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 代价太过昂贵 根本不是一般的穷苦人民能奢望的 镇上的北边是有钱人居住的地方 在北边的街道口 还有一座母苏镇上赫赫有名的青楼 里面鹰歌燕舞 花枝招展 情音渺渺 老宝带着成群的姑娘们 在楼门外招摇的招客 拉拢路边的行人进楼响乐 逛到另一处街头时 却见一大群百姓围惧着 看一个杂耍戏般在表演喷火 钻火圈 铁锤碎凶石等把戏 不时引来人群欢呼高鹤 沈洛和江富贵 两人驻足观望了片刻 面对这些精妙的戏法 惊叹不已 两个逛了一会 沈洛肚子却是有点饿了 碰巧看到一家卖豆腐的铺子 店家正在卖豆腐花 这豆腐脑可是个好东西 当初在村里每次下山的时候 都会去买一碗吃吃 店家 来两碗豆腐脑加一勺糖 外加两根油条和两个茶鸡蛋 沈洛在铺子里的一张桌子坐下 朝着店家喊道 作为江富贵的师兄 自然也是帮他带了一份 在门派这些天 获得了不少碎银子 沈洛也算是个有钱人了 不过他将大部分银子 托人带给自己的二叔 然后让二叔找人 将其送回老家 他在门派有吃有喝 要那么多钱 也没什么用 还不如寄给他爹娘 补贴点家用 没过一会 很快端上了两碗豆腐脑 摆放在他们面前 看着面前的新鲜出炉的豆腐脑 沈洛拿起一根油条咬了下去 接着大口吃起豆腐脑 真香啊 正在小摊上 吃着津津有味的沈洛 忽然眼神一瞟 好像发现了什么 他不由地抬头 朝着远处看去 定睛一瞧 竟然是赵棉 那是同他和江富贵 一起加入门派的赵棉 他怎么会在这里 此时的江富贵 正在吃着碗里的豆腐脑 忽见面前的沈洛 停止了吃饭 正朝着一个方向望去 好奇心地驱使下江富贵 不由地也转头看去 赵棉 江富贵惊呼道 只见马路一旁 有一位身材矮小 皮肤有黑 满脸麻子的丑陋男子 在街上行走着 那人左顾右看四处张望着 那个人就是沈洛和江富贵 他们二人口中的赵棉 赵棉听到有人在喊他 循着声音望去 就看到了正坐在豆腐摊上 吃着豆腐脑的沈洛 和江富贵二人 江富贵 沈洛 你们怎么在这里 赵棉看到沈洛和江富贵 笑颜站开 有点意外到 见自己好友在此 随后赵棉大步 走到他们那边 和他们一起坐了下来 并且也要了一份豆腐脑 次日赵棉 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便开口询问道 哎 说来话长 事情是这样的 当日我被分配到神风堂去了 所谓神风堂是黑穷门中 一个收集情报干刺杀的部门 黑穷门中 内部有许多各式各样的堂 每个堂都有不同的任务分配 就是前段时间 咱们黑穷门 不适合黑手帮火拼的 虽然双方都付出了代价 但是有人向堂里面通报说 门派里面有奸细混了进去 赵棉看了看四周一眼 忽然低着头响声道 怎么可能会有奸细 真的假的呀 神洛见状追问道 他没想到 这黑手帮的手竟然能伸这么远 还在黑穷门内部安插眼线 事情真假 我也不太清楚 就是因为不太清楚 所以我才会被派出来 话说你俩怎么混到一起去了 赵棉说完自己的事 又看向他们两个问道 我是被他拉出来买草药的江富贵 用勺子挖起一块豆腐脑 边吃边说道 草药 买草药干嘛啊 赵棉听了江富贵的话语 目光又转向神洛 还不是因为火拼的事 神洛将自己下山的来意 都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就在谈话之际 赵棉点的豆腐脑也被端了上来 他只吃了几口 忽然面色不太好 咋了 沈洛和江富贵见状 异口同声地问道 没 没什么 可能是我吃饭出门的时候 吃坏肚子了 你们在这里等我一下 话把赵棉面色铁青 捂着肚子跑了出去 两人看赵棉那滑稽的样子 有点哭笑不得 没过一会儿 很快赵棉又返回来到了这里 三人又闲聊了一会 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是时候该去买需要的东西了 于是 赵棉和江富二人 便跟着沈洛来到一家药铺 将里面疗伤的药全都买走了 三人结伴行走在回门派的路上 突然一变 吐起草丛密林之中 忽然跳出现六个人 这六个人的出现挡住了 沈洛三人的去路 只见他们的衣服胸前 都绣着一个黑色的手爪 不好是黑手帮的人 赵棉看着那些人胸口的东西 一眼认了出来 感到不妙大喊道 黑手帮中一名男子 见自己被人认了出来 丝毫不在意 一脸不屑道 你知道就好 奇怪黑手帮的人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沈洛剑面前突然出现的人 眉头一皱暗想着 江富贵剑突然出现在 他们面前的黑手帮之人 一脸兴奋之意 手持三尺长剑 挡在两人面前 对着那些人道 来得正好 区区几个黑手帮的小喽啰 我正想找你们练练手呢 就你 小子你好大的口气 说大话也不怕傻了舌头 先前说话的那人反朝道 那人看着面前的江富贵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很是奇怪 对方不仅没有害怕之意 反而还很兴奋 莫非他是个高手吗 不 不 应该不太可能 看对方的相貌穿着打扮 怎么看都是十五六岁的样子 十五六岁的人 怎么可能那么快就修炼出真气来 说不定 对方有可能是在装腔做事 那黑手帮的男子 短短一瞬间就想到了这些 是吗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 江富贵嘴角微微上扬 挥着手中的长剑砍了出去 黑手帮的男子 没想到对方这么果断 他并不准备亲自动手 而是让手下的人 进攻试探一下 面前这位少年的实力 要是这个真的是一高手 他便立刻撤退 很快 江富贵一人手持长剑 和那五个人缠斗在一起 面对五个人的联手攻击 他在攻击和防御之间 游刃有余 进退自如 怎么会难道他真的是个高手吗 黑手帮的男子 见江富贵一敌武 竟然毫不费劲的样子 很是纳闷 就在他思索之际 场面忽然发生了变化 当得一声 江富贵手中的长剑 和那五人 其中一人兵器碰撞在一起 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 江富贵剑撞 借着手臂上的力道 使手中长剑挥舞着 接着一个横劈落下砍去 手持大刀的男子 见一道长剑横劈过来 连忙将手上的刀网回拿 试图挡住这一剑 就在他以为挡住这一剑的时候 江富贵突然改变持剑的姿势 由横劈改为刺 一剑刺中那人的下副 那人被一剑刺中要害 发出痛苦的惨叫声 鲜红的血液 瞬间从剑身上流淌出来 滴落在地上 一剑刺中后 江富贵随即又抽出长剑 之后那人便轻盈一声 倒在了地上 这一幕 可惊呆了所有人谁都没想到 这么快就有人身亡了 江富贵看着倒在他面前人 他没想到 杀人竟然让他产生一种刺激的感 而沈落则是直接呆着住了 江富贵居然杀人了 看着面前的尸体 忽然间感觉到胃里 有种翻滚难受的感觉 不仅如此 心里还多了一份害怕和惶恐不安 长那么大 还是第一次见有人被杀 而且还就死在自己的面前 至于赵棉 则是两腿发抖 这可是杀人啊 黑手帮的围手的男子 见状有点坐不住了 开局自己 就死了一个手下 这让他情何以堪 顿时对着剩下的四个人 恶狠狠地喊道 可恶啊 还愣着 干什么快 给我杀了他 那四个人见自己老大发话 他们一个个面面相去 互相张望着 谁也不敢先冲上去 生怕下一个死的就是自己 毕竟他们只是 黑手帮普通的弟子而已 只修炼过一下不入流的武技 很明显 对方的武功看起来 比他们高强太多了 根本就不是对手 而那黑手帮的男子 见自己的手下 这个时候竟然耸了不赶上 他怒骂道 真是一群废物 没用的东西让我来 一把推开前面的人 走了过去 哼 小子 不管你有多厉害 今天遇到我时期 只有死的份 那人举着大刀 江富贵见走过来的男子 冷笑道 我看你默默唧唧地像个娘们 我草你妈 石七怒骂道 他本就是脾气暴躁之人 现在还被一个少年给嘲讽了 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时间气血涌上心头 不管三七二十一 手中的大刀 朝着对方砍了过去 当 一刀一箭交锋在一起 此刻的江富贵 是越战越勇 特别是杀人之后 他的心境有了变化 他现在很是享受战斗的过程 次日短短瞬间时间 二人便已经交手数十招了 沈洛看着江富贵和石七两人之间的打斗 他没想到 只是短短一个多月的功夫 江富贵的武功 居然比之前还进步了许多 莫非他是练武的天才吗 一个想法冒上心头 而黑手帮的石七也有点纳闷 在不使用真气的情况下 只凭武技 对方竟和自己不相上下 要知道自己可是练武多年 而他明显就是一个少年而已 他凭什么 一想到这里 石七就勃然大怒 不知死活的东西 给我去死吧 石七宁声大笑道 往手上的大刀里注入了真气 宽厚的刀身瞬间被真气覆盖 隐隐约约中 还有一缕刀光在闪动着 石七见此 嘴角微微的一撇 看起来是对自己的刀法很有自信 只见他持着大刀 在原地留下一道刀影 身形却如雷如电地 朝着江富贵冲来 这招可是以真气催动的他感肯定 面前的少年断然是接不下这招低 江富贵看着这一刀袭来 脚上发力 身形一晃 轻松避骨 这是风行步 沈洛看着江富贵 刚才使出的身法 内心震惊不已 风行步是黑熊门一门高级武技身法 此身法对掌控者自身的反应能力 要求极高 因此身法如风一样急速 变幻莫测 所以便叫风行步 沈洛之所以知道那个身法 是因为之前的王堂主 曾经施展过一次 这可是只有堂主级别的 才能修炼的武技啊 江富贵不过是一个普通弟子而已 沈洛再一次被江富贵给震惊到了 对方没有师门背景 却能学这种高级武技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偷学武技 江富贵此刻如风中残影般 轻轻松松地就躲避 开了对方的攻击 啊 石七忽然发出一丝冷哼 一阵次痛感袭来 他低下头看去见自己的胸口上 被划出一道剑痕 等他抬头再看去见江富贵手持着长剑 站在树杖之外 笑眯眯地看着他 呸 你他妈的敢伤我 爷爷要砍死你 石七不顾身上的伤势 吐了口唾沫 手中刀一挥 朝着江富贵砍去 空气中一道散发着寒意的刀光 携带着满腔怒火 来势汹汹地砍去 这一刀光是由他的真气打出来的 布鲁斯 面对这招由真气汇聚而成的刀光 江富贵也不敢大意 连忙施展风行步躲避起来 沈洛见状这样下去 也不是办法呀 他要帮助江富贵 所谓擎贼仙擎王 沈洛看着那正不断砍出刀光的石七 咬牙一狠 冲了上去 而敢 石七的手下 见沈洛冲了上来爆喝道 持着刀就要对沈洛砍去 江富贵他们 打不过不赶上 可面前的这个矛头小子 打他不就跟打着玩一样 直接拿捏 沈洛面对他们的呵斥 可不会傻乎乎地停下愣在原地 最为靠近沈洛的一个黑手帮弟子 见少年冲了上去 连忙挥出手中的长刀 对着沈洛砍下去 沈洛见面前的大刀袭来 轻而易举地躲过 那人见一刀没砍中 又是一刀下去 结果又被躲过了 尼玛 那人有点不信邪了 爆粗口道 沈洛也不知道什么情况 反正就是感觉 对方的刀落下的速度 在他眼里 好像很慢 所以他很是轻松地躲避 剩下几个人 一眼没有干瞪着眼吃着刀一起上 沈洛不断移动着身子躲避着 就好似幽灵一样 在他的接连躲避下 很快接近其中一个人 来到他的身边 近身距离的攻击 那可是他的拿手好戏 猛地一刀拳头打出 猝不及防地落在那个人的身上 你 那人被一拳命中 呆若木鸡 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地看着沈洛 最后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 看着那人倒下 沈洛不可置信地看着自己的拳头 没想到 自己居然那么厉害 直接秒杀 就在刚才他挥出那一拳的时候 他体内那一丝微弱的神秘能量 被调动了起来 有了那神秘能量的加持 直接一拳秒了 一旁的十七手中大刀 不断落下刀光劈去 他先前听到了手下人的怒吓 没有去管 毕竟他这几个手下对方那两个矛头小子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当他听到那人摔倒在地上发出的声音时 眼角的余光瞥了一眼 不看知道不知道一看下一跳 自己的手下又倒了一个 奶奶的 给我玩音的是吧 直接来吧 十七见此情形大喝一声回声一转 手中大刀一挥真气所化的刀光 朝着沈洛劈去 小心 江富贵提醒道 当沈洛听到江富贵的声音时 察觉到的时候已经晚了 刀光近在咫尺 根本来不及反应了 他可不会江富贵那诡异的身法 眼看就要 宁葬于此地的时候 Soul 的一声 破空声传来 一块巴掌大小的碎石 凭空出现在他的面前 而那飞过来的刀光 一下击中小石子 砰 将半空中的碎石 打成两半 敢欺负我谷中弟子 你们黑手帮胆子不小啊 一个老气横丘的声音 缓缓响起道 什么人 十七见出现一道陌生的声音 大声喝道 他谨慎地环顾着四周 发现没有人影 放眼望去这四周 除了秘书丛林之外 并没有什么人存在 而沈落在听到 这突如其来的那个声音后 内心窃喜 这声音的主人 他再熟悉不过了 那是赵老的声音 而江富贵和赵棉二人 没有见过赵老 所以自然是听不出来 那是他的声音 十七见四周无人 眉头一皱带着怒一道 奶奶爹 跟我装神弄鬼是吧 有本事给老子出来 看我不敢死你 就这 赵老的声音再次响起 突然又是嗖一声 林子里某个地方 再次飞出一块碎石 刀落 咔嚓 一下将这碎石劈碎 就在这时 一位头戴草帽 跨着一个布包的老者 从沈落的身后 缓缓走了出去 沈落看着来到 自己一旁的老者 面色大喜 那老者正是出谷 一个多月的赵老 我就站在你面前 你又能如何呢 赵老面无表情 冰冷地说道 找死 十七闻言当即催动真气 准备砍去 手中的刀就要 落下去的时候 他突然间停了下来 他突然发觉自己 调动不了体内的内力了 这是怎么回事 他很是诧异 老大快看你的身上 他的一位下属 发现了一样惊讶的喊道 次日十七闻言 看去见自己的胸口上 不知道什么时候 被插了许多银色的细针 这银色的细针 可并不是什么暗器 而是针灸 他将自己胸前的针拳 都拔掉之后 发现自己还是 使不出来任何内力 赵老看着对方 那一副着急的样子 乐呵呵地 摸着下巴的胡须 一副看好戏的样子 赵老这是怎么回事 沈落很是奇怪地 看向一旁的老者问道 由于一个多月未见 他身旁的老者 此时地看起来极为憔悴 面容比之前更加苍老了 呵呵 也没什么 老夫不过是用针 封住了他的血桥 半个时辰内 他是催动不了任何真气的 赵老轻描淡写地说道 老者说话的声音不大 但是在场的人 都听得清清楚楚 犹如晴天霹雳一般 落在所有人的头上 当沈落听到赵老的话语时 震惊不已 难道当初 对方说的是真的吗 是他多虑了 他不由得开始怀疑自己当初的想法 而石七听完了赵老的话 脸色阴晴不定 本来想杀了这三个人 结果出现那多麻烦 今天算是栽在这里了 如今 他现在短时间内 调动不出任何真气 继续留在这里 可能会死 有一句话说得好 刘德青山再不怕煤柴烧 石七看着沈落和江富贵 眼神凶狠 露出恶犬般的神情道 你们几个给我等着 我回来的 随即拿出一个黑色的小球摔在地上 那小球落在地上 瞬间冒出黑色的浓烟 石七没有管自己小弟的尸体 而是选择直接转身 带着剩下的小弟跑路了 沈落几人自始至终 都在原地看着 毕竟穷扣墨锥 万一对方有埋伏怎么办 那些人现在已经离去 没有任何危险了 于是赵老代 变着沈落三人 继续朝着门派里面走去 路途中 赵老询问过他这些天 在门派里都干了什么 为什么会出现在山下 面对赵老的质问 沈落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 都说了出来 唯独他和王堂主练习武功 和刚才自己出手的事情 没有说出来 虽然赵老之前说过 他有能化解别人内力的武功 以及刚才那一幕所看到的事 沈落是相信了他之前的话 但是一想到之前 那赵老抓他手臂的那种眼神 觉得 所以还是先不要说出来的好 他将这件事 全都抛给江富贵 说是他出手干掉两个黑手帮的人 江富贵知道 沈落这样说 可能是想让他 在长老的面前留个好印象 他感激还来不及呢 又可能会将事情的 真实原委说出来嘞 而赵棉也知去 一直沉默不语着 赵老听了沈落的话语后 用一种异样的目光 扫了一眼江富贵 不知在想什么 回到门派之后 沈落告别了江富贵等人 随着赵老回到无回谷中 看着不远处的石屋 终于回来了 累了一天了 他刚想回房间 好好休息一下 结果被赵老给拦住了 他一脸茫然地 看着面前的老者 赵老拿下自己的小布包给沈落 示意他打开布包 在赵老的吩咐下 沈落打开布包 老夫之前说过会传授你武功 现在是时候 说完 他从怀中拿出一张纸 递给沈落 沈落看着纸张上面 记载的口诀 很明显是一种 关于炼气的口诀 他之所以这样认为 是因为那上面有几个字 同他那本长生经上面的口诀 有点相似 看着面前纸条上的口诀 有点发愣 这明明就是一门炼气的功法 何能化解内力什么的 又有什么关联 赵老见沈落发愣 也没想太多 他认为 面前的少年可能是知道自己 要修炼他的武功 激动得不知所措 在他眼里 小孩子就是小孩子 永远都是天真 可惜他想错了 沈落虽然天真老实 他不傻有自己的思考和想法 嗨嗨 此时的赵老 突然咳嗽起来 他的状态好像不是很好 他交代 沈落在房子附近 开辟出一片田地 用来种植东西 就这样 沈落开始重操旧业 干起农活来 他将手中的种子 全都播种了下去 最后身心疲惫地 回到自己的住处 他降门锁好之后 并没有直接躺在床上睡觉休息 而是从床板子下面 拿出长生经 和手上的纸张对比起来 仔细一瞧发觉 这两个口诀 虽然口述的心法不一样 但都是一门 教人练气的口诀 此时的沈落还并不知道 自己手中的长生经 是一门仙法 他破天荒地 认为这就是一门 普通的练气法门 在他的认知中 练气差不多 应该就是 等同于修炼真气 他忽然想起 以前听人说过 若是功法修炼到一半 而放弃改修 另外一门功法的话 那么 身体极有可能会受到 功法的反噬 轻则走火入魔 重则暴毙而亡 他现在才15岁 还有大把的时间 可不想这么早早的 就这么夭折了 反正这两个功法 都是教人练气的 长生经他已经修炼到 第一层了 是不可能放弃的 所以他选择继续修炼长生经 至于赵老给他的口诀 先扔在一旁 等以后 有空再说 沈落并不知道 他现在做的这个决定 后面救了他一条命 时间一天天的过去 沈落开辟出来的田地 那些被他剥下的种子 已经开出花来了 这一天 他刚结束地里面的活 还没有进入房间 就被赵老叫了过去 沈落来到赵老的房间里 从他的手中 拿走一瓶丹药名字 叫聚气散 据赵老所说 只要修炼那口诀的时候 将其吞下 可以加速修炼 提升修炼速度 不过 死丹的药性太强 不能吃太多 让他每次吃一粒就行了 接着又给沈落一张纸 那上面记载了 之前那纸条上 后面的几道口诀 并且还叮嘱他要好好修炼 不要辜负他的期待 沈落点点头 表示自己会刻苦修炼 不负众望的 于是拿着手上的纸条和药瓶 告别了赵老回到自己的房间 回到房间的沈落 将纸条和长生经 再次对比了一下 就开头三道口诀 有相似的部分 后面则是大不相同 沈落手中的长生经 是村里老头 从道观里面捡来的 那赵老师这么弄来的 这个口诀 他可不会真的傻傻相信 这就是一门能化解 别人内里的心法 难不成那赵老那炼气的口诀 也是从道观弄来的吗 沈落思索了一会 没有什么头绪 反正赵老给他的口诀 他可不会去修炼的 接着看向手中的丹药 赵老说了 修炼的时候 吞下这个有利于修炼 反正这两本功法 都是炼气的 那这样的话 次日功法上大致相同 应该也可以吞服聚气散吧 此时的沈落 还破天荒地认为 这是赵老所炼制出来的丹药 其实不然 这具祭散是修仙者 炼制出的一种灵药 可以提升修士的修为 修仙者们为了提高修炼速度 除了依赖优异的灵根属性外 还需要一个上好的灵脉 所谓的灵脉 就是指灵气密度特别大的一处地方 天地之间的灵气 并不是均匀分布的 而是有的地方浓密 有的地方稀薄 一般说来 人特别多的地方 其灵气往往稀薄 比如凡人居住的城镇 所以 也很少有修仙者 愿意步入凡人界的 那几乎等于修为难以寸进了 往往是地势险恶的地方 灵气稠密些 形成一个个范围 有大有小的灵脉 根据灵脉中 蕴含灵气密度的不同 又可以把灵脉分为 下品灵脉 中品灵脉 和上品灵脉 想一想就能猜到 那灵气浓密异常的上品灵脉 自然是被一些大的 修仙门派势力所占据着 即使是下品灵脉 也被一些中小修仙势力瓜分了 吴国的地理位置 属于瓶级之地 基本上没有几个修仙者 除了灵脉之外 剩下的就是丹药了 这些灵丹灵药 都是由一些上了年份的 珍稀草药灵木 用复杂的方法 提取备炼而来的 不但原料珍贵异常 而且炼制的成功率极低 就拿炼气散来说 需要要灵在十年以上的三种灵草 反复淬炼一日一夜才能完成 也不知道 赵老师从哪里弄来的丹药 对于这些审落并不知晓 他打开小瓶上的木质瓶塞 将瓶子倒转在手心 一颗圆圆的 有着青黄两色 直进半寸左右的半透明丹丸 落在了手掌中 顿时一股淡淡的 清新药香味扑鼻而来 让沈洛一闻之下 整个人变得的精神清爽起来 他拿下一颗丹药吞了下去 赵老吩咐过他 不能吃太多 所以他就只吞下了一颗 片刻之后 沈洛感觉到自己的下腹之中 有股强烈的能力反应 那种反应 就像之前引气入体 产生的能量一样 沈洛知道这是丹药起了作用 他连忙运转长生觉 开始修炼起来 将这些神秘能量在体内 运行一个又一个大周天 就这样不知不觉 半年过去了 赵老自从给他丹药和口诀之后 为了让他专心修炼 将整个山谷给封闭了 修炼途中 他收到了江富贵的信 信中写道 他受赵老的推荐 现如今已败入一名长老门下 知道自己的好友终于有师父了 沈洛很是开心 想要去找他庆贺一下 谁料赵老不准他出谷 并且让他专心修炼 不要出去瞎晃悠 这天刚结束修炼的沈洛 被赵老叫到他的房间里面去了 赵老 沈洛走进赵老的屋子 行礼一拜的道 那老者坐在书桌后面的太师椅上 捧着手上的书 没有去看沈洛 他边看书边说道 小洛呀 你已经修炼半年多了 不知你现在修炼到哪一层了呀 半年多了吗 没想到 自己已经修炼半年多了 算起来 自己好像已经加入黑穹门有一年了 听到赵老的话语 他心里想到 沈洛看着面前的老者 恭敬地说道 回赵老 这半年来的那口诀 我已经完全将第一层修炼好了 什么 才第一层 老夫为了让你加快修炼速度 没有让你干活 还给你单要修炼 你却才修炼到第一层 你就是用这种成果 来回报我的期望吗 赵老站起身 姜叔重重地拍在桌子上 立声呵斥道 沈洛被赵老这一举动给吓到了 身子发抖 连忙低下头去 不敢去看他 这半年来 他一直专心修炼 没有丝毫懈怠 其实他已经修炼到 长生经第二层了 但是他没有明说 自己真实的修炼情况 毕竟他现在还看不懂 赵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明明一个炼器的功法 却说是他的独门绝技 很是诧异 而那赵老的脸色阴晴不定 见沈洛一言不发 他也没有再继续说什么 毕竟他很清楚 这套功法是先人修炼的法门 现在只确定 沈洛能感知到灵气的存在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修炼那么慢 还是说 先人的功法都是这样吗 总之 只要沈洛将这门功法的层次 修炼得越高就对他越有利 你且过来 将手伸出来对我看看 赵老看着沈洛念无表情地说道 赵老难道还是像之前一样 看身体素质吗 沈洛回想起之前第一次 把卖的场景小声地说道 可惜这赵老 有回答沈洛的话语 而是一把抓住沈洛的右手 好凉啊 冷冰冰的 之前那个时候可没有像现在这样 赵老出谷 那段时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沈洛的心里有些不安 他怕自己真实境界被他发现 赵老抓着沈洛的手后 将自己真气输入到他的体内 受到外来的刺激 沈洛体内的能量没等沈洛运转 他就自行运转了起来 随着其精八脉通过周身的穴道 沈洛感觉到自己体内的能量 不受他控制的自动运行起来 开始有点慌了 两久赵老放下他的手 看向沈洛的目光 由之前的瞠目树眉 变为孝竹颜开 看样子确实是第一层 也罢我也不怪你 毕竟这功法确实难修炼 说完又拿出一瓶聚气散给沈洛 示意他可以回去了 沈洛看着面前的老者 又看向手中的丹药 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之前还在担心会不会被发现 现在看来他想多了 看起来对方只能感觉到 他体内那股能量的存在 并不能感知到他修炼哪一层了 赵老看着沈洛离去 流露出一种贪婪的目光 一颗丹药太慢了 沈洛自言自语地嘀咕道 看着手上的丹药 一把拿起吞了下去 开始修炼起来 日落西山 月亮高高地挂在空中 沈洛睁开眼睛面露喜悦之色 就在刚才他突破 地长生经第二层境界 正是迈入第三层的境界了 此时夜晚的山谷 万籁聚集十分地安静 忽然一阵夜风吹过 也草丛响起一阵清脆的沙沙声 这风声本是寻常 可在房间里的沈洛 却惊讶地发现 自己仔细倾听 隐隐还听到了这阵风草声下 骂着弹跳走动的声音 沈洛很是诧异地 走出自己的房间 来到屋子的外面 发现自己的视力 在夜晚变得清晰起来 即使是夜晚 他的视野依然如白昼一般 看得清清楚楚 次日沈洛惊讶地发现 自己的视觉 听觉 嗅觉 味觉 触觉等五大感官 似乎突然从懵懂中 开了灵翘一般 只要是能被他感觉到的一切 都仿佛放大了十倍的清晰程度 他能有这种变化都归于 自己修炼到长生经第三层 这就是修炼出真气的好处吗 为了检验出自己 是不是真的修炼出来了 他准备前往山谷附近的 一处密林里面 测试一下 黑月风高夜 为了试一试自己封闭六十后 看看还能不能感知到 他闭上双目 堵上耳朵 随后在密林中漫步 这时 沈洛却发现了一个 让自己更为震撼的事情 哪怕自己已经闭上眼睛 堵上耳朵 不依靠触觉 仅仅凭借着一股玄妙的直觉 也能感觉到周围的物体 他甚至不用去碰触 就感知到 身体前方 有一个手臂粗的树枝 而且不远处地面上 还有几块碎石都能感知到 沈洛仿佛多一双眼睛一样 不用双目和耳朵 就能感觉到 虽然如此 沈洛只能感知到 身体外大约三米范围内的东西 更远就不行了 这种范围很小 沈洛在暗夜林中 漫步着所走过之地 不论是藏在地下三米内的草木根莖 还是草丛中间的一些小虫子 他看都不用看 就能感知到 脚边草木叶上 蝼蚁在攀爬的场景 如同画面一样 清晰地展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这是一种无比玄妙的感觉 仿佛自己能够看透天地一般 沈洛睁开双眼 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神奇感知力 让他感到深深的震撼 如果他修炼赵老给他的口诀 想必也能有像现在这种超凡的感知能力 此时的沈洛 沈洛已经走到林子里的深处 他停在一棵手臂粗壮的树面前 看着面前的参天大树 调动体内的那股神秘能量 一拳下去 那棵树被他一拳打成两截 眼看上面的断裂的枝干 就要掉落在地上 沈洛眼疾手快 一把抓住断裂的树枝 树枝落在他的手上 没想到的是 这断裂的树木 在他的手上 好像没有一丝分量特别的轻 他之所以用手 接住断裂的树根 就是不想发出声音 让别人察觉到 他将断裂树干 轻轻地放在地上 看着自己双的手 现如今 他也能像之前的王堂主一样 可以一拳将树桩打断 接着他纵身一跃 而且竟然有三丈之高 这可比之前的王堂主 运用真气后跳得还高 我现在应该相当于一个武林高手了吧 沈洛激动地想着 越想越有这个可能 为了实验一下自己的力道极限 他又重新找个一棵 差不多有两个人 站在一起的粗壮大树 深吸一口气 远转功法 宛如一只叙事待发的猛虎一样 随时用尽全身力道 扑向猎物 沉吟了一会儿后 他猛地一拳打出 这一拳看似软绵绵 没有力道 但是这一拳 可是他的全力一击 碰 一声 拳头砸在树上 发出摇晃的声音 受到这一拳的影响 树上的叶子纷纷掉落 而沈洛刚才砸出的地方 露出一个拳头大小的深坑 这个坑足有半根手指的长 虽然他没有将这棵树打断 但是只凭拳头的力量 就有如此恐怖的力道 若是配上兵器 那岂不是更加厉害 他坚信自己一拳下去 差不多可以打死一头牛了 对于现在的成果很是满意 心满意足地 原路返回了 次日清晨 沈洛一觉睡醒 就被赵老给带走了 二人离开屋子后 朝着瀑布方向走去 面对自己心中的疑惑 赵老什么都没有说 只说让他跟着 他带着沈洛走到瀑布附近 来到一条隐秘的路径 两人先后其次地爬了上去 到了上面 沈洛惊奇地发现 这条小径的后面别有洞天 这瀑布的后面 有一块突出的大岩石 沈洛打量着 四周没想到这瀑布的后面 还有这种地方 他在古中 可是待了有一年多的时间 都不知道 瀑布后面有这么一个地方 看着沈洛那惊讶之色 赵老那苍老的声音响起 向他解释道 原来当初黑穹门的前任门主 邀请他加入黑穹门的时候 选中了这片山谷石 发现了这个神秘洞天 于是赵老便让人开凿出了一个洞府 而这座洞府 现在就在这里 听了赵老的话 沈洛打量着四周 面前只有一块黑不溜秋的石头 哪有什么洞府存在 就在沈洛很是诧异的时候 赵老将手掌放在那块石头之上 他的手掌放在上面往下一按 那石头竟然被他给按下去了 死啦 四周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只见那块石头旁的墙壁上 忽现一道石门被打开 赵老看着打开的石门 大步走了进去 沈洛见着石门的出现 也紧跟其后 当他迈入这个石门的时候 他惊奇地发现 这座洞府里面没有一丝昏暗 反而宛如白昼一般 这四周的墙壁上 都挂着一些奇怪的石头 那石头发出的光亮 比烛火还要耀眼 沈洛以为 这是和烛火一样的东西 伸出手触摸一下 发现一点也不烫手手 甚是奇怪 他环顾了一下四周 大致上扫了一眼 看样子 这间屋子完全是用 结实的花岗岩山壁掏空制成 屋门更是用一整块大青石打制而成 普通人想贸然从门外闯进来 不用开山的巨斧 砍披个一时三刻 休想达成墓地 也不知道 赵老为什么要弄出这么一间屋子 毕竟这古中平时也没什么人来 赵老让沈洛以后 留在这里修炼 这个决定 一出让沈洛都有些受宠落惊 但是没有办法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为此沈洛还特点找了个借口 说是要回去收拾一下东西 毕竟长生金 现在还被他放在床板底下呢 这个可得必须要拿回来 就这样沈洛从谷中 搬到了瀑布后面的洞府里 为了能更好地帮助他修炼 往后的日子里 赵老每天都给他服用一些 不知名的药物熬成的汤汁 但是这些外力对沈洛的修炼而言 效果甚微可有可无 而赵老在帮助沈洛的这段期间 他的咳嗽似乎变得越来越严重 不仅变得频繁 咳嗽的时间也更加地延长 也不知他当初离开谷的时候 到底经历了什么 落下这么一身病 都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了 一直都没有好转 次日随着他身体状况的恶化 赵老对沈洛修炼的进度 似乎也是更加关心 从他平时反复督促的话语中 可以听出他内心的交集 这些天里 赵老那平时看向他的目光 有时就像是在看一件西式珍宝 虽然他掩饰的 很好只是短短的一瞬间 但是沈洛如今的感知能力 非比寻常 这些微妙的动作 自然是被他察觉到了 不禁让他有点困惑 自己能有什么东西 值得赵老惦记 好像什么都没有 他自己一穷二白 又没什么宝物 虽然这段时间赵老对他很好 但是在他心里 还是存了一分 对赵老的防范之心 现在有一个重大问题 出现在了沈洛的面前 他遇到了练功的瓶颈 而且更糟糕的是 随着这段时间里 赵老手中的聚气散 已荡然无存 很明显 沈洛并不是什么天宗器材 没了聚气散的辅助 他修炼的进度 彻底停滞了 聚气散这种药物 赵老也是给过他两瓶而已 虽然他前段时间 踏入了长生经 上面的第三层境界 但是如今却是遇到了瓶颈 为了帮助沈洛修炼 赵老几乎把他 全部的心血和家当 都用在了他身上 为他创造出最好的修炼条件 而他却无法满足他的要求 这让沈洛觉得自己很难面对 他那时刻热切的询问 无悔谷外 赵老以前开辟出三块草药谱 每块有一亩大小 现如今 那三块草药谱之中 有一块里面的草药 差的也超过了五年份 至于谷中的草药谱 都是一些新种植的草药 年份现在 也不过是一年多的样子 而且 这些都还是他去年才种上的 没有了聚气散 辅助沈洛修为停滞不前 他向赵老 谈言了自己的情况 说自己卡在那个 神秘口诀的第二层 没有聚气散辅助 突破不了瓶颈 赵老听到沈洛在口诀上 已很长时间没有提高 焦黄的面皮 变得有些发白 本来没有表情的脸 变得更加的十分难看 赵老这次却没有责怪他 而是告诉他 自己要下山一段时间 去找点药材回来 让他在山上抓紧练功 不要放松偷懒 隔天赵老就带着行李 和采药工具 再次离开了黑熊门 没有了赵老的存在 谷中现在又剩下他一个人了 这段时间除了修炼 就是修炼太难熬了 现在赵老走了他 终于可以放松一回了 他准备出去走走透透气 去看一看江富贵的武功 如今怎么样了 江富贵曾经给他来过书信 说他被凤与凤的赤与长老 说为弟子 黑熊门除了门主之外 还有副门主 而那位副门主 就是审落他二叔的老丈人 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万人之上的存在 黑熊门长老之下就是执事 再往下就是堂主 每一个位执事手下 有十大堂主 堂主分为内堂和外堂 另外 藏经阁的主事 地位也与长老相当 黑熊门一共有五位核心长老 这些长老皆是武功一流的高手 长老又收有弟子 这些地被称为核心弟子 算得上是黑熊门中 最精锐的成员弟子 至于其他的内门弟子 那就更多了 这些弟子 有的在总坛担任杂役堂主 有的在外围山头担任护卫 还有的在姆苏镇上 打理黑熊门开设的酒馆 赌场 客栈等生意 像沈洛这样的 应该也算是 那些真传精英弟子之中的一个了 沈洛离开山谷 走在前往凤与峰的山路之上 今天的凤与峰山脉之上 充满了大雾 生长着成片的真叶灵 一阵山风吹过林子后 发出哗啦啦的声响 两侧的树枝 也随之张牙舞爪地摇曳起来 沈洛走在这样 有些妖诡异的山路上 这凤与峰他第一次来 不知这凤与峰 是经常这样有这种大雾 还是说偶尔不间断地有 不过这凤与峰的赤语长老 他知道一点 这位长老 可是黑熊门中唯一一位 将风云部修炼之大城的人 凭借着风云部和轻功 跻身成为黑熊门的 五大长老之一 好像照眠所在的神风堂 也在他的门下 走在烟雾弥漫 可见度极低的一片密林中 沈洛警惕地张开自己的触觉 在普通人眼中 以模糊不清的山路 对他而言清晰可见 他如此谨慎 不是在提防山林里的野兽 而是他一种本能反应 要知道 自从黑熊门搬至了凤凰山脉 山林中本就不多的大小动物 早就被渐渐地清扫一空 不要说凶猛的兽类 就是野外的各种毒蛇 也大都成了众多弟子的腹中之物 在这种小心翼翼 在不明环境下 还是保持一下警惕性好一点 若是因为看不清山路 一个脚步不慎跌落山下 那可就死得太冤了 山风似乎越刮越大 一阵呼啸的风 声响起好似乌叶的哭泣的声音 让人听了 不由得有些毛骨悚然的感觉 沈洛见此 心中难免有点害怕之意 难不成这山里还有鬼不成 想到这里 他赶紧打断自己的想法 这个世界上 怎么可能有鬼呢 不过是无稽之谈而已 虽然是这么想 但是现实中 他加快了脚上的步伐 步子迈得比刚才更大一些 想要尽快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突然 又是一阵猛烈的山风 迎面吹了过来 在山风过后 沈洛猛然停下了自己的脚步 似乎发现了一些异样 他皱了下眉头 然后站在原地 全神灌注地侧耳倾听了起来 片刻后 沈洛的神色慢慢地凝重起来 耳边传来了隐隐约约的脚步声 虽然脚步主人的步伐很轻 离沈洛也很远 但的的确却是两个人 正朝他迎面走来 而且离他越来越近 他身子轻轻一跃 沈洛灵猫般地 落在路旁的一棵树上 敏捷而悄然无声 他将整个身子 衣服在树干后 借着大物从树的正面望去 丝毫看不见沈洛的身形 有了藏身之所后 沈洛算是可以安心一回了 次日不是他太过于敏感 而是在今天这个大物四起 看不见路的地方 有人来此地 实在有些不合常理 实有八九事 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 要知道 凤与丰的弟子 现在一般是不怎么下山的 而是在山上潜行修炼 毕竟之前和黑手帮的火拼 让他们损失了不少弟子 大多数是因为 功夫没有练到家 死于非命 为此 赤与真人下令 严禁弟子下山 好好修炼 折赤与真人都发话了 谁敢不从啊 只好老老实实在山中修炼 沈洛一方面是出于谨慎 一方面是出于好奇心 这等天气下 还有人外出 要么就是干一些 见不得人的勾当 我真是这样 他可不希望 因撞破别人的隐私 而引发杀机 被人追杀灭口 不过 如果在自身安无恙 没有危险的情况下 去听些他人的小秘密 洛还是很乐意为之的 他并不是死板的伪君子 像这种送上门的好事 是不会拒之门外 黑穷门 门下 时间 人 帮主 一阵阵压低嗓音的话语 断断续续地从远处传了过来 此时山上的风势很大 大部分的话音 都被狂风吹得七零八散 只有小部分的话声 传进了他的耳里 沈若顿时愕然 没想到还真偷听到了 不得了的秘密 在这方圆数百里的土地上 能被称为帮主的 就只有黑手帮的帮主 鬼手殷七 这么一位本门的大敌 在此处被听到 实在有些耐人寻味 殷七此人 在黑穷门弟子心目中 是个不折不扣的嗜血大魔头 在传闻中 性情暴虐 长相非同活人一般 就好像 是一位地府里面 走出来的男子 不过据赵老所讲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殷九此人 长相瘦弱俊秀 年龄也不大 才三十出头 穿着打扮像一位书生 沈若回想了一下 有关殷七的记忆 心中倒吸了一口凉气 连忙把身子 蜷缩得更厉害些 呼吸变得低缓起来 这时 又一阵阵低语声 隐隐约约传了过来 比刚才要清晰了许多 这时 两个人应该离沈若更近了些 沈若不敢大声出气 知道自己如果被发觉了 只有死路一条 这二人肯定是黑手帮 安插在本门中的奸细 他们若是知道 沈若在偷听他们的说话 定然会对他痛下杀手 慢慢地 这二人交谈的声音 更低了起来 看样子 谈到了事情的核心之处 再过一小话 声音又放大了一些 但接着就再也听不清楚了 只有呼呼的风声 从耳边而过 他们已走过沈若面前的这段山路 身影渐渐地远去 一时半刻 沈若仍浮在树后 又用长生经第三层的超反感知能力 确定了数十丈内没有第二个人后 才缓缓地从树上跳了下去 这次 他应该算是捡回了一条性命了 幸亏是提前发现了两名奸细的动静 否则就要和这二人迎面碰上 以对方的身份来看 自己肯定是被灭口的下场 虽然以自己的目前身手而言 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拿下 但是这样一来 自己会武功的事情就被败露 沈若在原地没有动 用手指轻轻摩擦着下巴 凝望着二人消失的方向 神情略有所思 从他们不完整的交谈内容来判断 对方好像在近期内 要采取某种对黑穷们不利的行动 而这次行动来透似乎不小 为了怕自己被人发现 沈若躲在树上 一直没敢偷偷瞅上眼 生怕这两人敏捷能力非凡 能感知到自己的目光窥视 从而被他们发现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至于奸细的是 他不能向门派高层汇报 但是他可以告诉江富贵 他自己虽然对黑穷们 没有太深的感情 但怎么说 也算是半个精英弟子 总不能对眼皮底下 发生的危害黑穷们的事情 丝毫都不管不问吧 何况他早已找到替自己 处理此事的最佳人选 江富贵 江富贵此人的名利之心 比常人重了许多 有着不小的野心 他一直梦想着 进入黑穷们的高层 修炼更加高级的武技 成为万人瞩目的焦点 经过这件事后 沈若后面的路比较顺畅 一路来到封顶之上 还好江富贵 目前在门中修炼没有下山 自然是见到他了 沈若看着走出来的江富贵 还不等他说话 便将其拉到一旁 两人来到一处 较为偏僻的地方 沈若将刚才自己听到的事情 都告诉了江富贵 江富贵听了沈若的话语 两眼放光 这可是立功的一个大好机会 他看着沈若很想问他 你既然遇到了 为什么不出手情下他们 但是沈若的话语中 却是丝毫不提这些 沈若没有说 他也知趣 没有继续追问 交代完这些两人又闲聊了一会 沈若想邀请江富贵下山走走 但是被婉拒了 江富贵说他现在 正在修炼一个特别厉害的剑法 要专心修炼 没办法 沈若只好失落地原路返回 他离开凤与凤后 并没有直接去吴回谷 而是来到黑穹门的演武场这里 这里是黑穹门的内门弟子 练功的地方 反正闲着没事干就来这里看看 那些内门弟子 是怎么练习剑法的 演武场中 这时候正有不少的内门弟子 在那里练习剑法 沈若走上演武场的时候 看见最前方一个身材魁梧 脸上带着一道争獰八痕的青年 挥舞着剑招 他们正按照那位青年挥出的招式 兼整齐滑衣地练习着一套剑法 而那些练剑的弟子们 看到沈若走上来 纷纷停下手中的动作 有不少弟子 已经提着剑 远远地就向沈若这边抱拳 满脸堆着笑走来 这些内门弟子中 有不少人面孔他都见过 毕竟之前黑穹门和黑手帮火拼的时候 黑穹门损失受伤了不少弟子 那些弟子大多数 都被送到他这里来让他医治 所以自然他是认得不少人 沈若挠了挠头 有点不好意思 虽说滴水之恩 涌泉相报 但他也只是做了 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沈师兄好 沈师兄好 见过沈师兄 次日见过沈师兄 多谢沈师兄 上次多亏你才能保住我的手便 沈师兄今天怎么有空来演武场这里啊 这些内门弟子看到沈若的到来 拱手行礼 神情异常的亲热和恭敬 主委师弟是在练习什么剑法 大家可不要松懈啊 沈若笑了笑 这些弟子对他的态度 很是恭敬亲热 让他觉得现在很是有面子 可惜啊 有人欢喜就有人愁 尤其是在演武场上 教导他们剑法的那名男子 正冷着脸 一脸不喜地在那里站着 我说沈师弟 你不好好 给赵老当导妖童子 怎么跑到这里来了 那位身材魁梧 脸上带疤的男子 神情阴郁 阴阳怪气地说道 王师兄 你这么说不好吗 之前那位说 沈若保住他手臂的男子 眉头一皱 面色不喜 接着又道 沈师兄在山谷里面待太久了 想出来玩玩透透气又怎么了 莫非 你对上次的事情耿耿于怀吗 沈师兄都说了 你脸上这道疤很难消除 他也没有办法 替沈若说话的青年 正是前段时间 被刀砍中的刘二狗 他还记得 当天送来的时候 那人哭得稀里哗 疼得死去活来 还好送来的 早没有伤到手臂里面的经脉 当时和他一起来的 还有刚才那位王师兄 他受到的伤比较轻 所以 沈若就选择先救治 手臂被砍伤的刘二狗 因为没有先救他 所以他怨恨上了沈若 若是先救的是他 那他也不会在脸上留下一道疤痕 变成现在这一副丑陋的模样 那王姓刀疤脸男子 听了刘二狗的话 此时正满脸怨毒地望着他 双全捏得咯咯响 他又望向沈若若有所思 想到了什么 脸上那猙獰的疤痕抽搐了一下 神情恐怖望着沈若说道 沈师弟既然吸得赵老那高明的医术 想必武功也不会差到哪里去吧 这里是演武场 是本门弟子练习武功比试的地方 我想 沈师弟应该不会拒绝我的好意吧 沈若当然知道他的意思 就是想把他打一顿出出气 四周的弟子 听到王师兄的话语 见有热闹可看 纷纷围了过来 不等沈若发话 一旁的刘二狗跳出来替他说道 王者你什么意思 仗着自己熟练一套 剑法想欺负人吗 你有什么可豪横的 不就是比我们熟练剑法 所以堂主才让你教我们 刘二狗指着王者怒喝道 沈若看着刘二狗为自己说话 心想 这人不错能处 有事真伤 抱歉 我可没有兴趣和你玩沈若扫了众人眼 摇着头拒绝道 他就是修炼太无聊 没事干 出来走走而已 压根就没想和人动手 呵呵 怂了吗 就这吗 我以为有多狠呢 王者带着鄙视和戏学的表情 看向沈若嘲讽道 王者你他娘的 是不是脑子有病 沈师兄 一个学医的 怎么可能会武功 有本事你和沈师兄比医术啊 刘二狗看不惯王者 直接对道 众人听了他们的话语 先是面面相去 接着发出很大的虚声 议论着他们三人 他们也很好奇 沈若到底会不会武功 他们虽然不知道 沈若的真实背景 但是 只知道他是赵老的弟子 而赵老又是本门的长老 沈若又败在他的门下 勉强应该算得上是 一名精英弟子 沈若面对王者的嘲讽 丝毫不恼 他面带微笑 淡淡地说道 哎 本来想以师兄弟和你们相处 不装了 我摊牌了 王堂主知道吧 那是我说 本门的副门主知道吧 那可是我二叔的老丈人 就我这个身份你说 你凭什么和我比试 你配吗 沈若的话 直接在那些弟子中炸锅了 谁都没想到 这沈若居然有那么大来头 王堂主且不说 就连本门的副门主 都和他有关系 有这背景 在谁敢打他的主意 那可是副门主女婿的侄子 要知道 副门主 那可是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存在 打沈若的主意 那不就是老兽心上吊 闲命长 王哲听到沈若自爆 家门脸都黑了 他不知道 对方说的是真是假 若说的是真的 那他岂不是在 玩火找死 可是事情 已经演变成这样了 没办法收水 听到沈若的话语后 刘二狗睁大眼睛 一脸猛逼地看着沈若 方才自己一直帮他说话 对方若是说的 都是真的 那岂不是抱住了一条大腿 有沈若这个靠山在 岂不是横着走 王哲一时语色 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场面一瞬间 变得凝重起来 这时 一道熟悉又粗犷的声音响起 小若你咋出来了 这出来了 咋也不来找书说一声 这道声音的出现 打破了场面中的寂静 所有人纷纷斜过头看去 见来这只人 正是负责教导 训练弟子的王堂主 王堂主这一声书 声音不大不小 可是这一句书 想在所有人心里 王哲一脸苦笑地 看向走来的王堂主 没想到沈若说的话是真的 王堂主都自称是沈若的书了 那估计副门主也是真的了 那些围观的弟子们 都用一种怜悯的眼神 看向王哲 他们都知道王哲要倒霉了 招惹了一个不该惹的人 王说好 沈若看着走过来的王堂主 面带笑容地说道 你这孩子出来了 也跟书说一声 跑这里来干嘛 还有王哲你 不带那些弟子们练剑 都跑过来聚在一起干啥啊 大汉看着那些人聚在一起 粗犷的声音响起道 王哲面对大汉的话语没有回答 而是看向沈若 现在他的命运就掌握在沈若的手中 王堂主这种级别的人物 在那些普通弟子中 有生杀大权 权威很高的 黑穹门中那些普通弟子的去走去留 紧紧意识他句话的是 没事啊说 这不是无聊吗 出来走走 沈若笑着头道 王哲听到沈若没有说刚才的发声事 为之一愣 整个人都傻了 或者被赶出山门的打算了 结果沈若却没有将这事说出来 让他有点匪夷所思 看向沈若的目光不再是恶毒 而是感激 没事吗 没事好啊 走陪出去喝酒去 大汉拍了拍沈若的肩膀 笑着说道 次日沈若和王堂主结伴同行 离开了演武场 来到了王堂主的住处 两人大吃大喝地闲聊起来 从王堂主的口中得知 本门的门主要出关了 门主出关之时 就是黑穹门和黑手帮决一死战之时 从王堂主的片岩之语中得知 黑穹门的门主 飘雪真人所修炼的武技乃是 当年黑穹门创始人穹雪的成名绝技 满天飞雪 此武技需要庞大的真气催动 将真气压缩 所以看起来像雪花一样 这雪花可不是为了好看 若是不慎沾到雪花 那被压缩的真气会瞬间释放 那释放出来的威力 可以将没有真气护体的武者 身体脚的粉碎恐怖至极 不过此法修炼苛刻当年的穹雪上人 也不过才修炼到第四层境界 这门武技并不是穹雪上人所创 而是他意外剪刀的功法 依靠此法在江湖上一战成名 如今本门飘雪真人 已将此法快修炼到第三层 虽然不及穹雪上人 但是依靠此法对付黑手帮绰绰有余了 难怪黑手帮会派人进入黑穹门 原来他们是想阻止飘雪真人 炼成第三层 沈洛抿了一口小酒 心里想到 烈酒入喉 一阵火辣辣般的感觉的难以言说 他本不会喝酒 但是没办法 架不住面前的这位王叔 滴酒不沾的沈洛 只能慢慢地开始品尝喝了起来 不知两人一起喝了多久 只知道当十天已经傍晚了 他完全是醉醺醺地走回去 没有前往洞府里面修炼 而是去了之前的石屋 下意识地回到之前的屋子 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次日 一觉睡醒 只感觉口干舌燥地 连忙起床喝了点热水 这才好一些 他伸了个懒腰吃了点东西 回到瀑布里面的洞府 开始修炼起来 往后的日子里 不管他怎么修炼 都无法增进 沈洛也不灰心丧气 而是选择出门散散步 缓缓心情 他离开洞府来到外面 抬头看了看空中炽热的太阳 又回首 看向刚才的洞府 不得不说 外面是真的热啊 还是洞府里面好 冬暖夏凉 沈洛从瀑布那边下来 路过之前的石屋 一阵阵痛苦的声音传了过来 面前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沈洛有点诧异 但是不知为何 这声音听起来很熟悉 寻着声音过去 就看到石屋后方不远处 一个穿着精英弟子服饰的人 正面朝地面躺在地上 四肢颤抖着 沈洛定睛一看 那人不是江富贵 还能是谁 难怪声音那么熟悉 他一个剑步冲了过去 剑躺在地上的江富贵 面色惨白 嘴唇发紫 嘴角还流有鲜血 这是怎么回事啊 沈洛见江富贵 竟然变成了这样 有点着急 对方看起来像是中毒了一样 他们只是几天没见而已 怎么就中毒了 到底是谁下的手 沈洛赶紧把麦查看了一下 还好看起来 中毒不是太深 还有救 他连忙从怀中 拿出一个檀木盒 将其打开 取出一根根闪闪发光的银针 将将富贵的身子摆平 干净利落地 在他身上的穴位扎了上去 很快扎完了正面 又将他的身子扶正 使他整个人坐在地上 之后便开始 对着他背后的穴位扎去 手里的银针 如流水般地 在他的身上扎了起来 连续不停地扎了数十针 当扎完最后一针时 沈洛终于可以尝出一口气 毕竟这种银针急救法 对他来说 也是一种不小的负荷 这么做 虽然不能将将富贵 体内的毒素排除 不过可以封住他的穴位 不让毒素继续扩散 还好之前和赵老学会了这些 不然只能眼睁睁地 看着江富贵被毒死 当江富兄全身都挂满了 荧光灿灿的细针时 他终于醒了过来 恢复了神志 慎 他睁开眼睛 看到一旁的沈洛 费力地说道 江富贵你怎么回事 怎么就中毒了 沈洛皱起眉头询问道 尖 戏 被 我 江富贵脸色焦急起来 嘴唇抖动着说道 你是说 尖戏被你抓起来了吗 沈洛从江富贵的话语中 猜测地问道 江富贵看他领会自己的意思 吃力地点下头 见江富贵 还要再继续说下去 沈洛指住他 让他不要多说话 不然 毒素容易在血管里面流动 从而扩散全身 至于是中了什么毒 他还不清楚 但是依稀记得 赵老曾经说过 他以前炼制过一些解毒丹 此丹可以解除江湖上常见的毒 可是赵老现在不在谷中也找不到他 沈洛将江富贵安置到自己之前的食物 而他则是朝着赵老的屋子里面走去 以前赵老在的时候 说过 没有他的照见 不得擅自进入他的房间 作为老实人的沈洛 也是很听话 一次都没去过 现如今 他不得不去了 他要找解毒丹来救人 沈洛来到赵老的屋子 看到厅堂里摆放的太失忆 以前赵老都是在这里和他见面的 他从整个厅堂里 开始翻找起来 翻来找去 就是没有找到解毒丹 不在这里 会不会在卧室里面 沈洛的目光 看向厅堂后面 偏角的屋子 心里再三斟酌一下 还是进去看看吧 反正赵老不在 只要自己手脚干净一点 应该不会被察觉 他大步朝着那边走去 门上挂着一把银丝的锁 将整个门锁住了 看着面前的门锁 他可没有钥匙 不过区区一个锁而已 可担不住他 当初在村里的时候 村里有个孙铁匠 他儿子孙小是沈洛的一个玩伴 孙铁匠除了打造农具外 还有锁具 孙小曾经也跟他讲过锁的原理 教过他 没有钥匙 也能开锁的办法 只要用东西挑开锁里面的锁芯 只要将锁芯挑开 就能开锁 钥匙没有 但是开锁的工具 还不好找吗 沈洛找来一根铁丝 将铁丝弄进锁里面拨弄着 没过一会 咔嚓一声 那锁具被沈洛撬开了 他拿下挂在门上的锁具 推开房门走了进去 刚进去 就有一股药香味扑面而来 沈洛打量着这间屋子 见着四面的墙壁边上 次日和外面的厅堂一样不同的是 里面竖着一排摆放药草的柜子 难怪会有浓厚的药香味 这些并没有引起沈洛的兴趣 他刚才匆匆打量几眼 看到在屋中东墙边上 摆放着几个高矮不一的木偶 那几个木偶雕刻的栩栩如生 木偶上面刻画着栩栩多多的纹络 这些木偶上的纹络 都标志着人身上的各处穴位 如果不仔细看的话 让人还以为 那里站着的是几个真人呢 他从那一排药柜上 开始翻找起来 沈洛从那些抽屉里面 只找到一些比较稀有的药材 根本就没有解毒丹 他有点怀疑 赵老是不是在哄骗他 解毒丹压根就没有 想到这里 不免有点焦急起来 若是没有解毒丹 只能下山去找个大夫来了 就在这时他眼光一瞥 看到一旁的桌子 桌子的中央上有一个大抽屉 下面还有几个小抽屉 分别在左右两侧 有没有可能在这个抽屉里面 沈洛心中想着 来到桌子一旁 拉开桌子里面的抽屉 只见里面摆放着几瓶丹药 还有一本厚厚的书 沈洛从里面拿起一瓶丹药打量着 见着丹药的上面 有一个标签 写了无归两个字 无归丹 沈洛念叨着 丹药上面的名字 这丹药他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不知这丹药有什么作用 见不是自己需要的丹药 便将其放了回去 于是 又拿里面剩下的的小瓶 一一看去 当他拿起三瓶丹药 查看一下后 终于找到了 自己需要的丹药解毒丹 他摇晃了一下小瓶 还好这里面还有丹药 这一下江富贵有救了 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去的时候 不免对抽屉里面那本 厚厚地梳起了好奇心 江书从抽屉里面拿了出来 翻阅了几章 粗略地看了一眼 这好像是一本日记 上面记载了赵老以前经历过的事 沈洛只是看了开头两三页 就没有再看了 一本日记有什么好看的 他将东西都放回原位 又从丹药瓶里 倒出两粒解毒丹 一粒给江富贵 还有一粒先留着 弄完这些沈洛走出房门 将门重新锁上 他来到外面 将解毒丹塞到江富贵的嘴里 看着江富贵 将丹药都吞了下去 这才轻轻地把他身上插着的银针 一根根拔了下来 当取下所有的银针后 药丸的药力开始发作起来 江富贵那苍白的脸色 生起了几丝不正常的红韵 面颊渐渐都变成了血红色 他的脸色开始恢复了正常的光彩 江富贵缓缓地坐直了身子 把双脚盘膝 避起双目 原地不动地打坐调膝起来 沈洛则找块干净的地 随意地坐在了一旁 看着他运功恢复元气 两久 江富贵感激地说道 嗨 说的哪里话 这都是应该的 话说你怎么会中毒了 江富贵点了点头 说道 说来话长 你前几天不是告诉我 那两个奸细的事啊 于是我今天早上下山去抓他们了 和他们打斗的途中 谁料他们放出暗器 一个不是被擦伤了 我没想到 那暗器上面居然有毒 不过好在 我在毒发之前将他们制服 结果回去的半路上毒 开始发作了 于是我只能来找你了 原来如此 还好我有解毒单不然的话 我也就不了你了 沈洛笑着说道 这解毒单 是你炼制的吗 可还有多余的给我一粒呗 江富贵再次询问道 当然不是 这是赵老的单药 刚好我这里多一个 拿给你喽 话罢 沈洛从怀中掏出一粒乳白色的药丸 递给江富贵 多谢 他接过药丸感谢道 对了 赵老呢 他老人家不在谷中吗 江富贵随即又问道 赵老啊 他都离开谷中有好多天了 咋了 沈洛有点疑惑地看着江富贵 没什么 我听凤宇峰的那些人说起过他 反正他在那些弟子中口碑不怎么好 而且也有人说过 之前在他那里干事的弟子 可能不是失踪 而是被他杀了 什么 杀了 不会吧 沈洛见状睁大了双眼 嘴巴张得老大了 极为震惊 具体情况我不怎么清楚 总之 你还是小心点好 江富贵叮嘱道 啊 我会注意的 沈洛小手摸着自己的下巴 说道 两人又聊了一会 之后江富贵就离去了 看着江富贵离去的身影 他的心中一直在思索着 江富贵之前的话语 如果那些弟子 真的被赵老了杀了 那他现在点的处境 岂不是很危险 要知道现在 就是他在这里做事 忽然 沈洛又想到了什么 没错 就是赵老屋子里的那本日记 既然他每天都会将自己做的事 记录下来 那么想必 关于神秘口诀的事 应该也会写在上面 想到这里 他连忙转身离去 来到赵老的房间面前 将锁具重新撬开后 走了进去 拿出桌子里面的日记 坐在椅子上 津津有味地看着这本日记读着 浑然不知身外的世界 时间流逝得有多快 不知过了多久 沈洛忽然把书趴得合上 放在身边 闭上眼睛 用手在脸上使劲地搓了起来 然后又慢慢地 揉着酸色的眼睛 此刻他的脸上 布满了阴霾之色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原来这老头 竟然是这样的一个人 简直就是丧心病狂 说他魔头也不为过 这日记前面部分 记载了 他早年的时候学医 曾经立志 靠着自己的医术 行走江湖 要成为受人尊敬的一代名医 他的前半生是这样做的 后半生则不是这样 在他五十岁那年 在巫国雄州 遇到一个神秘人 从他的口中得知 关于仙人的事情 原来这个世界上 是有仙人的 只不过 他们称呼自己 为修仙者 那些修仙者 有着远胜凡人的寿命 不仅如此 他们还有莫大的神通 飞天遁地 一山填海 都不在话下 当时赵老 从那人口中知道这些时 整个人都傻眼了 自己的世界观 完全被颠覆了 他所谓的名气 以及繁记的权贵 在那些修仙者眼里 就是粪土一样的存在 任凭你全是滔天 坐拥天下在时间的面前 到头来 也不过是坟中的一句枯骨罢了 次日 他们所谓的武功 在修仙者眼里 就是小孩子打架般的存在 只要烧毁一点法术的修仙者 就能将江湖上 宗师级别高手给秒杀 知道修仙者的厉害后 赵老当即 就生了想修仙的念头 不过 对方说他没有灵根不能修炼 至于灵根是什么 他也不知道 灵根这种东西 不是每个人都有 基本上是一万个人中 才会出现一个有灵根的人 只要有灵根 就能感知天地灵气的存在 当时那人说 他没有灵根不能修炼时 赵老也只是觉得 有点可惜而已 不过 对方后来又说了一个法子 那就是夺赦 所谓夺赦 就是舍弃自己的肉身 灵魂出窍 占据别人的肉身体 从而还阳复活 那人也就是开玩笑 像争信的说说而已 不过赵老可就不一样 当他知道 有另外一个法子 可以修仙后 便开始有了想法 于是便苦苦哀求 得到了凡人 也能夺赦的法子 另外还有一门修炼的功法 那门功法 就是赵老让沈洛修炼的 那道口诀 自从得到这个法子之后 他就开始在江湖上 寻找有灵根的人 奈何江湖若大奈何 一个有灵根的人 都没有找到 就在他心灰意冷 想要放弃的时候 黑穹门前任门主找到他 邀请他加入门派 他想到 门派每年都会有 新的弟子加入 这样一来 也方便他寻找 于是便同意 加入了黑穹门 这些年来 找不少个弟子 结果他们依旧是 不具备灵根 为了防止自己的秘密 被人泄露出去 一不做二不休 将他们都杀了 还将他们的尸体 都隐藏了起来 并且对外甥张出去 说他们受不了 自己的脾气 偷偷溜了 之后便一直找一直找 直到沈洛的出现 终于让他找到了 他之前那次下山 就是找之前那个人 要了一些 聚气散不过是有代价的 至于是什么代价 日记里面没有说 只要沈洛修炼到 第三层境界 他就可以开始施法 将其夺赦了 只不过他没想到的是 沈洛依靠聚气散 已经修炼到 第三层境界了 只是他不知道而已 他怎么想也想不到 自己早就被沈洛怀疑了 而沈洛也万万没想到的是 赵老对那虚无缥缈的仙道 竟然如此疯狂痴迷 同时也让他知道了 所谓的仙人居然真的存在 不禁回想起 之前和那个老头 在树下的谈论 那老头说过 就是仙人也不见得能长生 莫非他也是 一名修仙者吗 那样的话 那老头给他的功法 长生经 可能压根不是什么 修炼真气的功法 而是一门仙人的功法 至于那老头先前为什么说 就是仙人也不见得 能长生的原因 他也不知道 但是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修仙者不就是修仙吗 为什么还不能长生呢 现在他知道了 赵老对他好 无非就是为了利用他 还好之前没有告诉赵老 自己已经修炼到第三层境界了 要不然自己恐怕 已经遭到毒手了 如今摆放在他面前的现在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在他没有回来 之前离开黑穹门 另外一个就是杀了他 杀人者 人横杀之 沈洛决定先试试看 能不能离开黑穹门 只要能离开黑穹门 自己就可以躲开赵老 小命也能得到了安全 还不会有什么忧虑 想到这里 他将日记放入书桌里面 准备离去的一瞬间 又想到赵老和密室 沈洛还忍不住 脸上带着复杂表情 看了一眼卧室南边角落的地板 密室的入口就在那里 他打开地板走了进去 这个密室里面 也有一个类似于 瀑布洞符里那种明亮的石头 沈洛来到地板下面的密室里面 就看到了一具干尸 干尸的一旁 还有一些白色的粉末 但令人奇怪的是 这具干尸额头之上 还贴着一张黄色的符络 都过去了那么多年时间了 为何还要在一具 干尸上额贴上黄符纸 难道是有什么问题不成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干尸身上的衣服 依旧是光鲜亮丽 一尘不染 这具尸体到底什么情况 沈洛很是诧异地看着 这具尸体的来历 照老日记本里没有记载 沈洛走过去 想拿下干尸上的黄符 仔细地打量一番 他的手刚触碰到干尸 就一股神秘的力量传来 脑子忽然感觉到 一阵剧痛袭来 沈洛心知不妙 想要离开 但是那种疼痛的感觉 让他实在是受不了了 很快 他两眼一抹黑 倒地昏死过去 在无尽的黑暗中 沈洛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 在梦中 他是一个拳头大小的紫色光球 在一个奇特的世界里 自由地遨游着 但不久后 突然闯进来一个灰色光球 这光球比沈洛略微小了一点 但却是气势汹汹 不怀好意 他一见沈洛 就凶恶地冲了上来 并裂开了一张大嘴 去咬沈洛 沈洛当然也不示弱 也同样变出一张嘴巴 狠狠地加以反击 互相撕咬了起来 不知为何 体积较大 沈洛却不是那道灰色光球的对手 就在沈洛有点招架不住 被那道光球吞噬的那一瞬间 突然 一道金光出现 将那灰色的光团给灭掉了 看着突如其来的金光 沈洛大喜 因为那道金光里面的人 就是村里的 那个老头所画出来的 老头 沈洛兴奋地喊道 他有一肚子的疑问 想要问这个老头 而那道金光中的老头 对他微微一笑一直点出 这时 一股暖洋洋的感觉 从心底的隐秘之处 缓缓涌了出来 很快就流遍了沈洛的全身 把沈洛从昏睡中惊醒 沈洛刚醒来 就感到脑袋沉重 无比在隐隐作痛 身体各个部位都软绵绵的 虚弱无力 好像大病出狱一样的难受 努力想睁开双眼 眼皮却沉重无比 无法动弹分毫 在迷糊之中 沈洛想起刚才发生的一切 头脑立刻清醒起来 连忙检查起自身的具体状况 好在没有什么大问题 事情果然和他料想的差不多 那老头还真的是修仙者 多亏了他 要不然刚才自己 就被那道灰色的光球给吞噬了 但是他为什么 会出现在那个地方呢 一想到刚才触碰到 面前干尸所发生的情况 沈洛不禁打了个冷战 至于那些白色的粉末 估计可能是被化石粉 所化解掉的尸体 次日看着地上那些粉末 沈洛脸上露出恶心难堪的表情 之后 他走出密室来到房间的外面 直奔瀑布后面的洞府走去 他现在要去收拾一下东西 趁着赵老还没有回来 先跑路再说 他刚回到洞府不久 石门 人推开了 只见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门口 沈洛冷了一下 他没想到 对方会来得如此之快 因为门口站着的那人 就是赵老 看着站在门口的赵老 沈洛大吃一惊 人还是原来的人 但映入眼帘的是一张气色挥败 没有几分生气的面容 原先他之前也是一副 经常咳嗽生病的样子 但也不至于像现在这样 气急败坏到极点 面色惨白没有气血 仿佛将死之人的模样 赵老面无表情地看着沈洛 冰冷地说道 老夫传你的口诀 修炼得怎么样了 沈洛知道 若是将真实修炼情况说出来 那么赵老很快就跟他翻脸了 由于他很是忌惮赵老 还没准备好反抗他的手段 所以现在翻脸 还为之上早 他小心翼翼地看着赵老脸 装出一副忧忧忧的样子说道 很难现在依旧是卡在第二层瓶颈 是吗 你且运弓起来 我瞧瞧 说完 他就一把抓着沈洛的手 对着沈洛的手臂上的脉搏按去 沈洛见状 便极为老实地按照长生经 第一层口诀运起法门 让那一道能量流在体内运转了一圈 停在第二层的地方 赵老则是眯着眼 似乎正在静静地感受着 沈洛体内的变化 不过他自己并没有修炼出这种能量流 除了能从沈洛的脉搏跳动 推测出一二之外 并不能具体地知道沈洛 到底修炼到哪一层了 好一会 赵老才放开沈洛的手臂 做出一副慈祥的模样 看着沈洛乐呵呵地笑道 嗯很好 那你就在这里好好修炼吧 之后又交代了一些 便关上石门离去了 赵老在从出石门的那一瞬间 嘴角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 沈洛见赵老离去松了一口气 看样子 对方还是很相信他的没有怀疑之心 这次赵老回来 似乎是空手而归 他并没有给沈洛带来一些聚气散 后面几天 他也极少过来看望他 沈洛很想出去看看 想知道这老头 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次日早晨 躺在石床上的沈洛正 呼呼大睡着 殊不知 就在他睡觉的时候 石门被人打开了 只见赵老背着一个布包 脸上带着一丝冷笑走了进来 他走到沈洛的床边 看着床上睡得正香的沈洛 突然开口说道 沈洛快点醒醒 赵老他那如雷惯耳的声音响起 惊醒了正在睡觉的沈洛 沈洛被这声音吵醒 睁开眼睛 看去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 赵老 赵老 什么事啊 他看清来这只人是赵老后 猛地从床上坐起来喊道 呵呵 没什么事 我来只是为了叫你 等下去我那间屋子一趟 赵老拍了拍他的肩膀 然后背负着手 转身离去 看着赵老离去沈洛有点疑惑 好端端的 让我去他房间干嘛 带着心中的疑问沈洛 穿好衣服走出洞府 沈洛在天上 由于是夏天天气炎热 而此时赵老的房间里 却是凉如寒冬 十分冰冷 他躺在太师椅上 等待着沈洛的到来 突然 一阵脚步声 从屋子远处传了过来 还在渐渐地靠近此屋 听到这脚步声 赵老从太师椅上站了起来 盯着门口 很快 一个人影缓缓走来 正是得到赵老的通知 离开洞府 前往石屋的沈洛 沈洛见赵老站 厅堂中央 他张开 自己那超凡感官 极为谨慎地缓缓走了进去 他的脚步 刚踏入这间屋子 就感觉到一阵寒意 不知为何 今天这屋子里的温度 如此低下 前几天他来这里的时候 可没有今天这种情况 难道说 有什么埋伏不成 沈洛的脚步 很是缓慢 他一边走一边 赶制着这房间里面的情况 而赵老看着对方 慢慢地走近自己 压住心中的兴奋 脸上硬生生地 挤出一丝笑容说道 小子没想到你 年纪轻轻的心思不少啊 这点小聪明 也敢在我的面前卖弄吗 只见赵老一袖一甩 一道白色的光影 朝着沈洛飞去 沈洛脸色大变 暗道不妙 想要躲避开来 谁料 那白色的光影速度极快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来 落在沈洛的胸口之上 赵老见自己得手后 阴阴一笑 身形一晃 整个人仿佛幽灵一样 来到了沈洛身边 望着沈洛 黑黑冷笑着 而沈洛看着面前的赵老 想要挥动手上的拳头砸去 但身上一麻 动弹不得 原来对方用银针 定住他身上的穴道 让他动弹不得 赵老 您这是要做什么 弟子有什么不对的 您老尽管开口 何必要点住弟子的穴道呢 沈洛有点慌了 他强颜欢笑地对着赵老说道 赵老并不言语 只是一只手锤了几下自己的后背 轻咳嗽了一下 一副老太龙中 弱不禁风的模样 小子在老夫面前 没必要再演戏了吧 什么意思 沈洛皱了一下眉头 表现出很是不解的样子 什么意思 哼 小子别以为老夫不知道 你早已修炼到第三层了 你以为只要你不告诉我 我就不知道你 真实修炼情况吗 愚蠢至极 赵老嘴脚微微上扬 讥笑地说道 那你想把我怎么样 沈洛很是干脆地问道 把你怎么样 当然是灭了你的神魂 夺舍你的身体 哈哈 你大概还不知道吧 你可是老夫这么些年来 苦苦寻找到的 唯一一个 能修炼那到仙法口诀的人 知道你体内那股神秘的能量 是什么吗 那就是无数人穷其一生 梦寐以求都想得到的灵力 灵力知道吗 就是仙人才能拥有的灵力啊 赵老此刻疯狂至极 神情宛如一个疯子 哈哈狂笑不止 接着他又说道 老夫赵日天 又是开始学医练武 一身武功和医术 早已经练到炉火纯青 出神入化的地步 次日老夫有这等资质 又能怎么样 和修仙者比起来 还不是蝼蚁一般的存在 若不是遇到那个人 恐怕我这一生 只能当一个凡人 经历生老病死的痛苦 嘿嘿 你小子运气真好 竟然生有灵根仙谷 此生倒是可以 踏足追求长生大道 可惜啊 你遇到了我 很快就你的这具身体 就是我的了 说到得意处 赵老站在他的面前 哈哈狂笑不止 也许是憋了太久的缘故 赵老居然把藏在心里的 最大机密 向沈洛毫无保留地 袒露了出来 也许在他看来 沈洛马上就是个死人了 跟一个死人讲一讲 憋了这么久的心里话 可以放松一下心情 殊不知 他的计划早就被沈洛提前知道了 现在他还以为 沈洛对此一无所知呢 而沈洛从赵老疯狂的表情 和言语之中 感觉到了 赵老似乎要对他不利 有些急了 眼珠子鼓溜溜 直转 身体也极力地 想要摆脱这种 无法控制的状态 奈何他的身上的穴道 被银针给定住了 无法动弹 殊不知在他的躁动下 体内的灵力意外被激活了 体内的那股神秘能量 在他的经脉中 快速涌动着 因为灵力的调动 使得沈洛胸前 被扎住的银针 全都震飞了出去 赵老被眼前的变化吓了一跳 慌忙从怀中的衣服里面 掏出一张黄符 将其抛出 那黄色的符露 被抛出去的一瞬间 散发出黄色的光芒 落在沈洛的身上 形成一道光正方形墓 将它困在里面 沈洛刚摆脱银针的束缚 挥动着拳头 对着赵老轰去 不料凭空出现一道光芒 将它罩住 他一拳 砸在那道黄色的光芒上 剑一拳被挡住 又连续轰出几拳 想要将这光芒给轰碎 哼哼 小子不要白费力气了 这可是老夫花了很大代价 才弄到的符露 不管你是什么修为 只要是处于练气初期的修仙者 被此幅困住 一个时辰内别想出去 赵老见沈洛再次被困住 冷冷地笑道 这是什么东西 你口口声声说道的那人 那个人到底是谁 沈洛看着面前的光芒 极为疑惑地 看向面前老者询问道 也罢看在你我二人相识一场 那我就告诉你吧 反正你也活不到一个时辰之后了 随即 赵老又躺到太师椅上 看着被黄色光芒困住了的沈洛 缓缓说道 此服乃是金光服 可以将人困住 或者用来防御 另外我说的那人 可是一位货真价实的修仙者 当年我游历江湖 在一处山崖下面 救了一个人 那人名号黑枯道人 一位练气后期的修仙者 为了这张福禄 我可是献上了本门十多个人给他 对了 之前给你的聚气散也是 那可是修仙者提升修为的丹药 黑枯道人 金光服吗 沈洛吃了一惊 他以为修仙者 就是靠练气提升修为 没想到 还有提升修为的丹药 还有福禄这种东西存在 赵老说完 便从太师椅上坐了起来 他先关上房门 然后前往自己的卧室 没过一会功夫 他手中提着一个麻袋 从卧室里面走了出去 沈洛见赵老来到他的一旁 先从麻袋里面 拿出几个凹槽 之后便又从那麻袋里面 又拿出 六块拳头大小 奇形怪状的青色石头 他将那六块石头 放进凹槽里后 又拿出一个瓶子 和一只毛笔 打开瓶子一瞬间 顿时一股恶臭的气味 散发出来 他拿起毛笔 沾了沾瓶子里面的水 围绕着这六块 突石里里外外 都画下一道道 奇形怪状的符文 很快 他画完这些符文之后 手上又掐着奇怪的手绝 口中念念有词 沈洛见赵老的一举一动 他知道 这可能是要准备夺舍他了 现如今他被困在里面 想跑都不了 只能等死了 沈洛看着赵老的举动 心里焦急地喊道 老头你在哪呀 快来救救我 毕竟之前在地上试的时候 老头就出现 救了他不知道 这次老头还会不会再出现 房间里面 随着赵老念叨着的口诀 地面上忽然间散发出一层 灰蒙蒙的青色光芒 那一层青蒙蒙的光芒 一出现 就融入地上刻画出的符文里 一直蔓延到 那六块秃草里的石头里面 只见六道青色的光柱 射出被激发了出来 而那光柱的出现分别由 那六块石头所激发出来的 赵老看着面前 被激发出来的六道青色光芒 又拿出一块 类似于石头的小玩意 他咬破自己手指 让鲜血滴在石头上面 看着手上滴满鲜血的石头 将其扔到那六道光芒里面 石头落在上面 一瞬间化为一团红色的雾气 待那烟雾散去 九个红色如虚影一样的鬼头出现 在青色光芒的刺激下 那九个鬼头 拼命地吞噬着六道青光 片刻之间便血光大放 九个鬼头 好像活过来了一样 那散发出血红色的光芒 将整个房间 映照成一片血红之色 赵老见那九个鬼头动了 眼中闪过大喜的光芒 接着他盘膝 坐在了图案中央 他坐在地上 抬头看向上面的九个血红鬼头 青色的光柱 因为地面上那特殊法阵的缘故 持续不断地 在向上发射着青色的能量 那九个血红的鬼头 在吸收了大量的青色能量之后 终于在六道光柱消散的时候 成功由虚影鬼头 幻化出了九个实体血红鬼头 那九个鬼头围成一圈 猙獰地 扑向下方的沈落和封赵老两人 沈落见到 这如此诡异的情景 一时间吓得忘记了金光芙的存在 而赵老见这几个鬼头 由虚变时 脸上却露出激动的疯狂之色 他那之前咬破的手指 对准上方扑下来的 九个猙獰可怖的血红鬼头 分别弹出九滴精血 那九个鬼头 见到迎面来的九滴精血 张开鬼口 分别各自吞下了一滴精血 片刻之后 脸色苍白的赵老 似乎感应到什么 脸上一动 哈哈狂笑起来 他伸手一招 九个鬼头呼地扑了下来 护住了盘膝而坐的赵老 赵老得意地看了沈罗一眼 向他头部一指 很快 那九个鬼头 顺着他手指的方向 猛地扑向沈罗的头部 这九个血红的猙獰鬼头 都是血光大放 无视金光芙的存在 直接穿过浮露 扑向沈罗的头部 闪了一闪 钻进七窍 诡异地消失不见 沈罗此时却脸色大变 双目陡然间紧闭 浑身抽搐着倒在了地上 次日看着倒在地上的沈罗 赵老从怀里取出一个药瓶 倒出一粒乳白色的药丸 一口吞下 接着在自己的额头之上 贴上一张黄色的符纸 然后紧闭双目 口中念念有词 片刻后 他的眉心处 诡异地裂出一条泄缝 一团白色的光芒 从那眉心裂缝之中 飞了出来 顿了顿 扑向倒在地上的沈罗 顺着他的眉心 钻进了他的脑中 就在那一瞬间 赵老的身体 瞬间失去血色 迅速地伪顿下去 此时的沈罗感觉到自己 再次化身为 拳头大小的紫色光球 又重新出现在了 那个神秘的世界里 他虽然吃惊 但并不再像第一次那样意外了 毕竟之前可是 经历过密室里的那件事 现在他已经意识到了 下面将要发生什么 忽然 他的世界里 闯进来九团血光 每一团虽然都没有 他的紫色光球大 但是这九团血色光球聚在一起 看起来却又比他的光球 大了许多 靠近之后 变成紫色光球的沈罗 吃惊地发现 那九团血光 竟然就是刚才赵老 用那些诡异秘法寄出的 九个血红的争鸣鬼头 那九个鬼头 见到沈罗的紫色光球 大喜过望 扑了过来 把他围在中间 一副蠢蠢欲动 要扑上来 想要撕咬的阵势 就在九个鬼头就要上来 撕咬沈罗紫色光球的时候 又有一团白色的光球 飞顿了过来 那白色的光球上 射出了一道光丝 与九个鬼头的光丝连在一起 只听那白色光球里 传出赵老 哈哈得意大笑的声音 见白色光团 连着鬼头的丝线在颤抖着 那九个鬼头像是 从那丝线中 得到了某种指令一样 疯狂地扑向沈罗的紫色光球 狠狠地吞噬撕咬起来 虽然沈罗知道 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早已准备好防备了 由于是一滴酒很是吃亏 一个不慎之下 一个紫色的小光团 被那九个鬼头撕咬掉了 沈罗忽然感觉到 神魂一阵虚弱 勃然大怒 用浑身的嘴 对那九个鬼头进行反击 毕竟他的光球只有一个 虽然身上长满了嘴巴 又怎么是九个鬼头的对手 他一边不断躲避着 九个鬼头的私钥 一边反击着 企图寻找缝隙 逃脱九个鬼头的围攻 而那赵老在 见到九个鬼头 在试魂的过程中大战上风 哈哈狂笑 不断地用秘法 催促着九个鬼头 加速吞噬沈罗的光球 沈罗大吉 眼看自己的神魂 就要被九个鬼头吞噬 却毫无办法 老头你在哪呀 快来救救我呀 沈罗此时无比焦急 看着面前步步逼近的鬼头 他一狠心 对着那九个鬼头 当中的一个鬼头 拼命地撞去 没想到这一撞之下 轻而易举地撞开一条血路 虽然他撞开了一条缝隙 顿逃了出去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紫色的光球 却被剩下的八个鬼头 疯狂撕咬 瞬间又虚弱了几分 现在比原先的光球 小了十分之一左右 沈罗如今也顾不得惊怒 只能拼命地向其他的地方逃去 他现在跟 本就不是九个鬼头的对手 只有拼命地逃跑 他觉得赵老不过是一介凡人 凡人想要夺射修仙者的身体 肯定有代价的 他估计赵老使用的这个秘法 有时间限制 只要能够撑过这段时间 他深信 那九个鬼头会自己消失 等到九个鬼头消失的之时 就是他反击的时候 就在这时 他想起一句话 叫做 擒贼先擒王 自己毕竟是修仙者 而那赵老不过只是个普通人 他的光球 肯定没有自己的强大 他确信 赵老绝不是自己的对手 赵老见到沈罗 居然能够挣脱九头恶鬼的纠缠 逃断去 当即惊怒不已 有点焦急催促着九个鬼头 急速地向沈罗追去 正如沈罗所料想的那样 赵老不过是用一些秘法 借助石头的力量 这所召唤出来的九个试魂恶鬼 是有时间限制的 而且这个时间并不长 其实这一门歹毒诡异的夺射之法 本是魔道功法 若是正常的修仙者夺射 有一头恶鬼助战 以修饰的精元 饲养那恶鬼 恶鬼的战力是非常高的 这也就足够修饰夺射的时候 助战所用了 而且 若只是一头恶鬼的话 用这个法阵召唤出的恶鬼 能存在很长时间 不过对于赵老来说 他似乎极为在乎 这恶鬼的数量 想要靠更多的恶鬼 速战速决 一举就吞噬掉沈罗的神魂 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沈罗的神魂 居然会如此狡猾 打不过就跑 赵老也知道自己的缺陷所在 他并非是修饰 年纪大了老了精元 本来就很弱 以他这等微弱的精元 饲养出来的恶鬼 本身的威力就有限 更何况还是九头恶鬼 至于那时间的限制 他倒是知道的一清二楚 只能勉强使用一时辰 超出这个时间 他就承受不住了 此刻赵老的神魂 指挥着九头试魂恶鬼 在后面拼命地追赶着沈罗 沈罗一边逃离后面 那几个鬼头的追杀 一边寻找机会 慢慢地靠近赵老 只要将赵老的光团给吞噬掉 那么后面的九个鬼头 就会不攻自破 赵老的神魂较弱 不能亲自追赶 只能干瞪眼看着 眼看就要追上了 他大叫道 快吞了他 沈罗也察觉到了身后 那逐渐逼近的九头试魂恶鬼的存在 拼命地顿逃着 他能够感觉到 自己现在变得越来越虚弱了 那光球的光芒 也在逐渐变得暗淡无光 老头你再不出来 我真的要叫没了 沈罗拼尽全力 大声喊道 哈哈 叫吧 叫吧 在这个空间里面 你就是叫破喉咙 都不会有人来救你的赵老 看着沈罗那着急的模样 乐呵呵地大笑着 毕竟 这里可是沈罗的神魂所在世界 他确信 除了他之外 没有第二个人的存在 是吗 一个苍老的声音 突如其来地响起 谁 赵老有点懵啊 没想到打脸来得这么快 这可是沈罗的神魂世界 怎么还真的有人在 当他听到这声音的出现时 以极快的速度 环顾了一下四周 仔细地扫了一眼 发现面前除了沈罗和九个鬼头之外 并没有其他人存在 次日 就在赵老以为自己幻听的时候 一道金色的灵光乍现 猝不及防地 对着那九头恶鬼斩去 啊 那九头恶鬼 被这一道金色的灵光打中 出发哀嚎痛苦的声音 原本九个恶鬼是血红色的 自从刚才受到金色的灵光攻击后 竟然一个个地闪烁不定 颜色也在红绿之间不断地变换了起来 九头恶鬼的颜色 在变换不定的时候 居然全都露出了非常痛苦的表情 似乎在极力地忍受着某种折磨 为什么会这样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赵老的神魂惊得大叫着 沈罗趁着这个机会 忽然间醒悟过来 他觉得 这是那老头在出手帮他 现在正式灭掉赵老师神魂的最佳时刻 只要灭了他的神魂 这九头恶鬼 说不定也会 随着赵老神魂消散而消失 说干就干 光球陡然加速 向赵老那白色的光球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去 一旁的赵老见自己的九头恶鬼 出现了变化大惊失色 仍旧不死心地拼命召唤九头恶鬼 想来抵挡沈罗 但那九头恶鬼 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变故 居然不听他的召唤 一个个在原地上下漂浮不定 仿佛被束缚住了一般 沈罗可顾不得这些 趁着这个功夫他已经接近了赵老 赵老见沈罗的紫色光球袭来 也顾不得召唤九头恶鬼了 惊魂失魄地 向着另外一个方向开始逃窜 原来猫捉老鼠的游戏 猎人捕杀猎物 现在反过来了 沈罗成了猫和猎人 而他自己成为了老鼠和猎物 都怪那个可恶的金光 让他不能继续控制恶鬼了 赵老仙再就像之前的沈罗 正在拼命地逃顿着 他的神魂本就虚弱 加上之前饲养恶鬼惊魂 哪里跑得过沈罗 终于他的速度变得缓慢了下来 沈罗见对方的速度变得缓慢了 知道对方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猛的一个反扑 紫色的光球张开一道血盆大口 赵老看着面前的冲过来的血盆大口 也不再闪躲 坦然接受了死亡的到来 不是您了 而是我不想玩了 赵老闭上眼睛 淡然一笑 见面前的赵老不再闪躲 沈罗很是顺利一口 将赵老的神魂吞噬了下去 瞬间他那紫色光球的光芒大放 竟比最初还要大上不少的样子 可怜的赵老 神魂竟然就这样被沈罗给吞噬了 连转世轮回的机会都没有了 沈罗解决了赵老 这位可怕的敌人 看向那九个那被束缚住了的九个恶鬼 如今赵老已死 没有人再能控制住他们了 不知道下面将会发生什么事 忽然 九个鬼头发出一声淒厉的不甘惨叫 诡异地闪了几下 凭空地就消失不见了 沈罗的光球被这个变化吓了一跳 果然被他猜对了 只要赵老一死 那九头恶鬼也会消失 他的精神世界再次恢复了平静 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的样子 沈罗却不由自主地长出一口气 就在这时他的面前浮现出许许多多的金色光点 沈罗看着面前那金色的光点 能感觉到这金色光点所散发出来的力量极为柔和 这些光点相互吸引 逐渐地融合在一起 小子 你这体质也太招夺射了吧 老头我都救你两次了 那金色的光点融合在一起 组成一个人影 有点无语地说道 老头你是不是仙人 沈罗看着面前光点组合出来的人影 连忙询问道 哎 是也不是 老头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随即看了一眼面前的少年又说道 先路崎岖 长生漫漫 老夫并不是仙人 而是一名修仙者 什么是修仙者 为什么是修仙者 而不是仙人 修仙者不就是仙人吗 变成紫色光球的沈罗 睁大眼睛疑惑道 非也修仙者 所谓修仙者 是指通过某种途径锻炼自我 发掘出本身隐藏的潜力 不断突破自我 提升修为 以达到天人合一 长生不死的境界 这种境界 我们称之为仙人 而仙人又存在于仙界之中 世间万物 有胜有衰 有生有死 为天 修仙本就逆天而行 超脱凡人 成可长生 便是逆天 一问三不知的沈罗 从那老头的话语中 顿时了解了许多信息 原来修仙者 是有境界等级划分的 由低到高便是 炼器 筑基 金丹 元音 化神 炼须 合体 大成 而每个境界都有十层 每三层为一个大阶 又为初衷后 第十层也就是圆满 只有达到圆满的境界 才能突破到下一个阶段 沈罗所在的世界是人界 人界之上便是灵界 只要修炼到化神期 便可飞升灵界 而在灵界 只要修炼到大成期 度过九九劫雷 就可以白日飞升为先 原来是这样 沈罗听了那老头的话语 连连点头 感叹道 还不等沈罗继续追问那老头 关于修仙者其他方面的事情 老头的身影瞬间分解化为光点消散了 这老头来得快去得也快 沈罗看着面前空荡荡世界 有点不满道 就这样 他静静地漂浮在这片神秘的世界里 渐渐沉睡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躺在冰冷地面上的沈罗 心底忽然涌起一股寒意 意识渐渐地恢复了过来 沈罗只觉得浑身酸痛 头脑昏沉胀痛 浑身一点力气也没有 难受无比 他下意识地睁开眼 猛然被眼前的东西 吓得跳了起来 他忽然发现自己居然能离开 被困住地方了 看样子 这外面已经超过一个时辰了 赵老之前说过这个浮露画出来的光照 只能困住他一个时辰 现在他出来了 说明一个时辰早就过去了 赵老的神魂如今已被他吞噬 但尸体却依旧盘息 坐在刚才的位置 但是那尸体的样子 却非常的吓人 在这段时间里 他的尸体 竟然变成和之前密室里所看到的那具干尸一模一样 尸体的额头上 也贴着一张黄色的浮露 难道是镇尸符吗 他想到 刺人那地上之前 被赵老被摆放进凹槽里的六块石头 现如今 早已经碎裂成了许多细碎的小石块了 看着盘西尔做赵老的尸体 沈落小手戳了一下 他的尸体迎面倒在地上 看样子 赵老是真的死了 沈落盯着这具干尸 想了一会 忽然他大步地走向那具干尸 从他的尸身上的衣服摸索起来 找到了一本书 那本书 就是赵老之前一直常看的书 试验魔宫 沈落打开书皮第一页 就看到 上面写了这几个字 这几个字念念叨着 这好像是一门魔道功法 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上面带有一个魔字 于是他便捧着这本书 躺在赵老的太师椅上 津津有味地翻阅着 这本书里面 记载了一些修炼口诀 这口诀 就是赵老教给他 并让他修炼的口诀 没想到这些口诀都来自这个上面 此书前部分 记载了口诀 这后半部分 记载了一些法术 看到这些法术口诀中 沈落顿时犹如 捡到了一个价值连城的宝贝一样 这种心情难以描述 他没想到 这修仙者还能修炼法术 他欣喜若狂地一个一个字看着 这些法术口诀 字意晦涩难解 他一时间有点看不懂 不过没事 现在没有了赵老的威胁 以后的日子长着呢 慢慢来不着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他看了一会 忽然和尚书籍 躺在太师椅上思考起来 自从之前从赵老那里 知道了修仙者之事以后 沈落的面前出现一个 他从未敢想象的世界 一个从未敢奢求的道路 如今就铺展在了他的脚下 知道自己也能成为一名修仙者 叫他又怎能忍不住去遐想追求呢 现在 叫他继续待在凡人所在的地方 每天日罗西日戳做的 过平民百姓的日子 去禁受生老病死的痛苦 已经不太现实了 他现在依然清醒地认识到 这一切 不过都是弹指之间的过眼烟云 无论是谁在面对凡世间生活数十载 最终要化为一泼黄土 所谓岁月无情 若是有机会能修仙 追求长生大道 恐怕是个人都会选择吧 世间的荣华富贵与成就先到 永生不死相比 前者根本不值一提 沈落望着屋顶上面的房梁 沉思出神 越来越清楚 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了 迷茫的眼神变得坚定起来 他从太师椅上站起 又在赵老的尸体上 找出一把钥匙 那是打开他卧室房门的钥匙 他确信对方敢夺赦自己 一定想好了 自己夺社后修炼方面的事 现如今 沈落一直卡在第三层境界 没有锯气散辅助他 压根就突破不了 打开房门后 在房间里面 翻箱倒柜了起来 片刻功夫之后 赵老房间的桌子上面 摆放了一堆东西 这些东西 都是他搜刮出来的战利品 两瓶锯气散 一柄不知道什么名字的宝剑 一个布袋子 一本药金 还有一瓶化石粉 沈落将那布袋子拿在手里 这布袋子特别的沉重 这里面装着许多黄金白银 难怪无比的沉重 要知道 黄金可是稀罕物啊 一块黄金 就够一个普通人家 半辈子吃穿了 这些东西 着实让沈落 看得口水流个不停 好半天才甩了甩头 从这种金钱的诱惑中 清醒了过来 虽然他不太需要金钱 但是可以留给他父母啊 接着他走出房门 看着赵老的尸体 心里有了主意 他将赵老的尸体 搬到密室里面 然后拿出化石粉 撒在上面 粉末和他的尸体一接触 就产生了反应 他的尸身 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正在快速溶解着 一股浓浓的恶臭味道 散发出来 令沈落闻了特别的恶心 他走出密室 将这密室门给封死了 后面一段时间 沈落为了把善后的事情 处理得稳稳当当 将整个房间都打扫了一下 那些凹槽和破碎的石块 都被他埋在山谷林子里 这来回折腾了一天 忙得累死累活 不知不觉中天色 已来到了傍晚 看着天边日落西山 太阳的余晖 如血般洒在谷中 沈落站在赵老的屋子里 四处打量了一番 发现没有什么遗漏地方后 这才拍拍屁股走人 他没有回到瀑布后面的密室 而是来到自己的石屋 一头栽在自己的床上 呼呼大睡起来 后面的几天沈落 待在房间里面 一直在揣摩 尝试着模仿赵老的笔记 为了掩人耳目 他要模仿赵老的字迹 写一封书信 给门派的高层 假借赵老的名义 说他自己年事已高 要回老家准备一养天年 不会再回来了 在信中 他毫不客气地借用赵老的口气 声称自己 继承了赵老全部的医术 以可出师替他人看病疗伤 把信交上去后 几位管事的长老 明显没有丝毫地怀疑 他本就是前任门主请回来的 在门中 不过是挂了一个长老职位而已 况且 对方还说要回老家一养天年 人之长情落叶归根 又有什么不允许的呢 但对信中所说的 沈洛已继承了赵老所有医术的事 还是有点相信的 毕竟之前黑熊门和黑手帮火拼 受伤了许多弟子 还是他依靠医术救治回来的 为此 门派高层明确表示 愿意让沈洛接手赵老的工作 并可享受赵老原本的一切待遇 当然 长老的称号现在还不能给他 因为他实在是太年轻了 虽然 他才十六七岁的年纪 但实在 无法让其他长老心服 毕竟还未到时候 不过 他每月的俸禄 是按照长老的标准来发放给他 最后还表示 若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尽管当面提出 他们一定会酌情处理 就这样 沈洛由一个小弟子 咸鱼翻身 当成无悔谷的谷主 虽然这个山谷就他一个人 属于光感司令那种 但是起码也算有个虚名啊 其中最为开心的 就是王堂主了 作为他名义上的书 自从他管理无悔谷后 那王堂主 逢人便如脸上开花斑 乐呵呵地笑着说道 知道神谷主 沈医师吗 那是我的侄子 你知道吗 他才17岁 厉害吧 搞得沈洛有点无语 他想低调一点都不行 次日某天无悔谷一个石屋里 这房间 里面摆放着一个巨大的丹炉 丹炉一旁站着一位少年 他手中拿着一本书 正聚精会神地看着 那人正是沈洛 现在距离赵老夺舍那天 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 沈洛手上拿着的书籍 正是赵老毕生所撰写的药经 这药经里面记载了许多医术 其中为引人注目的 就是一种能帮助武者练出真气的 真气丹 这真气丹是赵老自己所开创 所用材料都是一些极其昂贵稀罕之物 只不过 虽然他开创了这种丹药 但是他极少练制 自从他知晓 有修仙者的存在后 哪里还有心情去练武啊 而沈洛要练制此丹药 是想看看这丹药 能不能帮助他突破修炼瓶颈 赵老留下的聚气伞一共两瓶 如今他已经用了半瓶 依旧还是卡在第三层 用一下偏方 来突破瓶颈 沈洛仔细端向着手中的书籍 来回看了好几遍 这才将书摆放在一旁 将之前准备好的清凉水 倒入丹炉之中 这水是他从外面的小壶里咬上来的 之后他又拿来一些柴火 摆放在丹炉下面堆积起来 将其点燃 看着面前燃起来的火焰 沈洛站在一旁等待着 他觉得炼丹就像烧汤一样 等这个水煮沸了差不多 就可以往里面投入草药了 大约过了小半时辰 这段时间 沈洛一直不间断地添加柴火 随着火焰加温 砰的一声丹炉的盖子 被这水气撑开了一下 见面前 丹炉发出异动 他将之前准备好的材料 都放入进去 由于是初次炼丹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炼制 也就只能以葫芦画瓢 将这些材料都扔了进去 站在一旁等待着 过了一会 丹炉下面的火焰 渐渐变小 沈洛满怀期待打开丹炉 接下来让他看到场面 让他傻眼了 这炼丹 还真的让他搞成了 和烧汤差不多 丹炉里面漂浮着许多 被煮烂了的药草 沈洛以为炼丹和煮汤一样 其实则不然 这凡间炼丹是炼制丹药 就是先把炼丹炉预热 然后把药材剁成泥状 通过模具压制成球形 最后投入炼丹炉 烤干了 就变成丹药了 而修仙者炼丹 大部分是用水炼 先将药材的灵性 溶解在水里 然后凝叶成丹 再通过一些法觉辅助 所炼制出来的丹药 和用火炼制出来的丹药 有天差地别 看着漂浮在上面的药渣 沈洛将这些药渣都捞了起来 他觉得肯定是水放多了 所以炼丹才失败了 于是将丹炉里面的水 药渣之类都弄了出来 虽然第一次炼丹被他搞砸了 但是他一点也不心疼 毕竟这药材又不是他的 而是赵老的药材 这丹炉里面的东西 都被他弄了出来 待丹炉冷下来后 开始了第二次炼丹 这次他吸取之前 倒教训了水 特地放得少 一个时辰后 结果还是和之前一样 奇怪了 为什么还是这样 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 他有点疑惑地 挠了挠后脑勺 自言自语道 不死心的沈洛娜将药金拿了起来 再次翻阅着 这一次他没有跳着 直接看蒸汽丹的部分 而是从头开始看起来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原来这炼丹不需要用水 只要将药材弄碎 然后用模具压一下就行了 哎呀 我应该早就该想到了 这怎么可能用水煮呢 我真笨 沈洛自己骂自己道 不过还好亡羊补牢 为时不晚 毕竟才刚开始 还来得及 他去赵老的房间里面 找来一个模具 拿来一些药草 将其剁碎 然后放入模具里面压一下 炼丹对火候的掌控能力 是有要求的 什么时候火候应该加大 什么时候火候应该调小 多有严格的把控时间 而沈洛才 不管这些三七二十一呢 他将这些被模具压制好的丹药 放入丹炉中后 就开始猛加柴火 火力全开 以最大火力去炼丹 只要火越大烧得越旺盛 这丹药炼得就越快 连续加了许多柴火之后 沈洛变得无所事事 干脆就在那里等着 很快 过去了一盏茶的功夫 丝毫征兆也无 这时 炼丹房里面 飘来一股清香味道 扑边来 那香味 让人闻了香了 心旷神怡 沁人心疲 难道说 沈洛脸上闪过一丝喜色 将丹炉打开 瞬间药香味更浓厚了 他手一抓将丹药全数抓取到了手上 这丹药绿色透红 他拿起一颗丹药 放入口中 不过一秒功夫 又将其吐了出去 这颗丹药是糊的 他低头看着手中丹药 表面看起来挺好 当他将丹药翻过来 往下面看去 竟然都糊了 我靠 要不要这样玩我 他万万没想到 这炼丹也太难了吧 可是要经上也没标注炼丹的时候 需要注意哪些 只是标注了炼丹需要的材料 还有丹药的功效 这不是坑人吗 面对这三次挫败 沈洛并不气馁 而是调整心态 既然上面没有标注怎么炼丹 那么他就自己慢慢摸索 就这样 沈洛开始了漫长的炼丹之路 不知不觉七天过去了 这段时间 他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外 就是炼丹了 面对一次次失败 他也不恼 而是从自己身上找问题 就这样 他整个人心态 发生了变化 之前因为修炼时 遇到瓶颈烦躁焦虑 那颗躁动不安的心 终于慢慢平静了下来 一晃半个月过去了 炼丹房里突然传来一声 少年爽朗 哈哈大笑的声音 半个月月啊 整整半个月 我终于炼成了丹药 沈洛在房间里面 哈哈大笑着 半个月的时间 经历了无数次失败后 终于让他给炼制出来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哪 看着手中橙色有加的丹药 他当即吞下一粒 盘膝而坐 运转口诀 开始修炼起来 他运气几个大周天后 发现体内的灵力 没有丝毫变化 怎么会这样 片刻功夫后 沈洛睁开眼睛 眉头紧锁 很是郁闷 难道说 自己辛辛苦苦半个月 炼制出来的丹药 对自己居然没有任何用处 还是说 这丹药 只对修炼真气的人才有帮助 沈洛回想起之前 他好像修炼的是仙人功法 属于炼气那种 并不是武者 所修炼的真气功法 为了猜测自己的想法 他想到 一个人可以当作小白鼠实验一下 那人就是江富贵 次日 沈洛将真气丹 装入药瓶里面后 推开炼丹房的房门 走了出去 一道刺眼的光芒 落在他的身上 沈洛抬头 看了一眼天上的太阳 不知不觉已经下午了 午后的太阳 洒满了大半个无回谷 难怪太阳如此的耀眼 沈洛刚走到谷外 就看见一名精英弟子 穿着打扮的男子 风扑沉沉 火急火燎地朝着这里赶来 那人见沈洛 从山谷里面走了出来 面色大喜 急忙凑了上去 沈医师 你来得太巧了 我正要找你 看着面前靠近上来的男子 沈洛发觉自己 好像不认识他 但是对方的穿着服饰 明显是只有精英弟子 才能穿的衣服 想必也是本门 众多长老中的 一名真传弟子 找我可是有什么事吗 他看着对方询问道 我师父他老人家中毒了 眼看着要不行了 麻烦你快去看看 能否化解此毒 中毒吗 是的 我师父在下山办事时 和黑手帮的一名高手 打斗起来 结果不慎中了对方一发暗器 虽然他中了暗器 但还是把对方给杀了 本以为是小伤 谁让那暗器上有毒 他一回山中后 就开始毒发昏迷不行了 沈洛听了之后 脸上神情未变 只是恩了一下 就让对方再次等候一番 他要回去准备一下 将医药包裹 还有解毒丹拿来 只很快 沈洛去知诱反 两人一起埋头赶路起来 沈洛看着对方 心里却有些嘀咕起来 说实话 他对解毒实在不怎么在行 要说治疗内伤外伤的话 他依仗着几种好药 还有几分的把握 如果让他解某种罕见剧毒 他心里可就没了谱 这解毒丹 只能解江湖上常见的毒药 若是遇到一些奇毒 那么他就没办法了 就在沈洛思考琢磨着 要是解毒丹不行 该怎么办时 一旁的男子 见沈洛的速度有些缓慢 直接拽着他的衣服 一路小跑 往他师父的住处奔去 那人的师父是本门 五大长老之一好长老 好长老是黑穹门高层中 少有的和善之人 不论对低级弟子 还是对同僚都很和善 在门内也从不争权夺利 对这样一位老好人 门内上上下下 自然是一片赞颂之声 使他的人缘出奇的好 离长老的住处并不奢华 和王堂主的住处 比起来极其简朴 只是一个普通的石房 房子的外围 用砖石器一个简单的小院 围墙面对来路的方向 开了一个拱形的半院门 透过半场着的木门 可以看见院内有许多的探望之人 沈洛跟着那人一路来到这里 进了院内沈洛发现线 这里的实际人数 比从外面看到的人 还要多许多 他们几个人聚在一起 小声谈论着好长老的伤势 沈洛和那人一走进来 就被院子里面的人给认了出来 纷纷说道 沈医师好 沈医师来了呀 一阵阵对他示好的之声 不断地传入他耳中 他之所以这么出名 都公归于王堂主这个大嘴巴 逢人就说 他继承了赵老全部医术 是一位医术高超 能肉白骨活死人的神医 前半部分说的是事实 后面就有点夸张了 基本上是他在吹牛 看着这些热情洋溢的脸孔 那种对他十分尊敬的目光 让沈洛的虚荣心 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原来受人敬仰是这种感觉啊 他想到 面对别人对他的尊敬 他脸上也同样的阳光灿烂 他微笑着一个不漏地 回礼着众人 显得极为的礼貌 就在这时 一道爽朗而又粗犷的声音响起 小洛 你终于来了啊 那声音的主人 不是王堂主 我想到这好长老中毒病重王堂主 居然也在这里 嘿嘿 诸位同道 这位便是我和你们说起过的 我那位侄子 沈医师了 王堂主来到沈洛一旁 手搭在他的肩膀上 意气风发地说道 厉害 厉害啊 真是英雄出少年啊 王堂主复原真好 有个神一般存在的侄子 周围人听了王堂主的话语 纷纷对着他恭贺道 而沈洛一旁的男子 则是有点焦急 不等沈洛和王堂主继续说话 一把抓住他的手臂 就往屋子里面走去 这种莽撞行为 倒是令他们有点不满 这可是和王堂主 和沈医师结交的大好机会 就这样被他毁了 王堂主愣在原地 看着被拉走的沈洛 又看到那些人眼中 有一丝不满之意 便打哈哈地 和他们聊了起来 沈洛被那人拉到了客厅里面 这里面的人也不多 除了家属和门派高层之外 基本上都在这里 但让沈洛感到意外的 江富贵竟然也在这里 江富贵站在赤语真人的后面 此时他穿着的衣服 不再是内门弟子服饰 而是精英弟子的服饰 要知道 在黑穹门中 只有长老的弟子 才配穿这件衣服 看样子 江富贵是拜赤语真人为师父 这倒也不错 各位长老好 沈洛对着面前的几个人 恭敬地行礼道 嗯 沈医师来了呀 江富贵的师父 赤语真人看着面前的沈洛 和蔼可亲说道 此人看上去平易近人 在沈洛面前没有摆什么架子 曹长老和吕长老 则是点点头 吹了一声 娃娃 我且问你能不能救 马长老盯着沈洛面 无表情地说道 沈医师年纪轻轻 就继承了赵老的医术 想必医治老好 应该没问题 不等沈洛发言 那位赤语真人 便率先开口道 哼 不过是乳羞未干的毛头小子 你就这么看得起他吗 马长老有点不满地说道 对方都还未开始诊断 这就开始夸赞起来了 两人话语一出 所有人的目光 纷纷朝着这两位看去 赤语真人和马长老 但是没想到 这俩人在好长老的住处 也能吵闹起来 看着这两人争吵 惹得一旁的几位家属 不知如何是后 赞同马长老的说法 当然不行了 还指望这位小神医 解毒救命呢 开口驳斥 好像也不恰当 毕竟这两人 还是他们的长辈 次日呵呵 马长老闭关太久 不了解外面所发生的情况 倒也正常 沈医师就是赵老的得意弟子 其医术以登峰造极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远胜在赵老之上 赤与真人乐呵呵地笑道 放你娘的屁 才十几岁的小娃娃 医术又有多高 我看你是太抬拒他了 马长老摇了摇头 不以为意地说道 沈洛在一旁听着有点郁闷 自己莫名其妙 变成这两人吵架的导火线 我的医术好不好 你们来问我啊 我就在旁边看着呢 他知道这两人 不是一个派系的人 赤与真人 是属于副门主一派的人 而副门主 又是沈洛二叔的老丈人 赤与真人知道 他知道沈洛的身份后 自然要帮他说话 马长老则是 门主派系的人 所谓江山带有才人出 各领风骚数百年 马长老可不要小看人 当那目光短浅之人 呵呵 马长老没有回应 只是甘笑两声 面对赤与真人的挑衅 马长老不是第一次 面对这种情况了 沈洛听了这两人 这番针锋相对的言语 神色未变 装作一无所知的模样 他知道 赤与真人帮他说话 是想告诉他 你沈洛是 我们这一派系的人 所以我会帮你的 可惜他们没想到的是 沈洛对权力的争夺 毫无兴趣 不是他倾刀自傲 而是知道 有修仙者的存在后 他的眼界变得长远 对于江湖上小派权力之争 毫无兴趣 沈医师 还请你看看我丈夫吧 好老的妻子 见那两位长老都不在说话 便看向沈洛对他说道 沈洛对他点点头 移动着脚步 来到好长老的床前 看到躺在床上之人的面容时 沈洛大吃一惊 好长老的脸部到颈部 双手乃至全身上下 都出现了红色的毒斑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为之动容 但令沈洛觉得棘手的是 他的嘴唇开始发紫 额头上有淡淡的黑气 若隐若现 这分明就是中毒 很深晚期的症状 想要救回 简直是回天乏术 难上加难 沈洛眉头紧锁 神色凝重 他刚刚一把过脉 看过瞳孔和舌苔 已经得出了结论 对方很明显运功的时候 使体表上的毒 快速扩散到血液里面了 然后由血液循环 游走到四肢百骸上 难怪刚才看到的 对方的时候 浑身上下都布满了 红色斑点 马长老见沈洛 冷冷地看着 一言不发 忍不住开口道 你这娃娃 到底行不行 能不能就到这句话 马长老 你也太急了吧 没看到沈医师 正在思考如何解决吗 能不能有点耐心 不等沈洛回话 一旁的赤语真人 便开口说道 马长老眼一瞪 正准备张嘴说些什么 但沈洛没等他开口 先轻轻咳嗽了一下 打断了他说话的意图 他这一咳嗽 倒引起了屋内之人 一阵诧异的目光 这时沈洛才想到 以自己 十几岁的年龄 却去学老年人的咳嗽 好像有些滑稽啊 不过也无所谓 反正目的已达到了 他可不想再听到 这二人的争执声 这毒解起来很麻烦 我不敢保证 有十足把握解掉此毒 但可以一试 解毒的过程中 要冒些危险 可能会危及好长老的性命 不知几位是否 还要在下动手 沈洛装作有些为难的样子 说出了以上的话语 好长老毒素 都已经扩散到血液里了 对他来说很难医治 他也不敢保证 解毒单能完全解除此毒素 而沈洛的这番话 让在场的家属面面相去 谁也不敢同意 让他立刻动手解毒 但除了沈洛外 这里也没有别的大夫了 过了半晌 那位好长老的发妻 忽然开口问道 不知沈医师对救治 我丈夫有几成的把握 似乘沈洛有点犹豫不决地说道 好长老妻子 听到沈洛的话语 沉默不语 毕竟对方只有似乘把握 也不敢肯定能救回 过了一会 好长老的妻子咬牙一狠 露出毅然的神色说道 那好沈医师尽管去救 真有什么不测 我绝不会怨恨沈医师你的 别呀弟妹 你不再多考虑一下 这个小子年纪这么轻 我看有些悬啊 要不咱找其他大夫 试试麻长老有些急了 急忙想劝阻她的意识冲动 我已经仔细想过了 如果不让沈医师去解读 我丈夫恐怕撑不过今晚了 况且现在都这样了 就是找别的意识也来不及了 现在倒不如让沈医师冒险一事 还有一半的机会有救 好长老的妻子 低着头有些伤感的轻声道 这好吧 马长老被说得哑口无言 只能试试看了 死马当作活马医了 沈洛看了其他几人一眼 好像都没有人反对 好长老妻子的决定 便从随身带的药包里 取出了一个青瓷瓶 从里面倒出一粒的药丸 谁去找碗温开水来 把此药融入水内 给好长老服下 我去沈洛话音未落 一声干脆的声音传了过来 站在赤语真人身后 一直沉默不语的江富贵 应声道后 往屋外走了去 没过一会 江富贵端着一碗清水 走了进来端放在她的面前 沈洛扫了一眼面前的碗 然后将药丸放入水中 看着那药丸完全溶解在水中时 沈洛便对着好长老的妻子说道 给好长老灌下去即可 沈洛把手一伸 递给好长老的妻子 好长老的妻子应声点头 结果沈洛递过来的碗 来到床前 将碗里面的药水灌了下去 这是什么药 看着好长老的妻子 将碗水中的药一点点灌进去 马长老有点按捺不住好奇道 他这个问题 恰好是全屋子里的人都想知道的问题 这是我自制的解毒丹 可以解江湖上一些寻常的毒 沈洛轻描淡写地说道 事实上 这哪里是他炼制出的丹药 而是赵老炼制出来的解毒丹 只是赵老基本上不怎么用此丹救人 所以他们自然是不知道 灌下药后 大约过了片刻功夫 好长老额头上的黑气 不再显现出来 但是他身上的红斑 却是依旧存在 沈医师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说丹药没用吗 好长老的妻子 见红斑还在 一脸疑惑 有点焦虑地说道 次日无妨本来此丹 就是想试试看 能不能剥掉好长老体内的毒素而已 沈洛面对好长老妻子的疑问 早有预料 哼 装模作样 我看你明明就是功夫没到家 胡说八道罢了 什么狗屁解毒丹 马长老吹胡子瞪眼 对着沈洛呵斥道 哼 没听到当前沈医师说 此丹只能解浆糊上寻常的毒吗 你啊 就是太急了 沈医师都说了他有四成把握 想必除了丹药之外 应该还有别的手段 不沈洛反驳 赤语真人便提他开口说道 不错 我还有一法 沈洛顺着赤语真人的话语 点点头应道 是吗 不知沈医师 你还有什么法子 马长老见着两人一唱一和的 假正经的哼笑道 他不信对方真的有什么法子 不过是一个小屁孩罢了 我需要一盆清水有用 沈洛转头又看向好长老的妻子 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 先前是一碗水 现在又是一盆水的 搞什么花招 马长老冷眼习语道 沈医师要什么 自然有他的道理 我等静观其变就行了 赤语真人再次开口说道 很快没多久 就有一盆清凉水打来了 端在沈洛的面前 沈洛扫了一眼 放置在眼前的清水 对着众人以命令的语气说道 下面我要开始用针灸 将毒素逼到几个穴中 试试看 能不能把血液里面的毒素给放出来 解毒的过程 不宜给大家观看 而且救治的过程 需要绝对的清静 既会被人打扰 所以 你们先出去一下 沈洛此话一出 让屋内的众人一呆 马长老刚要说什么 只见好长老的妻子 最先明白过来 他恭敬地对着沈洛失了一礼 神色凝重说道 那就有劳沈医师了 然后就识趣地 最先走出了屋子 有了好长老 妻子带头 其他人不管是愿意还是不愿意 都只好挨个走到房间外面 马长老望了一眼 躺在床上的人 轻叹一声 摇了摇头 也跟着离去了 而赤语真人则是 拍了拍他的肩膀 对着他说道 诚事在人 谋事在天 尽力而为就行 说完就着离去了 加油 江富贵对他鼓励到后 也跟着赤语真人后离去了 很快 整个房间里 就剩下沈洛一个人了 他将房门关紧 不让外面的人 察觉到里面的情况 之后 他又来到好长老的床前 对于救治好长老 他当然有办法 那就是放血 不过对方现在毒素 也由血液遍布全身了 若是放血过多 则会失血而亡 可是若是放得少毒素 不能完全清除干净 最保险的办法就是 像他之前说的 用针灸扎住几个重要穴位 然后将灵力输送到对方体内 把毒素逼出体外 这样既不会失血过多而亡 也能达到救人的效果 接着 沈洛从医药包里拿出银针 对着好长老身上的穴位扎去 没过一会 对方的胸前 已被扎满了许多银针 下面便是开始放血了 沈洛在好长老的手腕上 割开一道口子 奇怪的是 那道口子处 居然一滴血液都没有流淌出来 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那是因为 沈洛用银针封住了对方的穴位 所以才不会有血液流出来 他握着对方 被割开一道口子的手腕 闭上眼睛 运转长生睛 将自己体内的灵力 输送到对方身体里 很快灵力由伤口处 涌入好老的经脉中 然后 由经脉缓缓缓走向 他的四肢百骸中 沈洛控制着灵力 在对方血液中流动着 在灵力的冲刷下 好老体内的毒素 不断地被逼到沈洛刚才 割开那道口子里 只见一滴黑色的液体 从伤口中流出 滴在之前准备好的水盆里 而外面的众人 则面面相去着 时间在一刻钟一刻钟地 慢慢过去 也不知过了多久 房间的门人未打开 隔着房门也听不到 里面有丝毫的声响传出 这种异样的平静 让等候消息的众人 都显得急躁不安 一丝阴影 也在无声无息中 涌上大家心头 就连本来脸色从容的赤与真人 也有些坐立不安的样子 更别说那位脾气不好的马长老 早已在院子里 来回走了无数的圈子 就在院子里的人 快要完全都失去了耐心时 嘎吱一声 门从里面被打开了 众人条件反射般地 把目光刷的一下 全都汇集到了此处 气氛马上显得凝重而又紧张 沈若一脸疲倦之色地 从里面缓缓走了出来 因为一直持续输送灵力 他现在很是虚弱 他看着众人脸上 那凝重的神情 微微一笑 没事了 毒素已完全驱除干净 好长老再休息一晚 明天就会自动醒来 沈若这句话 说得很是自信 实际上就连他自己也没想到 这次清除毒素 会进行得如此顺利 一点波折也没起 外面的众人听到此话时 一个个喜笑颜开 原先沉闷心情 全部一扫而空 几位急性子的人 听到没事了 就想要急着冲进去看看 结果被沈若伸手 把他们拦了下来 好长老现在身体很弱 忌讳人多嘈杂 务必不要大声喧哗 沈若郑重地说道 而好长老的妻子 听到这个好消息后 连忙点头答应 也顾不得答谢 匆匆地走了进去 剩下的人也表示会安静点 不会打扰到他 便随着好长老的妻子 亲手亲脚走了进去 好长老的妻子一进屋 就闻到一股腥臭之味 见那中间的空地上 有一盆漆黑如墨的血水 那股腥臭味 正是从水中散发出的 他脚步轻盈地走到床前 向床上之人望去 只见床上的好长老 香甜地熟睡着 虽说脸色还有些苍白 但上面的红色斑点 已荡然无存 看来毒性真的完全解除了 不禁喜极流泣 跟随好长老妻子走进来的众人 见躺在床上的好长老身上的 红色斑点已经完全消失了 一脸的不可置信 看样子 刚才沈医师说的都是真的 真乃神人也哪 人群当中 不知是谁说了这句话感慨到 至于好长老妻子过了好一会儿 这才擦了擦眼角的泪痕 忽然想到 自己应该回去种些沈洛才是 于是又轻轻地走到门外 可是这院子里 哪里还有沈洛的身影 他从别人的口中得知 沈洛开了一张养生的药方后 就告辞飘然离去了 次日 在某条偏僻小路的旁边 一棵茂密的大树下 刚从好长老家出来的沈洛 正躺在草地上头枕着双手 无聊之急地 查着某根树枝上的绿叶 当他查到境迁的时候 一个黑影从天边来 轻飘飘地落在了沈洛的身侧 那黑影正是紧随其后 赶来的江富贵 沈洛你叫我来此 可是有什么事吗 江富贵站在一旁 看向平躺在地上的少年说道 沈洛听到江富贵的声音 伸了一个懒腰 随后站了起来 你小子不错嘛 都混成精英弟子了 可以吗 沈洛笑着打句说道 嘿嘿 还好吧 江富贵有点不好意思的 挠了挠头说道 哎哟 不错 继续努力他对江富贵 比出一个大拇指 接着又继续道 我这有一颗最新研制出来的灵丹妙药 吃了可以帮助舞者提升体内的真切 怎么样要不要试试看 真的假的 有这等好事 江富贵呆呆地看着沈洛 眼中的神色有些惊讶 当然是真的 这岂能有假 说吧 沈洛从袖中取出一个白色的小瓷瓶 丢给江富贵 江富贵看着手中抛过来的丹药 倒出一粒丹药放在掌中 他打量了一下后 就把那痘力大 清脆欲滴的小药丸 一口吞了下去 小药丸刚被吞入口腹中 就化作一道凉凉的药液 散在他的身体内 此时的江富贵忽然感觉到 体内一股热流 连忙盘息而做运转功法修炼起来 沈洛见此一样 只是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不知过了多久 江富贵睁开眼睛面露喜色 就在刚才他体内之前差一点 就能修炼出来的真气 居然请客间突破修炼出来了 现在的他 可是一名货真价实的三流武者了 武者境界的提升 全依靠体内真气 只有先炼出丹田 才能将真气储存起来 看着江富贵睁开眼睛 展现出的异样 沈洛忍不住地开口询问道 怎么样了 真是太妙了 所言不虚啊 多谢师兄丹药 江富贵猛地站立起来 对着沈洛发自内心的行李一败道 啊 哦 没事没事 沈洛摆摆手说道 从江富贵的口中 确定了这个丹药 只能对武者有用 对他而言没啥用 于是便将之前所炼制的丹药 都给了江富贵 两人又闲聊了一会后 就各自离去了 赵老的聚气伞 到底是怎么来的 他口中的那人 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再回无回谷的路上 沈洛在心里思索着 此后 又过去了漫长的一段时间 沈洛此刻已经十八岁了 在过去的那段时间里 自从经历了好长老的时候 沈洛基本上 是坐实了神医这个称号 在此期间 他二叔的老丈人 副门主也曾来找过他 夸赞他是 英雄出少年天才之类的 给他捧得老高了 不仅如此 还在他外面石屋 门口树立了一块门牌 上面写着救死扶伤 妙手回春八个大字 这天无回谷中一座石屋里 只见一位少年 摊开自己的手掌 那少年正是沈洛 经过这段时间的修炼 他终于迈入 长生经第四层境界了 不过遗憾的是 他将聚气散全都用完了 这才突破 此刻 他在房间里面 正在检验自 最新挤物出来的法术 火球术 他摊开手掌 就在这时他的手上 猛地出现一个 巴掌大小的火球 这火球虽然不大 但一股炎热的高温 紧随着小火球的出现 而弥漫到了 整间屋子之中 火球不间断地发出着 呲了 呲了 高温燃烧的声音 沈洛目不转睛 看着手上出现的火球 他想试试看 以他现在的灵力 能支撑这个火球 多长时间 时间在一纷纷地过去 火球仍然保持着 他非同一般的旺盛活力 没有一点想要熄灭的样子 可沈洛却是有了些 不同的反应 随着时间的流逝 他的手腕整只手臂 甚至全身都逐渐地抖动起来 他两眼死死地 盯着手掌上的小火球 脸上憋得一片通红 从额头到脖梗上 裸露出的皮肤 也渗出了许多的小寒珠 仿佛刚刚做完 什么剧烈运动相仿 浑身上下 都弄得热气腾腾的 片刻之后 火球在沈洛的手掌上 开始抖动摇晃起来 上面的火焰 开始一会儿变大 一会儿变小 没有多久 终于变小起来 化为了火星 消失在了空气之中 等到火球一消失 沈洛整个人 就像被掏空了一样 显得疲惫极了 真不愧是只有仙人 才能修炼的神通啊 就是不知道 这火球的威力怎么样 沈洛疲惫不堪地 躺在床上 自言自语道 因为灵力透支 不知不觉 他在床上睡了过去 后面的几天 他开始疯狂练习火球术 也终于确认了 火球术的威力 别看火球体积不大 但其内部所蕴含的 可怕高温 却几乎对所有的东西 都无坚不摧 无物不然 即使是金刚打造的冰刃 沈洛还甚至把火球 抛到水面上试验了一下 结果这一片水域 如同油液一般 马上被火球立刻点起 一点也没露出 可被水克制的倾向 在彻底了解到 火球术的威力后 沈洛总算明白了 赵老为什么不顾一切 都想要成为修仙者 那种想法了 试想一下 只要一名烧毁法术的修仙者 就用火球这样的法术 能轻易地击杀江湖中 所谓的高手名家 那如果换了一位 修为高深点的修仙者 那岂不是横扫 整个江湖天下无敌了 实力悬殊 差距如此之大 难怪人人都想成为 一名修仙者 不过这火球术 是属于火属性的法术 只有火属性灵根的人 才能修炼 至于沈洛他自己 是什么灵根 现在还不知道 目前了解 道的就是 你是什么样灵根 就要修炼和灵根 相同属性的法术 若是所选功法属性 和灵根不一样 轻则走火入魔 重则暴体而亡 当沈洛知道这个信息后 可给他下了一身冷汗 没想到这修仙者 还有这种机会 次日 因为不知道 自己是什么属性灵根 他不敢胡乱修炼 他沮丧之下 只好把精神都专注到 一个没有属性的小法术上 那就是灵眼术 他的作用 就是可以来观察 体内是否拥有法力 以及法力的身后与否 是一种纯辅助形法术 沈洛在见识到 火球术的不凡之后 对他也怀有很高的期待 可真正施法以后 沈洛才明白 这种法术 只不过是 往眼上使用法力的一种小技巧 根本没有任何的难度可言 很简单的就上手了 于是 沈洛就往自己双目上 使用灵眼术 然后再用诗法后的眼睛 观察自己身体的状况 结果 看到了一层淡淡的白光 笼罩在他身上 而且越是靠近丹田的地方 白光越显得浓厚 看来这就是 所谓的法力了 法力是和真气一样 都是无形无质的 也只有在灵眼术下 才能观察出来 不过再一次的使用之后 沈洛就彻底地 对他失去了兴趣 因为整个黑穹门 也就只有他一人 算是半个修仙者 他能用此术去看谁 除了他之外 其余人都是练武的 沈洛现在除了能继续火球术外 其他的法术 他也不敢胡乱练 真想知道自己是什么灵根啊 沈洛哀声叹气道 现成的法术摆放在面前 却不能修炼 那种感觉 谁能明白啊 他的长生经上 只有修炼的口诀 没有法术神通的之类的 而从赵老手中得来的试验魔功 这是一门火属性的功法 上面不仅仅记载了修炼方法 还记载了一些 其他属性的小法术 像什么地刺术 水剑术 金刚术之类 基本上五行属性的小法术 都有记载 他也想过 开始修炼试验魔功 但这毕竟是魔道功法 他修炼这个不太好 现在毕竟还是算是 所谓的正道人士 修不得 就在沈洛专心修炼火球术期间 黑穹门和黑手帮 由之前的摩擦 开始转变成正式宣战了 不少沈洛以前医治过的那些弟子 大部分葬身在这场争斗中 这让沈洛不禁感慨不已 这段时间无回谷中 每天都有大批伤员被送来 因为伤员的增多 让沈洛的医术 有了大大的进步 不过 即使有沈洛这位 活死人肉白骨般的医术存在 还是有不少的中高层纷纷落马 他们要么战死在当场 要么因为伤势太重 死在了半路之上 所谓时事造英雄 双方都有不少青年高手 开始展露出头角 坐上了那些陨落之人的高位 江富贵在这次的战斗中 诛杀了不少黑手帮的门人 被门中高层破裂提拔为堂主 一时间名声雀起 成为新一代弟子中 人人所敬仰的存在 在此期间 沈洛在治疗那些弟子时 看着那些人 因为刀伤或者毒伤 年纪轻轻地就归息了 让他不由地感慨 生命的脆弱 他的心中 慢慢有了离去的打算 他要去追求长生大道了 凡人的生命 终究还是太过渺小脆弱了 飞手帮之间的火拼 宁熙之时也就是他离去之日 某天 当沈洛救治好最后一名伤员后 满身疲惫地走进屋子里 现在的他 就想躺在床上好好睡一觉 连续一天不间断忙碌 实在是太累了 尽管他是休闲者 但也有点招架不住啊 当他走进石屋的那一瞬间 忽然间察觉到了什么 整个人变得清醒了起来 他谨慎地看着面前这间屋子 就在刚才 他那超凡的感官探查道 这间房子里 除了他之外 还有别人的存在 阁下没有我的允许 擅自闯入我的房间 未免太没有礼貌了吧 沈洛皱着眉头 看着空荡荡的房间 自言自语地说道 过了一会 见没人应答 他又继续道 既然阁下不愿意现身 那就休怪我不留情面了 说吧 他摊开手 掌中出现一个巴掌大小的火球 这小火球的出现 一股炽热的高温 瞬间散发出来 接着弥漫到整间屋子里 很好 既然阁下不愿意现身 那就不要怪我了 就在沈洛准备将手中火球打出去 烧毁这间屋子的时候 送了一声 一道黑影突如其来出现在他面前 你这娃娃倒是有点狠 莫要动手我出来便是 那人看着面前的沈洛 笑嘻嘻地说道 见面前突然出现之人 他定睛一瞧 那是一个身材高瘦的老者 这老者大约七十有八 长得干干瘦瘦 穿着一件灰色长袍 正笑嘻嘻地看着沈洛 黑枯道人 不知为何看着面前的老者 沈洛最先想到的是赵老提起过的黑枯道人 于是便脱口而出 咦 你这娃娃居然知道我的存在 难怪赵日天这小子会死在你的手上 灰袍老者有点意外地看着面前少年说道 而沈洛听到对方的回答时 整个人都傻了 居然真的是黑枯道人 那黑枯道人可是赵老的引路人 对方可是炼气后期修仙者 而他不过才修炼到第四层 也就是炼气中期的境界 面前之人不仅修为比他高 恐怕就连法术和神通也远胜于他 要是真打起来 自己基本上属于白给那种 毫无招架之力 看着面前的老者 沈洛面无表情 若无其事淡淡地说道 你想怎么样 为他报仇不成 现在 虽然他表面上看起来镇定自若 一点不怕的样子 但是心里可是慌得一笔 那可是黑枯道人 说不怕那是假的 而黑枯道人面对沈洛的质问没有回答 则是一动不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沈洛见面前的黑枯道人 一言不发地看着他 不知为何被他看着 心里有点发慌 对方好似要把他整个人的灵魂要看透一样 哼 没想到面对老夫这样的存在 还能如此镇定 不错不错 黑枯道人忽然间开口 用一种赞赏的语气 看着沈洛说道 不过 你放心 老夫来不是来杀你 也不是夺舍你 而是来送你一份机缘 什么 你是说 你不杀我也不多舍我 还要送我机缘吗 沈洛有点二丈和尚 摸不着头脑 带着疑问道 他可是杀了赵老仙在对方找上门来 不仅不报仇 还要给他好处 可真是奇怪 次日不错老夫受缘将近 而且夺舍对我来说 已经没有用了 黑枯道人点点头到后 目光看向放在一旁的太师椅 躺在上面又继续道 老夫先前已经夺舍过一次了 若是在夺舍老夫的神魂 会承受不住 就此消散 为啥只能夺舍一次啊 听了黑枯道人的话语 他还是很疑惑 根本听不懂 黑枯道人见面前的少年 满脸疑惑的样子 很是耐心地解释道 很快 沈洛就从黑枯道人的口中得知 原来修仙者 有夺舍三大铁律 一 修仙者不可对凡人进行夺舍 否则被夺舍躯体 会因为承受不住夺舍行为 而自行崩溃掉 二 只有法力高的人 向法力低的人进行夺舍 才有可能成功 不会遭受对方反噬 并且 法力差距越是大 越是最安全 三 一名修仙者一生中 不论法力的高低 都只可进行一次夺舍 在进行第二次时 原神会无缘无故地消亡掉 以上三条 历经无数尝试 都未曾打破 这种铁律的存在 限制了多少 试图借助 夺舍来兴风作浪的歹人 不过赵日天这个家伙 会死在你的手里 这一点 我倒是没等 面对黑枯道人的话语 沈洛表现出一副轻松的模样 淡淡地说道 哼哼 不过是侥幸而已 黑枯道人哪里知道 沈洛之所以能摆脱赵老 全都是靠那个老头先前 若不是那老头帮他 恐怕现在他的身体 早已是另外一个人的意识了 看着面前的沈洛黑枯道人 又道 想必你现在应该很是困扰 为何你现在的修炼速度十分缓慢 一点进步余地都没有 不错 好像自从我修炼到炼气四层之后 几乎就感知不到灵气的存在了 这是为何 沈洛摸着下巴思索着 哈哈 那是因为 此地乃是蛮荒平脊之地 灵气稀薄 所以你才感知不到灵气的存在 你要知道 修仙者随着修为的增长 对灵气的需求量就越大 那既然这里是蛮荒平脊之地 你又为何会在此 沈洛反问道 唉 此事说来话长了 黑枯道人 眼神闪过一丝对往事的追忆 神情复杂缓缓说道 我本是东玉浩原城中的一名修士 当年初入修仙界时 因为年轻气盛 仗着修为高深 目中无人招惹了不少人 后来因为住击失败遭到反噬 根基受损以前得罪过的那些人 知道我不仅住击失败了 还根基受损 修为远大不如此前 便找上门来要杀人夺宝 为了活命 不得不放弃肉身 随意夺射了一个人 后离开了那里 最后流亡到此 恰好被路过赵日天所救 再往后的事情 沈洛就大致了解了 至于赵老房间中 密室里的那具干尸 正是当年他那些仇家当中 其中一个 追到这里 被他反杀了 然后尸体 被赵老要过去了 之后 两人便开始合作 赵老给他提供凡人 让他用凡人的精魄 来修补根基 而他则是传授 赵日天修仙者功法 和一种凡人 也能夺射的魔道功法 现在大致情况就是 他没有根基 不仅没有修补后 还受到了煞气的侵蚀 伤上加伤 没有多少时日了 无奈之下 他只能找上门 来看看赵日天 有没有夺射成功 结果是 没有成功 还成全了别人 于是他只能找沈洛了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听了黑枯道人的讲述 明白了一切事情原味 沈洛点了点头 又看向面前的老者 继续问道 那你先前所说的机缘 又是什么 哎 老夫现在已经没有多少时日了 我需要你带我跑一趟 将此物交到一个人手里 不过你放心对你来说 不过是举手之劳 没有任何危险 说完他拿出一个包裹 还有一封信 摆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沈洛看着他拿出的东西 笑眯眯地看着面前老者说道 所谓无功不受禄 我想你 总不能让我白跑一趟吧 哈哈 你这小子不错不错 还没开始就知道所要报酬 我的报酬 就是我会将你引导上修仙剑 不仅如此 我这储物袋里面东西 也全是你的 另外里面还有一张福禄 这福禄里面 封印着老夫的权力一击 不过只能使用一次 怎么样 你可还满意 沈洛此时傻眼了 呆目若鸡地看着 没想到对方开出的条件 居然如此深厚 又叫他怎么能不心动呢 他本就有离去之意 也罢看在他要给我东西的份上 那我就允了 行 我答应你帮你跑一趟 沈洛假装思索一番后 干脆地答道 不错不错 那你就先立下一个天道誓言吧 那个什么是天道誓言啊 听到对方要让他发个天道誓言 有点尴尬地挠了挠头 不好意思的 所谓天道誓言 是指修仙者向天道发出誓言 若有违背 会降下天节作为惩罚 就是发誓 黑枯道人有点无语了 哦 这样啊 我审若立下天道誓言 若是没有完成黑枯道人的托付 就被雷劈死 就在他刚说完这些话时 虚空之中有一缕别样的气息 显现出来 落在他的身上 无形之中沈落 感觉到自己身上 好似多了一层无形的枷锁 这应该就是天道誓言吧 看样子以后 不能随便发誓了 沈落心里想到 而黑枯道人 见沈落发下天道誓言很是满意 从腰间取下一个小布袋子 抛给沈落 这是储物袋里面有一个 可以存储东西的戒子空间 唯一解除了上面的神魂烙印 你且滴血认主下即可 黑枯道人见面前的少年 打量着手上布袋 解释道 沈落听到黑枯道人 话语点了点头 割破自己的手指 滴下一粒鲜血 落在布袋子上 只见那滴血落在布袋子上后 忽然一下渗了进去 然后不见踪命 这时他的神魂感知当中 忽然间仿佛多出了一个东西 此件事了 我也该告辞了 黑枯道人见沈落 已经完成认主 准备离去 前辈且慢 他见黑枯道人要离去 连忙喊道 嗯 可还有事吗 正准备离去的黑枯道人 见沈落突然把他喊住 疑惑道 我想知道一下 我是什么灵根 你自己测试不就行了 储物袋里面有个水晶球 将法力注入 然后看水晶球 显示出什么颜色 就知道你是什么灵根了 黑枯道人有点耐烦地说道 说完整个人身形一晃 就消失在这间屋子里 好似从没出现过一样 储物袋吗 沈落低头看向手中的布袋子 轻轻一拉储物袋 被打开一道口子 他将袋口朝下 尝试准备把里面的东西倒出来 想着这袋子这般小 也就装个小物件之类的 谁知一大堆东西 从小布袋里哗啦啦倒出来 吓了他一大跳 次日回过神后 沈落从那堆东西 看到了一颗晶莹剔透 光滑圆润巴掌大小的水晶珠子 只见那颗水晶珠子下面 还压着一本小册子 他先将珠子拿起 握在手里看着打量一番 简直不敢敢想象 这修仙者就是用这个小珠子 来测试辨别灵根属性 沈落仔细看了一会这颗水晶珠后 发现也没什么独特的地方 又将之前被水晶珠 压在下面的小册子 拿起翻阅起来 这是一本记载了 关于灵根的书籍 里面详细地记载了 修仙者对灵根属性的划分 灵根是什么 大部分修仙者都搞不清楚 但是他们都知道 一个人若是没有灵根 那修仙的事想也不要想 没有灵根 就无法感知到灵气存在 更不要说 修炼出灵力的事 灵根这种 不是每个人都会有的 基本上一万个人人当中 也只能诞生七八个 有灵根的人 可以说是万里挑一的存在 但就算是这样 拥有灵根 还能走上修仙路的人 还是寥寥无几 因为并不是只要有灵根 就能符合那些修仙门派的要求 一般来说 灵根分为金 木 水 火 土等五行属性 绝大多数人的灵根 都是这五种 或四种多重属性混杂的存在 这些人虽然也可以感应到天地灵气 但是修炼的效果 可以说是惨不忍睹 基本上只能把炼气阶段的 五行基本功法 炼制初中期这样就寸步不前了 甚至一生都无望跨过筑基 所以 具有五种 甚至四种属性的灵根 也被修仙者称为伪灵根 至于只有一种属性的单一灵根 则被修仙界称为天根 意思是 上天的蠢 因为拥有这种灵根 不论是何属性的人 他修炼的速度 都是普通灵根人的二至三倍 而且修炼到筑基七顶峰时 不需面对跨入结单期时 所应面对的瓶颈 可轻而易举地开始结单 要知道 百个炼器七修仙者中 也只能诞生七八个筑基七 那么一百个筑基七的人中 能结单成功 进入到结单期的人 也仅仅就能只有一两个而已 如此悬殊的结单比 力 又怎能不让其他修仙者 大为眼红呢 因此 每当有天根人出现时 往往就被各个修仙门派疯狂争抢 毕竟 这可相当于平白位 本门预定好了 一个结单期的高手 除了五行属性灵根之外 还有变异灵根的存在 所谓变异灵根 指的是二种或三种五行属性 混在一起被异变和升华的灵根 土灵根和水灵根混在一起 异变产生的雷灵根 金灵根和水灵根混在一起 异变后产生的冰灵根 当然还有暗灵根 风灵根等其他变异灵根 变异灵根的修仙者 虽然没有豁免结单瓶颈的天赋 但他修炼的速度 倒也丝毫不差于天根人 并且 如果能找到与其属性相配合的功法化 这些人多半都会是了不起的高手 一般能顶三四个同等实力的普通修仙者 所以 在修仙界中具有变异灵根的人 也是各大修仙门派极为欢迎之人 修仙者门派 除了招收有灵根的凡人之外 还招收那些修仙家族中 有灵根的孩童 毕竟是修仙者的门派 总不能把世俗间美护人家的小孩 都拉出来测试一番吧 要知道 一万个人中 才可能有一个生有灵根的人 而五六个有灵根的人中 又只能找出一个是真灵根的人 后来在修仙界中 有一些人研究出来发现 这灵根极容易出现在 相同血脉继承的人身上 比如说 男女二人果有一个是具有灵根 那么他们生的小孩 则有四分之一的机会 也会有灵根 当然了 如果父母都是灵根的拥有者 那其后代 出现灵根的几率就更大了 甚至所生小孩 全是灵根拥有者 也是不稀奇的事 这件事的发现 让那些有心人大为激动 在他们的推动下 当时不少门派的年轻弟子 纷纷被其师门长辈打发了出去 在世俗界成家立业 等到他们有了子女之后 再回师门继续修炼 就这样 当这些修仙门派在缺少弟子时 他们就直接从自己 门户弟子的家眷里 挑选具有灵根的小孩 虽然普通人中诞生灵根的几率 还是比较低的 但总体来说 只要拥有灵根 就可以将灵根血脉 传承下去 等时间一长 慢慢开枝散叶后 就形成了修仙家族 在解了关于灵根属性详细信息后 沈洛将书籍盒上 又拿起之前的水晶珠看了起来 下面他要开始测试了 来看看自己是什么灵根 他将灵力缓缓注入其中 只见手中的珠子 猛地发出亮光出来 先是白色 然后是绿色 接着是蓝色 最后是红色和黄色 看着面前散发出来的 五种不同颜色光芒 可以确定 他自己是伟灵根 没想到 自己居然是最差的灵根伟灵根 沈洛心里瞬间拔凉拔凉的 一想到刚才书里面所说 这种伟灵根属性之人 注击基本上是没什么指望 难道说 自己要放弃追求长生大道 去世俗当那碌碌无为 等待寿缘将近的凡人不成 对修仙者而言 凡人的寿命实在是太短暂了 几十年的时间 不过是谈指一瞬即逝的事 而现在 他知道自己有机会 可以去追求那长生大道后 他不愿意去世俗 去当一个只有几十年寿命的凡人 我命由我不由天 就算机会渺茫 他也要去试一试 先路崎岖 长生漫漫 虽千万人 无往已 确定了自己的信念后 神洛很快由之前的失落和沮丧 变得坚定起来 他将倒在地上的东西 都整理了一下 获得了一份地图 一张浮露和一些零零散散的丹药 以及一些不知道什么用处的小石块 这浮露应该就是黑窟道人所说的那样 里面封印了他的权力一击 至于摆放在面前丹药 他就只知道聚气散 剩下的丹药 只知道名称不知有什么功效 聚气散一共有三瓶 除了聚气散外 剩下的东西 全都被他放入储物袋里面 也包括之前黑窟道人 交付给他的那个包裹 望着手上的储物袋 他心里盘算着 只要等这两个帮派之间的纷争结束 就先回家一趟 然后再将这个包裹给送走 次日 反正黑窟道人只让他送包裹 又没规定在什么时间内送过去 所以慢慢来不着急 他回到房间躺在床上 拿出事业魔宫翻阅了起来 现在知道了自己的灵根属性 五行俱全 那么他可以修炼上面的 其他属性法术了 地刺术 这是一个图属性的小法术 可以在自己实账内 随意地打出一个地刺出来 此法用来偷袭 倒是可以让人防不胜防 至于金刚术 类似于江湖中的金刚不坏之身 此法用金属性的灵力灌溉其身 可以免疫凡人的刀剑暗器之类的伤害 所以他决定先修炼这两门法术 往后的日子里 他白天救治受伤的同门 晚上则是修炼法术 日子倒是过得很快 而黑熊门和黑手帮 这两个帮派之间的火拼 刚开始是黑熊门占上风 到了后面 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不过还好门中高层的长老 及时率领精英弟子出手 瞬间将黑手帮的门人 杀得片甲不留 对方迫不得已 不得不退回总舵 就在沈洛 因为这两派间的争斗要结束时 黑手帮的门主 居然出关了 他一出手 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击退了黑熊门的中高手的攻势 面对黑手帮的反扑 黑熊门的门主也出关 这两大高手一碰面 就打得难解难分 最后以平局收场 那场战斗没过多久 黑手帮就放出一个消息 要和黑熊门罢手准备谈判 这个消息一传来 让黑熊门这边一片哗然 要知道最近一段时间 都是黑手帮在冲突中 占据了上风 一直压制着黑熊门打 虽然这两派之间高层的争斗 是以平局收场 但是万万没想到 对方怎么会忽然求和 罢手言欢呢 一时间 黑熊门内高层 组织了一场紧急会议 讨论着是继续打 还是言和 各个高层发表不同的看法 属于副门主一脉的 长老等堂主 则是同意谈判言和 毕竟战断一开 就要损伤不少弟子 想必对方也是考虑到这一点 所以才提议言和 而以马长老为主的派系 则是要求和对方继续开战 对方突然求和 肯定是门中损失惨重 这种情况 应该乘胜追击 一举歼灭黑熊帮 与此同时 黑熊帮总舵中 属于门主的大殿里 一位长相瘦弱 一袭白衣书生打扮的男子 他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 小心翼翼地看向 坐在他门主宝座上的 一位光头大汉 那书生男子 正是黑熊帮的帮主殷妻 这种位高权重 掌握门派生死的大人物 现在却如一个下人 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殷妻望着 坐在他位置上的光头大汉 脸上不敢流露出不满之意 那人并非是江湖上 那赫赫有名的高手 而是超出他们认知之外的仙人 什么是仙人 仙人有莫大神通长生不死 这种存在的人物 根本不是他 一个小小黑手帮能得罪的了的 面前 这位光头大汉 是他无意中遇到的 此人称自己为红花小郎君 他亲眼目睹 对方只用一柄小剑 将一座小山丘给劈碎了 见证了对方的厉害后 深深对对方的手段给震撼了 知道对方乃是传说中的仙人后 心中起了结交之心 奈何对方对权力金钱之类的不感兴趣 自古英雄爱美女 他就不幸面对女人他 还能无动于衷 结果给他猜对了 对方一看到美女 就俩眼反光 知道对方喜欢美女后 于是向那人许诺 只要帮他灭了黑穷门 就将阵中所有女子尽数奉上 任他采摘 那人听了之后动心了 便随着他来到黑手帮中 此时大殿之中站在一旁的殷妻 见面前大汉正挑逗着怀中女子 他低头思索一番后 突然开口对那人恭敬地说道 仙师大人 不知您老人家何时准备出手 助我灭了黑穷门 不过区区几个凡人而已 你放心 本仙既然答应你就不会实验 等你两派谈判之日 就是本仙出手 帮你消灭黑穷门之时 红花小郎君 轻描淡写般地说道 在他眼中 凡人就如同蝼蚁 一只脚就能踩死 因其见对方允诺没有反悔 面色大喜连忙说道 那就有劳仙师了 说完他拍了拍手掌 大殿的门被推开 见两名娇艳欲滴的女子走了进来 对着殷妻试了一礼 然后站在一旁等候着 为表诚意 这两名女子就先陷于仙师 殷妻将旁边的两名女子推了过去 笑着说道 坐在门主宝座上的光头大汉 看着面前殷妻推过来的两名女子 脸上露出一丝笑意 他点点头 显然对于这殷妻此举 很是赞赏满意 你倒是有心了 他哈哈大笑着 手一挥 一股无形力量出现 使得站在原地不动的两名女子 眨眼间就出现在他的面前 哼 仙师夸赞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还请仙师慢慢享用在下 先行告退了 殷妻恭敬地说道 对着那人行礼一拜后 缓缓退出大殿 而一旁的黑穷们 在经历长时间的讨论后 终于得出了结论 那就是同意和黑手帮的谈判 黑手帮总舵中 殷妻刚走出大殿后没多久 就遇到了黑穷们的使者前来拜访 双方见面了一番 敲定了谈判时间和地点 地点就在黑穷们的总舵中 谈判时间则是两天之后 魏表成一殷妻亲自将那人送到总舵外 看着那人离去他嘴角上扬 露出一丝奸笑 很快 两日之后眨眼便到了 殷妻率领门下弟子 来到黑穷们的总舵之处 因为涌上山峰的人太多了 所以殷妻和他的手下们 也是费了老大的劲 才来到了十殿前 刚来到黑穷们总舵时 殷妻就被这黑穷殿的宏伟给震惊到了 在那凤凰峰顶的数十亩空地上 原地拔地起了一座由上等大理石 修筑而成的雄伟石殿 殷妻看着面前的建筑物 不禁暗暗想到 真不愧是曾经的名门大派啊 虽然对方落魄了 但底子还在 其财力远远不是他这个小帮 能比较得了的 真是奢侈豪华啊 不过那又能如何 过了今天 黑穷们就不复存在了 到时候 这个地方就是他的了 扫了一眼面前 这座雄伟建筑后 殷妻直不走到大殿前 见殿前的大门早已敞开 不仅如此 门口还站了些许人 这些人都是黑穷门中的高层 他们一并来此 参加同黑手帮的谈判 就连沈洛也站在那些人当中 一起等候着 本来这次谈判是没有他的 次日他本就是接替赵老 成为无回谷的谷主 虽然长老的身份 现在还没有给他 但是他享有长老的待遇 算半个长老 所以他自然而然的 也出现在这里 李门主 几天不见 别来无恙啊 殷妻来到大殿的门口 对着一位黑衣男子笑道 呵呵 黑穷门的李门主 看着面前走来的男子 甘笑两声 说起来 我们两个人身为一帮之首 倒是第一次心平气和的 面对面说话 殷妻用一种惬意的语气说道 沈洛打量着面前这位 和李门主说话的男子 对方确实是一副书生的打扮 不过他的护卫 就有点一言难尽 长得丑就算了还没有头发 不知这黑手帮的门主 武功修炼到何境界了 沈洛看着面前说话的男子 内里有点好奇 他偷偷地施展灵眼术观看起来 发现对方体内的丹田中 真气雄厚 看样子 已经躋身一流高手境界了 接着他又将目光放在 阴七一旁的光头大汉身上 结果看到了一层淡淡的白光 笼罩在他的身上 这是灵力 他没想到 对方体内展现出来的东西 和自己之前用灵眼术 看到的一模一样 这可是只有修仙者 才有独有的白光 他居然也是修仙者 沈洛吃惊道 这黑手帮的门主 不过是一个练武的 为何会和修仙者混在一起 难道说 对方是想依靠修仙者的手段 来对付黑穹门不成吗 他面无表情地看着黑穹门 和黑手帮这两位门主之间谈话 心里却是在暗自思索着 回想起之前所发生的事 两派先前的争斗 基本上势均力敌旗鼓相当 然后就是黑手帮 突然提出要罢手言和的要求 很多人听到对方要求停战的时候 最先想到的是 黑手帮损失惨重 所以想停战 不仅别人这样想 他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现在对方帮主和修仙者混在一起 这就有点可疑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 和谈是一种掩人耳目的手段 黑手帮是想利用和谈的机会 先兵不屑任来到黑穹门总舵 然后等门派高层聚在一起时 一网打尽 若真是这样的话 那可就糟了 想到这里 沈洛偷偷地打亮着光头大汗 确定了那人身上的白光 比自己旺盛 看样子 对方修为远在自己之上 极有可能是练气五六层这样 甚至也有可能和之前的黑枯道人一样 都是练气后期的境界 不知贵帮这次和谈 可有什么条件不成 李门主有点厌烦了 对方一直喋喋不休不说正事 于是他便开口直奔主题说道 和谈吗 好说 好说 难道李门主不觉得 我等几人在门口和谈 未免有点不雅吧 殷妻看向四周 似笑非笑地说道着 也倒也是我的疏忽 这边请 李门主抱歉地说道 让开大门路口 做出一个请的手势道 呵呵 我看 现在没这个必要了 反正你们也活不过今天了 何必多此一举嘞 殷帮主这是何意 李门主见面前的男子 突然说出这种话来 眉头一皱 面色不喜道 呵呵 还不明白吗 那就是杀了你们 殷妻话语刚落那些 随他而来的黑手帮弟子们 纷纷拿出自己的武器 对着愣在一旁的黑穷门弟子砍去 事发突变 超出黑穷门众人的预料 他们中计了 没想到 对方居然如此歹毒 利用求和的机会 杀上本门总舵 面对杀过来的黑手帮门人 黑穷门的弟子们 愣了一回后 急忙掏出自己的兵器冲了上去 双方扭打在一起 殷妻你这个卑鄙小人 居然耍殷招 我要杀了你 李门主 知道自己着了对方道 此刻暴跳如雷 怒气冲冲对着殷妻怒喝道 嗡 嗡 嗡 他的身上 传来空气暴烈的声音 真气外方 这可是宗师级别 舞者才能施展出来的 这怎么可能 你居然突破到宗师级别了 殷妻面色大惊 惊恐万分道 要知道对方之前和他打的时候 不过才一流舞者境界 现在眨眼间 就突破到宗师境界了 面对殷妻的质问 李门主不答 抽出腰间的软件 朝着面前的殷妻砍去 而那些黑手帮的门人 见对方要杀自己的帮主 纷纷跑了过来 挡在殷妻面前 想要阻止他 李门主看着 挡在面前的黑手帮弟子 现在的他 功力已经突破至宗师境界了 杀那些弟子 就像杀鸡一样 那些弟子在他面前 一招都没接下就死了 片刻后 殷妻看着李门主 就要杀了过来 连忙对着身后的说道 光头大汉说道 仙师大人快快出手 诛杀此人 哼 不过是一介凡人而已 你怕成这样 你且看我如何诛杀他 光头大汉拔眼一瞪 轻描淡写般地说道 很快 李门主在杀掉那些弟子后 来到殷妻的面前 而殷妻则是看着杀过来的李门主 丝毫不慌淡淡说道 李门主 我劝你 现在放下武器 投降与我还来得及 不然就休要怪我不客气了 毕竟他现在可是有仙师 在撑腰 有河俱灾 就算对方突破到了宗师境界 又能怎么样 仙师的手段他 可是见识过的 找死 李门主见殷妻 竟然还要嘲讽他 大喝一声 持着软剑 就要朝着他砍去 就在这时 一道金色的灵光乍现 从殷妻的身后飞过 直奔李门主袭来 看着面前突如其来的金光 李门主大惊 连忙将手中软剑横过来 放在面前 想要抵挡 不料这金色的灵光 轻而易举地 就将软剑斩断 顺便连带李门主的人头 也一并砍了下来 门主 马长老看着突然倒下的李门主喊道 就在刚才那道金光的出现 吸引了在场所有人 等他们回过头 准备过去看的时候 就发现李门主倒在人头分家了 所有人都惊呆了一片恶然地看着 而殷妻则是看着 人头分家的李门主大笑起来 那道金色的灵光 在斩杀李门主后并没有消失 而是悬浮在殷妻身后的 那位光头大汉的头上 飞剑 人群当中不知是谁 脱口而出道 众人在听到飞剑这个词后 不由自主想起传说中 关于剑仙的故事 传说仙界有一种人 专门修炼飞剑术的仙人 他们依靠手中的飞剑 可以千里之外杀敌 让人防不胜防 一剑出 天下动 而这光头大汉头上悬浮的金光 跟传说中剑仙使用的飞剑不说相似 但也差不了多少 都是飞在空中杀敌 次日所有人纷纷朝着那光头大汉看去 难道这人就是传说中的剑仙不成 大部分的人 此刻看向光头大汉的目光 充满了敬畏之色 毕竟剑仙这个名头 还是能下注不少的凡人 大头大汉 此时昂首挺胸不可一世 他操纵着金光在头顶上下飞腾 引得了黑手帮这边的一片惊叹 而黑穹门那边则鸦雀无声 变得死气成成 黑手帮因为有剑仙相助 士气高涨 黑穹门则因剑仙地出现门主的死亡 陷入了彷徨之中和绝望中 就在光头大汉洋洋得意之际 从黑穹门这边又飞身跳出一人 他跃出人群后 二话不说 风驰电掣般地直奔光头大汉冲来 那人正是之前喊到门主的马长老 马长老此刻满脸悲痛之色 显然对门主之死难过之极 因而对光头大汉人痛恨不已 也不理会他是什么剑仙之流 一心只想杀掉对方 替门主报仇血恨 光头大汉见马长老飞奔过来 手对着马长老一点 那悬浮在他头顶的金光 立即就化为一道长虹 直奔对方而去 看着袭来的金光 马长老知道这东西的厉害 不敢直接正面接触一个侧身躲开 就在他以为躲开那个东西攻击后没事后 光头大汉对着金光一点 手往回一转 那金光也随着这个动作转动 向着马长老的后背刺去 没有防备的马长老 死都没有想到 这金光居然会转弯 躲在一旁的沈洛 看着马长老生死 不由得感慨万千 虽然对方曾经针对过他 也曾不看好过他 而他也对马长老这个人 没什么好感 但是现在马长老敢以一个凡人之躯 对抗修仙者光这一点 他就很敬佩 在诛杀马长老后 光头大汉将金光招到手中 那东西落在他的手上后 上面的金光瞬间就消失了 呈现在他面前的是一柄银色的小剑 果然是剑仙 在场的众人 看到光头大汉手中的小剑后 再次惊呼道 而沈洛看着对方手中的小剑 眼红不已 心中起了想要占据此剑的念头 对方的修为 现在他还估摸不清 估计也就练弃中期这样 后期的话不太可能 此人之前没有动用灵力 还无法判断 现在他动用灵力后 所散发出的气息 很明显是不如之前的黑枯道人 他敢断言对方修为 差不多无限接近炼气后期 大概炼气六层这样 比自己高粮的小境界差不多 面对炼气六层的修仙者 打当然是打不过的 但是他有一张福禄 里面可是封印着炼气后期的权力一击 他在考虑自己要不要 现身去夺取宝物 先师大人威武 一出手就干掉了黑穹门两大高手 在下恳求先师大人 继续出手 将黑穹门高层全都杀光 殷气来到光头大汉一旁 点头哈腰 毕恭毕敬地说道 黑穹门剩下的门人 听到殷气的话语 面色凝重 色如死灰般看着 等待着死亡的到来 也罢 来都来了 那就帮你除掉吧 斩草要除根 春风吹又生 光头大汉点点头印道 说完他抛出手中的小剑 小飞被扔向空中的瞬间 大汉快速掐着一道手绝 打出一道灵光落在小剑上 小剑受到大汉灵光的注入 又冒出金色的光芒 盖住剑身 接着 大汉对着面前黑穹门的众人一点 那金光就立刻朝着黑穹门人方向飞去 眼看金光就要袭来 人人惊慌失措 四处躲避着 就在这时场中 跳出一位身穿白色长袍 面容清秀的少年 见那少年摊开手掌 掌中凭空出现一个小火球 他手一挥手上的小火球 就被他甩了出去 朝着光头大汉那边落去 此时正操纵飞剑的大汉 忽然见一只小火球 朝着自己飞来 大惊失色连忙避开闪躲 在这个空隙时间 小剑没有了大汉的控制 剑身上的金光瞬间消失 而沈洛趁着大汉失神那一瞬间 纵身一跃而起 将那银白色小剑夺在手中 待大汉回过神后 就发现自己的法器 已被人夺走握在手里 看着面前出现的少年大汉 面色大变 惊呼道 你居然也是修仙者 什么 黑穹门这边的人 听到大汉称呼沈洛为修仙者时 一个个呆目若鸡 瞠目结舌地看着 就连之前帮沈洛说话的赤语真人 也是一脸震惊的模样 他没想到 对方不仅除了医术高超外 居然还是一名修仙者 一时间 所有人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 他们打死 都想不到 这沈医师 居然也是一名仙士 众多疑问惊喜的目光 落在他的身上 而沈洛则是惊喜地看着手中小剑 大汉见自己的法器 被面前少年夺走 呵斥道 道友是何人 在下并未得罪过道友 为何要夺我的法器 面对光头大汉的质问 沈洛穿起黑枯道人的虎皮 身为修仙者 却对凡人动手拟可之罪 光头大汉 在听到黑枯道人浩元城后 脸上满是惊恐和害怕之意 他当年在浩元城待过一时间 听到过黑枯道人的凶名 那时他刚踏入修仙界 而那黑枯道人 则是浩元城那些练器修士中 人人敬仰的存在 后来 因为没有被那些修仙者门派选中后 心灰意冷地离开了这里四处流浪 最后辗转反侧之下 来到了吴国 见沈洛爆出黑枯道人名号 其实我并无诛杀凡人之意 还请道友默要动目 沈洛一听内心窃喜 对方果然被他唬到了 于是又继续说道 你还知道 看在你态度如此诚恳下 我就暂且放你一马 不过这小剑我就拿走了 你可有意义吗 光头大汉一听此话 吓了一跳那可是他的法器 刚想反驳 想要留下小剑法器时 转眼又想到 对方的师父可是黑枯道人 他惹不起只能不甘心地咬咬牙 低声下气地说道 多谢道友 在下没有意义 行了没事了 你可以走了 沈洛把摆摆手示意道 是 光头大汉对他行礼一拜后 在所有人的目光下 转身离去 大汉刚走了几步 感觉到有点不对 那黑枯道人 好像早在十几年前 因为筑机失败 遭到许多仇人追杀 早已销声匿迹 哪里来的弟子啊 他意识到自己被人骗了 脚步一顿转过身去 看着那少年怒骂道 奶奶爹 居然敢玩我 次日光头大汉转身回头爆和道 他见沈洛正把玩着这柄小剑 似乎有些好奇研究的模样 皱着眉头看着 生怕对方抹去上面的法力印记 连忙掐着手绝 隔空控制着小剑 试图脱离沈洛的掌控 而沈洛此刻正把玩着小剑 突然他手上的小剑 不断抖动着 企图逃离他的手心 So 小剑散发出金色的灵光 正拖了他的束缚 飞了出去 光头大汉见自己 又重新拥有这件法器的控制权 面色大喜 对着面前沈洛一点 那并散发着金光的小剑 他的身上瞬间散发出淡淡的金色光芒 弄完这些掌中 随即出现一个火球 对着面前的光头大汗抛去 小火球飞在半空中 在那炽热的高温下 火球下面花草 顷刻间皆被稍微灰烬 光头大汉看着这一发火球 操纵着飞剑将打过来的火球 一剑劈成两半 沈洛见自己的打出的火球 被对方轻而易举地斩断 眉头紧锁 面色凝重起来 他没想到 对方的法器如此厉害 连这火球都能斩断 不知是不是他修为太低的原因 不能完全发挥火球的全部力量 没办法 只好拿出自己的杀手锏了 他一拍腰间挂着的小布袋 忽然白光一闪 手上就出现一张浮露 望着手上的浮露 他将法力柱的黄浮里面后 将其一抛 黄色的浮露飞在半空中 浮露上散发出火红色的暗光 一只手臂粗细的火蛇 从浮露里面飞出 气势汹汹 直奔光头大汗而去 光头大汗 看着突然出现的火蛇大惊 暗道不好 急忙操纵着飞剑 金光包裹着的飞剑快速 朝着那浑身 充满着火焰的小蛇斩去 他没想到 这火蛇的速度 居然如闪电般急速 根本来不及拦截 惶恐不安愣在原地 眼睁睁地看着火蛇朝他袭来 一个呼吸后 火蛇扑在了他的身上 接着 眼前就是一片火海 身子一下子熊熊燃烧起来 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没过多久 大汗就声音嘎然停止 倒在烈火中化为灰烬 沈落剑大汉 如今已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常常嘘了一口气 他暗自庆幸 还好有这张俘虏在手 不然的话 自己可能就被这飞剑之威给斩杀了 飞剑没有了大汉的控制 从空中掉落在地上 沈落看向不远处 掉落在地上的小剑 不紧不慢地走了过去 将其捡了起来 而这一过程中 所有人只是呆呆地看着 不敢有什么动作 因此此刻感觉 现在就好像做梦一样 刚才还是大好形式 眼看自己的霸业就要完成了 结果突然冒出了一个矛头小子 然后场面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最后就连红花小狼君这位仙尸 都被一个奇怪的火蛇给烧死了 沈落此时很是激动 如今光头大汉已死 这柄小剑算是无主之物了 现在他可以光明正大的占据极有了 他打量一番这小剑后 将其收入除无代理 想着以后有机会再研究研究 现在先解决黑手帮的事要紧 于是他用一种用似笑非笑的神情 向殷七和黑手帮那些人忘去 你们是自己束手救情跪地求饶投降呢 还是要让本仙尸束手送你们上路呢 沈落眼神轻蔑 淡淡地说道 殷七听闻此言 只觉得身上非常的冷 冷得整个脸部都僵硬了起来 这个时候 他不停地暗自告诫自己 要冷静 总有办法对付此人的 但一想到对方的身份 并非无者是仙尸 与仙尸为敌 那就是找死 要知道对方刚才仅仅是使用一张俘虏 就灭了他找来的仙尸 那光头大汉的手段 他是知道的 就连他都不敌面前的少年 更不要说他自己了 一种无力感涌上心头 他费力地转动下脖子 看了看四周的众人 只见黑手帮的弟子们 也是脸色发白 全都是惊恐慌乱 大难临头的神情 殷七心中沮丧之下 又朝黑穷门方向望去 只见对方 正用一种看死人的眼神 冷冷地瞅着他们 殷七的心里茫然了 不行 自己绝不能这样死在这里 自己一定能够活下来 能继续完成自己的霸严 殷七心有不甘 咬牙一狠拼了 他的眼中忽然闪出了疯狂之色 黑手帮的弟子何在 今天我们应该是活不过去了 反正横竖都是死和他们拼了 弓弩准备 其他人 霹雳弹伺候 殷七运足了内力 大声怒吼道 沈洛微微一愣 没想到对方急了苟急跳墙 想要和他拼命 殷七不愧是一帮之主 这一怒吼声 让场内那些不知所措人 全都精神大振如梦方形 拼了 拼了 黑手帮的弟子们 被殷七这一句给点燃了起来 瞬间热血沸腾 纷纷擦拳膜掌 摆出了决一死战的架势 黑穷门的人 见看向沈洛的目光 则是充满了担忧 虽然他是先师 但是面对剑弩和这些霹雳弹的伤害 他真的能顶着住吗 沈洛见对方一副要拼命的架势 却丝毫不慌 不管对方如何再怎么样 也只是一个没有法力的凡人而已 看样子 还是得要我亲自动才行啊 沈洛自嘲道 放箭 鹰七望着站在原地的沈洛 舔了下干巴巴的嘴唇 毫不迟疑地下令到 顿时数百只弩箭如铺天盖雨般 密密麻麻地朝沈洛射来 面对着铺天盖地的攻击 沈洛之前身上散发出的金光 顷刻间变得旺盛起来 将他整个人包裹其中 鹰七见那些射出的箭矢 落在包裹他的金光上 这些箭雨的攻击 都被他身上冒出的金光给挡住了 脸色铁青 接着又大喊道 霹雳弹准备 快给我扔出去 炸死他 轰隆隆 爆炸的声音不断响起 忽然人群当中传来一声惨叫声 只见地面之下 突然冒出一个硕大的地刺钻出 那地刺的出现 很是猝不及防 一下就洞穿了几个地子的身躯 这时 场面中因爆炸产生的氢烟 缓缓散去散后 所有人朝着那边看去 只见沈洛完好无损地站在原地 嘴角露出笑意看着他们 先前场上所出现的地刺 正是他刚才施展出来的地刺数 阴气呆呆地望着前方嘴角露出笑意的沈洛 眼神没有一丝神采 他没想到这弩剑和霹雳弹 然对他没有造成分毫伤害 想到这里 他的脸色瞬间变成死人般的灰白色 他知道下面等待他的将是死亡的到来 次日 沈洛面色冰冷地看着 掌心处所握着一个小火球 他将手中的小火球 往黑手帮人群当中抛去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 黑手帮的门人 见着火球飞来 纷纷向四处逃窜着 不过这一切都是徒劳 火球砸在人群当中后急速地燃烧着 并且向四周扩散 阴气看着火球卷起的炽热火焰 他没有闪躲 而是愣在原地呆呆地看着 现在他已经麻木了 准备等死了 片刻之后 沈洛打出了最后一发火球 落在阴气的身上 送他上路了 看着面前充满了灰烬的地面 他自言自语道 给你们机会不中用啊 非要我动手杀人 这火烧的滋味可不好受啊 说完他抬起头转过身去 朝着黑穷门的人看去 见那些人 一个个都用一种 饱含敬畏的眼神看着自己 目光所到之处 所有人纷纷低头 不敢再和他对视 沈洛见状心中意寒 本以为他解决了黑穷门的危机 那些人会为他欢呼喝彩 没想到对他却是 充满了惧怕之意 要知道 不管是收取飞剑 击杀光头大汉 还是片刻之间 就把包括阴气在内 所有黑手帮人化为灰烬 这些举动都表明 沈洛不但是仙家高人 而且还手段冷酷 心狠手辣 绝不是什么仁慈和善之辈 因此 他的目光所到之处 所有人都纷纷低头躲避 无人敢与其对视 此时的沈洛真 称得上是人见人怕 而赤与真人这时 却是又惊又喜 没想到本门的危机 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解决了 不仅如此 还把阴气这位高手 也给硬生生地灭掉了 这让他除了狂喜之外 内心几分地忐忑不安 他知道 既然对方能不费吹灰之力地 帮黑穹门渡过此劫 那么凭借其先术 也可轻易地把黑穹门给灭了 但是一想到对方的身份 副门主女婿的侄子 难道说 他副门主那位女婿 也是先师吗 不 应该不可能 这个念头很快被他否决了 副门主那女婿 他见过根本不像 至于副门主本人 他早在一个月 前就退休了 离开了门派 现在本门的情况 就是门主和麻长老死了 而他现在就是门中 势力最大的存在 说不定他可以借此 就会成为黑穹的门主 要知道黑手帮的高手 基本上被沈洛给剿灭了 就剩下一些小鱼小虾 在看家而已 只要他成为门主 就可以接收黑手帮的底盘 成为姆苏镇名副其实的霸主 然后再以姆苏镇为本钱 不断向四周扩展 那到时 他就可以再赴黑穹门的高光时刻 再度成为关州的霸主 若是再加上沈洛这位先师的帮助 那么他的霸业 可以说是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完成 毕竟对方的手段 他刚才可是见识过 想到这里 赤羽真人内心窃喜 目光不由地朝着场中央看去 想要上去和沈洛打好关系 咦 沈医师呢 赤羽真人这一看 发现刚才大展身手的沈洛 早已不在了原处 谁看见沈医师了 赤羽真人急忙向旁边人问道 不知道 不知道啊 没注意 几乎所有人都摇头不知 这也难怪其他人 全都被沈洛的手段给震住 又有谁敢紧盯着这位仙师不放呢 我刚才好像看到他下山了 人群当中站出来一个人 唯唯诺诺地低声说道 下山了吗 赤羽真人神情复杂 喃喃自语道 没过一会 他的眼睛忽然间明亮起来 看着一旁的众人 缓缓说道 我宣布 从现在起将沈医师以前的住处列为境地 另外 今天发生的是不可外传 有人胆敢外说者 杀无赦 另外 李门主和马长老 为保护本门 不畏强敌生死其行为 可歌可敬我等 应将其后葬 赤羽真人说完这些话后 停顿了一下 扫了一眼身旁众人又继续道 长言道国 不可一日无君 本门也不例外 不知而等觉得 本门中何人有能力 能当这门主 赤羽真人说完后 在场的众人 你看我我看你 面面相去着 他们都听得出来 这是用一种命令的语气 言外之意很明显 那就是他想当门主 但是不能直接说 而是用这种方式 暗示你们 推举他当门主 赤羽真人说完刚才的话后 便开始一言不发 默默地看着周边人 等待着他们的回应 曹长老眼珠子一转 当即明白了对方的意图 现在他若是劝谐 赤羽真人为门主化 对方肯定对他心怀感激 到那个时候 对方要是成为门主的话 自己肯定也能捞到许多好处 想到这里 曹长老便率先开口说道 我觉得赤羽长老 刚才对本门 后续事务处理 很好我看不如 就由赤羽真人当选门主吧 曹长老言之有理 赤羽长老本就是被当作 副门主培养 现如今 门主和副门主都不在了 望赤羽长老不要推辞 吕长老明白了事情原委 也跟着曹长老附和道 黑熊门原有五大长老 如今已死了一个 现在也有两个长老 站在赤羽真人这边 郝长老则是对门中 全力之势不感兴趣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 此刻只是默默地看着 没有反驳 也没有说话 见这些长老们都发话了 作为弟子 哪有敢不从的道理 于是便纷纷附和推举 赤羽真人当选门主 赤羽真人面无表情地看着 内心却是对他们的发言 很是满意 他表现出一种无奈 而又勉强表情道 哎 那好吧 既然大家都同意 我当门主 那么我就勉为其难的同意吧 见赤羽真人同意当选门主后 所有人对着他 纷纷行礼拜道 参见门主 而此时的沈洛 则正在往山下走着 他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再待在这里 没有任何意义 现在他要回家一趟 看望几年未见的爹娘 然后完成黑枯道人 交付他的事情 再往后 他就要去追寻那 缥缈无踪的仙道了 我从凡间来 到此觅长生 次日 一条宽敞的古道上 一辆马车 正一路向东去 沈洛此刻正坐在这辆马车上 这马车 他花了几两银子租了下来 又花钱雇了一个车夫 踏上回家的路程 这辆木制的马车 是用上好的木料制成 里面的空间较为宽敞干净 而且 拉车的两匹马也是 正当撞灵 跑起来很是矫健 把车子给拉得飞快 沈洛就是看重这一点 所以才花大价钱 租下这辆马车 次日此刻 他归乡心切 不知不觉就已经离家三年了 一想到很快就要见到父母了 心中难免有点激动 试问天下底下 又有哪个孩子不想家呢 更不要说他了 不知道爹娘怎么样了 这些年来 他将黑穷们发给自己的俸禄 都寄了回去 想必有了那些钱财 家里情况应该会好些了吧 沈洛脑海中回想着 当日离开家时的场景 没想 这一走就是三年 经过这三年的时间 当年那个懵懂无知的小孩子 现如今已长大成人了 不仅如此 还莫名其妙成为了一名修仙者 很快经过半天的路程 沈洛的马车 终于来到了黑云山脚下 他从马车上走了下来 看着面前这熟悉的 不能再熟悉的大山 沈洛此刻再也压制不住 心中的那份激动 满怀期待地 沿着山路 大步向着村子方向走去 一路走来山中的场景布置 还是和当年一样没有变化 山还是那座山 而他却不再是当初那个 无忧无虑 只只嘻嘻哈哈的少年了 大约走了一会儿 距离村子还有几里地 沈洛牧师前方远远地就望见了 那个曾经熟悉无比的小村 村口的桃花树 矮矮的泥巴墙 还有那坑坑洼洼的小路 这些他脑海中 曾经浮现过的场景 现在终于可以真实地 出现在他面前了 越是接近村子 他那颗激动的心 就跳动得越快 他走入村子里 来到了那株桃树下 当年他和那老头 在这树下谈论过仙人 对方当初的话语 他现在还依稀记得 就是那句 仙人也不见得能长生 当时他不理解 现在他是明白了 这句话的含义 要想长生不死 必须飞升仙界才行 他在树下驻足了一会 便朝着家中走去 沈洛来到自家的土房外面 发现家中大门紧闭 还锁了起来 奇怪了门 怎么锁起来了 难道是不在家吗 为了证实心中所想 他提起精神 将零食放了出去 结果发现 家中确实是没有人 难道是去田地里干活了吗 沈洛看着面前紧锁的房屋 自言自语道 他刚准备离去 朝着田地方向走去 就看到一个七八岁的小孩 躲在一旁 咬着手指 正好奇地打量着他 沈洛见那小孩好奇地看着他 他也朝着那小孩看去 看了一会儿 发现那小孩有点面熟 好像在哪见过 我想起来了 那不是隔壁王沈家的小孩吗 三年过去了 没想到都长这么大了 沈洛感慨道 这小孩曾经还跟在他的屁股后面玩呢 狗蛋 我请问你我爹娘呢 沈洛走到那小孩的面前问道 那小孩见对方居然知道直呼他的名字 直接愣住了 他睁大眼睛 抬头看向面前的男子 满是疑惑 发出稚嫩的声音说道 大哥哥 你怎么知道我名字的 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怎么没有见过你 狗蛋你说啥呢 我是你洛哥呀 沈洛见面前的小孩居然说不认识自己 对他的小脑袋刮敲了一下说道 哎呀 好痛啊 狗蛋摸着刚才被敲打的头 发出疼痛的声音道 别闹啊 你快说我爹娘去哪了 还有就是 为什么这个村子里 我都看不到其他人 他们都去哪里了 沈洛满是疑惑地说道 这一刻他等得太久了 现在就想迫不及待地看到他爹娘 你真的是洛哥吗 狗蛋上下打量着沈洛 询问道 你这不是废话啊 你当年尿裤子的时候 还是我给你换的裤子 沈洛没好气地说道 真的是你 洛哥你咋回来了 狗蛋听到对方说出了他小时候的事 一脸不可置信呆呆地看着 他当初确实是尿过裤子 而且还正是沈洛帮他换的裤子 对 没错三年了 我回来了 沈洛眉飞色舞 神采意意地点头应道 太好了 那岂不是又可以一起玩了 狗蛋确定 面前的男子是自己洛哥后 开心地手舞足蹈大声喊道 就在他为沈洛回来感到兴奋的时候 他的小脑袋瓜 又挨了一下沈洛的敲打 洛哥 你怎么又打我 狗蛋再次摸着自己的头 撅着嘴不满道 你废话太多了 你快说我爹娘去哪里了 沈洛继续追问道 嗯 他们早就不住村子里了 洛哥 难道你不知道吗 什么 沈洛有点猛了 关于这一点 他还真的不知道他回来了 家里来的书信中 没有提到过搬家 就是几个月前的事啊 他们没有告诉你吗 狗蛋也有点猛了 搬家这等大事 他居然不知道 狗蛋看着面前 正处于猛逼状态中的沈洛 随即又道 对了 洛哥先恭喜你下 现在你可是多了一个弟弟 今天好像 还是他两岁生日来着 村里的人 好像都被你爹娘 请到山下的镇子上吃饭去了 而沈洛听到狗蛋的话语 整个人都傻了 为什么这些事 他爹娘都没有和他提起过 他心里一凉 难道说 爹娘把他给遗弃了吗 回想起之前 他爹娘给他寄来信中 话中言语 对他很是客气 再后来就很少有信件寄来了 原来在不知不觉中 他的位置 早已经被人替代了 接下来 他从狗蛋的话语中 知道到了他爹娘现在的住址 现在的他的心里 是五味杂陈 他不相信爹娘真的抛弃了他 他要去看看亲眼证实一下 不过在那之前 他要先找一个人 那就是给他长生经的那个老头 于是 沈洛告别了狗蛋 来到了老头的院子外面 见大门敞开 没有关闭 便走了进去 他来到老头的屋子里 见里面空无一人 奇怪这老头人来 就在沈洛很深纳闷的时候 他的面前浮现出一道虚影 老头的身影 出现在他的面前 沈洛看着面前的老头 一别三年 对方还是和三年前一样 没有任何变化 老头看着面前的沈洛 复制一笑淡淡地说道 你来了呀 我知道你心中 肯定有许多的疑问 我只能说 这一切都是一个原子 何为原 道修今生 佛修来世 缘起缘灭 只在心中 次日 沈洛心想这老头 是不是吃错药了 我一句话都没说呢 就跟我扯什么缘分 他看着那老头淡淡地说道 老头这长生经 你从哪里捡来的 有后续功法没 老者听到面前 这少年话语顿感意外 他本以为对方 有很多事想要问他 结果一来就是问他 有没有后续功法 当然有此法乃是老夫 当初在人界一处秘境所得 此法有可能是先法 也有可能是来自灵界的功法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可以无视灵根属性 只要有灵根就能修炼 可惜啊 此法不全 只能修炼到化神器 老者捋着长长白须 有点惋惜道 听到对方说 这门功法残缺不全时 他也觉得太过可惜了 但毕竟瘦死的骆驼 比马大 总比没有好 生了想要继续修炼此法的念头 便道 那你给我吧 我那本上面 只有炼气七的口诀 哦 好 老者点点头道 说完他手一挥 一本古书 从房间里某个地方飞出 浮悬在沈落的面前 沈落看悬浮在面前的古书 一把将其拿在手上 粗略地翻阅一下后 将其收入储物袋里 咦 人呢 沈落刚将古书收了起来 抬头就发现 那老头人又不见了 真是个怪老头 沈落摇了摇头走出了屋子 现在他要去黑云镇上 找他爹娘去了 黑云镇是依靠在 黑水河旁的一个小镇 地处偏僻 背靠黑云山脉 今天镇上一位沈姓的人家 正在家中 院落里置办酒席 小院里面人满为患 热闹非凡 此时 沈家大院面前 一位穿着白衣的男子 正站在大门口 那男子正是从村里 来到镇上的沈落 看着面前敞开的大门 他愣在原地 不知自己该不该进去 这时 忽然大门里 传来一阵脚步声 也不知出于什么心理 他一个飞跃躲在树上 目光死死地盯着院门 只见一对中年男女 走了出来 躲在树上的沈落 万万没想到 走出来的那对中年男女 竟然就是他朝思暮想 无时无刻都想见到的爹娘 他身子猛地一颤 想要立即下去 和他们相见 但是又想到之前狗蛋 对他说过的话 又开始犹豫起来 若他父母真的放弃他了 那么他现在出现 岂不是很 就在沈 躲在树上 犹豫不决的时候 耳边忽然传来 马车行驶的晃动声音 来了来了 沈夫看着不远处 行驶着的马车激动地说道 沈母看着朝这里 行驶过来的马车 不禁回想起 当初沈落坐马车 离去的场景 想到这里他眼眶一红 极为伤感地说道 他爹啊 你说小洛 今年会回来吗 这孩子一出去就是三年 这三年来 也不知道过得好不好 沈落听到母亲 思念自己的话语 心中一颤 原来他的父母 并没有抛弃他 至今还记得他 既然如此 那如何给他的来信中 对他却是很是冷漠 就在沈落很是诧异的时候 沈夫见自己的妻子 神情悲伤 眼眶红润 便连忙开口安慰道 你就放心吧 小洛在黑穹门 可是有人照看的 况且 他几个月前写的信中 不是说了吗 他在门中一切安好 让我们误念 想必他陷忙于门中 事物脱不开身 所以没有空余时间写信 你不要想太多 什么 我写的信 沈落听到他老爹的话 回想着之前 在黑穹门的生活 他就再也没写过信了 不仅如此 后面也没有收到 家里寄来的过信件 很快 道路上行驶的那辆马车 一路飞驰 来到沈家大门院前 停了下来 二弟 沈夫看着从马车上 走下的中年男子喊道 沈落寻着自己 父亲目光看去 一看那中年人 竟是他许久未见的二叔 大哥我之前去了黑穹门 他们说 小洛离开门派 沈落的二叔 来到他老爹面前 面表歉意地说道 啊 这 这怎么回事啊 这孩子怎么好端端的 就离开门派了 沈夫听到这个消息 面色大变 神情慌乱起来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几年来 我也就见过他几次 不过后来 一位姓赵的老者告诉我说 小洛要开始闭关修炼 这段期间 断绝和外面的往来 短则几个月长则一年 让我没事不要打扰他 后来 那段时间 我也没怎么去看望小洛了 生怕打扰到他 不过倒是 每个月都有小洛写的书信送来给我 让我带给你们 赵老吗 沈乐听到他二叔的话语 瞬间明白了 他的书信 有可能被赵老做过手脚了 自从被赵老知道自己有灵根后 就一直将他圈进在谷中修炼 有可能赵老为了防止 自己对家人有念想 怕他离开山谷偷跑出去 于是便将书信内容给篡改了 想到这里明白了 一切事情原委后的沈乐 恍然大悟 不过他并没有立即跳下去 他父母见面 而是继续躲在树上呆呆地看着 现在的他 准备改变主意了 他很清楚 自从修炼长生经 完全不同的道路 既然如此 那就没有和家人见面的必要 反正人也看到了 若是继续待在这里 恐怕他会心有不舍 不忍心离去 不相见才是最好的结局 就让他们以为我失踪了吧 这样也好 沈乐心里暗自想到 他在树上默默地看着 当他把父母的面容 深深刻印在心底后 脸上猛然露出了坚毅之色 他身子一晃 从树上消失落在别人的院子里面 接着他又从院子里翻出来 来到另外一条马路上 朝着镇子外面走去 他知道 当他走出这个小镇时 今生他与这些人的交集 可能就到此为止了 或许这一别就是永别了 宇州是赵国国土面积中 最小的一个州府 他地处赵国北部 所辖域内有数不清的水道 不仅如此 旁边还有一条古运河在 兰州城位 是与宇州中部的一座城市 因城中河道贯穿南北 是水运枢纽商贸的重要渠道之一 每年从此经过的商户 旅人更是数不胜数 极大带动了此地的经济活动 这兰州城 和之前的姆苏镇一样 该城分别被两大帮派所掌控着 分别是猛虎帮和恶狼帮 周桥码头 是猛虎帮势力范围内 一个很不起眼的小码头 此时的码头之上 正有几名男子聚在一起 他们站在码头上 好似在等待着什么 这时 一位身材矮小瘦弱 长相极为猥琐的一名男子 背着双手 不紧不慢地朝着码头走去 此人名唤张德法 因为擅长察言观色 溜须拍马 倒是让他在猛虎帮的势力范围内 混上了一个管理小码头的头头 手下管着几个人 他的手下见张德法来到这里 急忙凑了过来 恭敬地称呼道 张爷早 张爷你来了 次日 张德法听到手底下人对他的称呼 人不禁有点满面春风 得意忘形 毕竟能被人称呼一声爷 这也说明 他在此地 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因此 他摆足了架子 从鼻子中哼了一下 就算是回应了这些手下的问候 张爷不知少主何时才能道啊 无缘无故 来咱们这个小码头啊 面对手下人的质问 他只能摇摇头 他今天之所以来此 就是为了接盟虎帮的少主回去 说实话 他也想不明白 这少主的船 为何不去那些大码头 偏偏来他这里 转眼一想 管他那么多呢 他觉得 这次倒是一个 可以在少主面前表现的大好机会 只要他讨得少主欢心 说不定少主一高兴 就会顺手提拔下他在帮中的地位 这种差事何乐而不为呢 正当张德法沉浸在自己幻想中时 忽然他的一名手下惊呼一声 有船靠过来了 张德法听到手下人的声音 便朝着河边望去 那是一条偏舟小船 船上大约坐着几个人 见那船头上 有一俊美男子 一袭轻衣 手持折扇腰间挂着一块 用上等玉石制成的玉佩 目视着前方 朝着码头方向看去 此人便是猛虎帮的少主秦长生 而船的另外一边尾部 见一医师打扮的男子 坐在船尾跨着一个包袱 正好奇地打量着四周景物 这医师打扮的男子正是 从吴国境内 赶到赵国的沈落 他花了一个多月时间 从故乡出发 一路向东而行 不远万里才来到这里 一进入兰州城沈落 就对这四通八达的水道 大为惊讶 要知道 他原来所在的地方 大半都是荒山野岭 以丘陵山地居多 至于他去过的河流 恐怕也只有家乡的黑水河了 只不过家乡的河流 并非像这兰州城一样 城中河道四通八达交通连贯 沈落刚来这里时 就对穿梭在水道上的各式船只 大感兴趣 最后在好奇心作祟下 便坐上了这只小船 体验一下走水路的滋味 很快 小船到了目的地 停靠在一个小码头上 看着眼前的码头 这个码头给沈落的第一眼就是 小而又简陋 整个码头全都是用一些碎石块 堆在一起建立起来的 然后再用一些砂石 胶盖上面呈 码头上搭建着一座竹棚 竹棚里有几个名男子 他们目光如炬 纷纷看着 刚才停靠在码头上的小船上 沈落跟随船上的众人 来到码头上 他刚来到码头上面 那些竹棚内的男子 便走了过来 挡在他们的面前 难道是来找茬的吗 沈落眉头一皱 心里想到 缓缓退到众人身后 静观其变 张德法率领手下 来到之前那位青衣男子面前 只见他恭敬行礼一拜说道 在下蒙虎帮张德法 见过少主 见过少主 张德法的手下 也随着他附和道 少主吗 对着那位青衣男子喊道 那位青衣男子 是同他一起上的那艘小船 没想到对方来头这么大 居然是蒙虎帮的少主 不必多礼 青衣男子摆摆手说道 多谢少主 张德法再次毕恭毕敬地说道 他看着面前的男子随即诱道 对了少主 在下有一事 不明少主为何会来我们这个小码头 青衣男子闻言后 面色不喜 带着一丝怒意说道 张头领你 未免话也太多了吧 不敢 不敢 小人只是随口一问 并无恶意 还请少主千万别往心里去 张德法连忙陪着笑脸 生怕给对方留下不好的印象 哼 青衣男子听了这话后 这才怒气消散 张德法见此 这才把心放到肚子里 心里暗自想到 这位少主脾气可真古怪啊 青衣男子一声冷哼后 不再言语 而是朝着猛虎帮总舵方向走去 张德法等人 则是在后面跟随着 没有了那些人挡路 船上的人 也各自朝着不同方向走去 沈洛则是从背的包裹里面 拿出一张地图 这地图上面详细记录了 兰州城各大街道主要位置 他看着地图 想要从上面找到叶家的位置 这地图正是黑库道人留给他的 不仅如此 还给他留了一封信 至于信的内容 他早就看过了 信中写了他成为修仙者 之前的一些事迹 以及主妇沈洛 要帮他完成的事 那黑库道人 原名叶不凡赵国兰州人士 在他成为修仙者之前 原本是金师帮的帮主 该帮派有弟子万余人 掌控着兰州城 后来遇到仙师指点 便气烦求仙去了 他有一弟弟叫叶天 当初他离去之前 将帮派交给叶天打理 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至于黑库道人 嘱咐沈洛 让他完成的事就是 让他将包袱里面的东西 交付给他弟弟 顺便看一下叶家 最近有没有什么麻烦 有麻烦的话 顺手解决一下 沈洛看着面前的地图 仔细查找一番后 终于找到了叶家的位置 地图显示 叶家距离他所在的码头不远 大小的宅院 黑漆大门上 挂有一块 写着叶家二字的匾牌 在那匾牌下面分 各有一名 才魁梧各自高大的男子大汉 分占两侧 他们昂首挺胸 目不斜视 一副训练有素的精悍模样 让人一见就不敢小事 离这里不远处的街道旁边 有一家酒楼坐落在此 此楼在整个兰州城 也算是排得上 自豪的大酒楼 现在正是傍晚用饭时分 该家酒楼正是人满为患 从一楼到二楼的桌前 都坐满了人 挤满了用餐吃饭之人 在二楼靠街面窗口的桌子旁 只见一青年狼村虎宴 正大口吃着 摆放在面前的饭菜 此人正是沈洛他离开码头后 便一路朝着这里行走着 终于正当黄昏之时 他来到这里 恰好肚子饿了 于是便来到一旁酒楼 准备吃点东西 填饱下肚子 看着天边的夕阳 已经快落下山了 沈洛合计着 先在外面住一晚 明天再去叶家拜访 他大口吃饭的时候 耳边忽然传人 别人谈论的声音 喂 你听说了吗 那叶家 要下嫁叶家千金之事 次日真的假的 嫁给谁啊 不知道有可能是 猛虎帮的少主 也有可能是恶狼帮的人 什么情况啊 正在吃饭的沈洛 听到后桌上的人 正小声议论着 关于叶家的事 虽然他们说话声音很小 但是对于修仙者沈洛来说 却是听得清清楚楚 他的无感远胜常人 就是跟真落在地上都能听见 听着那两人的谈论沈洛从窗户边 居高临下 目光循着着叶家方向望去 沈洛邪瞥了一眼不远处的叶家 又收回目光 看了看眼前饭菜脸上 表情毫无变化 从那两个人谈论中 大致了解了一些 原来叶家曾经作为兰州城的统治者 是何等辉煌 后来不知什么情况 金师帮的创始叶不凡人突然离去 将帮派交给他弟弟叶天打理 起初他弟弟叶天的管理帮派的时候 也没什么毛病到了后面 不知什么原因 帮派内部突然发生了剧烈争斗 叶天在那次帮派争斗中 不幸受伤意外离世了 没有了叶家的领导金师帮 瞬间群龙无首 就在这时 帮中的朱飞 趁着这个机会 率领手下人脱离帮派 自立门户为恶狼帮 而秦寿作为金师帮的副帮主 假借代替帮主管理帮派之名 行纳谋权 篡位之事 改金师帮为猛虎帮 不仅如此 还将叶家人 全部赶出帮派之中 或许秦寿是良心发现 知道自己理亏 便下令帮中之人 不得伤害叶家之人 至于叶家现在 为什么要嫁女之事 那两人也是不清楚 没想到这叶家 居然有如此变故 看样子 自己要有的忙了 沈洛长叹一口气 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结账后 离开了酒楼 他离开酒楼后 找了一家客栈住了下来 次日一早 他离开客栈 便朝着叶家方向走去 谁料刚到门口 就被看守大门的 两个大汉 给拦了下来 站住 你是何人 来此有何要事 其中一个大汉对他喝道 沈洛看着面前的大汉 抱拳说道 二位大哥 在下沈洛这次前来 有要事拜见叶家家主 真不好意思 我们家主说了 最近他任何人都不想见你 还是走吧 可是我 他话还未说完 就见面前两个大汉 面色不喜的模样 刚要说的话 又憋了回去 无奈之下 只能打到回府前往客栈 房间里的沈洛 靠在窗台之上 看着不远处的叶家大门 心里盘算着 既然白天不让他进 那么晚上他悄悄地翻墙进去 就在他思索之际 突然叶家大门 走出一名女子 那女子的出现 吸引了他的注意 定睛一看 发现在眼前的 竟然是一个十六七岁少女 只见她眉如远待 谋似星辰 生得一副沉鱼落雁 碧月羞花之帽 唯独那俏脸上满 布满了冷雁之色 给人一句人千里之外的感觉 想必此女 应该就是叶家的千金叶清雪了 真是生得一副好皮囊 沈鲼心里感慨道 那女子走出家门后 便一路朝着西边方向走去 在客栈窗口 看着那女子走出的沈鲼 觉得 这是一个和叶家人 接触的好机会 于是他便离开客栈 朝着那女子方向追去 距离这里不远处的 一个巷子里面 一位少年和十几名大汉 聚在一起 此时 一个身材瘦弱的男子 快步跑到巷子里 来到少年的面前 气喘吁吁地说道 少主那叶清雪 如今已离开家门了 朝着这个方向来了 你看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少年听了面前 瘦弱男子的话语 点点头笑道 如此甚好 至于刚才本少说的计划 你们都听到了没 只要那叶清雪 一出现这里 你们就拿着武器冲上去 然后 你们就拿刀衣服 要砍他的模样 这个时候我就出现说 助手你就立刻停手 之后 我同你们对答 你们要装作 打不过我的样子 然后跑路明白不 明白了 那些大汉 纷纷点头硬倒 来博得女子的欢喜 被称作为少主的人 正是恶狼帮诸妃的 后人诸三四 他一见到叶清雪时 就深深地被对方 给深深迷住了 他发誓要将 各漂亮女子 娶回家当老婆 于是他便找他爹 向叶家施展压力 本以为叶家会同意 毕竟叶家 现在已经没落了 没有任何背景可言 结果 叶家很干脆地回一句 婚姻大事 他们做不了主 这可给他气得 想要将叶清雪 鸣抢过来 但是叶家 有蒙虎帮的人保护 蒙虎帮和厄狼帮 这两个帮派 一直视如水火 双方都想成为 兰州城的霸主 表面看起来 相安无事 和和睦睦的 其实暗地里 双方一直在互相较量 只是没有 摆在明面上而已 厄狼帮的人 得到少年的嘱咐后 埋伏了起来 躲在叶清雪 要经过的地方 而当事人叶清雪 还不知道 即将要发生的事 他看着不远处 有一条小巷子 想要从这里穿过去 到达街道的另外一边 当他走到巷子 深处的时候 突然闪出了 十几名大汉 只见这些汉子 手持各种铁棒尖刀 黑黑奸笑着 不怀好意 注视着叶清雪 朝着他缓缓走去 看着面前 缓缓走来的大汉 叶清雪面不改色 神情冰冷地说道 你们是什么人 为什么拦要拦我去路 为什么拦你 当然是做 我们想做的事情 比如说杰克色什么的 是啊 你这么漂亮 玩起来一定很带劲 叶清雪听到对方 满是乌言晦语 面色不喜 娇喝道 我乃叶家之女 你们敢招惹 我就不怕我叶家发难吗 那些大汉听到少女说叶家 面色不改 丝毫不慌 还哈哈大笑嘲讽道 叶家 叶家算什么东西 你以为 现在还是叶家的时代吗 要不是猛虎帮护着你们 你们叶家早就被灭了 巷子里中某一个角落 一位少年躲在里面 偷偷地看着外面发生的事 面对外面发生的事 他很是满意 再过一会 他就可以闪亮登场 到那时就可以抱得美人归了 就在他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时 此时的沈洛 循着刚才少女行走的方向 也来到小巷这边 次日 他刚来到这个巷子口 就看到一群大汉 手持着棍棒尖刀利器 挡在少女的面前 人群中的那位瘦弱男子 盯着面前少女 眼神充满淫邪之意 笑着说道 和这个小丫头废话那么多干嘛 我都有点迫不及待 想品尝一下她的身体了 说吧 他就持着手中的利器冲了上去 沈洛看到对方手握着利器冲上去 想要伤害面前的少女 沈洛当然不会给对方这个机会 若是这女的死了 她还怎么去夜家 想到这里她身形一晃 眨眼间就来到少女的面前 呼的一下 一拳打出 快如闪电 打在了那瘦弱男子的身上 瘦弱男子见面前 突如其来出现一个人 惊恶失色 震惊不已 还没反应过来 就感觉胸口一阵剧痛 整个人犹如沙袋一样 被一拳打飞 撞到旁边石墙之上 嘴角躺出鲜血 依靠在墙壁上 瘫了下来 一动不动 不知是死是活 这一幕 被其他人看到眼里 全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那些汉子 看着突然出现的少年 露出了惧色之意 有些愁愁不前 而沈洛一旁的少女 眼睛睁大老大了 一脸不可置信 她都没反应过来 旁边就出现一个人 然后持着力气的人 就被她一拳打飞了出去 躲在巷子角落里面的猪三四 脸色难看至极 眼看自己的计划就要成功了 结果半路杀出一个人来 那人看起来好像是个高手 刚才那一拳她 可是看得清清楚楚 拳风快且狠一出手 就是致命必杀 朱三四的手下 看着面前出现的少年 陷入两难之地 不知该如何是好 其中一位高个子汉子 悄悄地回首望了一下 躲在巷子里的少主 想征求下他的意见 见那少年面色阴沉 对着他点点头 示意他按计划进行 先杀了那个少年 高个子男子 得到自家少主的指令 心中一沉他一眼就看出 那少年身手不凡 他根本就打不过 沈若见面前那些大汉 愣在原地不动 对着身后少女轻声说道 你不要怕 有我在他们 伤害不了你 少女美眸看向 这位突然出现的人 不知为何很是信任他 点了点头应了一声 高个子男子见对方话语中 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又想到刚才少主的示意 咬牙一狠道 兄弟们大家一起上 砍死他 他话音落下后 那些大汉则是面面相去 你看我我看你 谁也不敢先冲上去 就在他们犹豫不决时 人身后忽然传来一声 低沉之声道 只要你们杀了他 每人赏赢二十两 听到这声低沉之声 所有人面色大喜 那是自家少主的声音 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他们听到有钱后 脸上那一丝胆怯之意 转而变成为一副喜色 有钱能使鬼推磨 在金钱的驱使下 他们又怎么能不心动呢 他们紧握手中力气 一股脑地冲上去 当那些人离沈若只有数不远 如恶狼般猛扑过来时 沈若身子轻动了一下 一晃就出现在那些人的后面 而这时 几个反应比较快的人 挥舞着手中兵器 对着出现在他们身后的沈若攻去 面对朝着自己袭来的力气 他身形稍微一动就避开了 碰 两声 就有两名大汉被打中 倒飞了出去 接着他脚上发力 如同镰刀一般 在拳脚相加之下 三拳两脚就将那些人 全都打趴地上动弹不得 更有一名大汉 被他一拳撂倒后 整个人倒飞在猪三四一旁 躲在角落里的猪三四 看到身边倒过来一个人 整个人吓了一个哆嗦 他没想到 自己的手下居然如此不惊打 三下五除二 就被人搞定了 现如今 计划不仅失败了 他还被困住在这个小巷子里 暂时不能出去 若是将那被叶清雪 发现自己是主谋的话 那一切都完了 现在就只能希望对方 没有察觉到 这里还有人个人 沈若解决完那些人后 目光朝着巷子里的 一个空角看去 方才那些人中其中一个人 想必那个地方肯定有什么人在 对方以为自己的小动作 沈若发现不了 可惜沈若不是一般人 这种微妙的动作 自然被他捕捉到了 他脚步轻盈地朝着那边走去 而猪三四躲在里面 听到外面没有任何声音 难道是走了吗 想到这里 他小心翼翼地探出头看去 结果刚伸出头 就被沈若逮个正着 他按道不好 拔腿就跑沈若那件人要离去 没有刻意地追嘎 而是放任他离去 叶清雪看着那人离去的背景 脸色冰冷 他没想到 猪三四居然也在这里 以他的聪明才智 见猪三四在这里 瞬间就想明白了 对方是想来应得直接明抢 了解到了对方的意图 眼里对猪三四满是厌恶之色 沈若看着猪三四离去 拍了拍手 来到叶清雪的面前笑道 没事了 叶清雪美眸望着面前的少年 感激道 小女子叶清雪 多谢公子出手相助 嘿嘿 说的哪里话 不过是举手之劳二爷 再说了我与你们叶家 倒是有些渊源 就你是应该的 是啊 能不有渊源吗 沈若如今可是有天道誓言在身 他可不想 因为没有完成约定 被雷劈死 叶清雪见面前的少年 居然说 他与叶家有点渊源 眼中闪出惊讶之色 询问道 哦 是吗 不知公子说的哪些方面 小雪至今为止 还是第一次见到公子呢 叶家大厅里 一位看起来这样三十多岁的男子 他坐在大厅主 坐上正好奇地打量面前的少年 这少年正是跟随叶清雪 来到叶家的沈若 望了面前这位叶家家主一眼 沈若开口道 在下受叶家老祖叶不凡之托 前来叶家交付此物 说完取下背着的包袱 从里面拿出一个小盒子 和一封信 摆放在他一旁的桌子上 坐在桌椅上的叶炎 听到对方爆出叶不凡这个名字时 瞬间呆住了 这叶不凡 正是他父亲叶天的哥哥 当年他父亲曾经说过他这位大伯 他这位大伯 并非如他们一般是一介凡人 而是传说中的修仙者 当年他离开叶家后到现在 距今已经有几十年了 几十年过去了他 这位大伯居然又出现了 还差人送来书信 他呆了一呆 看向摆放在一旁的书信 激动地拆了起来 次日忽然 正坐在看信的中年人 呼地一下站了起来 眼神漂浮不定 诚惶诚恐地 看向一旁的沈若 连忙对他行礼一拜 恭敬地说道 小人不知仙师身份 怠慢了仙师 还望仙师恕罪 没什么 不知者不怪吗 现如今 本先已完成叶家仙祖交代的事 此间试了再下就先告辞了 沈若说完 衣袖一甩 转身就要离去 叶炎见面前的仙师要离去 暗道不好 毕竟他还有事 需要这位仙师的帮助 还不能让他离去 连忙开口道 仙师且慢 沈若脚步一顿 回身看向后面的男子 满是疑惑道 嗯 可还有事吗 仙祖信中交代过 若是叶家有难 可请求仙师相助 小人斗胆敢问仙师 若是我叶家有难 是否会出手相救 听了那人的话语后 沈若一愣 拍了一下自己的后脑勺 差点忘记了之前 答应过黑枯道人的事情 他答应过 黑枯道人若是有事 他可出手可帮忙解决一下 于是便道 这是自然 我与那叶前辈有誓言在先 自然不会坐视不管 叶炎见面前少年说了此话 面色大喜暗想到 原来他那位大伯 竟然早就帮他安排好了 他来到沈若一旁 毕恭毕敬道 如今我叶家已经到了危难之际 还望仙师出手相助 沈若看了他一眼 随意地在桌旁坐下后 淡淡地说道 不知你叶家遇到了什么困难 竟要我出手 叶炎想都没想 整个人充满了寒意 带着杀气般的语气道 在下请求仙师出手 剿灭猛虎帮和恶狼帮的这两个叛贼 还我叶家昔日辉煌 他对这两个帮派非常痛恨 当年若不是因为他们叶家 怎么可能会有现在的局面 就是因为他们他的父亲 叶天所以才死了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 这些年来 他无时无刻都在谋划着 想要报仇雪恨 一雪这些年所经历的耻辱 重现叶家当初的辉煌 可是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办到 但是现在不一样 他现在面前有一位活生生的仙师 可以求助 至于仙师是什么样的人 他不清楚 但是他知道这些人有呼风唤雨 移山填海之能 叶炎在说完这句话后 目光看向沈若 只见面前的少年 一副迟疑不觉 正在思虑的模样 他心里顿时七上八下地看着 生怕对方不答应他这个请求 片刻后 沈若顿了一下 缓缓道 叶家主书在下直言 你的这个请求 我不能答应 得到了沈若回复的叶天 瞬间面色苍白 惊慌失措般 看向沈若有些不解地追问道 仙师大人 这是为何呀 以您的手段来说 付这些凡夫俗子 不就等于捏死一只蚂蚁一样吗 沈若望了一眼 叶家之主叶炎开口道 叶家主此言是不假 但是让我一个人 去对付几万人的帮派 未免太看得起我了 再说了 你真以为修仙者 就能肆无忌惮地屠杀凡人 难道不是这样吗 叶天有点二丈和尚 摸不着头脑 很是疑惑 非也若是修仙者 可以对普通人随意出手的话 那这个世界 岂不是就乱套了 他正中道 叶炎听到对方的话语后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而沈若看到对方脸上 那一副欲哭无泪 伤心难过模样 有点于心不忍 唉 我终究还是太善良了 于是低头沉吟一下 然后抬头清了清嗓子 朗声道 在下虽然不能出手 帮你灭了那两大帮派 但是我可以破例出手一次 帮你除掉那两个帮派中的 高层人物 沈若说完此话 便不再言语 而是面无表情地 等待着面前男子的答复 就在叶炎觉得 这是天要亡我的时候 恰好听到沈若的话语 脸上瞬间有了 掩不住的喜色 他小心翼翼地看向沈若 生怕对方是为了 安慰他才那样说 于是便问道 仙师说的可是真的 君无戏言 得到沈若肯定答复后的 叶天两眼放光 之前的难过之色 一扫而空 取而代之是满脸喜悦 虽然不能完全剿灭 这两个帮派所有人 但是能除掉 对方的中高层人物 那也足够了 只要对方高层一消失 他就立刻出面安抚 然后用钱财拉拢点些人 最后再慢慢地 将这个两个帮派 给收服吞并 仅仅是一瞬间 他就将后面 即将发生的事 给部署好了 要知道 叶家虽然没落了 但是当初那些年来 攒下的底蕴 还是在的 之后 沈若后面 又和叶家的家主叶炎 商量了一下 关于什么时间 动手之类的事 半个时辰后 沈若和叶炎两个人 一起走出了叶家的厅堂 此刻的叶炎心情大好 就在刚才 终于他和沈若敲定了时间 那就是三天之后动手 一想到三天过后 叶家就可以恢复昔日荣光 再度成为兰州城的霸主 这叫他怎么能 不心情大好呢 就这样 沈若暂时在叶家住下了下来 次日 在兰州城距离叶家 不远处的一条 热闹非凡的街道上 正有一男一女 肩并肩行走着 那两人正是出了 叶家大门的沈若和叶清雪 本来他是在房间里面修炼的 结果叶清雪找上门来 邀请他一起出门走走 面对兰州城 这第一美女的邀请 年龄正值18 处于情斗初开年纪的沈若 自然是不会拒绝他的邀请 于是便随着对方 来到一旁的街道上散步着 街道上人来人往 场面极为热闹 沈若和叶清雪 两人走在一起 看着沿途的风景 有说有笑着 两人走了没多久 却见面前不远处 一个小滩上聚满人了 见有这么多人围在一起 沈若和叶清雪两人 不免有点好奇 朝着那边走去 只见一名男子 手中拿着一个圈 对着地上摆放的几个东西 扔去 看了一会沈若 大致了解了一些 这是一个叫套圈圈的游戏 只要将圈子 套到某个东西上面 就可以获得那个东西 没有见过世面的沈若 第一次知道 世上竟然还有这种玩法 真是长见识了 看着那人 将手中的圈子 一个个扔出 没想到 那人手气太没了 居然一次都没有套中 真的是太逊了 店家见那人 没有一个都没有套中 觉得有点可惜 便拿出一块铜板 给他当做安慰奖 次日来一来 瞧一瞧 套圈圈了 看完了 便开口问道 店家嘿嘿一笑 回道 这位小哥一个铜板一个圈 只要套到东西 那东西就是你的了 若是你能套中十个圈 那么你就可以获得 本 独一无二的奖品精品 葫芦一枚 那店家说完 拿出一个紫白色的葫芦 摆放在沈若面前 沈若定情一看 这葫芦九寸大小 上面光秃秃的 什么都没有 但总体来讲 这葫芦的确是脉象不错 显得古朴单一 没有那么招摇 用来当喝水葫芦啥的 倒是挺不错的 一旁的叶清雪 见沈若的目光 直勾勾地盯着这个葫芦 有点好奇问道 沈大哥 莫不是看上这个葫芦了吧 沈若挠了挠头笑着道 嘿嘿 被你猜对了这葫芦 我觉得挺不错的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叶清雪美眸看着沈若点点头 随即转过头来 对着那店家奄然一笑道 店家 这个葫芦 我们要了你开个价吧 啊 这一幕倒是让沈若和店家 有点猝不及防 店主没想到面前的小姑娘 居然要直接买她的葫芦 而沈若没想的是道 因为她看中了这个葫芦 然后现在叶清雪要帮她买 这就是吃软饭吗 真是非常抱歉小姐 这个是我们的奖品 不卖的店家带着歉意说道 我出一两银子 叶清雪丝毫不在意淡淡地说道 店家听到对方爆出一两银子 他有点心动了 但是他不能卖这个 可是传家宝 他一直放家里 存在都没用过 要不是为了生计 他也不会拿出来 当做奖品来吸引人 他之所以说套中十个圈 就能获得葫芦 一方面是为了带动那些人 花钱套圈 另一方面则是 他不相信 真的有人能十圈权中 对不起小姐 这个真的不能卖 他眼神坚定 一脸决然地拒绝道 见那店家拒绝叶清雪也不恼 而是似笑非笑着 是吗 那五十两呢 五十两 听到叶清雪报价五十两时 沈若直接了惊饿了 花五十两买一个葫芦 未免也太多了奢华了 换做他以前是想都不敢想的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他有钱 而那店家听到五十两后眼放光 连忙用手掏了下自己耳朵 生怕听错了 叶清雪面不改色 心不跳继续道 对 五十两怎么样 你卖不卖 得到了叶清雪的肯定 对方要出五十两银子 店家直接呆着了 那可是五十两啊 五十两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 只要有这个五十两 就不用摆摊了 而且很长时间不愁吃穿 五十两对他这种小人物 来说就是一笔天价 卖 卖 卖 他笑颜站开 连忙开口说道 生怕对方反悔不买了 本来他是不想卖的 但是没办法 他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眼看叶清雪就要拿出钱财 沈洛率先一步 掏出五十两银子出来 给了那店家 这葫芦本来就是他想要的 总不能让叶清雪 帮他花钱买吧 再说了他现在也不差钱 要知道 他赵老的全部身家 都在他手上 叶清雪看着沈洛拿出来的银子 有点意外 沈洛对他笑了笑 没有多说什么 于是 拿到葫芦的沈洛和叶清雪 两人离开了这个 摊子在街上又逛了一会 便打到回府了 在回房间之前 沈洛发现叶清雪 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看了他一眼 至于那眼神中有什么意思 他也不知道 沈洛也没想太多回到房间 拿出先前买的葫芦 在手上把玩着 仔细看了一会发现 这瓶子上面的颜色 好像是一种天然色而成 不像是人为用漆染上去的 看着葫芦口被塞子给封住 沈洛拿下塞子 透过葫芦口 朝里面看去 里面空空如也 什么也没有 不过想一想 这也很正常 毕竟是奖品 谁会往里面灌东西 把玩了一会 感觉这个葫芦 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他来到外面 将这葫芦给清洗了一下 又往里面灌了一些清凉井水 待他口渴的时候 用来喝水解渴 很快不知不觉 夜幕降临了 明镜般的月亮 悬挂在天空上 把清如流水的光 倾泻到广阔的大地上 夜晚中的兰州城 安静地像一条 风平浪静的河流 此时在夜家某一处房间里 一位少年 因为口干舌燥想喝水 不情不愿地 从睡梦中苏醒 那人正是沈洛 晚上的时候因为 吃太多东西了 半夜有点渴想喝水 他从枕头下面 拿出储物袋 轻拍一下储物袋后 手中就出现一个葫芦 沈洛迫不及待地 打开葫芦的塞子 拿起葫芦 仰头一口喝了下去 随着葫芦里面的水 被他喝下去 从喉咙顺流 而下入腹的瞬间 这些水液就化成了气体 向着他全身扩散 这是灵气 正在喝水的沈洛 忽然感觉到自己体内 多了一丝灵气 连忙停止喝水动作 他一脸震惊地 看着手中葫芦 刚才他就是喝下这些水后 他的体内才有灵气出现 难道说 白天打的那口井 里面的水是灵水吗 所谓灵水顾名思义就是 水中含有灵力 凡人喝了 可以强身健体 延年益寿 修仙者喝了 可以有利于修炼 一想到这里 他就火急火燎地冲出房间 来到白天那口井旁 看着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的井水 顺着井口朝下看去可以看到 月亮倒映在水中清晰可见 沈洛拿起旁边的水桶抛了下去 打了一桶水上来 看着面前满满一桶水 他摇起一碗水大口地喝了起来 奇怪了 怎么没有灵气了 沈洛皱着眉头 很是诧异 不死心的他 又摇起一大碗水喝下去 结果还是没有感觉到灵气的出现 是怎么可能 怎么会这样呢 沈洛一脸猛逼地愣在原地 变得不知所措 他记得很清楚 白天的时候 就是从这里打水 灌进葫芦里的 怎么现在没有灵气了 莫非是这个葫芦的问题吗 他拿起手中的葫芦看了起来 为了印证心中所想 将葫芦里的水 一口气都喝了下去 瞬间就感觉到自己腹中 有一股很强烈的灵气波动 次日 他连忙往葫芦里灌了点水 之后一路小跑回到房间里面 开始运功修炼起来 沈洛控制着体内有水液化成的灵气 运行一个又一个大周天 直到七七四十九个大周天后 这股灵力 才总算被他收入丹田里 没想到炼化这水中灵气后 自己体内的灵力 居然增加了这么多 不仅如此 他还感觉自己的身体 变得有些轻飘飘 有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 这时 忽然有一股恶臭味袭来 这股味道很浓厚 就像一件袜子 多少天没洗了一样 他寻着这个味道查找着 好像是来自自己的身上 便低头一看 发现自己手臂上 不知何时冒出 虚虚多多的黑色小颗粒 他拿起一粒 放在鼻子上面闻了一下 发现那股恶臭味 正是来自这个东西上面 真的是太臭了 于是 沈洛便来到外面 将之前打好的那桶井水 一把道罐浇在自己身上清洗起来 瞬间一股透心良心飞扬的感觉 袭来 冲过冷水澡后 他再次 朝着自己手臂上的肌肤看去 发现之前那被黑色颗粒所布满的肌肤 现在变得如玉般光滑细腻 难不成这葫芦里面的灵液 还能洗净伐水不成 若是真的这样 那自己岂不是走大运了 想到这里 沈洛立即回到房间里面 将之前重新灌过水的葫芦 拿在手中 拔下葫芦塞子 将里面的水 倒入口中喝了起来 这水液入腹后 可以清晰地感觉到 刚才被他吞入腹中的水液里 只有一丝微弱的灵气存在 这股灵气 很明显没有之前的浓厚 可以说 水中的灵气很是稀薄 在感受到这股灵气后 沈洛惊讶地看着手中葫芦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 只要往葫芦里面灌水 就可产生灵气 至于为什么这次灌水后 葫芦里的灵气 不像之前那样浓厚 他也不知道 带着心中疑问沈洛 放下手中的葫芦 右手放在下巴 仔细回想思索着 当初他灌水的时候是下午 然后喝水的时候是晚上 现在这葫芦里的水 是几个十分前灌的 然后他刚才喝了 发现这次灵气不如之前浓厚 难道说 灵气的浓厚程度 和时间有关系吗 沈洛灵光一闪想到 这两次的唯一不同 就是时间不一样 一次时间长 二次时间短 为了猜测自己的想法 他决定每过一个时辰 喝一口确定一下 就这样 沈洛坐在自己的床上 看着摆放在面前的葫芦 每过去一个时辰 他就拿起葫芦喝一口 每次将葫芦里面的水 喝下肚之后 都能感觉到 这水中灵气 在悄悄发生变化 灵气由稀薄 慢慢地转变为浓郁 不知不觉 一个晚上就过去 拿起葫芦喝下去后 没过多久脸上 就展现出一抹笑意 终于等到你还好 我没放弃 不眠不休 花了一晚上时间 终于得出了结论 他兴致勃勃地 看着手中葫芦 就在沈洛为 自己有这个神秘葫芦 高兴万分的时候 他房间的门被人敲响了 这么一大早 会是会来找我呢 沈洛嘀咕道 于是便将手中葫芦 收入厨袋里 打开房门 只见门口站着一位中年人 那人正是叶家的家主叶天 一改常态 面无表情地 看着叶家主 回先师在下 刚才收到消息 那厄郎帮的帮主 率领帮中护法 将那南城的怡红楼 全都包下来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 您看要不要提前动手 叶炎支支吾吾地说道 南城吗 也罢 择日不如撞日 今日本先就出手 帮你了却后还罢 沈洛兄有成竹道 叶炎听到对方 愿意提前出手 眼睛睁得老大了 本来只是想问问 没想到对方 那么快就答应了 看着面前少年 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毕恭毕敬道 那在下就先祝贺先师 骑开得胜 马到成功了 宜红楼是厄郎帮辖区内的 一座青楼 此刻宜红楼的一个包厢内 正有一名刀疤脸男子 他怀中抱着一位娇艳女子 男子一边用手 在那女子身上来回抚摸 一边和包厢里 其他人交谈着 因为受到那男子的挑逗 女子时不时发出 沉重的喘息声 我说娃啊 天下女子何其多何必 刀疤脸看着坐在自己面前 正愁眉苦脸的少年劝说道 朱三四听到自己老爹话语 摇了摇头叹口气道 爹你不懂 雪儿是我一生追求的真爱 我一定要得到他 孩子你跟我扯什么皮呢 你小子什么尿性 我能不知道吗 这一红楼你来的可不比我少 你就是缠他的身子 你下贱 另外 你所谓的真爱 要追求才得到的 那还算真爱吗 你不明白 等你到了我 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 朱老六一脸不屑 笑着说道 面对自己老爹的话语 朱三四很想反驳 但是对方说得好像很在理 尤其是那句要追求才能得到 那还算真爱 他就是想追求叶清雪 结果失败了 朱三四沉默了一会 过了一会他缓缓说道 爹你说得很对 我想通了软的不行就来硬 我要将叶清雪抢到手中 朱圈听到自己儿子说想通了 刚准备想点点头夸赞两句 结果就听到对方说要硬抢 这可把他吓了一个啰嗦 要知道 叶家可是在猛虎帮的地盘上 猛虎帮承诺过 谁敢动叶家就是和猛虎帮作对 而猛虎帮和恶狼帮这两个帮派 自成立以来 一直是相安无事和平相处着 虽然明面上和和睦睦 暗地里也有不少摩擦 但都是小大小闹 算不了什么 若是真去叶家抢人 把叶家给逼急了 说不定叶家人 就会和猛虎帮站一条线来打他 朱圈听到自己儿子 竟然有这么疯狂的想法 刚想开口就有人敲门了 见自己说话被人打断了 朱圈有点不满爆喝道 他娘的 是哪个混蛋敢打断老子讲话 次日给几位爷送酒水的 屋外传来了一个年轻男子的声音 房间里的朱圈 听到外面人是来送酒的 两眼放光 便不假思索得道 那还快送进来 朱爷爷我正缺酒呢 随着朱圈此话一出 一个身穿店小二服饰的男子 双手捧着托盘走了进来 这托盘上面 装有一盘花生米和两壶酒 快拿酒过来 顺便给我每人也倒一杯 朱圈看都没看他走进来的 店小二一眼 不顾外人在场 就抱着怀中女子 在他的的香唇上亲了上去 这店小二模样的人 见面前刀疤脸男子词举 脸上闪过一丝鄙夷之色 几步走上前 把酒壶端到了桌上 朱圈眼光一扫 看到一旁端上来的酒壶 马上一把抓在手里 递给怀中女子 让他帮他针酒 女子接过酒壶 摆出一副诱人的模样 将酒壶里的酒倒入杯中 接着端着酒杯 咯咯娇笑着 依偎在朱圈的怀中 朱三四见自己老爹这副模样 顿感无语无意中扫了一眼 站在一旁的店小二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朱三四认出那店小二 就是之前打乱他计划的那个人 不由得惊呼一声 是你 此时的朱圈刚 准备喝下杯中酒水 被他儿子这惊呼一声给一下 直接被枪到了 差点被他儿子送走 那店小二 正是沈洛所打扮混进来的 他看着面前的朱三四 亮出自己洁白的牙齿笑着道 是啊 好久不见了 见沈洛站在他的面前 朱三四吓到连忙站了起来 他可是见识过沈洛的厉害 连忙躲到自己老爹一旁指着他道 爹 就是他 就是这个人当初打断了我的计划 你快帮我杀了他 朱圈咳嗽了几声 从刚才被酒水枪到的状况 缓了过来 听到自己儿子方才的话语 他抬头看向沈洛好奇地打亮他一眼 随即道 阁下当初坏我儿子的事 我们还没找你算账 沈洛坐在刚才朱三四坐的地方 嘴角上扬很是惬意的样子 朱三四见此 不禁打了个冷战 而朱圈听到沈洛的话 不以为一哈哈大笑起来 在他看来 面前的少年很显然是在说笑 看着自己父亲在发笑 朱三四未免有点焦急起来 爹啊 你在笑什么呀 别人都说要来杀我们了 你还在笑 我儿莫慌 你未免不觉得这太好笑了吗 什么意思 朱三四见自己父亲说出此话 很是不解 还不明白吗 这里可是我们恶狼帮的地盘 而且我们门中高手全都在这里 你觉得就凭他一人 真的能将我们全都杀掉吗 你说是不是很好笑 啊 对对对 愣在一旁的朱三四终于听懂了 自己父亲的话 看着沈洛的目光 不再是惧怕 而是一脸不屑 话说你就这么相信你的手下吗 沈洛淡淡地说 哼 我的弟兄我当然相信他们了 倒是你当初破坏我儿计划 今日还有胆敢找上门来我看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 来人哪 随着朱圈的一声爆喝 本以为会立即有人闯进来 结果整个屋子里外充满了寂静 朱圈见自己一声爆喝后 居然没有人进来 这可奇了怪了 于是他便继续喊道 来人哪 这一声过后 场面还是格外的安静 丝毫脚步声都听不见 一时间鸦雀无声 不死心的朱圈又喊了一句 依然没有人回应 这一下可把朱圈给整猛了 不知道什么情况 正当他准备喊第四声的时候 被沈洛给打断了 别喊了你就是喊破喉咙 都不会有人来的 你看他外面什么 沈洛衣袖一甩 关闭的房门自动打开 沈洛这一顿操作 可给这父子俩 整得看不明白 他们亲眼目睹那少年 只是手一挥门就开了 莫非他是一名 能争气外放的高手吗 就在他们还是疑惑的时候 就瞧见了门外的场面 朱三四看到门外的场景 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 背后发凉他看到 外面躺满了尸体 这 这 怎么 可能 朱圈也被这一幕给惊呆 他目光呆滞 惊魂未定地看着 他不敢相信自己的手下 门中高手 居然都被人给杀了 而依偎在他怀中的 那名美艳女子 见门口尸横遍野遍地血水 整个人浑身颤抖着 他不过一个妓女 哪里见过这等场面 两眼一抹黑昏死过去 现在 你该相信了吧 沈洛瞥了一眼外面 目光又转向 那二人轻描淡写地说道 不 这不可能 这不可能 朱圈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 他不敢相信 这一切都是事实 他的下手人 居然如他 对方所说 全都死了 他不愿意相信 我知道 我知道 你这是幻术你 肯定是用了什么妖法 让我们中了幻境 我知道了 哈哈 我知道了 朱圈哈哈大笑着 此刻他的神情异常 手舞足倒着 宛如一个疯子 爹 爹 朱三四见自己父亲 做出一些奇怪举动 强忍着这心中的巨异喊道 可是不管他如何喊 他老爹一直是重复这句 我知道 我知道 他知道他老爹 可能受了刺激疯了 朱三四见词 脸色瞬间苍白无力 整个人瘫坐在地上 沈落见状摇了摇头 他本不想杀人 奈何答应了别人没办法呀 如今厄郎帮的帮主已封 至于那朱三四沈落 没有对他痛下杀手 反正厄郎帮的高手 已经被他全灭了 区区一个朱三四 也起不了什么风浪 就游着他去吧 于是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这里 走在街道上 朝着叶家方向走去 厄郎帮的事情已经搞定了 现在他要去通知下叶家家主 让他来收拾下局面 沈落漫不经心 若无其事地走在大街上 对于之前出手 杀了厄郎帮十几名高手之事 他一点都不内疚 弱肉强食逝者生存 这就是江湖 另外 一边的猛虎帮总舵中 同样是惨不忍睹 遍地都是尸体 不过那些尸体 全都是一副面目猙獰 眼角发黑 身体如皮包骨模样 就好像一身的精气 被人吸走了一样 次日只见猛虎帮总舵之中 一位一袭黑衣 身材妖娆 妩媚的女子 满脸忧虑地看着面前尸体 自言自语道 凡人终究是凡人 这等精气 还不够我突破练弃四层的 那女子抱怨了两句后 随意扫了一眼 躺在周边的尸体 若有所思 随后想到了什么 她的嘴角露出 一丝邪媚的笑容 之后便朝着猛虎帮总舵中的 一间房屋走去 她来到卧室里面 只见床上 正躺一名俊美男子 正酣睡着 望着躺在床上的俊美男子 女子御守一挥 男子的口鼻之中 突然冒出一丝黑色的丝线 落在她的手中 那由黑气组成的丝线 落在她的掌心中后 便没入境去 消失不见 小狼君还不快醒醒 女子看着躺在床上的男子 咯咯笑道 极为诱惑人 话罢没过多久 躺在床上的男子 好似听到了女子的召唤般 缓缓睁开了双眼 她一副睡眼惺忪 如梦初醒的样子 待她缓过神来 就看到面前赫然 站着一位的黑衣女子 那男子正是猛虎帮的 少主秦长生 她刚看清此女的面容 就觉得脑袋嗡的一下 刹那间湿了神 整个人陷入一片艳离之中 咒于我 秦长生还未说完言语 就被那女子 用一根修长的手指 抵在嘴巴之间 打断了她的话 之后 她用玉手抚摸着 那男子的脸颊 不断挑逗着 秦长生眼神迷离地看着她 很是享受 女子见对方 被自己迷倒神魂颠倒 随即轻笑一声 坐在对方的身上 扶下身子 慢慢地向对方靠去 没过多久 两人的脸颊就碰在了一起 秦长生看着面前的女子 当即就要朝着女子 红唇上吻去 女子见此会议一笑 没有避开 而是主动地朝着对方迎去 很快 两条香蛇就缠绕在一起 就在秦长沉浸在其中之际 忽然一边凸起 她的发色 以肉眼可见速度逐渐变白 不仅如此 她的气血也在快速地流逝枯萎 片刻功夫后 女子停止了自己的动作站立起来 而她面前的秦长生 此刻已变成了一具干尸 哎呀呀 真是扫兴啊 难得将你留到最后 没想到你的精气和外面人一样 都不够人家用的嘛 若是能有个修饰 能让我裁补一下就好了 那样的话 我肯定能突破到炼气四层 她叹了一口气 看着面前变成干尸的秦长生 当初就是她邀请她来到这里的 现如今 这个地方的男人 基本上都被她 稀释了精气暴毙而亡 她在这里 只是待着了一旧离去了 毕竟她还要去寻找下一个目标 来助自己突破修为 一旁的沈洛 在解决完恶狼帮的时候 大摇大摆地 朝着叶家方向走去 她在距离叶家大门 还有段路的时候 就瞧见了在大门口 来回徘徊不定的叶炎 此时的叶炎 心中无比焦虑不安 因为沈洛去的实在是太久了 现在都还没回来 未免有点担心起来 她想到对方的身份可是先师 以先师的手段来说 对方一些凡夫俗子 基本上是直接拿捏 她之所以这样认为 是因为当初她大伯 就是靠着修仙者身份 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帮派来着 而沈洛见对方走在门口来回徘徊 局促不安的模样 大步走了过去 带着笑意喊道 叶家主 大门之下 那正心急如火 坎坷不安的叶炎 忽然听到了沈洛的声音 连忙转头过去 寻着声音方向看去 见那白衣少年 不紧不慢地走来 看着走过来的沈洛 叶炎面色大喜 立即迎了上去 来到她的跟前询问道 不知先师此行是否顺利 还有那恶郎帮的人怎么样了 哎 叶家主不必多虑 本先出手 自然是水到渠成 马到成功 沈洛极为轻松淡淡地说道 叶炎听到对方得手的话语后 神情激动 高兴地手舞足蹈 记不清有多少年了 这些年来 她一直想报仇 如今终于做到了 这一切都要公归于面前的少年 她知道 若是不是有先师出手助她 或许她这一辈子 可能都没有机会报仇 看看面前的少年愈发的感激 她发自内心的真心 对她行礼一拜 多谢先师 沈洛见此白白手表示不用这样 她受到叶家先祖所托 这是应该的 之后洛 就将先前所发生的事告诉了她 那叶炎听了之后 眼睛嘴巴张得老大了 内心感慨万千 两人聊了几句后 沈洛就告别了叶家主 回到自己房间里面 回到房间的沈洛 将门给锁好 拍下腰间的储物袋 拿出之前的葫芦 拿下葫芦上的塞子 大口喝了起来 很快 她就再次感受到了之前的灵气 连忙将葫芦收了起来 盘西尔坐在床上 开始修炼起来 不知不觉 两天就过去了 一直处于修炼中的沈洛 丝毫不知道 就在她修炼的这段时间里 兰州城内 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变化 先是厄狼帮的帮主 突然之间疯了 不仅如此 厄狼帮的高层 还都被人杀了 而那猪三四 直接变成了一副痴呆的模样 有人说 这可能是厄狼帮主朱圈 练功时候 走火入魔师兴风 将自己手下全都杀了 至于她的儿子 朱三四 直接变得痴呆起来 他们认为 可能是受到的打击太大了 所以才变成那样 然后就是在盟虎帮总舵中 所有人无一例外 全都暴毙 而枉死得特别凄惨 看起来像被人吸干了一样 对于这件事 城中人说法不一 有的人认为 盟虎这些年的所作所为 引起了叶家先人不满 因为他们谋朝篡位 使得叶天变成厉鬼 来找他们索命复仇 也有的人认为 城中出现了一只妖怪 他们喜欢吃人肉喝人血 而盟虎帮 恰好被对方盯上了 所以总舵的人 才会全部惨死 而叶天则认为 这两件事 可能都和沈洛有关 所以他丝毫不拒 他以灵力的手段 很快就将 这两个帮派的地盘给收复了 不仅如此 他还以叶家的身份 发布了一个公告 这两个帮派已经不复存在了 现在整个兰州城中 就只有一个帮派 那就是金师帮 次日这消息一出 引起了轩然大波 此时兰州城中 距离猛虎帮不远的某一个地方 有一位黑衣女子 正看着手中刚发布的公告 嘴角微微勾起 金师帮吗 有点意思 他正准备找一些 精壮的男人来修炼 刚好现在冒出来一个叶家 真是瞌睡了 就有人送枕头啊 所以他决定 准备去那个所谓的叶家看看 此时叶家的某个房间里 在经历了两天时间修炼后的沈落 借助之前剩下的聚气伞 和葫芦里面的灵水后 终于迈入了炼器第五层境界 现在他的手上 可以说是一瓶聚气伞都没有了 不过还好之前意外获得一个葫芦 虽然葫芦里面的灵气效果 不如聚气伞 但总比没有的好 修炼无岁月 是时候该出去走走了 他喃喃自语道 推开房门走了出去 王辞是叶家的一个下人 他受到家主的吩咐 在沈公子的门口守候着 并且还说 只要看到沈公子从房间里出来 就将他请到大厅那边去 对于家主此举 他很是不解 对方不过一个年方十八的少年 为何家主那么看重他 难不成那人是家主的私生子吗 而就在他响入非非的时候 听到了开门发出的吱鸭声 这突如其来的声响 打断了他的念想 寻着他声音方向看去 一眼就看到 从房间里走出来的沈落 连忙地迎问上去 来到沈落面前 恭敬地说道 沈公子您终于出来了 沈落看着来到自己面前的下人 一脸疑惑道 怎么了 可是有事 面对沈落的疑问 那下人不敢打马虎 毕竟是自家老爷的吩咐 可不敢有什么差错 于是便道 回公子之前 老爷吩咐过了 只要您出来 就让小的将您请到大厅去 原来如此 那咱们走吧 沈落点点头道 于是 沈落就随着那位下人 来到大厅这里 看着面前这空无一人的大厅 他随意找了一个位置坐了下来 至于刚才的那个下人 他让沈落先再次等候 而他要去通知一下自家老爷 目视着那位下人的离去 坐在大厅的沈落有点无聊 便拿起一旁的茶壶 倒了一杯热茶 慢慢品尝起来 没过多久 就见那位叶家主手中 拿着一个小盒 匆匆忙忙地来到这里 他看到沈落正坐在大厅里喝茶 便朝着沈落的方向走去 沈落刚喝完手中的热茶 将其茶杯放下 就瞧见了走过来的叶岩 叶岩来到沈落的面前 当即行礼一拜 一脸歉意地说道 在下最近事务繁多 让仙师久等了 还望仙师不要见谅 不要紧 在下也不过刚到此而已 沈落笑着说道 叶岩见对方没有怪罪之意 这才说道 如此多谢仙师了 对了 叶家主你叫我来此 是不是想问我 何时对猛虎帮动手啊 沈落看了一眼面前的叶家主 直接步入主题道 猛虎帮 沈仙师您是不是搞错了 猛虎帮的事 您先前不是已经替我们解决了吗 叶岩用一副大惑不解的样子 看向沈落 而沈落听到叶家主说 他解决了猛虎帮事的时候 直接傻眼了他 可不记得自己出手过对付猛虎帮 我搞错了吗 叶家主明明是你搞错了 当日我只是解决了恶狼帮的事 至于猛虎帮我还有没去呢 什么 难道不是您出手的吗 叶岩听到沈落话后 满脸震惊不可置信的模样 不错 这两天我一直在修炼 压根就没有出去过 至于你说的猛虎帮到底 是怎么回事 沈落极为疑惑地问道 叶岩见面前的沈落 一无所知的样子 有点猛 既然不是自家仙师出手 那会是谁呢 他顿了一顿后 便将这两天发生的事都说了出来 沈落在听完叶家主的话语后 脸色皱变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 通过对方的描述可以肯定 那些人都是被吸干精气而亡 精气而成人的生命根本 没有救精气人就会死 很显然 吸食人精气的这种手段 凡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 只有修仙者才能有如此神通 而且他还敢肯定 对方是一个修炼魔道的修士 面对魔道修士 他没有把握 当即生了想要离去的念头 叶炎见面前沈落突然间 表现出面色凝重不安的模样 不经神情变得焦虑起来 难道真的和外面人说的那样 猛虎帮中出现了一个妖怪吗 他想到 可是若真是如此 那整个兰州城不就完蛋了吗 看着面前一言不发的沈落 他小心翼翼地问道 沈仙师可是有什么不妥之处吗 沈落没有立即回答叶炎的话语 而是沉引了片刻 斟酌一下道 叶家主实不相瞒 兰州城城恐怕除了我之外 还有一位修仙者 而且那人可能还是一个魔修 啊 不会吧 叶炎惊呼一声道 关于魔修是什么 他不知道魔修 但是魔这个字 一听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东西 伴上之后 叶炎一副手足无措 惶惶不安的样子看向沈落 支支吾吾说道 面对魔修沈仙师准备怎么办 面对魔道修士 以我目前的修为来说 可能会不敌 所以我想我会离开这里 沈落直截了当地说道 叶炎听到 对方可能会离去后 脸色瞬间变得煞白 他不敢想象 若是对方真的离去了 那么他们叶家 又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来面对沈落口中的魔道修士呢 一时间 一种无力绝望之感涌上心头 沈落见状也有点于心不忍 于是便继续道 你们叶家是随我一起离去 还是继续留在这里 就在沈落和叶炎交谈之际 叶家府邸不远处的街道上 正有一名黑衣 女子 缓缓朝着这里走来 她的出现 吸引了街道上所有人的躁动 他们看到那女子的面容后 纷纷不住神地愣在原地 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她 黑衣女子在看到那些人脸上的目光后 充满了不屑 她只稍微施展了一些魅惑之法 这些人就被她迷得神魂颠倒 迷失在自己当中 而一旁的叶家大厅中 沈落还在和叶家家主谈论着 关于叶家离去之事 丝毫不知 危机正在一步步地逼近 此日好吧 既然如此 那就全听先师地吩咐了 叶炎心有不甘地说道 她好不容易才将猛虎和恶狼帮 这两个帮派给收拾了 恢复了叶家昔日的荣耀 结果现在又出现一个什么魔道修士 害得她不得不要远走向远离 这个是非之地 没有办法 心有不甘又能如何呢 这可是连先师都忌惮地存在 连先师都不能保证对付的了 更不要说她这一届烦人了 无奈之下只能答应 随着沈落准备一起离去 沈落见状点点头 和叶家主敲定好了时间后 决定明天就动身启程离去 毕竟谁都不知道 这个魔修会什么时候再次出现 所以还是早早离去的 好以免夜长梦多 叶家府邸外面的街道上 正有一名黑衣女子站在这里 她看着不远的 一座珠红色府邸 嘴角微微一笑 大步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她刚准备迈入这座府邸的大门 就被左右两旁 看守大门的壮汉给拦住了 这里是叶家 闲杂人等静止入内 其中一位壮汉 面无表情冷冷地说道 见自己被人拦住不能进去 于是她便用一种极其诱人的话语 看着面前这两个大汉道 哎哟 小哥你可错怪人家了 奴家可不是闲杂人等 你就放我进去吧 好不好吗 大汉见此丝毫没有任何反应 只是冷艳地看着 黑衣女子见自己方才举动没有效果 于是便换了一种方式和语气 那两个大汉见面前的女子不依不饶地 刚想开口准备呵斥她一番的时候 瞬间失了神地 愣在原地一动不动 黑衣女子见自己得手黑黑一笑 正准备从这两个大汉身旁走过去的时候 忽然间察觉到了什么 连忙躲在一旁 只见从叶家大门里面 走出一位看起来只有18岁左右男子 这男子正是审落他准备去猛虎帮总舵查看一番 走出大门的审落丝毫没有察觉到 旁边那两个大汉的异样 他走出大门后 直奔猛虎帮总舵方向走去 有点意思 躲在一旁的女子 看着走出来的少年自言自语之后 便在后面跟了上去 猛虎帮的总舵位于兰州城的北边 自从发生干尸事件后没有帮派高层领导 下面的人直接乱成一锅粥 很快就被叶家的人出面接管了 如今猛虎帮总舵之处已是人去楼空 一个人影都没有 没过多久 沈洛就孤身一人来到了猛虎帮的总舵外面 他在原地停顿了一下 眼神的余光瞟了一眼自己后面 先前在路上的时候 他就察觉到了 有人在后面一直跟着他 开始他以为那人有可能是顺路 也没想太过 可当他在街上刻意绕了一下后 发现那人依旧在后面紧紧跟随跟随着 我倒要看看 你想干嘛 沈洛心中冷笑一番后 大步走了进去 他刚走进去没多久 就有一名黑衣女子 在他后面不紧不慢地也走了进来 奇怪这小子人呢 刚才还在的 怎么人就不见了 黑衣女子愣在原地 左顾右看的 丝毫没有看到沈洛的人影 正当他纳闷的时候 忽见一个火红色的小球 朝自己飞来 看到飞来的火球女子大惊 连忙施展灵力护盾 在他打出护照上 灵力所化成的护照 当即略微闪动了一下后 又变成正常了 在躲避了这小火球之后 女子并没有立即撤销灵力护盾 而是谨慎地看向四周 想要找到沈洛的身影 他确信 刚才那个火球 应该是之前那个少年所打出来的 他万万没想到 那少年竟然也是一名修仙者 本来跟着那个少年 就是觉得那少年看起来不错 想用他来突破自己的修炼瓶颈 谁料对方竟然不是凡人 而是同他一样都是 一名修仙者 那黑衣女子 见沈洛一直不现身 不由得开始有点慌乱起来了 要知道 他所打出的护盾 全程是靠自己的法力所支撑的 只要他的法力一耗尽 他所打出的护盾 就会立刻消失 想到这里 他不免有点后怕 自己有什么神通手段 他最清楚不过了 他只会一些魅惑之法 至于所谓的神通法术 最低也要练弃四层才能施展 而他现在不过才练弃三层而已 练弃三层这个级别的修仙者 不过相当于凡人当中 宗师级别的高手 有神识 但是不能修炼法术神通 他知道对方之所以不现身 就是想等自己法力耗尽时 再出手将自己灭杀 黑衣女子越想越害怕 于是便装作一副无辜的样子 悠悠地说道 公子为何要对奴家出手 奴家没有恶意的 哦 是吗 既然如此 那你刚才为什么一直在跟着我 沈洛躲在一旁静静地看着 冷冷地说道 奴家见公子也是修仙者 真是伤了奴家的心 那黑衣女子咒语 极为伤心地说道 沈洛面无表情地看着那女子 对于女子的话语 她有点半信半疑 对方看起来一副人畜无害 若不禁风的样子 倒也不像是什么魔修 所谓魔修 是指那些修炼恶毒功法 来提升修为的修士 他们吸入的不是灵气 而是魔气 修魔者在吸入魔气后 可以使修为快速地达到提升 但是这种修炼的方式 弊端就是容易出现心魔 变得残忍耗杀 只要为了能提升自己的修为 基本上无所不用 因此 在修仙者中魔道修士 和正道修士之间 一直是势如水火 谁也容不下谁 沈洛听了那女子的话语 沉映了一番后 便从藏身的地方走了出来 女子见沈洛从一旁的假伤后 走了出来 也撤销了灵力护盾 看着走过来的少年 心中暗想着 真是个愚蠢的家伙 随便说几句就信了 待会就用你来突破 我的修炼瓶颈 一旁的沈洛 很快来到了黑衣女子的面前 看着面前的女子 她一脸歉意地抱歉地说道 在下并不知道有的来意 差点误伤了道友 还望道友不要见怪 黑衣女子望着面前的少年 悄悄施展魅惑术笑着说道 哼 没什么 毕竟道友之前也不知道 我的意图 不知者无罪吗 沈洛见面前的女子如此大度 点点头刚想开口 就觉得脑袋瓜忽然嗡的一下 刹那间湿了神 晕晕乎乎地不知所云 次日 黑衣女子见面前少年 表现出一种失神痴呆的模样 不由得嘴角上 杨邪媚一笑地自言自语道 哼 不过是一个矛头小子而已 修炼出法术神通 又能怎么样 还不是栽在我手里了 说吧 女子便朝着面前 沈洛走去 想要吸走她的精气 此刻正愣在原地晕晕乎乎 两眼空白的沈洛 不知所以之时 一股凉气从丹田突然窜出 使她浑身打个冷战 立马清醒了过来 恢复神智的沈洛 见那女子朝着自己走来 想要对自己图谋不轨 抱贺一声道 呆 你这贼女子 竟然敢谋害平道 看见 她一袖一甩 一道金色的灵光乍现 从她袖口飞出 如滑破长空般 气势汹汹地 直奔面前黑衣女子而去 黑衣女子 见愣在原地的沈洛 突然间惊醒了过来 面色大惊 还没来得及反应 就见 一道金色的灵光 朝自己袭来 那金色的灵光 正是沈洛在黑穷门的时候 从光头大汗手中 得来的飞剑 先前她在假山的时候 就觉得这个女的有点问题 对于黑衣女子之前的话语 她一直是半信半疑 沈洛可不是那种 一见到漂亮女子 就走不动到的人 更何况 还是一名来历不明的女子 面对袭来的飞剑女子 惊恐万分 当即再次施展一道 由灵力汇聚的护盾 挡在面前 被金色灵光所包裹的小剑 落在黑衣女子 所寄出的灵力护盾上 当 一声 金色的小剑 触碰到黑衣女子 所打出的灵力护盾后 被弹飞了出去 沈洛见自己 寄出的飞剑被挡住 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这一切在她的意料之中 她就是想看看 不往飞剑里输入灵力的话 小剑能有几成威力 看着眼前被弹飞的小剑 她快速掐着手绝 打出一道灵光 没入小剑里 空中的小剑 受到沈洛的灵光注入 剑身上散发出的金色光芒 瞬间变得光芒大盛 闪耀刺眼 沈洛控制着光芒万丈的小剑 如同自九天之上 坠落的流星般 朝着黑衣女子飞去 黑衣女子正准备因为刚才 挡住沈洛所打出的金光攻击时 松一口气的时候 没想到那小剑 又一次地朝着自己飞来 而且 这次的金色灵光看起来 似乎比刚望上了不少 女子大害 连忙将身上的所有灵力 疯狂注灵力护盾中 希望能再一次地挡住沈洛的攻击 就在她以为 这次能防住的时候 谁料那金色的小剑 就像捅破窗户纸一样 轻而易举 不费吹灰之力就破开了 女子望着金色小剑 轻易地就破开了自己的灵力护盾 面露惊恐之色 哪里还想着用灵力修补护盾 直接转身就走 想要逃离这个是非之地 而沈洛对于要害自己的人 她可不会因为对方是女子 就对她心慈手软 手下留情 她控制着飞剑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直接从那黑衣女子的 身体当中穿过 女子被一剑 毕命身子栽倒在地上 没有了呼吸 沈洛面无表情地 来到女子尸身面前 没有丝毫的怜悯之心 她的宗旨就是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杀人 就在她刚准备施掌火球术 烧毁女子尸身的时候 就瞧见了挂在她腰间的布袋子 俯下身子 去摘掉其腰间的布袋 望着手中的布袋 好奇地将其打开 发现这个居然是同她腰间 挂着的布袋一样都是储物袋 她还以为 这是女子所佩戴的香袋呢 从这个储物袋里面 她只获得了一些 女子打扮用的胭脂 以及一本修炼的法诀 还有一些衣物钱财之类 那本修炼的法诀 她粗略地看了一眼 发现 那是一本靠西十人精气 来提升修为的写法 看到这回想起 之前恶狼帮干尸的事件 看样子 多半是雌女所为 她没想到 被她所忌惮的魔道修士 就是面前的这个女子 而现在这个女的 被她给杀了 如此一来 那叶家也就不需要离去了 可以继续留在这里 而她则可以安心地去追求 自己那缥缈虚无的仙道了 于是 沈洛便离开了蒙虎帮 走之前 还将那黑衣女子的尸体给分毁了 泰州城位于赵国的东部 城市不大 只有数十万人口 只有第一大城 兰州城的五分之一 但此地三面环山 一面靠湖 环境优美 倒是那些富贵人家休闲时的好去处 再加上 此地生有几种罕见的水果特产 别处都无法见到 因此 小城也颇有些名气 太白山位于北都城西面不远处 整座山高达三千多米 常年被山雾笼罩着 是赵国第九座大山 在此山的山顶之处 还建有一座不大的寺庙 因为此庙的占卜 问谦非常的灵念 因此 这里每年都会有一批 慕名而来的游客 不辞辛苦 远程万里地来此地烧香求签 而此时在太白山山脚下的一处树林里 有一位白衣少年 正缓缓行走着 那少年正是从兰州城 来到此地的沈洛 他之所以来这里 是因为在这此山的附近 有一座修仙者城市 本来他是准备去浩原城的 奈何浩原城里这里太远 无奈之下 便只能来到了太白山这里 谁料刚来到这里就迷路了 因为黑窟道人只告诉他 这里是赵国修仙者的聚集地 但是没有告诉他 具体在哪个地方 没办法 沈洛只好向附近的村民 打听了一些关于太白山的事 结果还真让他听出了一些门道来 听那些村民说在太白山北面 有一个被传得非常神秘的地方 那个地方常年都被浓浓的白雾笼罩着 伸手不见五指 按理说太白山 有些山雾 这是很正常的事 可是像这样浓民一年四季 都有山雾笼罩 就有些太不可思议了 为此 还有一些较为胆大的村民 一起进走路里面过 想要看看 这个里面到底是什么地方 结果 他们刚进去没多久就迷失了方向 然后就稀里糊涂 莫名其妙走了出来 很是奇怪 因为那个地方的古怪 使得村民们对这个地方充满了忌惮 为此他们还特地 将那个地方给列为了禁地 禁止村中小孩老人进去 而沈洛在知道这些事后 心中却是大喜他确信 这古怪的地方 多半就是他要找的地方 于是便告别了那些村民 朝着怪异的地方走去 很快 他就来到了这里 看着面前白雾蒙蒙充满大雾的地方 他知道这些所谓的大雾 应该是修仙者 用一种特俗方式所展现出来的 次日凝望了一会后 便大步走了进去 走在这片烟雾缭绕的小山里 由于雾气弥漫他的视线 只能看清自己脚下的路 不过好在他有神识 可以探查周边的情况 走在里面倒是没什么问题 片刻之后 他就走出了白雾所在的地区 丝毫没有碰到 像村民所说的迷路情况 走出白雾地区后 展现在他面前的 是一片类似于山谷的地方 四周青山绿树 绿绿统统 时不时有淡淡花香飘来 让人闻了心旷神怡 不愧是修仙者所在的地方啊 沈洛看着面前的景物 感慨万千 他洋洋散散地 走在这片山谷密林之中 要想到达修仙者所在的城市 必须要先穿过这片山谷才行 就在沈洛即将要穿过 这片山谷密林中时 突发一遍 一旁的灌木草丛中 一道黑影闪过 这丝异样 引起了沈洛的注意 他谨慎地看向一旁的灌木丛 心里嘀咕着 莫非是有什么妖怪不成 正当他准备 小心翼翼地过去查看一下时 呼地嗖 被一声 一道黑色影子 如闪电朝着他袭来 见那东西袭来 沈洛面色大惊 装在沈洛寄出的灵力护照上 然后重重地摔在地上 昏死过去 沈洛看着刚才因为撞击 而栽倒在地上东西 直接傻眼了他万万没想到 那团黑色影子 竟然是一只灰色的兔子 这怎么可能 一个兔子 居然能有如此的速度 沈洛面露震惊之色 惊讶地看 这 看着晕眩过去的兔子 他撤销了灵力护盾 走了过去 一把抓住兔子的耳朵 将其拎在手上打量着 这兔子看起来就是极为普通 没有什么特别奇异之处 但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兔子 却有着极快的速度 好在沈洛反应快 不然就被他给撞到了 就在他为这个奇怪的兔子纳闷之时 之前的灌木草丛中 又传来嘻嘻嘻嘻的声音 听到一旁的灌木丛林 又一次发出声音 难道还有兔子吗 他自言自语道 不禁开始有点怀疑 自己是不是闯入兔子窝了 就在这时 突然那灌木草丛之中走出一位 看起来只有17岁左右的妙龄少女 那少女刚走出来 就见自己的灵兽 被人逮住拎在手中 交合道 道友 为何要抓我的灵兽 你的灵兽吗 沈洛望了一眼 手中兔子道 不错 那是我的兔子 你快把我还我 不然我就对你不客气了 话吧 少女就拿出一柄 银白色的长剑握在手里 一副要干架的样子 沈洛见面前的女子 不分青红皂白的 就把她说了一顿 然后还一副要威胁她的样子 脸色瞬间阴沉了下来 对着那少女立声呵斥道 你还知道是你的灵兽啊 既然是你的灵兽 为什么不好好看管 还让她到处乱跑 刚才差点撞到我了 你知不知道 啊 这 少女间自己被人对一时语色 不知该说什么好 毕竟事情的源头 就是她引起的 方才她抱着自己的灵兽 在山谷里面走着 然后怀中兔子 不知道怎么了 突然就挣脱了她的束缚跑了 于是 她就随着兔子的跑的方向 一路追赶来到这里 然后就看到自己兔子 被人拎在手中 之后就是刚才所发生的事了 哎呀 你不要凶吗 人家又不是故意地再说 我哪知道她会跑来撞你啊 我错了还不行吗 少女美好气地说道 面对少女的话 与沈落没有回应 白了她一眼 随后就将手中兔子抛了过去 见面前的男子抛来来 少女一把将其接住 重新抱在怀中 灵兽被她抱在怀中 没过一会 就从昏睡中醒来 多谢道友 少女见自己的灵兽并无大碍 感激地说道 感激的话就不必了 把自己的灵兽管好就行了 沈落面无表情冷冷道 说完后就转身离去 少女见到男子要走 连忙道 道友是不是要去太白仙城啊 听到后面女子的喊话 沈落的脚步顿时停了下来 她转过身子去看着那少女道 不错 怎么道友也要去吗 是啊 我刚好要找我店 那既然如此 不如我们就一起去吧 说完她用一种期盼的眼光 注视着沈落 沈落见少女这样 心中暗自想到 不如就和她一起吧 说不定能从对方的口中 了解点关于仙城的一些事情 想到这里 沈落看着面前的少年 淡淡一笑道 好吧 那你就跟我来吧 就这样 沈落和那少女 便一起结伴行 前往太白仙城 从少女的口中得知太白仙城 乃是赵国 一位助击妻修士所建立的 起初这里本来 只是一个方式 当初那人建立这个方式 是为了 将手中一些用不着的东西 卖给那些练妻妻的修士 换点零食 因为这种交易的出现 吸引了不少练妻妻的修士 于是他们便成群结队地来到这里 想要用手中零食 换取助击妻修士手中的宝物 那人也没想到 自己的一次交易 竟然吸引了不少人 于是他便起了念头 呼吁自己的朋友 若是有用不到的东西 可以来此 将其卖给那些练妻妻的修士 久而久之那个地方 就渐渐地发展成了一个仙城 两人一路闲聊 很快就来到一座城池的面前 沈落看着面前 宏伟壮观的仙城 仙城门口正上方 高挂着太白仙城 似的大字的金色牌匾 门口的两侧 分别站着几名身穿同一服饰的男子 他们的修为 皆是练妻后期这样 从之前的少女话语得到自己 那些看守城门的的人 便是这座仙城创立者白家的护卫 沈落打量一番后 便大步走了进去 然后就被看守大门的人给拦住了 那人看着面前的沈落 冷冷说道 道友 想要从这里进去 必须得交付一块零食 面对那人的话语 沈落有点猛了 零食这种东西 他都没听过 更不知道零食是什么东西 一脸疑惑地看着那人 有点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 尴尬地说道 请问什么是零食啊 次日那些看守仙城的护卫 听到沈落说 他自己不知道什么是零食时 直接傻眼了 要知道 零食可是修仙者 用来吸纳零器 或是用来交易货币重要东西 而面前的这位男子却说 不知道什么零食 他们一脸茫然地上下 打量着面前男子 发现他的修为 已经达到炼器五层了 可是就是 这样一个炼器五层的修士 居然不知道 什么是零食 真是华天下之大忌 真不知道他是怎么修炼的 其实这不能怪沈落 毕竟他接触到的修仙者 就那么几个 零食这东西 他没见过 也没人和他说过 自然是不知晓 零食是什么东西 所谓的零食 顾名思义 就是含有一定灵力的石头 这种含有灵力的石头 对修仙者而言 用途十分广泛 打坐修炼时 只要手中握着这么一块零食 就能快速地将石头中的灵力 吸收转化为自身的灵力 远比正常吐吸灵气要快得多 因而可以大大减少打坐的时间 此外 无论是炼制法器 还是不知法阵 都需要一定数量和质量的零食 尤其是不知法阵 完全是靠零食供给零力的 法阵威力的大小 与使用的零食所含零力的多少 直接挂钩 因此 几乎每个修仙者都离不开零食 而零食也成为了修仙界的一般等价物 类似于凡人世界的黄金白银般的存在 根据零食所含零力的多少 可以将零食分为低阶零食 中阶零食和高阶零食三类 中阶零食所含的零力 大约是低阶零食的100倍 但价格却比100块低阶零食略高 因为高等级的零食 一次性能供给的零力更多 用途更广泛 而且 各种零食矿卖中 中阶零食的数量也远在低阶零食之上 至于高阶零食 虽然零力也就是中阶零食的100倍左右 但是其价值一般公认是 中阶零食的100倍以上 那人看着面前的沈洛 一副手无足措的模样 他认为 那少年有可能是在装傻充乐 不想浇零食想白嫖进城 于是便道 道友身为炼器五层的修仙者 没必要装作连零食是什么都不知道吧 听了那人的话语 沈洛小脸一红 白口墨便面露焦急之色 毕竟他真的不知道 零食是什么 站在沈洛后面的妙龄少女 望着他那一副手无足措脸红的模样 不由得偷偷地发笑 沈洛眼角一斜着 看到在后面偷笑的少女 两眼一转 想到了什么 便转过身子 去对着那少女说 腼腆地说道 白仙子可否既有零食一用 等我以后有零食了再还你 正在偷偷发笑的少女 见面前沈洛此举 睁大眼睛看着他 顿了一顿笑着说道 沈道友不就是想进城吗 简单看我的 说完 少女对着他眨眨眼 好像是在说 看好了别眨眼 少女从他的身旁 走过来到那个几个护卫面前 望着那几个人 少女瞥了一眼 一脸不屑的模样 心高气傲地说道 你们几个知道我是谁吗 那些看守先程的护卫 听了少女的话语后 上下打量了一番 然后又互相看了看 接着纷纷摇头 表示道不认识 少女见那些人 竟然说不认识他 有点猛一旁的沈洛见状后 瞬间翻了一个白眼 好似在说 就这 你也不过如此吗 见自己被人嘲讽 顿时他的脸黑了下来 一拍腰间的储物袋 拿出一块玉牌 放在他们的面前 娇喝道 我乃太白城城主 白酒的女儿白银 你们既然不认识我 那我且问你们 可识得此物 玉牌的出现时的场面 瞬间出现一种压迫感 本以为这件事 就这么算了的时候 结果出现了一种 令人出乎意料 大跌眼镜的事 带头的护卫 一脸疑惑地 看着面前的玉牌 又向了下旁边的人问道 这是啥东西 你们知道吗 我不知道啊 别看我 我今天第一次上岗 你今天第一次上岗 好巧啊 我也是 还有我 我也是 听着面前的人 互相议论着 少女直接愣在原地了 她没想到 这些人竟然连着 白家令牌都不知道 本来她还想在 沈罗面前 好好表现一番 出一下风头 结果换来的 却是一次次的打击 好想哭啊 我太难了 少女心里感慨到 她决定等这次回去 让她爹把刚才的 那几个人 全都开掉 自己堂堂一个大小姐 竟然没有人认识 这太没有面子 她们好像不认识你 还不还是算了 你借我零食吧 沈罗来到少女的一旁 淡淡地说道 愣在原地的少女 听了沈罗此话 一只手成全壮 紧紧地捏住 这句话看起来很正常 没有毛病 但是此刻 对她来说 却又是一个打击 她扔出两块零食后 也不顾那些人什么反应 大步朝着一个方向 一声不吭地离去了 见少女这突如其来的举动 沈罗很是不理解 看着她远去的背影 没有追上去 而是站在原地 自言自语道 这女子怎的脾气如此古怪 罢了罢了 我从凡间来 到此觅长生 沈罗不再去想 那女子是大步 穿过城门的路口 走了进去 随后映入在眼前的 是一大片 刁蓝玉器的宫殿式楼阁 正有些奇装异服 打扮的人出出静静 而在楼阁前面的空地上 有一个很宽阔的青砖广场 里面有许多人像小商贩一样 围着广场的四周 摆起了小货摊 在这些摊位的前面 时不时地 会有一两人挤到跟前 看那么一两眼 或者低声问两句 见此情景沈罗 不禁深吸了一口气 这就是修仙界了 这里的人 应全都是修仙者 能一下子见到 如此多的修仙之人 还是让沈罗精神 有一些恍惚 他轻晃了下头 让自己清醒一些 他不断提醒着自己 他要进入的 是一个以前 无法想象的世界 这里的人 即使有高身修为在身的 况且这修仙界 并非凡人中的江湖那样 他一定要多加谨慎些才是 次日走在街道上的沈罗 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 他一边慢慢行走着 一边一家家地 挨个看着各个摊位上的东西 现在的他大致了解了 关于修仙者们之间交易 多半采用两种方式 一种是以物换物的原始方式 一些修仙者 希望将自己用不着的东西拿来 换取自己需要的物品 所以这些人 往往一连摆摊数天 一件物品也没交易成功 这也是常有的事 另外一种 则就是沈罗之前所看到的零食 零食这种好东西 他可是一块都没有 他自认身上也没什么 可交换的物品 就抱着开眼界的念头 悠哉的东看看西瞧瞧 一路走来 虽然沈罗的样子 是淡然从容不迫的 可这些摊点上的东西 还真有许多让他大为眼红 和极为心动的物品 别的不说就说 那每个摊点上 都有一打打的符纸 这些东西虽然很普通 但却是沈罗目前 最需要的物品之一 零食的威力他 可是见识过的 之前赵老使用的金光符 得到这些符纸的话 那他马上就可以 多一种法术可以运用 使自己实力 立即增强那么一份 除了他见过的金光符外 还了解了一些 其他类型的符路 像什么雷蛇符 火龙符 风行符等各种 五花八门的灵符 让沈罗看了颇为的动心 甚至沈罗还在一个 不起眼的货摊前 见到了一能放出 金照的金光符 上面的标价牌上写着 金光符 金属性初级中阶防御 用灵符价值9块 低阶灵石 关于这符纸的 几级几阶 代表着什么意思 有什么具体的区别 他还不知道 但是他逛了这么多的摊位 对这些符路的价钱 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一些初级下阶空白符纸 一块低阶灵石就可买到 而以炼制完成的 初级下阶符路 则是其法术种类的不同 分别卖到一到两块 低阶灵石 至于初级中阶的灵符 则立刻翻了几番 被卖到了六至十块灵石 而且上防御性的灵符 要比进攻性的贵那么一些 只能看不能买 真是让人看了心痒痒 现在的他 可是一个穷鬼 一块灵石都没有 无奈之下 他只能继续去 其他地方逛了起来 走了一会 他来到一个摊位面前 瞬间被吸引住了 只见那摊位的牌子上 写着 丹药换物主收据气散 或者其他提升修为的丹药 只要有这些丹药 就可以换购 上阶初级攻击 俘虏雷蛇符 沈洛一件此牌子 心中未知一乐妙之道 看了这么多摊点 这还是他见到的 第一张上阶的初级灵符 用心观看之下 发现那符路上的 灵气浓郁的惊人 不是先前所见的 下中阶灵符所能比的 五十块零食 换不换 围着观看的一位 赤足的满脸胡扎汉子 忍不住开口说道 这个摊位的主人 是一个身材瘦弱的青年 他用手指了指那个牌子 就不再理睬这人了 五十块零食 买你这符路价格 已经很高了 出价的人 不甘心地说道 哼 你没看到那个牌子吗 我这只接受丹药换购 不支持零食 青年终于冷冰冰 不厌烦地说道 汉子间自己被人呵斥 满脸气得通红气 急败坏地说道 哼 什么玩意儿 你不卖 老子还不想要呢 说完他头也不回的 就离去了 而沈若见此 看着上面的牌子 未免有点动心 这可是一张上阶的 初级攻击符路 只要有了他 自己就可以多一个 保命手段了 聚气散他是没有的 但是他有葫芦里面的灵液 虽然灵液比不上聚气散 但那也算是一个 能增进修为的灵药 想到这里 沈若便大不来到 那人的摊位前 笑了笑道 我有一种 可以提升修为的药物 你看看合不合你的要求 说完 他就从储物袋里面 拿出一个葫芦 摆在那人的面前 沈若丝毫不怕 自己葫芦的能力被人发现 因为这葫芦怎么看都很普通 谁能想到 只要灌水 就能产生灵气啊 瘦弱的青年 然后把鼻子靠近葫芦口闻了闻 没过多久 那人两眼放光 惊喜地看着沈若道 道友这葫芦里的东西 正是我需要的 不知道道友是否要和在下交易 沈若听了呢 话语微微一愣 本来就是想试试看 没想到成了 当即开口说道 那是自然的了 那人见沈若答应了 立刻掏出灵符 摆放在面前道 道友这是灵符 还请收好 沈若看着面前的灵符 淡淡道 道友可有容器装灵液 我这个葫芦不卖的 有的 有的 青年点点头道 拿出一个容器 将沈若葫芦里面的灵液都弄走了 就这样 沈若和那人完成了交易 得到了这张灵符后 他离开了这个摊子 去了其他地方逛了起来 当他在另外一条街道上走了没多久 就有一名轻衣男子走了过来 来到他的面前笑着说道 道友是第一次来先程吧 望着来到自己面前轻衣男子 沈若面无表情冷冷道 道友可是有事吗 对于他的提问 沈若并没有直接说自己的第一次来 毕竟面对陌生的人的话语 还是谨慎些好 轻衣男子见对方态度冰冷 没有丝毫不爽之意 而是笑着脸淡淡地说道 道友不要误会 我只是 见道友一个人 在这里看起来 对这里一切都很陌生的样子 所以我猜测 道友可能是新来的修士 想结交一番 在下可是同道友一样都是散修 所谓散修 就是指那些没有家族 宗门背景的修士 他们或多或少 都是同沈若一样 意外地走上修仙者的路 听了轻衣男子的话语 沈若微微一愣 原来道友也是散修啊 不错 阁下如果也是一名散修的话 要知道散修一个人 在外是没有任何势力 背景可言的 不如道友同我等一起 加入散修联盟如何 散修联盟 沈若疑惑道 他以为先程就是属于白家的势力 谁能想到 这里面还有一个 所谓的什么散修联盟 从轻衣男子口中得知 散修联盟 这个组织是近几年才成立的 次日 这个组织存在的意义 主要是为了帮助那些 出入修仙界的修士 了解一些关于修仙界的情况 除此之外 也是散修之间用来交好的地方 本来散修就是一群无根无稽的存在 现在能有个组织可以依靠他们 自然是万分欣喜的 就这样 散修联盟就顺理成章地诞生了 对于散修联盟的出现 白家是支持的 因为散修联盟的出现 使得此地出现了一大批炼气器的修士 带动了先程的发展 为了便于管理他们 而沈落他面前的这位轻衣男子 就是其中一名管理员 既然已明白对方的用意了 还有散修联盟的存在 自然不会拒绝这样的好事 毕竟他的确需要一个 可遮风挡雨的小团体做掩护 就算是临时性的也不在乎 不过在此之前 他还要仔细问对方几个问题 才能放心地加入对方 既然道友已看出来了 那在下也没什么好隐瞒的 不过 我的确是散修 不过想让我加入你们这个联盟的话 能否先介绍一下自己 和说一下 成为你们一员后 需要做些什么 沈落坦然地承认了 自己散修的身份 轻衣男子见状面色大喜 眼神中闪过一丝阴厉之色 他看着沈落笑着说道 在下流利乃是散修联盟中的 一名领头人 至于道友方才说 加入联盟后要做的事 自然是没有的 只需要简单登记一下就行了 哦 原来如此 沈落点点头道 有点意外 没想到这么简单 那我现在去带道友去登记一下吧 随我来便是 流利说完后 便转身朝着仙城当中的某一个地方走去 沈落见他离去 紧随其后走着 两人穿过几条街道 来到一处城门前 流道友 咱们联盟登记的地方 在城外吗 沈落看着面前的城门出口 很是不解地问道 飞也 在下只是个领头人登记的话 要去找我的主管登记一下 那人现在 就在城外某一个地方修炼 流利微微一笑道 沈落听了他的话语后 没有丝毫怀疑之心 便随着他走出了城外 来到一片山林之中 两人离开仙城后 朝着一个较为偏僻的方向走去 走在密林里举目远望 绿色的大森林像海洋一样 连成一片 流道友 不知还有多久才能达到目的地 走了一会沈落问道 快了 快了 就在不远处 跟在那人的后面走着 沈落越发感觉不太对劲 按道理来说 修炼的话 城中有地方可以修炼 没必要离开仙城去 那么远的地方 而且 那人走的地方很是偏僻 莫非他是什么想法不成 沈落目光冰冷地看着那人背后 心里想到 防人之心不可无 还是小心点好 片刻之后 两人来到 一处空地停了下来 不等沈落问话 那位流道友开口道 沈道友 就是此地了 你先在此等候 我这就换他过来 花霸 他掏出一张黄色的符纸 对着他嘴唇动了起来 却没有发出声音 之后手中的黄符一抛 那黄色的符路 就化为一道流光离去了 站在原地的沈落 看着他将黄符纸抛出 很是新奇 他不知道修仙者 还能将符路这么用 于是便问道 刘道友 这是什么符路啊 流利看向一旁的沈落 惊讶的表情 很是不解得道 这是传音符啊 沈道友你不会连传音符 都没见过吧 被人问到痛处 沈落脸色微红 话题一转道 刘道友 你先前说的那人 不是在此修炼吗 为何还要用传音符 我也不知道啊 那人先前一直在此修炼的 今日居然没有在这里 是吗 我看这里地势偏僻 人烟稀少 倒是个杀人埋尸的好地方啊 沈落淡淡地说道 道友此话是何意 莫非你觉得 刘某是那种杀人夺宝的魔头不成 刘厉喊 面色微怒 不满道 沈落见状没有硬道 而是默默地地看着他 嘴角微微一笑 刘厉见对方没有说话 还面带微笑地看着他 心里暗自想道 莫非这小子 看穿了我的意图不成 站在原地的刘厉 被沈落看着 脸上的表情 阴晴不定来回转变 过了一会 他的目光露出一丝狠辣之色 充满着杀意看着他道 没想到沈道友的目光 竟然如此明慧 既然你都知道了 那我这戏我就不演了 我就是专门截杀你们这些 修为低弱的人 像你这样修为低弱的修士 我都杀了好几个 听了对方的话语后 沈落微微一愣 神色变得阴沉起来 本来他就是随便一说 结果被他说对了 对方图谋不轨 将他带到这里来 就是为了杀他夺宝 想到这里 他的心中也充满了 怒意和杀意 没想到 自己出入修仙界 就被人骗了 所谓先发制人 他要先下手为强打 对方的猝不及防 他一身手掌中 出现一个小火球 呲啦啦的作响 然后对着那人猛的一弹 将手中的火球 打飞了出去 眼看火球就要触碰到他 意图败露的流利 身子一闪 来到另外一旁 躲避了火球的攻击 砰 的一声 流利之前站的空地 被审落的火球 炸出一个坑来 小子你还不赖吗 可惜遇到了我 去死吧 转移到一旁的流利 一声爆合 他右手的拳头之上 被一层土黄色的光芒 给覆盖了 一拳轰出 下一刻 一个有土黄色的光芒 所凝聚出的拳头 朝着沈落猛然轰去 流利看着自己的拳光轰去 冷冷地看着脸上 竟是不屑嘲讽之意 这可是 他的杀手锏 土龙拳 早在和沈落搭话之前 他就看出来 沈落身上显现出的修为 不过是练弃五层而已 要知道 他可是练弃七层的境界 练弃后期的修为 自己可是比对方高两个小境界 他敢断言 对方定是挡不住这一拳的攻击 定然会死在这拳光之下 所以他的神情很轻松 杀这种级别的修仙者 就像杀鸡一样 而沈落看着 泛着黄色灵光的拳头 朝着自己轰来 面部改色袖袍一抖 一个巴掌大小的圆形牌子飞出 次日那圆形牌子 从他衣袖中落出后 瞬间灵光四射 化为一道凝厚的光幕 将沈落全身包裹住 碧云顿 此物乃是当初他在叶家的时候 是那叶家主赠送于他的 当时他和叶家主叶岩 商议叶家的以后发展时 对方就带了一个小盒来见他 那个小盒里面 就摆放着这么一件防御法器 说起来这个小盒子 还是当初黑枯道人 让他交给叶家的 现在这个东西 又出现在他的手上 当 立生传入耳中 只见那轻衣男子刘厉海 打出的神通 被那道突如其来的光幕 给硬生生地挡住了 就在琉璃以为 沈落要死在自己神通手中时 突然出现一道光幕 挡住了他的攻击 整个人傻眼了 他神色有点意外 惊讶地说道 你居然还有一件中平法器 面对那人的神色上的惊讶 沈落的脸上 闪过一丝阴霾之色 没有和对方说过多的话语 而是一袖一甩 一道金色的灵光乍线 从袖口飞出 直奔对方袭击而去 站在原地的轻衣人琉璃 见沈落祭出的那一道 金色的灵光袭来 面色大便惊呼一声 这是飞剑法器 这怎么可能 你不过是一个 炼气五层的家伙 竟然拥有两件中平法器 他惊呼一声后 看向沈落的眼神中 充满了贪婪之意 随即又继续冷笑说道 就算你拥有两件中平法器 又能如何呢 只要把你杀了那两件法器 就都是我的了 轻衣男子得意地笑了之后 接着双手和石手上的 黄色灵光大放光彩 身边卷起阵阵气浪 然后右手一拳轰出 这一拳的轰出 仿佛下山的猛虎来势汹汹 势不可挡 沈落面色大便 快速掐着手绝 打出一道灵光默了小剑里面 向着那道全光砍去 这一拳一剑相碰后 沈落感觉到 自己所控制的飞剑 如同砍在坚硬的金属上 好在飞剑的威力 足够一剑下去 将其砍散 正当沈落庆幸自己 抵消了对方这一下攻击时 对面却响起了 沈落心中一沉 连忙抬头一看 就见树道全光 已从轻衣人流利那面打过来了 如此大范围的覆盖攻击 运用凡人武学风行步的话 断然是躲避不了的 沈落见此面色无比凝重 将之前祭出的防御法器 再次挡在自己的跟前 砰 砰 砰 黄色的全光落在他的防御法器上 不断地发出碰撞的声音 对方见沈落躲在法器后面 不断地轰出全光攻击而去 他知道对方不过练弃五层的灵力 支持不了多久 只待对方灵力耗尽 他就再也没有灵力催动法器了 那到时就可以杀人夺宝吧 躲在防御法器后面的沈落 不断地将自身的灵力注入法器里 用来抵挡轻衣人的攻击 他知道对方这时在消耗他的灵力 只要自己灵力耗尽 就不能催动法器了 想到这里 他的脸上布满了阴力之色 难道自己 要用那张上街出击灵符了 他心里按照想到 小子放弃抵抗码 只要你乖乖地将自己法器交出 老子我可以考虑 让你死得痛快一点 轻衣人一脸奸笑地淡淡说道 听到轻衣人的话语 沈落有点急了 他咬牙一根道 不管了 不就是一张葫芦吗 留得青山在 不怕没柴烧 葫芦没了 可以再弄人没了 就真的没了 看着从储物袋中拿出的葫芦 眼中微微闪过一丝不舍 但下一刻 眼神就变得坚决起来了 他将葫芦往空中一抛 被他抛出的葫芦 在半空中紫光大放 画成了由电弧组成的 一直有手臂粗细长 六寸的紫色小蛇 身上的电弧 闪出噼里啪啦的作作响 沈落对着轻衣人一指 那紫色的电弧小蛇 就朝着轻衣人流油飞去 雷蛇服 流利剑紫色小蛇出现 勃然变色他 一眼就认出了 沈落所使用的服录 是一件上街初级攻击法术 此服虽说不是异常的稀有 但确实格外的珍贵 轻衣人流利剑紫色电弧小蛇袭来 连忙寄出一件防御法器 挡在自己的面前 为了保险一点 他还给自己加了一层灵力护照 他之所以这么小心 是因为对方所使用的符录 可是一件威力无比的攻击性符录 虽然他知道这张符录的存在 但是此服的具体威力怎么样 他不知晓 总之 小心点准没错 很快 紫色的电弧小蛇就触碰到了 流利所寄出的防御法器上 随之轰隆一声 这上街触及灵符 所打出的法术的威力 非同小可 紫色的电光大作 尘土飞扬 到处是电弧所发出的声音 在那种攻击之下 地面被电击出一道深深的沟壑 变得焦黑 很显然 这次的攻击 远远不是刚才的飞剑攻击可以比拟的 光是与灵力护盾相撞的声势 就非常惊人 轻衣男子流利的脸色苍白如指 嘴角边溢出了血丝 他没想到 此物的威力如此之大 直接穿透了他所寄出的防御法器 和灵力护盾 不过好在 他还有一张保命符录 在那危急关头使用了出来 这才挡住了电弧小蛇的攻击 小子 能将老子逼到如此境地 你很不错 不过现在可以去死了 那扬起的烟尘尘尚未散去 就从里面传来了 轻衣男子流利怨毒的声音 带着令人心计得很厉 沈洛心中一领 没想到对方的命这么硬 这都不死 不过 从刚才对方的声音中似乎听出 对方好像受伤了 不然不可能说出这么狠的话 面对那人的力合 沈洛自然不会傻等的对方先手反击 所谓趁你病要你命 他一台接连打出几发火球 朝着烟尘里面落去 他连续打出几发火球之后 趁着这个空挡招来之前的飞剑 将自己全身上下所有的灵力 都注入其中 被金色光芒所包裹的飞剑 受到沈洛灵力的注入后 剑身发出嗡嗡的声音 沈洛对着小剑一点 那柄被金色的灵光 所包裹着的小剑 以雷霆之势 带着毁天灭地般的气势 朝着烟尘里那人斩去 次日这一击 可是他的全力一击 能不能成功灭杀那人 就看此举了 看着金光大圣的飞剑 没入烟尘里面 片刻后 一声惨叫声响起 在那一声惨叫声后 很快就没了动静 反观沈洛在听到 轻衣人的惨叫声后 面色大喜他召回之前 打出的金光 那小剑被他召回 落在他的手上 望着剑身上面的鲜红液体 再看眼前的场景 烟尘此刻已经散去 只见那轻衣人 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胸口上有一道 血淋淋的伤口清晰可见 那上面的鲜血 正不断地流出 他身上的那道滑口 正是被沈洛飞剑 所洞穿的地方 轻衣人流利 如今已是死得不能再死了 剑强敌被自己灭杀了 沈洛不禁松了一口气 这次的代价 对他来说太大了 刚获得一张福禄就这么没了 太可惜了 他一声叹息后 摇了摇头 大步走到那人尸身面前 毫不犹豫地 将他身上的东西 都给搜刮走了 从他的尸身上 沈洛获得了一些低阶零食 他大致粗略地算了一下 差不多有一百来块零食这样 面对这数量过百的零食 沈洛可以说 这次是发财了 要知道 先前他可是穷的一块 零食都没有 现在杀了一个人 瞬间就从穷小子 变成有钱了 光零食就有他 就有那么多了 更不要说 还有一些俘虏和法器了 在搜刮了那人的东西后 沈洛想到 之前对方所使用的传音符 生怕有人赶来 连之前斗法 时所消耗的灵力都没补充 就匆匆忙忙地离去了 他离开之前的地方后 马不停歇地来到了仙城 交付了一块零食走了进去 重新回到仙城的沈洛 来到一处专门出售符禄的摊位面前 看着面前摆放着的 五花八门的符禄 道友不知这些怎么个卖法 沈洛指着摊子上 摆放着的一打空白符纸 和一本书籍说道 坐在摊位上的男子 看着面前的青年 冷卫一下 见沈洛指的是一些空白符纸 和一本符禄入门教程书 心中大喜 连忙开口道 道友要的是这两个东西吗 加起来 一共五块零食 听到对方的报价后 沈洛眉头瞬间皱了下来 面色不喜地看着那人 不满道 道友可是在同说笑 这一打空白符纸 市面上不过就一块零食 而你这一本入门级别书 竟然要四块零食 未免太狮子大开口了吧 坐在摊位上的男子 被沈洛呵斥一下后 老脸一红 他本以为对方是个新人 不懂这些市场上的价格 想坑他一下 没想到被对方给拆穿了 他面露尴尬之色 不好意思地说道 道友说得也不无道理 在下可能是记错了 这两件加起来 一共三块零食 听到对方的第二次报价后 沈洛眉好气地 白了那人一眼 交付了三块零食后就离去了 后面他又去其他摊位上 买了一支伏笔和单纱 沈洛在见识过符禄的威力后 他当即生出了一种 想要自己炼制符禄的念头 要知道 符禄这东西制作起来简单 催动起来 只需要将少许灵力打入符纸里面 就可以使用符禄里面 所封印的法术 况且这符禄炼制好了以后 还能拿去市面上买卖 换取一些零食 而且这符禄的优势 就是制作起来比较简单 随便用符笔画画就行了 如果说它的优势 是制作简单的话 那么它的缺点就是消耗快 像攻击性符禄 比如雷蛇符这种的 都是一次性的 使用完符禄就化作飞灰了 如果是一些辅助性 或者防御性的符禄 则可以使用的次数多一些 但是等到符禄中 封印的灵力消耗干净 这符禄就会化作飞灰消失 也正因为如此 以同级别的符禄而言 防御性的符禄 总要比攻击性的符禄 要贵上那么一点 对于这种用一次 就少一点的符禄 修仙者们一般不到紧要关头 是不会轻易动用这符禄的 还有就是 制作符禄的成功率 和炼单一样太低了 但是沈洛却觉得 炼制符禄应该很简单 对他而言 炼制符禄应该就像凡间的画画一样 随便画两下就行了 可是他哪里知道 新手制作时 往往要连续失败几十次 甚至上百次 才能成功制作出一张 他现在有了制服的工具后 后面就是要找个地方 准备开始画符了 他来到一家 可以住宿的阁楼走了进去 他刚走了 就被一位老者给拦住了 他一脸疑惑地看着那人 不等他发话那人 便客气般地说道 老夫是这里的负责人 不知道有是要短期租住 还是长期租住啊 掌柜的不知这短期 和长期收费标准是什么 沈洛见此询问道 他做了回答后 很快就从老者的口中了解到 短期租住的话 每个月只需要两块零食就行了 若是长期租住的话 租金每年收十块零食 知道了老者口中的信息后 沈洛没有立即回话 而是选择思考了一下 要知道 目前还有轻衣人流利 之前发出的那道传音符威胁还在 所以 短时间内 他是不会出城的 只要他不出去 他坚信对方肯定找不到他 这一番权衡利弊下 他选择长期租住 但是一想到要十块零食 他就肉疼 他扫了一眼 正在等他回复的老者 试探性地问了一下 一定要零食才可以吗 凡间的黄金白银行不行 要知道他的手中 还有许多黄金白银没用吗 面对沈洛的话语 他面前的老者文言棱了一下 有点意外地笑道 道友说笑了 凡人的黄金白银 对我等修仙者来说 不过是粪土罢了 要知何用 剑凡间的黄金白银没有用处 无奈之下 他只能交付十块零食 老者从沈洛的手中 接过十块零食后 他一拍储物袋 拿出一本册子 简单地登记了一下 随后 老者又交给沈洛一枚 巴掌大小的玉盘 说道 我们这里提供的每处楼阁洞府 都附带有静置的 这件玉盘 就是激发道友 租下楼阁 附带静置的法器 使用的方法也很简单 都写在了玉盘的背面 不过道友 若是想要长时间 开启静置的话 静置法阵消耗的零食 需要由道友自己出的 沈洛看着手中 巴掌大小的玉盘 把玩了一下后 道谢一番就离去了 他来到了自己的住所 这是一间普通的屋子 里面桌床椅子等家具 倒一一俱全 打量了一下这间屋子后 就关上了房门 拿出之前 老者锁给的玉盘 随后按照玉盘 背面刻着的方法 激活了房间里面的静置法阵 次日打开房间的静置后 沈洛坐在桌椅上 拿出之前买的书籍 一页一页地翻阅起来 不知过了多久 他放下了手中的书籍 一拍储物袋 拿出一打空白符纸 以及符笔和单纱 准备开始画符了 爆火符是一张 初级低阶灵符 他的威力只能说一般 虽然名字听起来很厉害 但是其威力 还不及沈洛所使用的火球术呢 他的威力 也就只是比凡人使用的 霹雳弹略强一些 因为他的威力小画起来 又比较简单 最适合新手拿来练手了 沈洛铺开符指手 拿符笔沾了点单纱 照着葫芦画瓢 开始模仿起来 当他信心满满地 画出第一张符符 准备检验成果的时发现 这张灵符竟然无法催动 沈洛直接傻眼了 没想到 自己初次画符就失败了 不过那又如何呢 他可不是面对失败 就妥协的人 要知道 当初他为了能够练出单药 可是整整花了半个月的时间 现在区区一张初级低阶符录 又怎么会难得了他呢 练符不就是画乱七八糟的符号吗 我肯定能画好的 沈洛给自己打气道 就这样 他开始沉浸在练制符录当中 无法自拔 殊不知 就在他练制符录的这段时间里 仙城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件 那就是注击丹的出现 注击丹 是一种能够帮助修士 注击的灵丹妙药 练气器修士想要注击 必须要先修炼到练气实层 然后靠法力冲击便可注击 而有的修士 则会因为自身的原因 导致冲击注击的过程很是艰难 于是 注击丹这种东西就出现了 服用注击丹的最低要求 起码要练气九层的修为才行 只要服用了注击丹 借助丹药的药力 就可注击了 不过由于这种事没有达到练气实层 就注击了的修士根基上 比那些圆满 就注击了的修士差了很多 无论是法力还是战力 都有本质的区别 此时 仙城城主府中白家某一处地方 正有一名白衣男子 和一位灰衣壮汉在交谈着 那白衣男子 正是仙城的建造者 白家之主 白酒他看着不远万里 来到这里的昔日好友 脸上献出欢喜的神情 但是一看到对方金丹七的修为 脸上又闪过一丝凄凉 他动着嘴唇 却没有作声 没过一会儿功夫 他的态度变得恭敬起来了 分明地叫道 不知前辈到来 还望恕罪 那人听到对方对他的称呼后 没有直接开口 而是愣了一下 他顿了顿道 白哥 你这是干什么呀 我俩不是兄弟吗 你管我叫前辈 这位美有点生疏了吧 岂敢啊 以前那是不懂事 现在可不能坏的规矩 您修为比我高 称呼您为前辈 这是应该的 白家之主 白酒毕恭毕敬的道 听闻昔日好友的话语后 灰衣男子许德 面色不喜之色 带着一丝怒意道 白大哥 你还是像以前那样称呼我吧 你再喊我前辈的话 我就生气了 白酒沉默了片刻 眼神闪过一抹以前的追忆 看向灰衣人许德的目光 不再是尊敬 而是变得随和起来道 老弟你那么激动干嘛 哥哥只是跟你开个玩笑而已 许德见自己大哥 又恢复成昔日的模样 心情大好 哈哈笑道 大哥你可真是的小弟 我差点以为 我俩之间产生了一种 无法逾越的隔膜 阻挡着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 老弟多虑了 你待大哥如此 我又岂能会如此 伤了寒了你的心呢 白酒腹之一笑道 仿佛刚才的是没有发生过一样 他望着面前的壮汉又继续道 老弟啊 你今日怎的会来这里找我啊 大哥最近应该听说过 助鸡丹药出现了吧 许德望着自己大哥淡淡地说道 说得不错 莫非说 这助鸡丹的事 和老弟你有关吗 白酒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耐人寻味地说道 对于自家大哥白酒的询问 灰衣人许德摇了摇头 是也不是 我想 大哥应该知道凌云宗吧 什么 凌云宗 老弟 你是说这是凌云宗的人散布的谣言吗 白酒听闻此言 大惊失色 惊呼一声道 凌云宗位于赵国及北部的灵州 灵州因为靠近大汉国 其境内多是山川丘陵 人口稀少 谁能想到 就是这样一个比较荒芜的地方 竟有修仙者门派 坐落于此地 该宗跻身于赵国四大宗之一 门中更是有一名元英七老祖坐镇 对于一个不起眼的小小先程之主白酒来说 凌云宗无疑是一个庞然大物 他自己才不过只是一个住击妻的修士 而对方可是有金丹妻和元英妻 这种高阶修士的存在 许德见自己大哥 一副慌张的模样 不由得有点想笑 怕对方想太多 连忙道 大哥不必多虑 你弟弟 我现在可是凌云宗的一名长老 我此次前来 就是想告知你一下 咱们门派很快就会安排人来此收取弟子 大约还有几天这样 我之所以来这里 一来是看看你 二来则是想将大哥你的闺女 带到门派中去 还有就是 住击丹不过是 我们放出的幌子罢了 用来调动那些人积极性的 并不是真的有此弹出现 白九听了许德的话后 恍然大悟地点点头 再听到自己女儿可以有机会 加入凌云宗这种大宗门时 他面露喜色 要知道 大树底下好成凉 更不要说 像这种四大宗之一的凌云宗了 只要加入门派 就会有源源不断的修炼资源可以获取 但是像这种大门派收取弟子 一般来说 要求通常是很严格的 毕竟谁会吃饱了撑的 把好的资源浪费 给一个资质较差的弟子 现在这种能加入这个大宗的机会 就摆在白九的面前 他何乐而不为呢 当即就应允了许德的要求 同意了自己女儿加入凌云宗 而一旁位于房间中的沈洛 神色憔悴 面露惊喜之色 望着手中的符露 在经过三天三夜 不眠不休的情况下 他终于画出了一张 可以催动的爆火符了 看着手中带有灵力的符指 沈洛并没有当即催动符露 检验自己的成果 而是将其收入储物袋中 准备好好的睡一觉 毕竟炼制符露实在是太累了 次日一觉睡醒的沈洛 精神力恢复了正常 如果说唯一不足的话 那就是有点饿了 毕竟他现在 还只是个炼气器的修仙者 不能完全避鼓 想要完全避鼓的话 必须要修炼到住机器才行 现在的他 只能两三天 可以不用吃东西这样 感受到腹中的饥饿后 他从床上坐立起来 伸个懒腰 简单洗漱了一下 准备出门 找个地方吃饭 填饱一下肚子 然后再顺便 买一些空白符纸 继续练习爆火服 离开住处后的沈洛 发现仙城中的修饰数量 明显比他刚来此地的时候 增长了许多 看着人来人往的人群 他有点不解 只是三天没出来而已 怎么就冒出来了许多人 他摇了摇头 也没想太多 所谓天大 地大吃饭最大 当务之急 先填饱肚子要紧 便大步朝着一家 专门卖凡间食物的酒楼走去 因为城中修饰 多半是以炼器器具多 所以 有凡间的酒楼 也不是很奇怪 哎 你听说了吗 咱们仙城不久后 就要举行生仙大会 一位尖嘴猴塞的男子 对着一旁的人说道 什么生仙大会 真的假的呀 那人睁大了双眼 一脸震惊的模样 生仙大会吗 走在路上的沈洛 听到旁边之人的交谈 小声嘀咕了一句 那两人没有刻意地小声交流 本就是 走在他们附近的沈洛 自然而然听到了 他驻足停留了下来 目光看向那两名男子 走了过去 道友刚才说的 可是生仙大会吗 沈洛来到那二人 跟前询问道 正在交谈的二人见 突然走来一名青年 他们停顿了下来 看向来到这里的沈洛 尖嘴猴塞的男子 上下打量了一番沈洛 顿了顿点点头道 不错 莫非道友也是为了生仙大会 才来到这里的吗 面对那人的质问 沈洛有点不好意思地道 实不相瞒 在下是不久前 才来到了这里的 这几天一直在闭关 并不知笑 你们说的生仙大会是什么 不会吧 道友居然连生仙大会 都不知道 这可是能加入 仙门大宗的最佳良机啊 尖嘴猴塞的男子 愕然地看向沈洛道 心想这人 居然连这个都不知道 而沈洛却是 听了那人的话后 顿时兴趣大气 望着那尖嘴猴塞的男子 追问道 哦 那能不能说说看 关于这个生仙大会的事啊 是啊 道友说说看吧 我也想知道 关于生仙大会的事 之前那位和尖嘴猴塞的男子 说话的人 也附和沈洛追问道 尖嘴猴塞的男子 见这两人这样 都想知道 有关生仙大会的事 便 勒润嗓子道 这个生仙大会啊 就是那种宗门 为了收取新人弟子 所举办的一场试炼 只要你通过了试炼 就可以加入门派 若是你试炼表现优异的话 说不定还能被门中那些长老 说为弟子 一步登天 他说完了这些后 又看了看那两人继续道 助击丹是一种 帮助修饰助击的丹药 只要你修炼到 炼气九层或者十层这样 通过宗门的试炼 便可向宗门申请一粒助击丹 去助击了 沈洛在听了那人的话语后 当即生了一种 想要参加生仙大会的念头 他自己的资质 自己最为清楚不过了 跟若是靠自己法力 冲击助击的话 不只要猴年马月呢 还不如选择 借助丹药助击来得快 只要自己修炼到炼气十层 就可以助击了 除了助击丹外 沈洛还从那人口中了解到了一些 关于参加生仙大会的一些要求 那就是其报名之人的年龄 必须要在二十五岁以下 另外 修为也必须达到炼气四层才行 只要满足这两个条件 就可以去报名参加生仙大会了 道友必须要在二十五岁以下才行吗 先前同尖嘴猴塞男子说话的那人 小心翼翼地询问道 是的 要求很严格的宗门的人 为了防止有人虚报年龄 想蒙混过关 为此还专门派人测试古灵 古灵这东西 会直接显示出你真实年龄的 根本无法浑水摸鱼进去 尖嘴猴塞的男子 对着那人惋惜道 哎 好吧 看样子 贾某倒是同这生仙大会无缘了 那人一声叹息 摇了摇头 拱手行李一拜后 就此离去了 沈洛牧师那人离去 也摇了摇头 看向尖嘴猴塞的男子 再次疑惑道 道友不知这试炼 是怎么个试炼法呀 尖嘴猴塞的男子 望着沈洛眉头微微一挑道 关于这个 我也不是很清楚 毕竟每个门派的试炼都不一样 那好吧 沈洛见状点点头道 两人又闲聊了一会 没过多久沈洛也离去了 他告别了那人 去了酒楼饱餐了一顿 之后 又去摊子上买了一些空白的符纸 弄完了这些 就回到了自己住处 开始埋头画符起来 现在的他要开始多画一些符录 卫生仙大会做一些准备了 目前他就会画最低级的符录爆火符 虽然此符的威力不算太大 但是几张符录用在一起吓唬人的话 还是可以的 这段时间里 因为仙城不久后 就会有生仙大会的出现 随着生仙大会的临近 越来越多的修士 从赵国其他地方来到这里 现在外面街上的人流 已比以往多了数十倍 几乎把整个城都快挤爆 里面物价更是连连飙升 某天次日的清晨 太阳刚刚从东边升起沈落 离开了自己的住处 出现在仙城中的某个广场之上 此时 广场上熙熙攘攘地聚集了大批修仙者 他们都在等候生仙大会的开始 沈落找了一块相对比较 人少的角落站着 随着那些人 一起等待着生仙大会的到来 因为是大宗门招收弟子 许多人的脸上充满了兴奋之意 要知道 这可是摆脱散修身份 一步登天的好机会 站在人群角落的沈落 看见了之前告诉他 有关生仙大会的男子 不过对方好像并没有发现他 而是全神贯注地 朝着某个地方看去 好奇心的沈落 见对方如此着迷地看着 便也随着那个方向看去 发现什么都没有 次日 正当他准备收回目光的时候 发现人群当中的某个人 正一动不动地看着他 沈落望着那人和他对视了一眼 两人的目光触碰到了一起 那人发现 沈落此刻正在看他 连忙收回了目光 朝着别的方向看去 沈落看着那人 心里暗想到 莫非是 当初收到轻衣人流利传音符的人吗 没想到 对方居然那么快就找来了 心中想着这些 他运用灵眼术 上下打量了那人一番 发现那人群为竟然和他差不多 都是练气五层这样 而那人知道自己 被沈落发现过后 就不再去看他了 而是朝着前面看去 沈落也只是扫了他一眼 就没有再去看他了 但心中却已是拿定主意 决定对此人 还是留个心眼为好 毕竟还不能肯定 此人是敌还是友 小心谨慎一点总没错 随着时间的流逝 在场的众人除了兴奋之外 就剩下紧张了 一位胖修士 看了看头顶上的太阳 之后对他旁边的 一位瘦高的男子突然开口道 哎 你说这次的成仙大会 是不是和以前一样 就检测一下 零根走个过程就行了呀 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我听别人说 到时候会有试炼选拔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试炼 瘦高男子摇了摇头回道 周围的人在听到 他们口中的试炼后 神色变得凝重了起来 像这种大宗门选拔弟子 一般都是很严格的 至于所谓的试炼 恐怕就更难了 就在众人都聚在一起 小声议论 关于试炼之事的时候 天际忽现几道 颜色各异的流光 非一律而至 因为这突如其来的 几道光芒出现 吸引了所有 炼气器修士的目光 所有人纷纷抬头看去 随着那几道光芒的到来 一股凌驾于炼气器的 灵压出现 震慑住了广场上的 修仙者们 看着从天边来的流光 发现那些人的脚下 或多或少 都踩着一个东西飞行着 望着他们脚下 所使用的东西 所有人包括神洛在内 都用一种羡慕的目光看着 要知道 炼气器修士 是不具备飞行能力的 要想飞行 必须要先修炼到 助击器才行 只有助击器的修士 才能运用法器飞行着 至于助击器之上的 金丹器的修士 那就更不要说了 他们飞行 根本不需要借助外力 只需要靠自身的灵力 就能飞行了 除此之外 他们飞行的时候 还能产生出顿光来 那顿光的速度 可是助击器修士的树备 很快 没过多久 天边的流光落了下来 降在广场的中央 待那光芒散去后 走出几个人影 分别是三男一女 他们落在地上后 就立即收起了飞行的工具 看着面前的众人 其中一位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 从那几人当中走了出来 他走出来后 随意地扫了一下在场的众人 之后便开口道 我乃林云宗的弟子 我等几人此次前来 是为了举办生仙大会 只要过了我等几人设下的考验 又怎么能不叫人兴奋呢 看着面前处于兴奋状态的众人 那位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 再次开口补充道 下面开始先简单地登记一下 登记完后便是开始试炼了 他的话音刚落 广场的中央就出现几张桌子 众人看着突如其来的桌子 倒也拾去 按部就般地开始排起队来了 沈洛见此便也随着那些人 规规矩矩地排着队 不知不觉一个早上就过去了 此刻他的面前还排着许多人 一直到下午 终于才轮到他 他来到那人的面前 恭敬地行了一礼 见过前辈 负责为他登记的是一位女修 那女修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后 便开口道 你叫什么名字 今年多大了 现在是什么修为 在下名幻沈洛 今年十八岁 现在已经修炼到炼器五层的境界了 才十八岁 就修炼到炼器五层了吗 看样子 你的灵根资质倒是不错吗 女修看着面前的沈洛赞许道 这样吧 你且将手放在 这颗水晶球上面 然后将堵入灵力器中 先让我看看 你适合灵根 沈洛看着摆放在桌上的水晶球 一眼就认出了这个东西来 他先前在黑球门的时候 就是用了这个东西 测试过自己的灵根 见面前的女修发话 他不敢怠慢 一眼走上前 将手摆放在水晶球上 然后将灵力度入进去 随着他灵力的度入 女修一脸期待地看着水晶球 他认为 对方如此年纪 就修炼到了炼器五层 想必可能是三系 或者双系灵根 水晶球受到沈洛灵力的注入后 这五种颜色 分别对应了金木水火土五种属性 女修看着面前的水晶球 慢慢亮出的五种颜色光芒后 直接傻眼了 他呆呆地看着 过了一会 失望望着沈洛道 哎 看走眼了 我以为是双系或者三系灵根 没想到 竟然是五行尾灵根 女修失落地说完一番话后 看向沈洛的目光充满了诧异 五行尾灵根 你能在这个年纪 修炼到炼器五层 是不是有过什么奇遇 面对女修的质问 沈洛想都没想开口道 在下之前服用过一些聚气散 靠着丹药的药力 这才修炼到了炼器五层的境界 哦 原来如此 女修点点头道 没有想太多 毕竟像这种靠丹药提升修为的 大有人在 于是 他便给沈洛简单地登记了一下 然后就交付了一块黑色牌子给沈洛 沈洛接过对方递过来的黑色牌子 鞠了一躬 道谢一番后 拿着牌子来到另外一旁空地上等待着 在他登记完后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这样 之前那个身材高大魁梧男子一旁 向他汇报了一下情况 男子听了那些人的汇报后 点了点头 目光看向一旁空地上的众人 身上助击器的灵压忽然间释放了出来 因为这股灵压的出现 使得场面瞬间静静了下来 所有人仿佛都感觉到 有一股无形的力量 在压着自己不能动弹 不过还好这股力量 只是短暂的出现一瞬间就消失了 好在那人只是想让他们安静下来 并无恶意 这才没造成任何伤害 要知道练器器的修饰 无论是法力还是神通上 都不及助击器修饰的九牛一谋 光是灵压就能把你给震死了 次日因为这灵压的出现 使得众人纷纷安静下来 他们把目光都投向了那名男子 而那名男子见此安静了下来 满意地点了点头 朗生说道 现在我们要开始准备进行试炼了 他说完这些话后 看了一下站在自己身旁的几个人 那些人对着他点点头表示赞同 得到了自己同伴的回复后 他一拍储物带掌中 出现一道绚烂的五色灵光 望着手中出现的灵光 他手微微一扬 掌中的灵光就飞了出去 落在那些练器器修饰的 头顶之上盘旋着 而那些练器器的修饰们 在看到飞在他们 头顶上的灵光后 一个一个仰着头看去 好奇地望着头顶上的东西 身材高大魁梧的男子见状 没有看向那些人 而是对着自己的同伴 淡淡地说道 我们开始吧 接着他掐招法觉口中念念有词 随着他来到这里的同伴见他这样 便也开始跟着他 一起掐着手掘口中念叨着咒语 片刻之后 他们同时打出一道灵光 没入悬浮在那些练器器 修饰上空的五色灵光里 那个被五色灵光包裹的东西 受到灵光的注入后 请客间光芒大胜 下面的人见着 如此灵光不由地惊叹连连 不过那光芒只短暂地出现一下 很快就消失了 取而代之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是一张宽大的山河水墨图画 没想到那么好看的灵光里面 却是一张山水画 难不成这次的试炼是 想让我们画画吗 沈落望着那幅图画 一想天开道 正当他目不转睛 看着这幅图画之际 只听到耳边传来 惊呼一声 我的天啊 莫非这个图画 是一件法宝吗 什么 你说这是法宝吗 另外一个人 在听到有人说是法宝的时候 面露惊讶之色 之后 他睁大了眼睛 死死地看着 而一旁的沈落 在听到那些人的话语后 为之一论 不禁感叹道 原来这就是所谓的法宝啊 法宝这个东西 可是金丹七修仙者才能使用的 也只有金丹七 才能炼制法宝 要知道 法宝的威力 可是不同凡响的 能直接秒杀 助击七修士所使用的灵器 同样助击七修士的灵器 也能秒杀 炼其七修士所使用的法器 就在所有人沉浸在这件法宝的时候 一声清晰的声音 响应在沈落的耳边 就好像有人站在他面前说话一样 他寻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只见刚才祭出这件法宝的男子 来到众人的跟前 一脸严肃地道 本门的试炼即将开始 而等只需手中的令牌激活 就可以传送到那张阵图里面 至于图中会有什么样的考验 我们也不知晓 总之 只要你们完成里面的考验 出来后就可以加入我们了 若是没有完成 考验的人会被里面的阵法 给自动传送出来 完成本次试炼的人 还请在里面耐心地等待试炼结束 本次试炼时间限制为一天 现在我宣布 试炼正式开始 那人说完这句话后 便不再言语 而是冷冷地看着众人 众人在听完这些话后 你看我我看你 愣在原地不为所动 就在所有人处于一片沉默之际时 不知是谁激活了令牌 传送了进去 见有人带头进去了 下面人跃跃欲试 一个接着一个地 依次激活了手中令牌 传送了进去 沈洛见身边的人 一个个都激活了令牌 被传送了进去 他也紧随其后 将自身的灵力注入牌子里面 手中的牌子 受到他灵力的注入后 随即泛出一道灵光 将他整个人包裹住 然后化成一个紫色的光团 飞向那山河途中 变成紫色光团的沈洛 在飞入途中的一瞬间 忽然感觉到 一股头晕目眩感 之后便整个人 没了知觉昏死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 他脑袋上突然感到一股刺痛感 因为这种感觉的出现 迫使他从昏迷中苏醒了过来 他缓缓睁开自己的双目后 发现自己 正侧躺在一间屋子里面 侧躺在地上的沈洛 看着面前的房间 忽然有一种无比熟悉的感觉 好像自己来过这个地方 他从地面上站立起来 打量了一下四周 发现这间屋子四周的墙壁上 都竖着一排排书架 书架上摆放许多着密密麻麻的书籍 而那书架一旁的桌子后面 赫然摆放着一个太师椅 沈洛望着这太师椅有点出神 突然间猛地一击灵 惊呼道 这里是无回谷赵老的房间 我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就在他处于猛逼状态中的时候 房间里面发出吱压一声 只见卧室里的门被人打开 只见一名黏过花甲 穿着一身钥匙打扮的老者 手上提着一个麻袋 从卧室里面走出后 他见外面的男子苏醒了过来 有点意外道 小子 没想到你中了我的迷魂伞 居然这么快就苏醒了 不愧是修炼了那道神秘口诀的人啊 愣在原地的沈洛 在听到赵老那熟悉的声音后 吓了一大跳 僵头 而过去 只见一名老者 缓缓朝着这里走来 他看着走过来的老者 面色大惊道 赵老你不是死了吗 怎么又活了 来到他不远处的赵老在 听到沈洛说他死了后 竟然不恼火 而是放下手中的麻袋 躺在太师椅上 眯着眼睛注视着他 打趣道 我死不死都不知道 但是待会你 恐怕就要死了 什么 这不可能 我明明记得很清楚 你被我给杀了 沈洛瞪大了眼睛 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 在他的记忆中 记得很清楚 当初赵老在和他争夺身体的时候落败了 然后他整个人的神魂都被吞噬了 连一个神魂都不复存在的人 怎么可能又复活了 除了这点之外 还有就是 本该在仙城参加生仙大会的他 为何又会出现在 赵老夺舍他的那天里 难道是时光倒流了吗 他心里嘀咕道 不过很快这个想法被他给否决了 时光倒流 这是何等的无上神通 这已经不单单是神通了 而是属于法则之类的存在了 莫非是阵法之类的东西吗 沈洛忽然间想起了之前那位 身材高大魁梧男子的话语 就会被阵法给自动传送出来 若是真是那样的话 那自己极有可能是处于一个阵法当中 而且还是个幻阵 所谓幻阵是阵法当中的一种法阵 是一种能获人心神 来达到伤人目的的阵法 在幻阵中一阵一幻 种种的幻象都弥漫在其中 想到这里的沈洛 便想尝试一下 试试看能不能调动自己体内的灵力 若是能调动灵力的话 那就说明 他可能现在正处于一个幻阵当中 当初他被赵老困住的时候 是炼气三层 现在他只要能调动炼气五层的灵力 那就说明 这可能是一个幻阵 并不是什么时光倒流 他心中默念长生经口诀 体内的灵力仿佛受到了他的召唤一样 在他的身体里面四处游走着 在感知到自己体内的灵力后 神弱内心窃喜 看样子可以肯定自己确切 是处于一个幻境之中 破解幻阵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找到阵眼将其破坏就行了 另外一个就是靠蛮力强行破阵 很显然 他只能用第二个办法 靠蛮力强行破阵了 关于这个阵法的阵眼 在哪他可不知晓 他没得选 只能用第二个 赵老看着愣在原地的沈洛 对刚才对方话语很是不以为意 淡淡地说道 小子 你是不是睡了一觉 变得糊涂了 想杀我你还早呢 下辈子吧 沈洛听闻此话后 眼神充中满了寒光 面无表情看着 冷冷地道 是吗 那你可瞧好了 毕竟我能杀你第一次 也就能杀你第二次 呵呵 就凭你 你都被老夫给困住了 连出来都做不到 更不要说杀我了 你还是乖乖地等死吧 赵老从太师椅上坐立起来 嘴角微微扬起 极为自信地道 沈洛见状没有理会他 而是袖袍一甩 一道金色的光芒飞出 那道金色的光芒 正是他的飞剑法器 飞剑从他的衣袖口飞出后 猛地朝着面前的金色光罩劈去 那一剑下去 就像是捅破窗户指一样 轻轻松松地就破开了 金色的光罩 被沈洛寄出的飞剑 斩出一道缺口 因为这道缺口的出现 使得光罩变得如镜子般破碎了 之后便化成许许多多的金色光点消失了 当事人赵老还没反应过来 就在他以为沈洛已经任命等死之际 呼见被他困住的沈洛 衣袖里面突然冒出一个金色的东西 然后就是困住沈洛的光罩 凭空消失了 赵老见此呆住了 他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 这怎么可能 你使出了什么东西 竟然能破开得了我弄出的光罩 赵老顿了一顿 气急败坏地说道 哼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在想着自己的的光罩 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沈洛一声冷哼 面带杀意地说道 处于震惊状态中的赵老 还没反应过来 被沈洛的一句话给点醒了 此刻他犹如惊弓之鸟 望着沈洛 满脸充满了惊恐之意 他没想到 对方居然能破开自己弄出的光罩 现在的他 已经没有任何东西 能再次困住他了 赵老很清楚 以他的凡人的手段 沈洛莫非你想实施不成吗 赵老强忍着心中惧异 立一声和道 叫你吗 你也配当我师父 你不过是在利用我罢了 现在你给我死吧 随着沈洛的话语落下 那道金色的灵光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将面前的赵老瞬间给斩杀了 随着赵老的倒下 他的面前场景出现了变化 就像是水中的波纹一样 变得曲折起来 紧接着一道白光闪过 等他回过神来 就发现自己正处于一片花海之中 这时 一阵微风拂过 吹动着他并角的发丝 连带着花草的芳香 钻入他的口鼻之中 闻着花草的芳香 他深吸了一口气 有点陶醉其中 过了一会儿 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看样子 我应该是通过了考验 那人说过 若是通过了考验 只需要在原地待着 等试炼时间结束 就会被自动给传送出来 沈洛认为 闲着野事 闲着不如四处走走看看 说不定走着走着 时间就到了 也算是另外一种打发时间吧 太白仙城一处广场上 那幅山河水墨图画 静静地漂浮在半空中 那些负责这次试炼的人 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见那图画中 时不时有人被传送出来 这些人都是因为 没有通过考验 被自动传送了出来 再过几个时辰 时间差不多就到了 一位男子 盯着凝望着水墨图画 慢悠悠地说道 是啊 就是不知道 这次能通过试炼的 会有多少人 另外一名女修附和道 一旁的沈洛 在离开花海之后 来到一片树林里面 她在里面闲停信步 悠哉悠哉地行走着 当她快要穿过树林的时候 脚步突然一顿 身形一晃 从刚才站立的位置离开了 她的身形刚一晃动离去 就有几道白光 纷纷落在她刚才站立的地方 闪在一旁的沈洛 见那白光落在地上 定睛一瞧 竟发现是树枝锋利无比的冰锥 沈洛见此 神色变得阴沉起来 她眉头皱了下来 盯着刚才飞出冰锥的方向 带着怒一道 阁下是何人 为何要偷袭于我 花音落下 见没有人应答 她便森然地说道 既然阁下不愿意现身 那就需要怪我了 她一拍储物带 手中出现一道灵光 五指张开 手中分别夹着几张 下接出击浮露爆火符 手上夹着这几张浮露 在猛然一甩 那几张浮露排成一条直线 朝着那个方向飞去 眼看浮露就要触碰到那个地方 一个黄色人影 突然凭空出现 然后人一闪 人影就到了别处 恰好躲避了浮露的攻击 碰 联想几声 那块地方被沈洛的 树章浮露炸出一个坑来 不愧是低阶浮露威力 果然一般 沈洛随意地扫了一眼 那个坑后 目光死死盯着 刚才一跃而出的黄一人 那黄一人他见过 就是之前在广场的时候 一直盯着他看的那个家伙 我与阁下无冤无仇 为什么要偷袭我 沈洛寒声问道 次日黄一人一听此言 瞪着眼看着他 道 为什么 当然 是为了杀你 听到对方话语后 沈洛皱着眉头 神色冰冷地看向那人道 在下可不记得 曾经得罪过阁下 杀我总该得有个理由吧 呵呵 理由 你杀了我大哥 这还需要理由吗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这就是理由 黄一人立声喝道 你大哥 你说的是流利 哼 你知道就好 虽然不知道 你是用了什么手段杀了他 但是现在你 给我去死吧 他立声喝道 看我的木藤树 站在原地的沈洛 见此一惊 刚想准备寄出飞剑动手 就听到脚下 传来一声破土的声音 然后就冒出 两根手指粗细的藤条 死死地抓住沈洛的双脚 将他困在原地 不得动弹 小子你死定了 如今你的双脚已被我困住 这下 看你怎么躲避我的攻击 黄一人见自己得手 一脸奸笑地说道 随后他把手一抬对着沈洛 只见他的手前方 泛出一丝水雾 黄一人望着眼前的水雾 口中开始念念有词 他手前方的水雾 竟开始渐渐变得固化起来 很快就形成了一根根尖锐的冰锥 出现在眼前 沈洛看着对方凝结出来的冰锥 面色大变 他手往腰间一拍 白光一闪 一柄锋利无比的小剑 出现在手中 他手持小剑毫不犹疑地 朝着脚下木藤砍去 正当准备砍掉那些木藤的时候 对面响起了黄一人的声音 现在你就给我死吧 正在披木藤的沈洛 听到对方的声音 连忙抬头一看 就看见树根尖锐的冰锥 从黄一人那边击射过来 将他全身都覆盖住了 无从躲避 沈洛见此面色无比凝重 立即祭出防御法器 挡在自己的跟前 砰 砰 砰 树根冰锥一股脑的 全都落在沈洛所祭出的防御法器上 而他 趁着这个空挡时间 快速地将灵力注入小剑当中 受到灵力的注入 小剑冒出金色的灵光 沈洛握着小剑猛地一剑劈了下去 一剑下去将 缠绕住他的木藤给砍断了 一旁的黄一人 见自己所打出冰锥攻击 被挡住了 很是意外的道 没想到你的身价如此富有 竟然有两剑中平法器 难怪大哥会栽在你的手上 正开木藤束缚的沈洛没有回答 他一声冷哼 将手中的飞剑打了出去 朝着黄一人飞去 黄一人见飞剑朝着自己袭来 也不躲闪 而是站在原地 从怀中掏出一张黑色的魂帆 虽然那魂帆看起来只有巴掌大小 但是 当他挥了挥手中的小帆 就瞬间呼的一下就变大了 黄一人手握着变大后的魂帆 只见这帆中 忽然冒出许许多多的黑色雾气 这雾气一出现 就疯狂地向黄一人聚拢着 这些雾气聚拢在一起后 很快就形成一个白骨样盾牌若隐若现 随着小剑落下一剑 就劈在了那白骨盾牌之上 发出荡 一声 沈洛剑自己的飞剑被挡住 他五指张开 将手上所有的爆火符都甩了出去 那些爆火符 在触碰到那白骨盾牌后 瞬间爆炸 发出一连串的轰隆之声 在那些爆火符的连续轰炸之下 黑色雾气所化成的盾牌 终于撑不住了瞬间破裂 而黄一人受到爆炸的冲击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倒飞在地上的黄一人 喷出一口鲜血 他从地上爬了起来 很是狼狈地道 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爆火符 你说这个啊 当然是我自己画了 沈洛轻描淡写地淡淡地说道 虽然爆火符的威力也就那样 但是几张加起来一起用的话 威力还是不容小觑的 没想到你居然还会画符 倒是有点大意了 不过那又怎么样 我倒要看看 接下来你怎么看 花吧 黄一举起黑色的魂帆 缓缓扇动起来 顿时黑雾弥漫 鬼影重重 眼前出现来各种恐怖的厉鬼身形 耳边更是有让人毛骨悚然的声音传来 看着那些厉鬼的身形不断显现 他的心中诞生出惧怕之意 一时间愣住了呆呆地站在原地 不知所以 毕竟那可是鬼啊 鬼这个东西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初见这个东西 难免会有点害怕 而那在黄一人摇了摇魂帆后 将鬼物收了回来 然后打了一道 法绝落在魂帆之中 刹那间 阴气大圣 数个劈头散发的厉鬼 从魂帆里面飘了出来 那些从魂帆中飘出来的厉鬼 每一个形象都是面目猙獰 很是恐怖 这些厉鬼 全都是他用凡人的魂魄炼制出来的 此刻的沈洛 则是一动不动地看着那些厉鬼 出现在他面前 就在那些厉鬼张牙舞爪的准备 朝着他袭来之时 一道刺眼的光芒突然出现 将他整个人包裹在其中 然后他整个人就从树木丛林中消失了 片刻后 他人就出现在一个的广场之上 随着他来到这里的的 还有那位黄一人 以及他召唤出来的那些厉鬼 那些厉鬼一出现 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那位负责生仙大会的青年男子 见着黄一人手握魂帆 控制着厉鬼 突然立声抱和道 可恶啊 你们这些魔道修士 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 竟然敢明目张胆地 混入生仙大会里面 简直是找死 刚被传送出来的黄一人 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人给立声呵斥了一下 还不等他说话解释 就被他打出来的灵器给击杀了 站在原地的沈洛 见黄一人就这么被击杀了 很是意外 不过这样也好 倒是省得他出手了 因为魔道修士出现 然后又被人给击杀 这件事的出现 引起了轩然大波 所有人开始小声议论起来 谁都没想到这魔道修士 竟然会跑来参加 盗门仙宗的生仙大会 这不是杨颂虎口吗 更何况 还是一名练气漆的魔道修士 一时间 整个广场上沸腾了起来 到处是在议论刚才所发生的事 师兄 你说 这魔道修士的出现 会不会和百年前消失的魔门有关啊 站在那人旁边的女修 很是担心地说道 对于女修的话语 那人摇了摇头轻声道 这个谁知道呢 次日当务之急 还是先将他们带入宗门吧 他看了一眼 那些通过试炼的人 大声喊道 本次通过试炼的人 来我这里集合一下 现在我要带你们 前往凌云宗去报道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那些通过试炼的人 纷纷来到他的一旁等候着 沈落也跟随着那些人 也来到了这里 男子见众人走了过来后 点了点头 他袖子一甩 悬浮在半空中的山河水墨图画 就落在他的手中 将山河水墨图画收好后 他又拿出一个巴掌大小的木舟 抛在地上 那木舟落在地上后 他又打出一道灵光 没入着木舟里面 只见着木舟迎风变掌 仅仅是几个呼吸 就变成了一艘大船 屹立在广场上 看着这艘大船的出现 那些没有通过试炼的人 纷纷用一种羡慕的目光看着 毕竟能上这艘船都是 能加入大宗修行之人 有宗门当作依靠 这可远比当一名散修好多了 沈落跟随着那些修士来到船上 见所有人都已经上船了 那些驻机器修士们 也各自寄出自己的法器 先行一步离去了 而那名抛出木舟的男子 目视自己同门离去后 他飞身一跃落船上 便开始操纵这艘大船 驾驶着飞船 带着众人离去了 飞船在高空已急速飞行着 沈落小心翼翼地来到船身边缘 从上往下看去 呼呼的风声从他耳边袭过 第一次在天上飞 有点害怕 但是更多的却是兴奋 原来飞行就是这种感觉啊 他感慨道 以着船身向下俯看而去 发现下面满目清脆 漂浮在空中的云朵 触手就能摸到 很是新奇 他没有像那些人一样 四处与人交谈 也没有独自的 在一旁打坐 而是默默地倚靠着船身 看着下面的风景 这一路看来发现下面 全都是崇山峻岭 偶尔能看见几座凡人的城镇 正当他疑惑 怎么还不见有修仙者所在的地方时 就见眼前的景色大变了样 之前所看到的 不过是凡间的景色 而现在 才是真正的人间仙境 一座座骑风一领 矗立在天地间 山石孤悬 几条巨大的瀑布 从高处飞流直下 远处的山峰上 演映出各种亭台楼阁 见如此风景 引得船上所有人连连惊叹 难怪世人都向往仙人之道 光是修仙者的住处 就已经是让人叹为观止了 更不要说他们超凡的寿命了 很快 非洲就在一座雄伟 而壮观的大殿面前停了下来 沈洛抬头一看 就见大殿的门牌匾尚书 有凌云堂三个大字 驾驶非洲的男子 从船上落了下来 看着面前大殿 他没有进去 而是拿出一张船音符打了出去 没过一会 就有一名看起来 大约有四十多岁 身材肥胖 一身紫衣的男子走了出来 那人名焕陈安 驻鸡初期休士 是专门负责那些新人弟子的人 是门中一位执事 陈安从大殿里面走出来后 望着站在外面的男子 脸上露出笑意 朝着男人走去 因为他脸上的肉太多 笑的时候 让人觉得有点瘆人 他来到那人的面前笑着道 吴师弟 你终于来了呀 陈师兄 这些人就交给你了 我还要事先行一步了 那人吩咐一声后 便将木舟收了起来 又祭出自己的飞行法器 就此离去了 陈安看着那人离去后 便对着一众新弟子道 我是专门负责新弟子的人 将你们手中的令牌交付给我 然后我安排你们去一个地方 先住一晚上 等明天的时候 就会有人来接你们 将你们分别派往门中其他地方 众人听闻此言 纷纷拿出之前的令牌 给那位胖修士 他们将令牌都交付给胖修士后 便随着他来到一处院落外面 他带着众人来到院落外面后 又道 这片院落是专为新弟子留着的 你等自行去选择一个 今晚站在此处歇息 若是须用饭 就去山下的门派食堂 也可在周围转转 胖修士交代完这些后就离去了 众人恭敬地看着他飞走 这时 人群当中 一位年仅二十岁 练气六层的男子突然问道 你们说 我们会分到哪座山峰呢 在场众人大多数都摇头表示不知 只有一位练气九层的男子回答道 据说林云宗没有内外门之分 只在美峰设有精英弟子堂 至于其他的 我也不知道 众人又随意地聊了几句 便分开各自去寻找今晚的住处 沈若随意地找了一间屋子住了下来 关上房门就睡觉去了 一旁的胖修士 刚回到自己的住处 还未走进去就被人拦住了 这拦住他的人并非别人 而是他的弟弟陈石 胖修士陈安健来者是自己弟弟 顿时没好气地说道 老弟啊 你不在林熹峰好好修炼 跑我这里来干什么 他这位弟弟年仅二十多岁 练气八层的修为 因为仗着自己的哥哥是门中管事 平日里较为游手好闲 也不专注修炼 故而修为一直停留在这个阶段 哥 我要成亲了 陈石一本正经的样子 答道 什么 你要成亲了吗 真的假的啊 胖修士瞪大了双眼 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 当然是真的了 只不过 胖修士自己弟弟 一副支支吾吾的样子 连忙追问道 只不过什么 只不过 他说 要和我成亲的话 必须要先把他弟弟 给弄到我们门派里来 没办法 我只好找大哥你 希望你能帮我一下 什么 老弟你这没和我开玩笑吧 现在门派招收弟子时间 已经结束了 你要是之前找我还好办 现在我正准备 将这最后一批的人抱上去呢 我也帮不了你啊 胖修士摇了摇头 很惋惜地说道 可是大哥 这是我的终身大事啊 你不能不管啊 陈时说完此话后 眼珠子一转想到了什么 愿道 要不大哥 你把那些人当中 其中一个人替换掉不就行了 胖修士听到此话后 面露为难之色 这可是开小灶 而他的弟弟 见自己大哥沉默起来一言不发 也是急了 于是出了个主意道 大哥你就帮我一下吧 你看看那些人当中 谁的资质最差 把他给替换掉不就行了 次日 你是说给他来的偷天换日 鱼目混珠吗 不错 反正找个资质最差的 然后给他点好处就行了 陈时点点头道 胖修士被自己弟弟这么一说 有点动容起来 自己可就这么一个弟弟 为了他的终身大事 一番权衡利弊之下 终究还是同意这个请求了 也行 那我就帮你看看吧 胖修士带着他弟弟 来到自己的住处 他拿出之前那些弟子们 交付的令牌 从上面的信息查阅起来 没过一会儿 他就找到一名 灵根资质极差 且修为又低弱的人 那就是一个叫沈落的此人 年纪十八 五行尾灵根练弃五层的修为 用他当作替换在 何事不过了 两人又商量一下 最终敲定明天的时候 将此人留下来 劝说说一番 此时还在房间里面 呼呼大睡的沈落 还置不到 自己加入门派的资格 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 被人给替换了 次日一早 便有一位练弃八层的男子 来到院落 带着众人来到 昨天的那个大殿之外 他们在外面等候着 等待着门中 高层人物的到来 所有人都很兴奋 互相交流着 昨天得到的情报 嘿嘿 我昨天出去打探了一下 这个林云宗 一共有四座山峰 其中 林熙峰和林秀峰 分别是练弃七七 和筑基七弟子居住的地方 林熙峰 则是金丹七长老居住的地方 至于最后一个林云峰 则是本门园英七老祖居住之地 一个看着身材矮小瘦弱的男子 在那些人群中 有头有尾地说道 因为该男子的画画 惹得身边的人都贴了上去 询问着林云宗的内部情况 沈落处在一边没有发问是在 认真地听着他们之间的谈论 倒是了解了不少信息 没过一会 大殿的门被打开来了 走出一位胖胖的修士 此人正是昨天接待他们的 那位筑基七修士 他一出现 本是热闹的场面 瞬间安静了下来 胖修士安来到众人的面前 随意地扫了一眼 淡淡地说道 沈落可在人群当中否 在的话就请初恋 站在重修当中的沈落 听到有人叫自己 当即沦了一下 之后便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来到胖修士的跟前 而那些修士们 看到从人群当中走出的沈落 很是诧异 所有人心里都在好奇 这人是谁啊 怎么被筑基七修士 单独点到名字 莫非被门中某个长老 提前看中了吗 各种想法出现在他们的脑海中 沈落来到胖修士的面前 恭敬地行礼一番 看着面前的胖修士 心中充满了疑惑 胖修士打量了一下 面前的男子 见他除了皮肤较白 相貌有点清秀外 并无其他不凡之处 其修为确切是炼气五层 心中对此行的目的 不由得多了几分把握 他只是打量了沈落一眼而已 并没有和他说话 而是指着自己的弟弟 对着其他人道 你们跟着他走 他会带你们 去你们应该去的地方 待所有人都离开后 场上就剩下了沈落 和胖修士站在原地 胖修士 看着站在他面前的沈落 神情合跃 忽然开口笑着说道 小友能通过本门的试炼 说明小友无论是运气 还是实力倒是不错的 沈落一听这胖修士此言 有点二仗和尚摸不着头脑 便虚于尾仪地道 哪里哪里 不过是侥幸而已 胖修士见状点了点头 表示赞同 于是又道 小友也很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实力 那么我便直接开门见山地说了 以小友灵根的属性 就是加入门派了 也不见得能有把握住机 须知五灵根 因为灵根杂乱修炼起来 是别人的好几倍 所以 注机的难度 也是别人的好几倍 基本上是无望 啊 沈落听到对方的话语后 脸色大变 变得很难看 而胖修士在看到沈落脸上的变化后 感觉把握更大了 他继续说道 不如这样 我和小友进行一个交易如何 什么样的交易啊 需要我付出什么代价 沈落直接了当开口问道 见对方态度如此干脆 胖修士趁着这个机会立即道 代价很简单 只需要你将此次加入门派的名额让出来 我就可以给小友一些出级中高阶灵符 或者几样上好的法器和零食丹药 当作补偿 原来他看中了我的这个名额啊 沈落心里想到 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胖修士的问题 而是反问道 前辈 在下能否问下您 要我这个名额是否是替人讨要的 胖修士听到沈落如此一问 愁出了一下后 还是开口告诉了沈落 既然小友都这么问了 那我也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不错我确实是替人要这个名额 那人正是我的弟弟 沈落一听此话 心里不由地苦笑起来 弟弟吗 没想到 居然是为了他弟弟来找我 对方如此地在乎自家弟弟 若是不答应对方 保不齐对方会用什么方法来逼迫他 毕竟 那可是一味助击妻修士 至少对方现在的态度 还算是在和他进行公平交易 沈落心中盘算着 一番权衡利弊之决定 还是和他进行交易吧 起码还能有一些零食丹药 或者法器之类的补偿 想清楚了其中的关系厉害后 脸上做出一副难为情的样子道 前辈你也是知道的 我灵根杂乱 若是离开了门派 就没有门派的资源 可供我修炼了 那样的话 那晚辈这一生 恐怕就要和大道无缘了 那人听了沈落这话后 觉得对方说的 也在理一顿宝和顿顿宝 还是分得清楚的 他知道对方在担心什么 于是语重心长地 给他又说了一些 而沈落听了对方这番言语后 心中大喜过望 他本就担心离开宗门后 自己就要为修炼资源发愁了 结果现在对方告诉他 赵国另外一个州 有一个修仙者方式 方式的附近 有一个地方是妖兽聚集地 可以猎杀妖兽 换取零食丹药之类的东西 没有了后顾之忧的沈落 装作一副无奈的样子 对着胖修士说道 既然前辈都这样说了 小子若是再继续固执的话 反倒是小子有点不识实误 只要前辈真的能信守 刚才所说的补偿 那么这份名额 就让给您的弟弟吧 次日胖修士沉安一听此言 大喜过望 这一点小友可以放心 在下说过的话 绝对是质地有生 只是咱们两个之间的交易 还是不要让别人知道的好 沈落听了 心领神会地笑了笑 非常时序地答道 这点前辈可以放心 晚辈心里有数 不会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呗 那人听了 很是满意 眉开眼笑地笑了起来 在和沈落进行完交易后 就带着他驾驭着法器 来到了山门之外 他看了身后的凌云宗一眼 之后便头也不回地 就此离去了 青州位于赵国的东部 其面积在赵国各大州中排名第二 因为该州内有赵国第一大山太青山 所以州名就叫做青州 太青山脚下有一片 占据连绵数千里的原始森林 这林中不仅有各种野兽猛禽外 甚至还有人见过传说中的神仙和妖怪 因为这种传言的流出 使得此地多了一些神秘感 世人想都想不到 这座神秘的大山 早已被赵国四大宗之一的太青门 给占据了数千年之久 距离太青门八百里外 有一处修仙者城镇 该城镇和之前的太白仙城差不多 只不过这个仙城更大 占地更广 太青山明月方氏 沈洛站在方氏的外面打量着 现在距离他离开凌云宗山门 已经两个月多了 刚来这里的时候 就被那座太青山给震撼到了 之后他又花了一点时间 这才找到这里 这个明月方氏 和他之前所待的太白仙城不一样 明月方氏 是由太青门的人所建立的 属于太青门下的一个产业 方氏里面除了修仙者外 还有凡人居住着 明月方氏和太白仙城 唯一的区别就是 修仙者可以购买那些凡人的房子 当做自己的住处 不用花零食租建 沈洛在外面打量了一番后 交付了一块零食就走了进去 刚来到方氏里面 就瞧见一名男子 从一旁走了出来 那人快步走了出来 视线一扫 看到沈洛的身形 当即小跑 来到他的面前 面带微笑 对他行礼一拜道 小的张红一见过仙师 不知仙师是否是第一次来此 小人常年居住于此 对城中一切 可谓是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 无论仙师是想要住宿 或购买出售灵财 小人皆可帮忙带路 只要是仙师想要知道的事 小人一定知无不言 沈洛看着面前的人想了一下 有人带路话 可以让他更加了解这个方式 于是问道 不知报酬如何 张红一见对方有意聘用他 喜上没烧 只需一块零食 就可雇佣我一天 仙师有什么事 可尽管吩咐 目前还没有 你先带我在这里走走 让我了解一下情况吧 沈洛淡淡地说道 好的 张红一点头硬道 说完便在前方引路 一路上 张红一滔滔不绝地 先介绍了一下 关于这个方式的由来 之后介绍了一些方式里的店铺 比如 哪家零财收购的价格高 哪家单要效力最佳 哪家又黑心地以次冲好 到真相他说的 无所不知无所不晓 若是要是买法器 是去哪家店好呢 沈洛问道 仙师要买法器 张红一惊喜地说 转而又道 要说好 那肯定是大门派太清门所开的店铺里面的法器号 种类也齐全 但相应的价格也贵上不少 不过仙师若是信得过我 我倒是愿意给您介绍一家 既好又实惠的店铺 是吗 也罢 那就去看看吧 沈洛点点头道 张红一见对方态度如此爽快 甘笑两声道 回仙师 不瞒您 其实这家店铺 倒是与我有点渊源 那家店铺的主人是我表哥 他是一名炼气师 他说完此话后 看了下眼前的沈洛 怕对方会想太多 当即打包票道 关于法器质量问题 先师大可放心 我表哥 他炼制出来的法器 丝毫不比那些太清门人的差 有我这个关系在 还可以打个折 能省不少零食 沈洛听到对方说能打折后 顿时来了点兴趣 于是便随着他 前往那家店铺走去 他之所以要购买法器 是为了后面猎杀妖兽做些准备 在林云宗的时候 那位助基七胖修士 只是补偿了他一百块零食而已 以及几张上街高级灵符 和一些能增进法力的丹药而已 至于法器方面 则是给了一双 能增加速度的林云靴 虽然如此 但是他手上能攻击的法器 有一柄飞剑可以用 实在是太少了 更何况后他面还要猎杀妖兽 面对未知的妖兽攻击法器什么的 自然是要多一点才好 就这样张红一带着他 在方式里面绕来绕去 终于来到一家 位置较为偏僻的店铺前 沈洛跟随着那人走了进去 只见出现他在眼前的是一个宽敞明亮的大厅 大厅的四角各自摆放着这一节超长的柜台 柜台的上面则是有许多物品摆放着 从样式上看应该都是一些修仙者才能使用的东西 从最低阶的原料到最常用的俘虏法器 全都应有尽有 张红一间大厅左右没人 便润了下嗓子大声嚷道 大哥快点出来来客人了 话音落下没过多久 后屋的门帘后面就走出一名男子 那人一出来就看到沈洛和自己的弟弟在一起 快步来到沈洛面前 行礼一拜恭敬道 小人张宇浩见过仙师 不必多礼 沈洛扫了那人一眼说道 谢 仙师 张宇浩毕恭毕敬地答道 还不等他说话 一旁的张红一率先开口道 大哥 这位仙师要买法器 你快将表哥所炼制的上好法器拿出来 给仙师瞧瞧 张宇浩听到自己弟弟的话后 顿了顿接着对着沈洛询问道 不知仙师想要什么样的法器 面对他人的询问 沈洛面无表情道 可有攻击法器否 若是有的话 你且都将其拿来 让我看一看 有的 有的 仙师还请稍等片刻 我这就去拿 说完就转身往后肩走去 约莫半斩茶的功夫 张红一的大哥张宇浩 就从后肩走了出来 他怀中捧着几个木盒 将其一一摆放在沈洛的面前 这些皆是攻击法器 仙师还请看此物 次日金光刀刃一套 以金铁金银为原料 花费了三天三夜这才练成 只要神识够强 可以同时操纵这些刀刃攻击 让人防不胜防 听完对方的介绍后 沈洛没有说话 而是伸手 拿起一把刀刃戏看了一会儿 然后又放下 见沈洛没有什么表示 张宇浩便打开另外一个盒子 只见里面有一排 细弱毫毛的银针 整齐排列在布料上 上品非真法器 一共有五枚 可同时使用 也可单独使用 行迹隐蔽 是偷袭的绝佳利器 相对于刚才的金光刀刃此物 对操纵者的神识要求较低一点 非真法器 偷袭利器的吗 沈洛心里嘀咕了一下 有点好奇的道 此物我可以试一下吗 当然可以了 先师尽管使用 就是了张宇浩恭敬的硬道 得到了对方的肯定 他小心翼翼地 拿起其中一根银针 看着手中银针 倒是和他储物袋里面的针灸 有点相似 他将灵力度入进去后 原本就细弱毫毛的银针消失了 虽然肉眼看不到 但是手上还是能感觉到的 沈洛体验了一番后 就将其放在原位 示意那人继续 张宇浩见状 拿出一个暗红色的扇子说道 此物名叫李火扇 上平法器 主材料是赤燕鸟的羽毛 可扇出赤热的火焰 说完随手都给了沈洛 让其端向一下 沈洛将此扇拿在手中 轻抚了一下上面的羽毛后 就将其放了回去 看着沈洛将其放回 张宇浩接着说道 如果说刚才那件是火属性法器的话 那么这件就是谁属性的法器了 说吧 他就打开另外一个盒子 拿出一把长剑 寒光剑 上平法器 长三尺两寸 宽一寸 用极北之地寒铁中提炼出来的 剑光如雪 可催此剑打出冰刃 是一把极好的攻击法器 张宇浩在说完此话后 便不再作声 而是看着沈洛 反观沈洛望着面前摆放着的法器 陷入了沉思 以他现在的身价 全身零食加起来 也不过才两百多块零食而已 法器价格方面 对方现在还没有告诉他 于是他便指着李火扇和寒光剑道 不知这两件法器 分别要多少零食 回先师 这里火扇一共是三百二十块零食 寒光剑的话 相对于要贵点 一共是三百六十块零食 听到对方的报价后 沈洛愣住了 没想到这两件法器的价格如此之贵 自己好像完全买不起 张宇浩和张宏一兄弟俩 见沈洛一言不发 都眼巴巴地望着他 等待着他的决定 除了那两个法器的话 剩下的那个非真法器 要多少零食 他目光又看向摆放在盒子里面的银针道 回先师 此物只需要三百块零食就行了 张宇浩再次说道 哦 沈洛点点头后 随即看向他又道 不知贵店是否支持乙物换取 这是当然 不知先生要用何物来换取 他笑着说道 沈洛没有应答 而是一拍储物袋 从中拿出一个葫芦递给对方 张宇浩见沈洛拿出一个葫芦接了过来 葫芦被他拿在手中的那一刻 感觉到有点沉 里面似乎好像有东西 他打开葫芦塞子 顺着葫芦口看去 发现里面正有一团黏糊糊细叶 抱着葫芦端向了一会 发现自己认不出来 这是何物 刚想开口询问 就见一名男子走了进来 张宇浩见那人走进来 面色大喜 喊道 表哥 你快来看看 这位仙师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 我完全分辨不出来 嗯 葫芦吗 男子轻移了一声后 便来到张宇浩的跟前 看到他手上的葫芦 将其拿了过来 看了一会 发现自己也不认识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灵液 他一脸疑惑地看着神洛道 敢问道友 这里面装的到底是何物 面对他人的询问 神洛总不能说 这里面装的是水吧 他甘笑了两声道 道友若想知道的话 喝一口不就知道了 是吗 也罢 那我就试试看 他拿出一个容器 将葫芦里的液体倒入进去 然后大口喝了起来 一点都不担心 对方会在里面下毒之类的 不过就算是下毒了 又能怎么样 只要他死了 这个店铺 里面的阵法会瞬间启动 将其格杀 带着液体入腹后 他就感觉到 自己的丹田之中 有一股强烈的灵气波动袭来 那人之所以喝一点 就能有那么大的变化 是因为 神洛在这个里面 灌的不是普通的水 而是带有灵气的水 这水液 经过葫芦的神气的提升功效后 其药力 已经远远超过了 他所服用的聚气散 这感受到这股药力的变化后 他两眼放光 看向神洛眼珠子一转 有意结交道 道友这葫芦里面的灵液 我们要了 做作为交换 你可以在那些法器当中 随意地取一件 听到对方的话语后 神洛深感意外 没想到这葫芦里面的东西 居然这么值钱 可以让他随意地取一件法器 既然道友这么说了 那在下 就选择这件法器吧 神洛指着寒光剑说道 道友当真 是有眼光 此物可是我炼制的 众多法器当中 最为满意的意见 现在它是你的了 男子赞赏地说道 将装着寒光剑的盒子 递给神洛 神洛看着递过来的寒光剑 顺着这个机会 又买下了那件非真法器 原价是300块零食 他只花了200块零食 就买到手了 之所那么便宜 是因为那俊美男子说了 若是以后还有此物的话 可以拿来卖给他 对于这个请求 神洛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这东西 他是要多少就有多少 只要葫芦在手 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产生出来 就这样 神洛买完法器 又让张红义 带着他在街面上又逛了逛 又花了一些零食 买了一些疗伤药 解毒丹 壁骨丹 以及恢复自身法力的丹药 这一趟转下来 他的身上就剩下几块零食了 瞬间变得穷得叮当响 在购买完丹药后 张红义就帮神洛 找到了一个令他满意的住处 次日进门前 他掏出两块零食 给张红义作为他带路费用 张红义看到对方 给出的两块零食 颇为感激 多谢先师赏赐 打发完那人后 神洛走进了自己的小院 略微巡视一番后 将葫芦里面 灌了些含有灵气的水 之后就躺在床上准备睡觉了 毕竟这些天一直不停地赶路 实在是太累了 不知不觉 两个月的时间就过去了 沈洛盘腿坐在蒲团上 正处于冥想中 这两个月以来 他一心专注于修炼很少出门 靠着葫芦里面的灵液修为 已突破直炼七六层了 是时候该出去走走了 他站起身来 缓步走出门外 望着街道上热闹非凡的人群 随意地走动起来 天仙楼是明月方式里面 最大的一个酒楼 这里鱼龙混杂式散修的聚集地 因为经常有修仙者 想去方式附近的密林里 猎杀妖兽来正点临时修炼 由于是面对妖兽 这种凶猛的生物存在 他们通常都会选择 找人组队结伴行 而这里是修仙者 出没最多的地方 也就自然而然地 就成为了招募队友的聚集和出发地 沈洛来到这个酒馆 可并不是为了猎杀妖兽 而是单单为了满足口腹之欲 才来到这里 之前的那两个月时间里 基本上都是靠壁谷单独过的 现在他出关了 也该吃点好东西了 他来到酒楼点了一些饭菜 找了个偏僻的地方坐了下来 他没有点那些含有灵气的食物 而是点了一些凡间常见的饭菜 那些含有灵气的食物 价格昂贵 他根本就吃不起 只能吃最便宜的 没过一会 他点的菜就端上来了 看着面前香喷喷的饭菜 大口吃了起来 正当他大口吃饭的时候 一声轻一声传来 咦 这不是沈道友吗 吃着饭的沈落 听到有人在喊他 便循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见喊他的人 是一名穿着白色华服 手持一柄白玉折扇的男子 那人正是他的邻居高子俊 练起七层的修为 当初他刚住进小院的时候 就见过此人一面 没想到 居然会在这里碰他到 望着那人神色有点意外的到 高道友 真巧啊 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 是啊 沈道友 我也没想到你这位苦修士 居然会舍得出关 高子俊来到沈落面前 拉开桌子下面的椅子 坐了下来打去道 哼 这不是修炼太无聊吗 所以就出来走走偷偷窃 沈落边吃边说道 这样啊 我还以为你是来找人组队去 猎杀妖兽的呢 当然不是 在下只是为了满足一下 口腹之欲才来这里的 倒是高道友你来这里 莫非是为了找人组队去 猎杀妖兽吗 是啊 高子俊回道 看着面前正在吃饭的沈落 忽然想到了什么 于是便道 沈道友常言道 相逢即是圆 既然咱们在这里遇到了 不如一起组队去猎杀妖兽 你看如何 大口吃饭的沈落 听到对方邀请他去猎杀妖兽 当即冷了一下 心里合计了一下 想到自己来这里的初衷 不就是为了猎杀妖兽 赚取零食吗 现在有人相邀 何乐而不为呢 便开口说道 猎杀妖兽吗 可以是可以 但是就我们俩个人的话 未免太有点实单力薄了吧 道友说的好像也不无道理 这样吧 道友先再次等候一番 高子俊正色地说道 很快 没过多久高子俊就带着两名男子 来到沈落这桌面前 带众人都入座 这才发现沈落最为年轻 且修为也最低 沈道友这两位 分别是孙前孙道友和徐天徐道友 高子俊对着沈落介绍道 在下 沈落见过各位道友 沈落抱拳道 沈道友客气了 俺叫孙前练气九层的修为 叫俺老孙就行了 那位孙姓的汉子 粗广声道 李仁徐天目前练气八层 见过道友 虚弱的样子道 双方各自介绍了一番后 彼此互相打了个招呼 也算是熟悉了 又互相闲聊了一会 这才离去 他们离开酒楼后 一同走出了方式 一路向西而去 大约走了大半个时辰 终于来到了妖兽的聚集地 罗云森林 这森林里的妖兽 大多是以一级妖兽居多 修仙者为了能方便区分妖兽的境界 将其分成了十级 一级又有低中高阶之分 一级高阶妖 一级妖兽相当修仙者练弃十层的境界 二级妖兽相当 修仙者助击初期的境界 三级则是助击中期 四级是助击后期 五级则是助击后期圆满 修炼到六级经单期境界时 妖兽便会诞生灵智 五级之前的妖兽基本上 都是靠着自身的本能反应来攻击 所以一直到六级之前的妖兽 都是比同等级的修饰要弱的 但是到了七级 这个阶段的妖兽 他们的神智发展到一定程度 实力上 反而却比那些同等级的修饰强 毕竟在开启灵智之前 妖兽只知道用蛮力 不知道用智慧 十级妖兽 相当于人类修仙者原因期的境界 至于原因之上的化神期 这种级别的修饰 整个人界也就那么几个 而一旁来到罗云森林外围的沈洛等人 看着面前茂密的森林 餐天的树木不计其数 空气到处中充斥着一股潮湿的味道 几人在外面凝望了一会 便大步走了进去 走在这森林里面 看着一旁那些被苍境有力的藤蔓 缠绕住的一株株百年的古树 就如同一条条猙獰的古莽巨蛇一样 窥视着过路的修饰 走在密林中的几人 像是没了头的苍蝇一样 四处晃动之下 竟是连一头妖兽都碰不到 真是奇了怪了 为何今日一只妖兽都碰不到 孙姓男子有点纳闷 很是奇怪道 是啊 太奇怪了 徐道友也深感意外道 次日听到那两人的言语 在众人当中 一直沉默不语的沈洛 突然开口说道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 林子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导致那些妖兽都躲藏了起来 沈道友说的是变故吗 应该不会吧 高子俊摇了摇头 也发表着自己的意见道 谁知道呢 要不再找找看吧 孙姓大汉扫了一下四周道 就这样一晃 又是几个时辰过去了 沈洛等人 依旧是没有发现妖兽的踪迹 真是奇灾怪也 这妖兽 莫不是真的躲藏起来了 徐道友见 一直不见妖兽兽出没 不由地抱怨一声道 不应该啊 这林子里面可都是一级妖兽 除非有二级妖兽的存在 使得那些妖兽 纷纷产生巨异不敢出来 孙姓大汉也很是诧异道 应该不可能吧 高子俊还是坚持自己 之前的观点道 他来过这里好多次了 压根就没听说过 这里有二级妖兽出没 高道友 若真有二级妖兽的话 以我们目前的实力 根本无法抵挡 以我看不如先行离去 下次再来吧 沈落生了离去之意道 高子俊听到队伍中 有人想要离去 而且这人还是自己的领居 有点急了 不可 不可呀 难道沈道友就这么甘心 空手而归吗 可是不甘心又能怎么样 高道友你也看到了 我们来这里 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现在可是连一只妖兽 都没遇到过 高子俊听到 方是因为一直没有遇到妖兽 所以才那样说 于是便看着 沈落正色道 不就是妖兽吗 沈道友多虑了 我这里有专门吸引妖兽的射魂 射魂香是修仙者 用射妖草 研磨成粉末 烘干制成的燃香 这射妖草 有着奇异的功效 能散发出淡淡的飘香 虽然如此 但是诱惑妖兽的效果甚微 于是便有人突发奇想 将其炼制成了燃香 发现炼成燃香后的射魂草 所散发出的香味 比之前浓郁百倍 有很强烈的诱惑之效 只是这等其草 只能起到吸引妖兽的作用 不会对人产生任何效果 虽然如此 但是它的价格上 还是比较昂贵的 仅仅是一只射魂香 就需要十块零食这样 看着高子俊 从储物袋里拿出的燃香 众人都用一种 惊讶的目光看着 要知道 这等奇香 以他们的身价 自然是买得起的 但是他们觉得 没必要买这个东西 林子里面妖兽 可是遍地都是 压根就不需要这个 可是谁又能想到 今天却是连一只妖兽 都碰不到 没想到啊 高到有身价 倒是挺富有的 要知道 这等奇香 起码要十块零食左右 孙兴大汉 盯着高子俊 手中的燃香 有点眼红感慨道 哼哼 倒有太看得起高某了 此物是我上次 和人组队 猎杀妖兽的时候 别人赠送于我吧 高子俊笑着说道 话罢 他就将这一只射魂香点燃 插在岩石之上 看着被点燃的射魂香 飘起鸟鸟青烟 随着微风四处飘散着 殊不知 就在他们插上 此香点燃的那一刻 使得距离 他们相距时机里的地方 突生了变故 大家小心 此兽现在已如困兽之斗 很快就要筋疲力尽了 只要我等合力操纵法阵 就能将给其击杀了 一名穿着紫色道袍的男子 手握着一杆红色小旗 看着面前被紫色光照困住的妖兽 大声喊道 王道有多虑了 这个畜生已被我们阵法困住了 灭杀他是迟早的事 不如我们先商量一下 待会怎么分配 这具二级妖兽的尸体吧 距离紫色道袍男子 不远处的一名男子 手握着绿色的小旗毫不在意 嬉皮笑脸地说道 是啊 要知道 这可是二级的妖兽啊 并不是那些一级妖兽能比你的 若不是沉道有意外发现 这林子里有二级妖兽出没 我等四人也不会在此 说话的正是一名身材高挑帽美女子 此刻她的手上 也握着一杆小旗 一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能让我等几位练弃十层高手聚在一起 合力诛杀此兽 能死在我们的手上 太足以自傲了 手持白色小旗的男子 看着里面被正不断被五行法阵轰击的妖兽 趾高气扬的道 剩下一名男子 手持着红色小旗 听到自己同伴的话语后 没有应答 而是笑了笑 将目光投过来 困在阵法里的妖兽 看着被阵法困住的二级妖兽 在那五个人的阵法轮流轰击之下 渐渐地有点体力不支 一副就要倒下来的样子 就在他们认为 这妖兽快不行了 准备给他最后一击的时候 忽然飘来一阵奇异的香味 哪里来的味道 好香啊 女子嗅了嗅 有些惊奇地说道 是啊 而且这个味道 还有点像射魂香的味道 五人当中 其中一人道 射魂香吗 穿着紫色道袍的男子 听到此香名字后 口中念叨了下 突然 他想到了什么了 暗道不妙 面色大变地高喊道 不好 是射魂香 大家赶快催动法阵 将其轰杀 王道友 稍安勿躁 不过是吸引妖兽的射魂香而已 何必大惊小怪的 先前那位持着白色小旗的男子 看向一旁面露焦急之色的紫袍男子 有点不以为意道 见对方对自己的话语 丝毫不将其放在心上 紫袍男子健壮 不由地涨红了脸 吏声喝道 哼 你懂什么 我们面前的这个妖兽 和普通妖兽不一样 若是让他闻到了此香味 会容易产生暴走 什么 被紫袍男子呵斥的那人 听到此话后大惊道 还愣着干什么 快快催动法阵 趁现在还没有进入暴走状态 赶紧灭杀他 紫袍男子对着那人催促道 还不等那五人催动法阵 给那妖兽最终一击 就见阵法里的妖兽 眼睛突然变得血红起来 身上的毛发开始疯狂地生长 妖兽仰天长笑一声 本该是筋疲力竭的他 瞬间又充满了力量 他手上的金色灵光大放 一拳下去 就将紫袍的光照 给轰出一道裂缝来 不好 妖兽现在已经进入暴走状态了 大家小心 进入暴走状态下的妖兽 其力量是之前的两倍 紫色盗袍的男子健壮 惊呼一声道 次日进入暴走状态下的妖兽 疯狂地挥舞着拳头 朝着紫色的光照砸去 看着面前困住妖兽的光照 出现许许多多的裂缝 场上五人健壮 拼命地将自身灵力 疯狂注入小齐当中 准备发动阵法 将其格杀 这五种不同颜色的小齐 受到灵力的注入后 飞在半空中 发出耀眼的光芒 半空中的小齐 好像是受到了什么召唤一样 居然忽然同时 射出一道光柱 朝着中间方向激射而去 很快五种不同颜色的光柱 在中间汇聚在一起 形成一个紫色的光团 紫色的光团一出现 就对着下面处于发狂中的妖兽 轰然打出一道光线 以迅雷不及之势 落在了妖兽的背脊上 受到攻击的妖兽 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他长笑了一声后 整个身子就开始左右晃动 最后倒在了地上 看着发狂的妖兽 被打中后倒在地上 所有人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王道友 你看这妖兽就是发狂 又能如何呢 还不是被我等给灭杀了 被紫袍男子呵斥的人见状 淡淡地笑道 是啊 妖兽就是妖兽 只要还未开启灵智 就什么都不是 另外一个人附和道 面对这两人的话语 紫袍男子没有理会 而是一言不发默默地看着 好了好了 如今这妖兽已死 我们快去把他尸体给分了吧 一眼又看向倒在地上的妖兽 轻声细语道 听闻要分二级妖兽的尸体 众人也不再言语 而是纷纷打出一道手绝 将小琪收了回来 没有了小琪的存在 紫色的光照瞬间消失了 多亏了王道友的五行法阵 不然的话 即使是我等几人联手对付此兽 难免要花上不少时间 先前一直沉默不语的 沉信男子开口道 不错 我们能灭杀此兽 可多亏了王道友的阵法 至于等下 我等该如何分配这具妖兽的尸骸 不如就由王道友来决定吧 女修正色地 看向紫袍男子道 仙子未免也太偏谈王道友了吧 要知道这个妖兽 可是陈道友发现的 没有陈道友发现此兽 就算有王道友的阵法 又能如何 依我看 不如让陈道友分配 一个人不满道 随着那人的话语 众人目光都看向了那位陈道友 陈道友间自己一下 成为了众人的焦点 很是无奈 弹开手道 我无所谓的 你们自己决定吧 得到了陈道友的答复 先前替陈道友说话的人 见状也没有再言语 而是看向紫袍修士 紫袍修士 见分配妖兽的决定权 在自己手中 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 道 我只要妖丹 剩下的 你们看着办吧 好 既然如此 那我就要他的皮毛吧 那我就要个两只手吧 就在他们几个人商议之际 不知不觉 已经走到了妖兽的一旁 望着倒在地上 没有气息的妖兽 紫袍男子 也罢 那我就先取妖丹吧 就要对妖兽的身躯上劈去 剑身还未落下就瞧见了 本该倒地死亡的妖兽 又冒出了血红色的眼睛 睁开眼睛的妖兽 看到面前的紫袍男子 持着宝剑袭来 下意识一拳打出 将那人手上利剑给打飞了出去 一直望着紫袍男子的女修 见场面突生变故 花容失色道 这是诈尸了 紫袍男子见自己的宝剑被打飞了 瞬间反应了过来 身子往后一跃 落在距离妖兽几张外的地方 心有余悸的 还好我反应快 不然就被那妖兽一拳打死了 他万万没想到 这普通的二级妖兽 竟然有不灭肢体 所谓不灭肢体 是指某些妖兽的天赋神通 他们的身体破碎后 可自行修复生命力顽强 不过这等天赋神通是有限制的 至于能使用几次就不得而知了 在一旁的紫袍修士 看着自己的同伴 因为妖兽突然复活 被打了得措手不及 他们都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复活后的妖兽打出的神通 给震飞了出去 而那妖兽在把他们打飞出去后 没有再继续攻击他们 而是朝着林子中的某个地方跑了出去 紫袍男子眼睁睁地看着妖兽离去 没有追去 毕竟那可是暴走状态下的二级妖兽 单凭他一人不可能斩杀此兽 况且 自己的同伴刚才受到了妖兽的攻击 他得留下来照顾他们 就仍由妖兽离去了 妖兽离开这里后 一路朝着射魂箱 飘过来的方向追去 一边的沈洛等人 在点燃射魂箱后 就悄悄地躲在一旁 等着妖兽的到来 望着射魂箱 由一根长慢慢地变成小半截 眼看着射魂箱就要燃烧殆尽了 可是依旧没有看到妖兽的踪迹 这附近 怕不是没有妖兽出没吧 徐道友有点失望的道 高子俊看着小半截燃箱也愣住了 也不清楚 是不是这箱不好 还是这附近 真的没有妖兽出没 来了 孙兴大汉突然低声道 听到孙兴大汉的声音后 他们纷纷躲在岩石后面 放出神石 偷偷地看着 却见数百米外远 正有一匹 浑身蓝色毛发的妖狼 狼足肉垫柔软 无声无息地走在地面上 他很警觉地观望着远处 嗅着空气中那一缕香气 这一箱有着强烈的诱惑 能让他体内 生出一股燥热之气 狼妖看了一会儿后 就开始缓慢地 朝着射魂箱方向走去 望着那狼妖走来 躲在岩石后面的沈落 也在悄悄地放出神石 偷偷观察着 发现那狼妖七等级 居然无限接近二级妖兽 相当于修仙者练气十层这样 高子俊 孙前 徐道友三人 见狼妖缓步走来 面露兴奋之色 这可是一条大鱼啊 躲在岩石后面的众人 互相看了几眼 都点了点头 眼看狼妖就在快要靠近 射魂箱的时候 高子俊突然大喊道 动手 这一声令下 众人都不约而同地 祭出自己的法器 或打出自己的神通 朝着那狼妖弓去 次日这四个人当中 唯独只有沈落 没有祭出自己的法器 而是打出了几发火球 他之所以没有动用 上瓶法器攻击 就是怕自己所祭出的法器 遭人惦记 要知道 四人当中 就属他修为最低 若是让他们知道 一个炼奇六层的中期修士 拥有一件上瓶法器 他们会怎么想 所谓才不外露 这个道理他还是明白的 况且 这些人还只是他名义上的同伴而已 狼妖见面前 突然冒出几个人类修士来 心中一惊 就见几道灵光打来 他立刻大口一张 一团深蓝色的水团 就在他的口中凝聚而成 水团凝聚成形后 狼妖将其打了出去 散发着蓝色寒光的水团 很快和沈落等人 打出的攻击碰在了一起 三人所祭出法器攻击 被狼妖打出的神通 瞬间给震飞了出去 徐道友见自己的法器飞了出去 身子一略晃动 就被打飞的法器 重新拿在了手中 而孙姓大汉 则是一拍自己的储物袋 拿出了上瓶法器火焦刀 手持火焦刀的孙姓大汉 从侧面冲至 手中宝刀带着火光炽热之气 一记飞斩落在狼妖的皮毛之上 猝不及防的狼妖 被一刀砍中 发出一道痛苦的哀嚎声 受到皮肉之苦的狼妖 见面前的人类 还想来第二刀 勃然大怒 也顾不得身上的伤势 就朝着孙姓大汉扑过去 看着狼人气势汹汹地 朝自己扑来 孙姓大汉手中的火焦刀 猛地一刀劈出 展出一道火红色的光芒 扑在半空中的狼妖 被这火红色的刀光击中 直接倒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徐道友坚持是一个好机会 连忙手掐一道法掘 凭空释放出一道耻尝的水箭 朝着落在地上的狼妖袭击而去 砰 水箭轰在狼妖的身上 顿时打了他一个亮枪 再次受到攻击的狼妖 恼怒地朝着刚才偷袭他的人望去 怒冲过去 木腾朔 眼看狼妖要有所行动 高子军立即打出一道目鼠性法掘 青色的灵光一闪 立刻变成一道青色藤腕 射向狼妖 这道青色的藤腕 如同闪电般的速度 迅速将狼妖的双足给缠绕住了 狼妖见自己的双足被缠绕 束缚住无法动弹 顿时惊慌失措地撕咬起来 想要挣脱这藤腕的束缚 就在狼妖撕咬藤腕的时候 地面之上传来泥土稀疏的所以 这时一只帝刺突然钻了出来 刺中了狼妖的下腹 这帝刺的 正是沈洛所施展的帝刺术 狼妖受到帝刺的攻击后 再次发出痛苦的哀嚎 孙兴大汉 看着面前被暂时束缚住的狼妖 手中的火焦刀爆出灵力的灵光 一刀落下斩向狼妖 气势灵人的火焦刀 重重地劈在狼妖的身躯上 被一刀砍中的狼妖 不甘心地哀嚎了一声 之后就瘫倒在了 地上没有了呼吸 死得不能再死了 看着瘫倒在地上 被孙兴大汉所斩杀的狼妖 高子俊来到狼妖尸身一旁 神色无比兴奋到 这一级高级狼妖的尸身 拿到方式里面 差不多能卖个一百来块零食 是啊 刚才若非你们将他拖住 否则我也不可能那么轻松地 就将他得击杀了 孙兴大汉收起了火焦刀 淡淡地说道 这狼妖快要晋级二级妖兽了 说不定可能还有内丹 徐道友若有所思道 内丹吗 估计应该会有吧 高子俊点点头道 还好这只是一级妖兽 若是二级妖兽出现 恐怕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沈洛开口道 就在众人围在狼妖尸身旁 谈论着刚才战斗的事实 高子俊忽然察觉到了什么 他眼角的余光 看到距离此地不远处 似乎有什么东西 正快速地朝着这里奔来 你们看那边 这是什么情况 察觉到异样的高子俊 忽然指着那个方向道 孙兴大汉看了一眼 高子俊所指的那个方向 又看下即将快要燃烧殆尽的燃香道 莫非又有妖兽受到了 射魂香的影响到这里来了吗 那不是挺好的呀 这样我们可以多赚点零食 高子俊笑着说道 沈洛随着众人朝着远处凝望着 由于距离太远 肉眼看得不是很清楚 神石也无法捕捉到 毕竟太远了 片刻之后 那头自远方而来的妖兽 终于落入他们肉眼可见范围内 往那一瞧 只见那是 只充满血红色眼睛的妖兽 好像发狂一样 不顾一切地朝他们袭来 看到对方眼睛上 所散发出的红色光芒 沈洛眉头瞬间皱了下来 心中一沉 有种不好的预感 他看了下身旁的众人一眼 悄悄退到了他们的身后 带那妖兽 来到孙兴大汉的神石范围内 他用神石一扫 发现对方竟然是二级妖兽 脸色瞬间变得难看起来 他惊呼一声道 快跑 这是二级妖兽 什么 高子俊呆住了 他以为来的又是一个一级妖兽 谁料 居然是一只二级驻击出气的妖兽 站在众人身后的沈洛 听到孙兴大汉 说是二级妖兽 心中一惊 立即施展风行步 利用脚上的凌云靴 将自身的速度 发挥到极致 身子只是轻微晃动了一下 人就已经出现在几张外的地方了 还愣着干什么 快逃啊 这可是二级妖兽 孙兴大汉 瞥了一眼站在原地的高子俊 立声说道 说完 他就头也不回地 扭头跑了 而高子俊听到大汉的声音后 看着距离 他只有几十丈远的二级妖兽 下意识就要跟随他们逃离 刚走出几步忽然想到 之前狼妖的尸身还没收走 回头看了一下那狼妖的尸身 离他就钉点距离 他咬牙心中一狠 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又回到之前的所在位置 将狼妖的尸身 给收到储物袋中后 这才心满意足地准备逃离 正当他跑出几丈远的距离后 一直处于他身后的妖兽 突然一个跳跃落在他的跟前 一把抓住了高子俊 一个撕拉下去 就将他整个人活生生地 给分成了两半 高道友 孙兴大汉 见自己同伴 被妖兽残忍地杀害了 忍不住尸声道 次日 徐道友在看到高子俊身死 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他万万没想到 这二级妖兽的实力 居然如此恐怖如斯 轻而易举地 就灭杀了一位练气七层的修士 冒着红颜处于发狂中的妖兽 在解决完一个人后 眼神一瞟 看到了远处的孙兴大汉 和徐道友两人 他大声暴怒嘶吼一声 徐道友和孙兴大汉二人 见此情景 察觉到不妙 撒腿就开始跑 可是这妖兽 哪里会那么容易放他们离去 他高举着手 只见那妖兽手上的灵光大圣 猛地一拳砸在地上 砰 砰 砰 这一拳下去 地面裂开一道裂缝 如长蛇翼一样 摇摆着直奔那二人方向而去 很快 这地面上的裂痕缝隙 眨眼便到了 脚下的地图 顷刻间炸裂开来 没有防备的徐道友 猝不及防的 被这爆炸伤害 直接给震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没有了呼吸 而一旁的孙兴大汉 反应则是比较迅速 刚看到脚下的变化 立马打出了防御法器 挡在跟前 可是 就算是他挡住了又能如何 面对着二级妖兽这一下的攻击 这一招对他来说太过于强大 虽然他拼尽全力挡住了 但是自己情况很不理想 瞬间就受到了重伤 不仅如此 自己的法器 因为刚才的抵挡 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无法再使用了 他很是狼狈地擦去了嘴角的鲜血 看向那二级妖兽的目光中 充满了恐惧和害怕之意 这可是二级妖兽啊 无异于皮肤汗术 躺壁挡车 眼神的目光又看了一下 不远处的高子骏和徐道友的尸体 就是没有看到沈落的身影 他认为 沈落和那些人一样 也都陨落了 可他哪里知道 沈落早就在他们发现 那是二级妖兽的时候 就已经脚顶抹油跑了 此时的沈落 正在位于孙姓大汉 百丈于外的距离偷偷地看着 他之所以没有离去 而是想看看这所谓的二级妖兽 他一点都不担心 自己会被妖兽发现 确信自己有凌云靴 这种可以增加速度的东西 就算是被发现了 自己也能跑掉 没想到这四人小队 就剩下我一个人 孙姓大汉苦笑地摇了摇头 看向妖兽的眼神里 不再有害怕和胆怯之意 而是誓死如归 既然走不掉了 横竖都是死 老子跟你拼了 他怒吼一声 给自己打气道 躲在角落里偷偷观看的沈落 看到这个场面 心中有骨被点燃的感觉 想要冲上去帮助那个大汉 但很快 这个念头被他给暗纳住了 自己不过才是个 练气六层的修仙者 上去帮忙 无异于送死 若是自己是助击妻修士 说什么也会上去帮他的 但是现在 他还只是个练气妻修士 所以还是在角落里面 好好待着吧 正所谓有句话说得好 死到有不死平到 大概就是像现在这种情况吧 孙姓大汉知道自己无路可退了 也像是发了风似的 一股脑将手中的 所有俘虏全都抛了出去 轰隆隆 爆炸之声不断地响起 地面上的泥石 因为爆炸的产生的效果 不断地卷地而起 散落在四周各处 大汉一股脑 使用完所有俘虏后 又拿出了自己的 上瓶法器火焦刀 手持着火焦刀的大汉 趁着爆炸的余灰 连续劈出 几道火红色的刀光 朝着妖兽斩去 在他打出的一连串攻击之下 他坚信 那妖兽遭到如此 攻势不死也残废 可惜事与愿违 但那爆炸的缓缓轻烟散去 毫发无损的模样 没想到自己的攻击 只能算是给对方挠痒痒 其实这也不怪他 妖兽本就是 靠着自肉身的强硬程度而出名的 更不要说 还是一只二级的妖兽了 而那妖兽 现在还是处于暴走的状态 其实力无限接近四级驻击后期 所以大汉的攻击 对他来说不痛不痒 妖兽在承受完 大汉一连串的攻击后 站在原地一脸不屑地看着他 像是在说 你的这点攻击 对我来说 简直就是挠痒痒 接着对着他 又是一阵咆哮 大汉见状痴痴地 站在原地不知所云 他没想到 自己的攻击 连对方一根毫毛都伤不了 心中一股悲凉无力感 涌上心头 充满了绝望之意 过了一会儿 他好像是想到了什么 脸上的惊恐之意不再显现 而是充满了轻松和惬意 仿佛有什么心结 被他想开了一眼 生当做人结 死亦为鬼雄 我被修饰 何悉一死 罢了 罢了 他解开自己的储物袋 将其放到一边 当做留给后来的有缘人 然后看着远处 张牙舞爪的妖兽自嘲道 原来我已经这么老了呀 之后 他就像是不要命了一样 不顾一切地 朝着妖兽冲了过去 躲在一旁默默看着的沈洛 见此情景喃喃自语道 他不会是要 沈洛的话还未说完 就听见轰隆一声巨响 刹那间 仿佛整个天地间的能量 被调动了一般 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沈洛没想到 这孙姓大汉 居然会选择自爆 自爆是修仙者一种自杀式的攻击 以燃烧生命和修为的代价 和对方同归于尽 一般来说 修仙者除非是被逼到绝境 是不会轻易地选择自爆的 自爆的可不单单 只是生死盗销这么简单 而是魂飞魄散于天地间 没有轮回转世的可能 若非绝境 谁也不会想选择 自爆这种自杀式的攻击 毕竟被人杀死的话 还能有机会转世重修 自爆的话是直接没有了 沈洛见着大汉自爆了 不由地叹息一声 此人倒也是一个 蒸蒸铁骨的汉子 宁愿站着死不愿跪着生 孙姓大汉和那妖兽自爆的一瞬间 射魂箱也刚好燃烧殆尽了 没有了射魂箱的存在 妖兽也从暴走状态恢复了过来 他刚恢复过来 还没缓过神来 就遭到了孙姓大汉自杀式的攻击 次日 因为自爆所产生的威力 使得整个地面被炸出一个深坑来 而妖兽因为这自爆的威力 被炸得瞬间重伤 整个身子栽倒在地上 无法动弹 没有了行动能力 就在他准备尝试 恢复一下自身伤势的时候 就见几张上街出击灵符 朝他飞来 下意识地想要闪躲 但是发现自己受的伤太重了 动弹不了 于是 砰 又是几道爆炸声响起 使得本该重伤的妖兽 直接这些俘虏的威能给炸死了 这些俘虏使用者 正是一直躲藏在暗中的沈洛所打出的 他见妖兽没有被这自爆威力给炸死 反而是栽倒在地上 不能动弹 见此情景沈洛自然是要落井下石了 成他并要他命这个道理 他还是知道的 于是就连忙甩出几张威力较大的俘虏工去 结果使得本就是重伤状态下的妖兽 被俘虏灭杀了 看着妖兽倒在地上没有了动静 沈洛没有第一时间出来收拾战果 而是在一旁又等待了一回 毕竟是二级妖兽 肯定不会死得这么容易 说不定还有什么保命手段之类的 可是沈洛哪里知道 这妖兽之前本就是冰死状态 后来因为射魂香的味道 进入暴走状态 意外觉醒了天赋神通不灭肢体 这才勉强活了过来 等了一会儿后 沈洛见妖兽一直没有动静 好像是真的死了 这才藏身之所走了出来 看着面前场面一片狼藉 他不禁摇了摇头 来到孙姓大汉之前所在的地方 就在他刚准备收走储物袋的时候 忽然察觉到了什么 衣袖一抖 一只巴掌大小的牌子落出后 瞬间灵光四射 化为一道凝厚的光幕 将他全身包裹住 指纹当 得一声 好像有什么东西般 打在沈洛记所出的盾牌上 他转过身子过去 一脸寒光地看着那人 当他看到那个人的时候 有点意外和惊讶地道 徐道友 你居然没死 很意外吧 若不是我的功法归细绝 有特殊功效 恐怕之前就真的死了 徐道友心平气和地淡淡说道 原来是这样啊 沈洛点点头 随即看向他横眉怒目地道 既然如此 为何要在背后偷袭于我 当然 是为了杀你 然后占据这个储物袋了 徐道友面无表情地道 听到此话沈洛 脸色变得阴暗起来 皱着眉头看向他 谁能想到 之前还是一起组队的同伴 现在却要为一个储物袋 大打出手 是吗 那可真是不好意思了 这个储物袋我拿走了 他一袖一甩 就将落在地上的储物袋 拿在了手中 徐道友见对方 竟敢当着他的面 明目张胆地 将他想要的储物袋给拿走了 顿时怒火中烧得到 放肆 你不过只是一个 练气中气的家伙 妄图占有这个储物袋 简直是找死 徐道友话罢 还不等他动手 就见几个熊熊燃烧火红色小球 朝着他这里袭来 面色大惊 没想到对方动手竟然那么快 想要先发制人 当即运转体内的法力 打出一道由灵力 汇聚的法力护盾 那护盾的出现 挡住了火球的攻击 躲在护盾后面的徐道友见此 眼神轻蔑地道 出手快 又有什么用 终究还是太弱了 连我的法力护照都不能打破 面对他人的嘲讽 沈洛并没有理会 而是一拍储物袋 拿出自己的上瓶法器寒光剑 此见他当初买来的时候 到现在都还不曾动用 徐道友见沈洛拿出的法器 瞳孔微缩 满脸震惊地 惊呼一声道 这是上瓶法器 这怎么可能 你不过才练气中气 居然拥有一剑上瓶法器 沈洛在寄出了寒光剑后 就将法力度入进去了 对着面前的徐道友 二话不说 就是一剑批出 展出一道气势灵人 散发着无上含义的剑光 见他剑光袭来徐道友大惊 立即催动着体内的法力 想要加固面前的护盾 妄图来抵挡沈洛这一剑的攻击 片刻之后 剑光就落在徐道友所打出的灵力护盾上 一剑之下 竟轻而易举地 就将他寄出的护盾给打破 躲在护盾后面的徐道友 因为这一剑被打飞至数米外 见徐道友被一剑之力给打飞了出去 沈洛有点惊恶了 他没想到这上瓶法器居然如此厉害 难怪当初那人说这件法器 是他最为满意的杰作 毕竟刚才他只是挥了一剑 就将一位炼气八层的修仙者给打飞了 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一剑 使得他体内的法力已经所剩无几了 仅仅是催动了一下 就消耗如此多的法力 看样子 对方想要再来一发剑招时 顿时惊恐万壮 哪里还有之前只有那种趾高气扬的姿态 现在的他 没有了争夺储物带的念头 而是想要尽快地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奈何对方的法器太实在是厉害了 他完全招架不住 只有三十六计走位上策才是最佳 想到这里 他转身就准备离去 沈洛见面前的徐道友 想要逃走 他岂能会让他离去 所谓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对于要杀他的人 沈洛可不会心慈手软 大发善心地让他离去 以他现在的法力来说 再次催动寒光剑有点困难 于是他便从储物袋中 拿出了非真法器 只见他五指张开 将非真法器 夹在手指缝隙间 随后一把朝着徐道友离去的方向 猛地甩去 一道破空声袭来 只见五道白光若隐若现 如闪电般速度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打在了徐道友的身上 远去的徐道友 听到破空的声音 暗道不妙 再次撑起灵力护盾 谁料那非真法器 就像是捅破窗户指一样 洞穿了护盾 猝不及防地 打在了他的身上 徐道友被非真法器 打中的那一瞬间 忽感身子一阵凉意 之后便是眼前一抹黑灾 倒在地上 没有了气息 魂归地府了 沈洛见对方倒了下来 怕又是和之前一样 是在炸死 于是谨慎的他 又打出一发火球术 落在了徐道友的身上 次日躺在地上的徐道友 也不闪躲 任由火球落在他的身上 焚烧起来 看着被火焰吞噬的徐道友 沈洛这才确信 对方是真的死了 他手一招 就将火海中的非真法器 弄到了手中 后将其放入储物袋里 之后便驻足观望着 等待着火焰燃烧殆尽 片刻之后 火焰终于熄灭了 地面上只留下一些白灰 沈洛蹲在地上 用着不雅姿势 在那堆白灰里面 哗啦着什么 脸上浮现出一种 有惊无险的笑容 他很庆幸 还好这火焰 没有将储物袋给完全烧毁 不然 他可就亏大了 除了徐道友的储物袋之外 他还拿走了 高子俊身上的储物袋 不仅如此 就连二级妖兽的尸体 也被他拿走了 这三人的储物袋 他粗略地看一下 所有灵石加起来 竟足足有近三百多灵石 更不要说一些单药和法器了 他没想到 此次外出猎杀妖兽 自己成为了最大的赢家 这四人小队除他之外 基本上全都陨落了 沈落将战场打扫完一番后 就准备打到回府了 他要先前往方氏 将这妖兽的尸体给卖掉 来换取灵石 走 方氏里面的沈落 四处打量着 不知不觉走到了 大交易的广场之上 这里挤满了修仙者 看着人满为患的修仙者 走在人群当中的沈落耳边 时不时传来买东西 讨价还价的声音 不行 你这个东西我不要 拿其他东西换 我这可是法宝残片 就这材料换你这个东西 可是绰绰有余 我要这法宝残片 有什么用 你觉得我能找到 金丹七的修士 把它连花不成 区区此物 修想换我这东西 一阵激烈的争吵声 从他不远处的 一个摊位传来 法宝残片 这个让所有人 大吃一惊声音 立刻让附近的修仙者 炸了锅 哗啦一下 把那个摊位 为的水泄不通 要知道 法宝可是低阶修仙者 白日做梦 也不敢想象的东西 但如今 竟然在这方式中出现 如同闻到了心味的猫一样 心痒难耐 在哪里呢 快让我看看 这就是法宝吗 则则 就这块破铜烂铁啊 沈洛因为离那个摊位 比较近 再加上身手 原本就比普通修仙者 敏捷得多 所以 倒让他抢了的好位置 把眼前的一切 看得一清二楚 只见在这摊位前面 站着一位 约二十七八的男子 这男子相貌普通 身材宽大 皮肤有黑 乍一看 还以为是哪个 重地庄家汉 混入这里了呢 但只要 是用灵眼术 看过此人体内灵力的人 都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这位看似庄家汉的男子 竟是一位 练气后期 大圆满的修仙者 和这位较近 这不是找死吗 有些修仙者暗自称奇 将目光落到那摊主身上 这摊主 是一位相貌平凡 脸上长满痘痘的女子 其修为 只有练气八层的样子 但就是这样的一位女子 脸上却没有 丝毫的畏惧之色 当他们看到 那摊主穿着的服饰时 这才恍然大悟 原来这女子 穿的是青州八大家族 顾家弟子的服饰 难怪如此有恃无恐 建在这两人之间的摊子上 放着一个上面 刻画着奇异符号 不知用材料 用什么炼制成的一个牌子 和一袖记斑斑的铁块 这破铜烂铁一样的铁块 怎么看都像是一个 被人废弃的材料扎 唯一引人注意的地方 就是 上面不时闪烁着紫色光芒 有些奇特 这就是法宝残片 看到食物之后 围观的人中 有不少大师所望 和他们心目中的形象 大为不符 这法宝残片 并非普通的残片 这里面可蕴含着 五种属性的灵力 用它来炼制五星法宝 最为合适不过了 男子板着脸 大声给摊主解释道 什么 居然蕴含五种属性的灵力 真奇妙啊 是啊 可惜我是个四灵根修士 完全用不着 围观的人 议论纷纷起来 蕴含五种灵力 又能怎么样 我一个炼气七的 根本就用不到此物 要它来干嘛 你还是拿零食 或者等价物品 来交换这生仙令吧 什么生仙令 这个牌子 居然就是传说中的生仙令 可是生仙令这个东西 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那女摊主的话语 使得围观的修士们 再一次炸锅了 生仙令是赵国四大仙派 所炼制的 是各大修仙派 为了奖励那些 为门派立下 巨公修仙家族之物 只要有人持令牌 上发令牌的修仙门派 就会被赐予铸鸡丹 和入门的资格 只是此物 一直指在各修仙家族 内部流传着 该令牌 可被各修仙家族 互相转让和交易 所以 此物一般 只认令不认人 只要有人持令去 就可一步升天 加入修仙者门派 堪称低阶修仙者的 逆天之物 你 男子看起来极为恼火 两手一握拳 上前了一步 你想干什么 还想抢买抢卖不成 这里可是明月方 是禁止动手的 还有 若是你敢招惹我 我们顾家人 是不会放过你的 女子把眼一瞪 毫不客气地说道 哼 有什么了不起的 男子虽然嘴上没有留情 但还是把拳头 给松开了 显然对他口中的顾家 很是忌惮 男子见对方 用家族来压自己 心有不甘的他 在心里将对方 祖宗十八代问候了遍 要知道他 可是身为恋气后期大圆满 恋气十层的修饰 本该是被人恭维的存在 现在却吃了个憋脸上 顿感无光 换作以前 他早就扬长而去了 但是现在心里 又舍不得那生仙令 现在的他 已经修炼到炼气十层了 靠自身法力冲击助击 有点困难 所以 他想要用生仙令 加入修仙门派 来换取助击单助击 若是 他身上有其他宝物之类的东 肯定会来换 但此时他身上 除了这法宝残片外 其他东西都有大用 至于零食 也在数天之前 就全都花完了 现如今 他是进退两难 这位道友 你这生仙令 卖给在下如何 我出一百零食 从观看的人群当中 走出一名蓝袍人 他来到摊主面前 诚恳地说道 次日 道友是在同我说笑吗 我这个令牌 只要加入门派 就能获得一枚注击单 至于注击单的价格 我想道友应该清楚 市场购买的话 还需要五百块零食呢 而你却想一百块零食 买走这个 岂不是在异想天开 是人说梦吗 女子看向那人 带着一丝怒意 娇喝道 蓝衣人健壮 老脸一红 有点不好意思地道 嗨嗨 那么道友认为 此物要多少零食为好呢 当然是六百零食了 女子淡淡地说道 而蓝衣人听到 对方的报价后 直接愣住了 眼睛睁得老大了 她顿了顿 摇头道 这也太贵了吧 都超过注击单的价格了 这也算贵吗 要知道 这可是能加入仙门 和获取注击单 注击的最好机会了 女子有条不紊地解释道 蓝衣人见价格太高 超出她的极限了 没有说话脸上露出遗憾之色 也不多纠缠 就回到了人群 四周围观的修仙者 对着生仙令心动的人很多 也包括先前和女子 发生争执的男子 奈何听到对方的报价后 顿感有心无力 她认为 花那么多零食买这个 实在是太亏了 还不如花五百零食 去买一个注击单划算 要知道 一件上品法器的价格 也不过才三百多零食这样 在这如此高的价格面前 其他人都不出声望 他们都觉得这个 价格太高了 毕竟他们这些低阶修仙者身上 能有一百来十块零食 就已经很不错了 他们压根就买不起 见一直没人出价 场面一片禁忌 就在这时 忽然人群当中传来一声 在下对这东西很感兴趣 想要买下来 这道声音响起后 就见一名面容清秀 皮肤较白的青年 从人群当中走出 来到摊位的面前 这名男子 正是一直在人群当中的沈洛 原来沈洛 在听到对方说 这是生仙令的时候 心中有点兴奋之意 然后后面又听到对方说 能有助击单的时候 心中更是起了 想买下此物的念头 道友可是要买 我这生仙令吗 女子看着走过来的男子 有点期待到 在下临时没有那么多 想问一下 一具二级妖兽的尸骸 和一具一级高级阶妖兽的尸骸 能抵多少临时 沈洛面无表情地询问道 他话吧 没多久就立即 有人惊呼道 什么 二级妖兽 我没听错吧 二级妖兽 那可是相当于 助击初期的存在 你不过一个恋气中期 也敢说 自己有二级妖兽的尸骸 怕不是说出去 让人笑话 人群当中 有人用灵眼术 看出了沈洛的修为 直接嘲讽道 原来是恋气中期啊 我以为呢 看来此人多半是在吹牛 很快就有人附和道 对于他人的冷嘲热讽 沈洛并没有理会 而是从容不迫地 从腰间取下一个储物袋 从里面取出一个东西 抛在地上 让所有人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这是二级妖兽 有人看出来后 立即惊呼道 妈呀 居然是真的二级妖兽 我没看错吧 其他的修仙者 见此也都惊讶了起来 毕竟二级妖兽的尸骸 在整个方式里都很罕见 而拿出这妖兽尸骸的 却是一名恋气中期的男子 所有人看向他的目光 充满了好奇 以恋气气斩杀助击气妖兽 这是不可能的事 毕竟横跨好几个境界呢 要想以恋气气斩杀助击气的 除非拥有一件 能轰杀助击气 存在的超凡的宝物 但是能有这种宝物的 要么是那些出生于修仙世家 且地位高贵的人 要么就是某个大神通修士的弟子 他们看沈洛的穿着打扮 不像是修仙世家的人 反倒是倾向于后者 像是一位大神通弟子 可能性大典 至于生仙令他们认为 这可能是代替别人购买的 一见着二级妖兽尸骸的出现 女子和那位男子都动容了起来 能灭杀二级妖兽 不可能是什么平庸之辈 对方极有可能大有来头 没想到 道友竟然能拿出二级妖兽的尸骸 这个东西我收了 也包括刚才道友说的 一级高阶妖兽尸骸 如此道友 只需要再给280块零食就行了 女子很是干脆道 好 沈洛点点头 将二级妖兽尸骸收入储物袋里 然后又拿出200多块 低阶零食交付过去 从那女子手中接过生仙令后 沈洛并没有离去 而是看着一旁的男子道 道友这法宝碎片我要了 不知道多少零食 男子听到沈洛之言一愣 有点意外道 道友若是想要我这法宝 残骸的话 只需要交付100块零食就行了 本来他是想要加100或者200多零食的 但是碍于对方的身份有点忌惮 毕竟 那可是能拿出二级妖兽尸骸的存在 他惹不起 于是就只委屈求全的 要加100零食了 可以 不过在此之前 在下要先试一下阁下曾说的 此残骸是否真的蕴含五行灵力 若是真的在下立即交换 若有所不识 在下可不会赔本换取此物 沈洛不慌不忙地道 道友放心 我所言的此物具具属实 阁下可尽管一事 沈洛文言也不客气 将那块法宝残片 拿在手中细细地打量一番 然后又用灵眼术和灵力 读入镜去查看一下 确实如那人所言 这是一块蕴含五行灵力的法宝残片 他要这块法宝残片 是因为此物刚好符合他的灵根属性 所以便想买来留着 带以后带用 不错 道友说的 的确不假 这法宝残片我要了 这零食现在归阁下了 沈洛将这法宝残片收了起来 并拿出一百零食 好 阁下当真是爽快 男人一听大喜 随后将零食给收入走了 沈洛见状微微一笑 不再说什么 一转身挤出了人群 他没有立即回到自己的住处 而是在街上四处晃荡 来回走动了起来 毕竟自己买了这两件东西 身怀质保生怕人惦记 可惜他想错了 没人敢跟上去打他的注意 单凭他能拿出二级妖兽的尸骸这点 就没人敢惦记他 当初那些人 在看到他真的拿出二级妖兽尸骸的那一刻 所有人都被他给震惊了 他们认为此人来头不小 很是忌惮 根本就不敢去得罪他 次日 沈洛在方式里面来回转悠 没有在任何摊位上 有过短暂停留 直到天色傍晚 这才悄然离去 他一回到自己的院落 就将大门紧紧封闭起来 接下来的日子里 他一直在房间里面待着 不曾有过外出 之所以 这样是怕有人惦记他的生仙令 要知道 此物可是可以向仙门索取一枚注击丹的存在 身怀这种宝物 当然要小心谨慎点了 回到房间的沈洛 便开始修炼起来 他决定 这段时间 还是不出去的好 等生仙令这件事 过去一段时间再说 就这样不知不觉 半年过去了 经过半年的时间 沈洛已经修炼到了 炼器七层的境界 成功迈入了炼器后期 这段时间里 他除了修炼之外 还抽空学会了 水属性法术水剑术 和木属性法术木藤术 如今五行法术 他就剩下金属性 没有修炼了 知呀 一声 封闭了半年的小院 终于被打开了 沈洛走出小院 看了一眼外面街道 就大步朝着方氏外面走去 现在 他要带着生仙令 去仙门报到 这生仙令 他当时拿到手时 那人曾告知过他 此令牌正是太清门所发下的 所以他现在要去前往太清门 太清门的总舵 位于太清山中 此山从上面看上去 和其他的山脉 没什么区别 也是山林险峻 树木聪裕的 但实际上并非如此 所看到的全是幻象 下面其实早已密密麻麻地 建起了无数的亭台楼阁 现如今的太清门 是被一名叫疯眼的男子 所管理着 此人年纪不过一百多 就修炼到了 金丹初期的境界 因为其身生性沉稳 善于组织 在门内有着很高的威望 所以被赋予太清门掌门一职 负责管理门派 但就是 这位一向从容不迫 沉着冷静的疯掌门 此刻正坐在大殿的主位上 一脸惊讶地看着面前之人 诗之是说 有人持着本门百年之前 所发的生鲜令 找上门来了吗 是的 掌门 当时我看到他所拿出的东西 也着实吃惊了一下 要知道 咱们上次回收生鲜令 已经是百年前的事了 那人神情也有点意外地道 封掌门看着那人点点头 随即又道 此人年纪多大 有没有测试过灵根 还有是哪个家族之人 面对掌门的询问 那人不敢有所隐瞒 一五一十地达到 此人年纪不大 看起来十八九岁的样子 其修为已经达到 炼气七层的境界 至于灵根方面 则是五行伪灵根 家族的话 他说他叫沈洛 沈洛 沈家吗 倒是没听说过 封掌门摇了摇头 继续道 不过此人 能在如此年纪 就修炼到炼气后期 想必应该有过奇遇 或者服用过一些 增进法力的丹药 话虽如此 但是此人灵根杂乱众多 恐怕修炼到炼气圆满 差不多就到头了 如此之人 咱们还要收他吗 那人顺着封掌门的话语 看向他问道 当然是要收的 此人持着我宗的令牌来此 若是因为灵根拒绝 岂不是含了那些 以后想要加入我宗之人的心 封掌门点醒他道 之后看着他又说了一句 你且先将他带来见我一下吧 那我瞧瞧这令牌的持有者 见自家掌门发话 那人恭敬地答道 弟子 遵命 那人一说完此话后 就走出了大殿 而在太清门迎宾楼的一间屋子内 一位青年正躺在床上 望着屋顶出神 他正是持着生鲜令 来到这里的沈洛 他在离开方式后 就朝着太清门方向走去 刚走到距离太清门不远的地方 就瞧见了一名太清门的铸鸡漆修士 于是便将其拦了下来 当初那人被沈洛拦住的时候 还误以为他是想杀人夺宝的 邪修之类 就在他要准备出手灭杀沈洛的时候 就看到对方掏出一块生鲜令出来 原来他是想找人带他前往太清门内 所以才将他给拦住了 那人在看到沈洛拿出的生鲜令 和知道他的来意后 当即就表示 可以将他带回门内 至于要怎么处理这枚生鲜令 还得由他们掌门来定夺 就这样 沈洛跟随着那人来到太清门后 然后就被安排到了这里 那人将他安顿好后 又测试了下他的灵根 之后就让他再次等候答复 走之前和明确地告诉他 因为他现在还不是太清门的弟子 所以这屋子里 被下了一些禁制法阵 暂时不能出屋 若是强行出去 会触动法阵被禁法困住 听了那人的话语 沈洛自然不会自讨没趣 而是在房间里面 耐心地等待起来 正当沈洛无聊 望着屋顶发呆的时候 屋门被轻轻地推开了 接着就传来那人的话语 小友 在这里住的可还习惯否 见房间门被打开来着 是之前那人 沈洛立马从床上跳了下来 恭敬地行礼一拜道 周前辈 好 他深知 李多人不怪 多做出些谦卑的姿态来 对他只有好处 而没有坏处 周姓男子走进来后 看着面前的沈洛表示不必多礼 之后看着道 小友托我之事 已有着落 还请随我来 沈洛听到自己的事有结果了 顿时神情愉悦 喜上眉梢的道 是 前辈 周姓男子带着沈洛走出了迎宾楼后 就驾驭着法器 带着他一路朝着掌门所在的大殿飞去 不久后 沈洛站就在一座数十米高的巨大石殿前 好奇地打量着守在门口的庶民太清门弟子 这些人的法力都比沈洛身后的多 起码都有炼其八层以上修为的模样 让沈洛不禁暗自扎舌 深感意外 周姓男子和他刚到此地时 就让他在殿外先待着 而他自己却走了进去 过了好一会儿 那人这才从里面走了出来 他来到沈洛的面前道 跟我来吧 掌门要见你 然后就没有理会沈洛 转身朝着里面走去 沈洛见状也极为老实地紧随其后 缓缓走进了大殿里 他就见到了太清门的掌门封眼真人 那是一位年纪大约四十多岁的中年人 封掌门看着跟着周元走过来的青年 开口问道 小友是叫沈洛吧 是的 弟子沈洛 见过掌门 沈洛看着面前的中年人 立刻上前就要大礼参拜 不必如此多礼 既然小友带着生仙令来到本门 那本掌门一定会按照本门定下的规矩 将小友收入门下的 封掌门微微笑一道 把衣袖轻轻一扶 使得就要低下的身躯参拜的沈洛 被一股无形的柔和之力轻轻拖起 让他无法再继续参拜下去 这一举动 让他心里一惊 对这位掌门多出了几分的敬畏之心 按道理来说 小友可以凭借生仙令 向我们索要一枚助击单 但是我观小友现在修为太低 还不符合服用助击单的要求 依我看 不如等小友修为到达炼器九层 再来找我索要助击单吧 一切听掌门定夺 沈洛毕恭毕敬地答道 他本来就没想 一来就讨要助击单 毕竟他的修为 还不够符合服用助击单的要求 所以他不着急 封掌门见对方很是识趣 也没有再多说什么 而是看向沈洛一旁那人道 现在起 沈小友就是本门弟子了 周师侄就劳烦你安排下 沈小友的住处 顺便给他讲讲本门的规律 至于修炼方面 就让他先跟着传宫弟子修行吧 弟子 遵命 周元抱全恭敬地道 于是 这位周师叔立马就带着沈洛向店外走去 并开始给他讲述 太清门大大小小的规矩 以及本门现在的一些情况 沈洛一路上聚精会神地听着 对整个太清门或多或少的 有了些初不了解 整个太清门现在上上下下 共有数万人 其中 练气七的弟子占据了大半 助击七的弟子 大约只有千人而已 至于金丹七的高手只有百人 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差距 是因为修仙者每突破一个境界后 再次突破一个大境界 就会变得很艰难 另外 助击七修士想要突破到金丹七 必须要先度过天雷劫和星魔节 光是天雷劫这一个点 就难住了很多人 更不要说后面的星魔节了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太清门的助击七修士 和金丹七修士人数比例 才有那么大的差距 说到金丹七修士 那就不得说元阴七级别的修士了 只要修炼到了元阴七寿元可达千年 不仅能顿光飞行 还能破体元阴可顺移 除此之外 就算肉身被人毁了也不要紧 只要元阴不灭 就可以再俗肉身 不过像这种级别的存在 往往处于闭关之中 只有当门派出现生死存亡的时候 他们才会出现 而像太清门这种先门大宗 也才不过才只有 两名元阴七级别的修士而已 沈洛从那位周师叔口中得知 这些事外 还了解到 炼七七的弟子 除了修炼之外 还要负责打理宗门的一些杂物 比如 像在本门所开的方式 当时是弟子之类 或是照看灵晴益寿之类 又或者是种植一些灵根奇药 等杂七杂八的之类的 只要完成了这些杂物事 宗门会根据完成杂物的实际情况 发放一些低级零食 奖励给这些弟子们 当时沈洛刚知道 这些事的时候 还愣了一回 他没想到 这炼七七的弟子 还要干这些事 走出大殿的沈洛 跟随着周师叔 驾驭着他的飞行法器 飞行了一会儿功夫后 就在一座绿绿统的山岭上 停了下来 来到一处密密麻麻的食物群里 看着这些用普通山石 堆积而成的房屋 一个个看起来简陋无比 整个食物的大门 都是一副封闭的样子 周师叔和沈洛 来到这片食物群后 就带着他在食物群内 七转八管 走了好一会儿 这才在一间 比普通食物大许多的房子前 停了下来 看着面前封闭的大门 只见站在沈洛一旁的周师叔 突然大声道 柳师弟 开下门 我带一名新弟子 来领取东西了 这位周师叔的话音刚落 面前的大门呼啦一声 就自动从外面打开了 周师叔见此 毫不犹豫地 带头大步走了进去 沈洛看着他走了进去 也便跟着他进了屋子 走进这房屋里面 只见里面的宽敞程度 似乎比他 从外面看到的 还要大上那么几分 而屋内的具体情形 给沈洛的一个感觉 那就是太干净了 屋子里面 各式各样的东西摆放 都井然有序 沈洛看向摆放在 房间周角的那个柜子 见那上面摆放着 一些刀剑之类的冰刃 除了这些东西外 屋内另外一个柜子上 还摆放了一些铲子 锤子之类的日常工具 看着那些东西 沈洛心中很是疑惑 不知道这些工具有什么用 莫非也是法器的一种吗 他想到 就在他心中所想之际 房间里突然传了一声 男子的声音 周师兄 新弟子所发放的物品 不是早就领过了吗 怎么又多出了一位来 师弟有所不知 这是沈师职 是带生先令来的 周师叔对着那人淡淡说道 什么 生先令吗 那人听到此话后 大感意外 他好奇地扫了沈洛一眼 沈洛间自己被人看着 便也朝着那人看去 发现那是一名 穿着十分干净 简洁的中年男子 男子只是扫了他一眼后 就不再去看他了 而是对着站在他一旁 周师叔道 师兄还请稍等片刻 我这就将东西整理一下 话罢 他就用双手 朝着四周摆放的柜台上 虚空抓了几下 然后手中就出现了几样东西 他将手中的东西 摆放在一旁的桌子上 对着沈洛道 小家伙东西都在这了 把他们领走吧 沈洛看着摆放在桌子上面的东西 将其都放入腰间的储物袋中后 对着那人行礼一拜 表示感谢后 就随着周师叔离去了 东西你现在已经领到了 下面我要带你 去传宫阁走一趟 周师叔说这些话完后 就再次带着沈洛 驾驭着法器 朝着传宫阁方向飞去 次日这一次飞行的距离比较远 飞了好一段时间 这才在一个山脚下落了下来 这里有一座衣衫 而见得巨大阁楼 楼前的石牌上写着 传宫阁三个大字 阁楼里正有一些年轻的弟子 进进出出 颇为热闹 周师叔带着沈洛来到这里后 就收起了法器 二话不说 大步走了进去 沈洛紧随其后在后面跟着 进了阁楼 沈洛这才意外地发现 这传宫阁的内部宽广极了 他正想在仔细打量下时 就见一旁的周师叔 扫了一眼这阁楼里面后 就朝着一个房间 自顾自地走了过去 沈洛见此也只好跟着他走了进去 他带着沈洛来到阁楼的一间屋子里 刚走进去就看到一名 二十来岁的黑脸汉子 正对着屋子里的人说着一些话 那黑脸汉子 讲话似乎极为投入 丝毫都没有察觉到 这个房间里面多出了两个人来 周师叔见此没有出声打扰 而是站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沈洛见此情景 先是惊讶了一会 之后则是在一旁聚精会神 认真地听了起来 因为那人所讲的是 有关法术方面的事情 大约过了小半个时辰 那人才结束讲话 周师叔见他讲完了 关于法术方面的事 便开口道 马师侄 好久不见啊 黑脸汉子 听到有人在叫他 连忙转过头看去 就看见站在一旁的周师叔和沈洛 立即行礼一拜道 见过师叔 周师叔见状点了点头 看了他一眼 对着一旁的沈洛道 这是专门负责传授弟子功法的马金 以后你在功法上有什么疑问 可以来请教他 在初级功法的掌握上 可以说是没有人比他更精通了 周师叔的话里 显然对此人极为欣赏 见过马师兄 以后还请马师兄 以后多多指教 沈洛无比敬重地道 他很清楚 这位就是未来一段时间内 自己的功法师父了 可不能够怠慢啊 呵呵 师叔过奖了 其实我也只是对低阶功法 粗通皮毛而已 这位马师兄很客气地说道 马师侄 你对功法怎样我很清楚 不用太谦虚了 这位沈师侄 在功法上的事就交给你了 我现在带他来 只是让你二人认识一下而已 我现在还要带他 去其他地方打下招呼 就不在你这儿多待了 周师叔倒也干脆说完这些话后 就和沈洛在这位 马师兄的恭送中 离开了房间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内 这位周师叔 尽职尽责地 又带沈洛去了 其他几处必要的地方 并分别介绍了 几位执事弟子给他认识 并给他讲了一些 日常的注意事项 之后 这才带他前往他的住处 他的住处 不在之前去的那个食物群 而是在一处叫太玄山的地方 这个地方是本门内门弟子 所居住的地方 住在这里的 大多数是处于练气后期 或者大圆满境界的弟子 像那些练气初中期的弟子 他们都是居住在 沈洛之前所去过的食物群 那里是外门弟子居住的地方 要想居住在太玄山 必须要先修炼到练气后期才行 只有练气后期的弟子 才有资格住在那里 若说这内门弟子 和外门弟子 唯一不同之处的话 那就是 外门弟子 没有门派的资源供给 想要资源 必须要去做门派 颁布的任务才行 而那些内门弟子们 他们除了门派 必须要做任务之外 每个月还能从门派里 领到一些零食和丹药 作为俸禄 周师叔将沈洛带到这里来后 随意帮他选了一个洞府 之后就离去了 走之前还交代他 先不着急去领杂役任务 可以过一段再去 沈洛应声达到后 拱手行礼一拜 目送着周师叔离去 见周师叔驾驭着法器离去 沈洛也转身 走进了房间里面 他进入房间里面后 稍微打量了一下 发现房间里面一尘不染 干干净净的 房间里的桌面上 摆放着一个玉石 那块石头 便是专门放置在 洞府里面的必尘石 只要在房间里面摆放此物 即使是常年没有人打扫 也不会落下一丝灰尘 房间里面的灵气 倒是较为充裕 除了一些常用的家具之外 房间里还放置了一块灵犬 看样子 这房间里的灵气 多半是由灵犬所散发出来的 如此一来沈洛以后 葫芦灌水倒也方便些 扫尸一圈完房间后 沈洛就开始坐在床上 盘膝而坐 开始修炼起来 百灵堂是太清门中 门中弟子专门挑选任务的地方 他们多半来这里挑选自己 要做到杂役任务 此时 百灵堂外正有一名青年步行来到这里 此人正是离开太玄山 来到这的沈洛 他在修炼了几天后 就出关来到这里 准备挑选任务 望着面前的大殿 他大步走了进去 此时殿内 一位青年模样的人 见沈洛走了进来 有些惊讶道 沈师弟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选取任务了 要知道 像你这样的新弟子 开头的一个月 可以不用做任务 那说话的男子正是之前 周师叔带着他拜访过的韩师兄 沈洛看着面前 那人微微一笑道 没事的 这几天一直修炼太无聊了 就想找个事情做做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那还请沈师弟稍等一会 话吧 他就一张空白的图纸 摆放在沈洛的面前 师弟 你只需要将神石渗入里面就行了 沈洛到了生谢 看着摆放在面前的空白图中 将神石渗入里面 开始查阅起来 没过多久 他找到了几个 觉得还算不错的任务 这第一个 就是去丹丰的炼丹房 看守废丹 所谓废丹 就是修仙者炼丹时 所炼制出的失败丹药 实质无用 这个看守废丹任务比较轻松 不用付出什么 就是有人的时候 接受收一下就行了 就是报仇太少 就三块零食 另外一个 则是帮助门中师叔 看守药草 这个任务 对他来说很简单 要知道 之前在黑穹门的时候 他就曾种植过一些药草 除了这两个之外 剩下的 就是看管一个地洞 这个地洞并非普通的地洞 这里面蕴含着 极为浓郁的魔器 魔器这个东西 可是修魔者最为需要的东西 如果说修仙者修炼 最需要的东西 就是灵器的话 那么修魔者便是魔器了 次日虽然如此 但是这个地洞里的魔器 被太清门的原因期老祖 给用禁止法阵给封印住了 这个任务和上面的一样 都很轻松 只需要隔三差五地 看下禁止有没有破损就行了 若是有变故 要及时上报宗门 以免得魔器外泄扩散 对于这个魔器地洞的存在 神洛有点意外 既然是魔器 为什么不用转临法阵将其进化 反而还要找人时刻看守 大惑不解 他还特地地问了下韩师兄 结果韩师兄也不知道 他只知道 上面的人让弟子 守就行了 听了韩师兄的话语 沈洛一言不发地开始思索起来 他在想 这三个任务 自己该选择哪一个好呢 前两个任务虽然很轻松 但是相对的临时报酬太少 反观这个看守地动的任务 临时倒是挺多 只是时间周期较长 有近三个月这样 也正是因为如此 临时报酬才比较多点 就在沈洛深思熟虑之际 一到流光自天边来 落在那位韩师兄的手中 韩师兄见这东西出现 似乎已经司空戏意为常了 他手一招那个东西 就落在他的手上 流光里的东西 落在他的手中 就立即化为光点 之后犯成一串音符 传入他的耳中 一旁的沈洛 见词只是默默地看着 他知道 那些音符一样的东西 是传音符 但那韩师兄 听完传音符上面的话后 便开口道 韩师兄 我想选择打理药草这个任务 韩师兄见沈洛要选择这个任务 面露为难之色 一脸歉意地道 很抱歉 沈师弟 就在刚才这个任务 被人选走了 啊 沈洛闻言为之一顿 他没想到 居然有人舍得 用传音符这种东西 来挑选任务 如今这个任务 已经被人预定了 费丹房的任务报仇又少 看样子 自己只能选择看守的洞了 不过还好这个任务 只是看看封印的禁止而已 倒是没什么危险的地方 沈洛顿了顿 看向韩师兄道 韩师兄 不知这个看守地洞的任务 可还有空缺 韩师兄神色有点意外地看着他 沈师弟 你要选择这个吗 不错 沈洛点点头道 见沈洛点头 韩师兄心领神会 那好吧 既然沈师弟要选择这个任务 我这就帮你登记一下 沈洛递出腰牌 看着面前的韩师兄再次道 韩师兄 这地洞最近应该没什么不太平的事吧 这一点师弟 可以放一百个星 这禁止是老祖设下的 能有什么问题 就是有点无聊而已 毕竟洞府设在地底下 常年不见天日 韩师兄乐呵呵地笑道 距离太青山脉极西之地 有一片连绵的群山凡人不知 在那片群山的中间 竟有一座大山荒凉无比 山上寸草不生 鸟兽无踪影 若是有修仙者用灵眼术去看的话 能发现此山的缝隙中 有许许多多黑色的烟气 正绵绵不绝地 如青烟般散发出来 这黑色的烟气 正是魔气 此时 该山的山脚下 正有一名青年来到了这里 这人不是旁人 而是接取门中人任务后 来到这里的沈洛 沈洛刚抬头看了一眼 这个光秃秃的大山 看起来极为荒凉 像是因为常年干旱而导致的模样 其实 此山原本是一座 绿意匆匆秀丽的大山 后来因为魔气的出现 使得山上植被受到魔气的侵蚀 最后渐渐地变成了这样 沈洛打量了一下这座大山后 就直不前往 朝着被门中 老祖所封印的魔洞而去了 没过多久 他就来到一个 由着地面向下延伸的山洞 看着面前黑漆漆一片 深不见底的地洞 从外面看去 像极了那种 通往幽冥地府的入口 沈洛看着面前的地洞入口 拍下储物袋 拿出一颗墨绿色的手环 戴在手里 这手环正是韩师兄 给他的一种 能抵挡魔气侵蚀的御魔环 因为修仙者所吸收吐纳的 都是灵气 在他们的认知中 灵气者为轻 魔气者为浊 修仙者若是长时间 待在充满魔气的地方 容易造成魔气侵蚀 过多的吸收魔气 会使得自身的灵力遭到污染 从而导致境界掉落 或者走火入魔 而御魔环 正是帮助修仙者 抵挡魔气侵蚀的好东西 沈洛把御魔环戴在手上 将其激活后 就见手腕上的御环 顷刻间发出亮光 那道光芒的出现 瞬间形成一个光照 将它整个人包裹在其中 见御魔环起了作用 沈洛终于可以放心地 走入地洞里了 从洞口向下走去 刚开始还是较为狭窄 到了后面走一段路后 这地洞就愈发开阔了 在往里走一段距离 整个地下变成了一个 巨大黑暗的深渊 沈洛扫了一眼面前 这昏暗无比的地方 之后就朝着地图上 所记录的洞府方向走了过去 片刻之后 他来到一处石壁 发现这里 已经有了好几座洞府了 望着眼前几座洞府 他自言自语道 难道除了我之外 还有其他弟子 也在这里看守魔洞吗 沈洛只是单单地看了一眼 随后就在石壁上 找到了自己的洞府 这魔洞地底下的洞府 极为简单简陋 刚走进洞府里的沈洛 就瞧见了 桌子上摆放着的一份寓检 这应该是这座洞府的 前任主人留下的吧 他想到 看着摆放在桌面上的寓检 一把拿了起来 贴在眉心 发现这寓检里 记录了地洞的全貌 以及静置所在的位置 从这份寓检中得知 这地洞极为宽广 里面有大大小小18处洞穴 那些洞穴的里面 就是魔器所在的地方 而他的任务 就是每过一段时间 就将整个地洞给巡视一遍 然后把种种变化记录下来 上报尸门 以防止有突如其来的一遍 导致措手不及 沈洛看完后 放下手中的预见 想了想自己 今天还是先不出去巡视了 休息一下再说吧 明天再去巡视 那洞穴也不迟 反正这里除了他之外 也有别弟子在此 他不去 别人也会去的 所以慢慢来不着急 想到这里 他就开始躺在床上 呼呼大睡起来 毕竟这段时间的 一直赶路他 实在是太累了 要知道 魔洞距离太清门总舵 可是相差十几里地 体力消耗太大 必须要先休息补充一下才行 次日 沈洛一觉睡醒 恢复了状态后 就走出了洞府大门 准备出去巡视一下那些魔洞 他花了大半天的功夫 将那些大大小小的洞穴 都看了一下 发现洞穴口处的静置 完好无损 并无什么不妥之处 正当他打到回府的时候 背后突然传来 死了 一声 察觉到这丝异样的沈洛 猛地往后一顿 取出法器 冷喝一声 什么人 给我出来 片刻之后 他面前闪出一道黑影 嘴里不住地道 莫要动手 莫要动手 我是太清门弟子 太清门的弟子吗 沈洛循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见站在他不远处的 正是一名 穿着太清门弟子服饰的肥胖青年 没错 我就是看守魔洞的弟子刘牙 那人回道 沈洛见对方爆出名号 有点意外 没想到出来这里巡视 就遇到了同门的师兄 而那位刘师兄见面前之人 也是穿着太清门弟子服饰 打量了一下 便道 我看你很面生啊 你该不会就是最近门中 派来这里的人吧 是的 在下沈洛见过李师兄 刚才多有得罪 还请师兄不要放在心上 沈洛面带歉意的道 哦 原来是沈师弟啊 没事 没事 都是自己人 不用太在意 刘师兄极为大度 满不在意的白白手道 沈洛见此点点头 看着面前的刘师兄 话说师兄也是 巡视完洞穴 准备回去的吗 呵呵 应该算是吧 刘牙善笑道 嗯 师兄何出此言 沈洛大惑不解的样子道 刘牙没有直接回答他 而是顿了一顿 沉思片刻厚道 既然被师弟你撞见了 那我也就没什么好隐瞒的了 师兄我就这么直截了当地明说吧 我来此地 一方面是为了巡视洞穴 另外一方面 是为了收集魔器 什么 魔器 难道师兄你所修炼的功法 是魔道功法吗 沈洛一脸震惊的样子 惊讶道 当然不是了 我所修炼的 是道门正宗功法 并非魔道 刘师兄摇了摇头 既然如此 那师 为何兄还要收集魔器 师弟 有所不知 魔器这个东西 我们是不需要 但是那些魔道修是需要啊 师兄难道是说 没错 就是将魔器收集起来 然后卖给他们 换取零食 刘师兄微微一笑道 听了对方的话语 沈洛一时语色 没想到 对方竟然这么懂得 利用自己的职务 来为自己牟利 不过对于这种行为 他并不反感 修仙本来就是拼的资源 况且对方只是为了 收集魔器而已 又不是破坏禁制法阵 至于卖魔器给那些魔道修是 他保持一种 事不关己的态度 只要不触及到 他的利益就行了 那师兄收取魔器的时候 那可得小心点 万一触动了禁制 爆发了魔器 我们可就都 吃不了兜着走 沈洛好言好语提醒道 这是自然 师兄心里有数 刘师兄拍着自己的胸脯 打包票道 就这样 沈洛和那位刘师兄 又闲聊了一会 这才回去 回到洞府的沈洛 将洞府里的禁制 开启之后 便开始修炼起来 几天后 正在洞府里面 修炼的沈洛 忽然收到了 刘师兄的传音符 符中名言 让他前往他的洞府一句 这刘师兄 怎么会好端端的 会让我去他洞府呢 该不会魔洞出现问题了吧 想到这里 沈洛立即走出了洞府 前往刘师兄所在的洞府 一探究竟 他刚到刘师兄的洞府的时候 就看到这里面 已经有了好几个人了 而且这些人 都是身穿着 太庆门的服饰 沈师弟 你终于来了 刘师兄看到沈洛 来到这里 便走过渠道 刘师兄 怎么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莫非是禁制出了问题吗 沈洛皱着眉头说道 哎 沈师弟此言诧异 禁制完好无损 找你来只是为了参加 我们几个人之间的聚会而已 刘师兄乐呵呵地笑道 说吧 他就把头转向那些人 看着他们道 诸位 这位就是门中 最近前来这里的沈师弟 沈洛 原来是沈师弟啊 久仰久仰 在下秦安 其中一个人看向沈洛 打招呼道 这位是洪涛和齐力 秦安打完招呼后 又介绍了下他旁边的人 在下沈洛 见过秦师兄 红师兄和齐师兄 沈洛也友好的 对着那些人打招呼道 呵 沈师弟你来得太慢了 我等几人聚会 可就差你了 我们可一直在等你啊 齐师兄抱怨了一句道 是啊 我都快迫不及待的 想要喝秦师兄 索酿花酒了 红师兄 一股有点发馋的样子 哈哈 没想到我的酒 竟然有那么大的魅力 可是光喝酒 不吃肉 又有什么意义呢 秦安嘴角微微上扬 一拍储物袋 就拿出几滩酒水 和几大块烤好肉来 红师兄看着秦安拿出来的东西 眼前一亮 秦师兄 这 没想到你 竟然想得这么周到 那我就先不客气了 说完 他就一马当先地 拿起一块烤好的肉 大口吃了起来 一旁的齐力 见此情景 也加入吃肉喝酒的行列 刘师兄 见此对着沈洛做出一个寝室的动作 沈师弟 还等什么呢 这边请吧 多谢师兄 沈洛到了一声谢后 就和那些人坐在一起 开始喝酒吃肉起来 这酒真痛快啊 不愧是秦师兄所酿的酒 和凡人的酒水比起来 那可真是一个天上和地下 红涛大啃一口肉 然后口齿不清楚地说着 还不等 他将口中食物咽下 又抱着酒坛子 喝了一口其中的美酒 大赞一声 是啊 秦师兄每次说这是最后一坛啊 结果每次都能拿出来好几坛来 慢慢品尝着这美酒 先几次都是库存剩下来的 这次是真的最后几坛了 喝了就真没有了 秦安一脸苦笑道 今朝有酒精昭醉 管他那么多干嘛 先喝完再说 红师兄醉醺醺醺的道 刘师兄看了一眼那些人 然后举起酒杯 摇敬沈洛道 沈师弟欢迎你来到这里加入我们 这杯酒 师兄先敬你 次日 沈洛见状 也举起酒杯 多谢师兄 说完便当着他的面 大口喝了下去 好好 刘师兄说着 也仰着头 大口喝了下去 就这样 众人开始一起喝酒吃肉来 时不时发出 欢笑畅谈笑一声 场面极为欢快 因为这次聚会一来二去 所有人都算彼此熟悉了 往后的日子里 他们还时不时地聚在一起喝酒吃肉 直到某一天 大事不好了 红桃好像是失踪了一样 我刚才去洞府找他 发现没人应答 于是便找来秦师兄强行破门 发现洞府里面 很久没有人气的样子了 齐里一脸惊慌地来到刘师兄的洞府 对着里面的沈洛和刘师兄道 什么 不会吧 沈洛意外道 齐师弟 莫要惊慌你先想一下 红师弟失踪了前 有没有过留言给你 刘师兄很是镇定地道 齐里手拖着下巴 想了一想到 留言吗 好像没有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师兄有要事 来不及告知 我们就匆匆忙忙地走了 不可能 红桃这个人 我最了解他了 他要是有什么事 不可能不告诉我 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是出了什么意外 所以 这次聚会才没有出现 齐里一脸担忧道 秦安闻言眉头一皱 扫了一下众人 问道 上次聚会的时候 你们可曾他说过一些什么奇怪的话 众人纷纷摇头 你们说 有没有可能是他 巡视魔洞的时候 出了什么差错啊 齐里思莱想去道 此言一出 众人齐刷刷地看着他 觉得他说的也有点道理 毕竟现在只是去过他的洞府 还没去过他巡视的洞穴 片刻之后 众人就不约而同地 来到了红桃以前所巡视的洞穴这里 他们一来到这里 就各自分开寻找了起来 沈洛没有棱在原地看着 而是随着众人开始寻找起来 正当他搜完一个洞穴 没什么有所发现的时候 就听到后面的骑师兄大喊一声道 我找到了 他在这里 闻言他立即赶了过去 当他看到眼前场景的时候 不由地叹息一声 只见距离洞穴入口几丈的距离远的地方 正有一人一动不动的盘膝坐在那里 此人正是失踪了的红师兄洪涛 沈洛看着面前的红师兄 他面色苍白没有血色 身上还长满了密密麻麻的紫红色斑点 那斑点正是失斑所呈现出来的 说明红师兄已经死了一段时间了 你们看红道游手腕上的御魔环出现了裂缝 想必可能是巡视魔洞的时候 手环出现异常导致魔器入体 导致走火入魔身亡了 刘师兄看向红涛手上的御环 摇了摇头道 那我们要上报宗了吗 秦安拿不定注意问道 哎 上报也没用 不过是死了一个炼气期的弟子罢了 其实在红师弟之前也有过一个弟子 也是突然失踪 而且尸体至今都没有找到 刘师兄叹息道 难道上次失踪的时候 门中就没有人来找过吗 沈洛文言惊讶道 这怎么可能找得到 这洞穴里的魔器 可比我们现在待的地方浓厚多了 就连御魔环都无法抵挡住 刘师兄解释道 众人听了刘师兄所说的前因后果 都对红涛感到可惜 作为红师兄的生前好友 不能把他撂在这里 我要把他的 推带上去 让他入土为安 齐师兄一脸哀伤地说道 由此噩耗 大家也没了聚会心情 三三两两地各自散去了 回到洞府中的沈洛坐在床上 手上拿着御魔环打量着 很是诧异自从回到洞府 他的脑海中 就一直回想着刘师兄刚才的话语 他觉得 此事太过于蹊跷了 完好无损的法器 还能出现裂缝碎坏 就有点不可思议 如果说是因为魔器太过强烈 御魔环的力量 不能挡住还能说得过去 可是他们就是在洞穴外看看 并不深入 里面按理来说应该没什么问题 莫非是 他转瞬一想 想到了什么 而之前离开地穴的齐力 将洪师兄的尸体好生安葬后就离去了 而刘师兄则是神不知鬼不觉 悄悄走出了这里 他走出地洞的后 就朝着一个方向走了过去 走了一段时间没过多久 他就在一个地方停了下来 左顾右看得四处张望起来 So 的一声 一道黑色的残影出现在他的面前 刘师兄看到那黑色残影的出现 面色大喜 走了上去 陶导友 这件事我已经帮你做了 不知你说的报酬 现在是否能给我了 刘师兄道 那人听到刘师兄的话语后 手一抛就扔出一个布袋子给他 刘师兄将布袋子拿在手上 满怀期待地将其打开 一眼下去后 脸色瞬间黑了起来 陶导友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可是冒着风险帮你做这件事 你就给这么点报酬吗 嗯 我给的已经够多了 怎么你不满意吗 岂止是不满意 是正常的不满意 我可是帮你将那人给杀掉了 替你报了血海深仇 你就是这么报答我吗 刘师兄面露怒涩 立一声喝道 哼 要不是因为我的身份 不能直接动手 你以为我需要你这个废物吗 你 实在是欺人太甚 看来不好好教训你一下 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 刘师兄抱喝一声 快速变化手中的法觉 打出一道神通 哼 不自量力 那人衣袖一甩 对着刘师兄打出的神通一点 手指上淡淡的电光一闪 一道看似纤细的电丝 从指尖击射出 并在下一刻 一声霹雳之下 就将刘师兄所打出的神通就击溃 并且一击落在刘师兄的身上 刘师兄被这一击电弧打中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地上 之后他 的一声 口中吐出大口鲜血来 被一击打成重伤的刘师兄 惊魂未定地看着那人 眼神中充满了惊恐之意 连忙求饶道 误会 这都是误会 道友莫要动怒 我只是开个玩笑而已 哦 开玩笑吗 那人似笑非笑地说道 刘师兄见对方笑了有戏 立即道 这是当然了 还请道友莫要动手 都是误会 次日呵呵 误会吗 那人冷笑道 见对方没有再继续动手的意思 刘师兄很是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道友若是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回去了 想走也不是不行 只要你再帮我办一个件事 我就放你离去如何 逃道友可还有什么吩咐 刘师兄心中一沉 也没什么 对你来说很简单 不过就是 什么 刘师兄惊骇一声 面露为难之色 道友这不妥吧 若是叫宗门发现 那我就完了 哼 你以为你现在 有的选吗 现在要么是他们死 要么就是你死 你自己看着办吧 那人一声冷哼 有点不耐烦的道 听到此话 刘师兄不由地哆嗦一下 打了一个冷战 他修炼多年 才有如今的地步 若是叫他去死 他肯定不会愿意 毕竟成为修仙者后 没有人会愿意去死 常言道 好死不如赖活着 他都还没活够 怎么可能舍得去死呢 一番权衡力陛下 他选择了前者 沈师弟 秦师弟 还有奇师弟 对不住了 接着脸上 闪过一丝狠辣之色 对着那人道 只要道友能放过我 我愿意帮你做掉他们 哈哈 这才对嘛 那人对刘师兄 此举很是满意 他顿了一下 看向刘师兄 不过谁知道 你会不会是为了保命 对我虚伪与蛇呢 道友这是何意 我刘某人自古是说一不二 说到做到 是吗 既然你这么诚恳 不如先交出一魂一魄吧 那人面无表情 淡淡地说道 刘师兄位置一愣 心中一凉 若是交出一魂一魄 自己生死 岂不是任由对方摆布 怎么不愿意吗 那人看了下 棱在原地的刘师兄 然后又看了下自己的手掌 略有深意地说道 还是说你刚才的话 只是为了哄骗我吗 对方话语很明显 只要交出一魂一魄 就可以活 如若不然 那么下场就只有一个自死 作为当事人的刘师兄 当然明白这句话的含义 不过为了活命 他也只能选择屈服 咬牙一狠 逼出了自己的一魂一魄 落在那人的手上 看着这一魂一魄 落在手中那人很是满意 去吧 不要忘记我 叮嘱你的事 刘师兄 你今天怎么突然想起来 喊我和秦师兄二人 一起去巡视地洞啊 齐力望着刘师兄道 哼 这不是出了红师弟这件事啊 我觉得 还是几个人一起巡视 能互相照应下好点 刘师兄乐呵呵地笑道 咦 怎么不见沈师弟出来 秦安剑没有看到沈落 有点疑惑道 不知道 我刚才发了传音符给他 想必他没有出来 可能是处于修炼的紧要关头吧 刘师兄若有所思道 那好吧 既然如此 那就我们三个人先去吧 秦安道 就这样 刘师兄和齐力 还有秦安三人 一起朝着洞穴口的方向走去 而那刘师兄 不知何时 落在了他们二人的身后 他趁着前面两人不注意 脸上露出一丝争鸣之色 突然袖口一扬 一道灵光斜着飞了出去 打在两人的背脊上 没有防备的二人猝不及防 被刘师兄的攻击打中 双双栽倒在地上 没有了气息 看着这二人的尸体 刘师兄脸上 闪过一丝内疚之意 没办法 他都是被逼的 安抚好自己的神情后 他手一招 就将那两人的储物带给收走了 走之前 还焚毁掉了那两人的尸体 只要再将他解决掉 我的任务就算完成了 刘师兄喃喃自语道 之后便转身 朝着沈落的洞府方向走去 没过多久 他的身影 就出现在了沈落的洞府外围 看着漂浮在洞府外围的传音符 脸上流露出一种诡异的笑容 大手一挥 就把传音符收了回去 动 动 刘师兄站在洞府的门前 在大门上敲了两下 剑里面没有任何回应 便将手按在门上 掌上的灵光闪动 洞门口的静止 居然开始逐渐瓦解起来 而在洞府里面的修炼沈落 被这敲门声给惊动了 从修炼中平复过来 正当他疑惑这个时候 谁来找他时 就察觉到洞府的静止 正在被人缓慢地瓦解 要知道 这太清门给那些看守魔洞弟子们 开辟出来的洞府静止 一般是不会太弱的 但是也没那么容易被人破开 这闯入者 竟然就这么轻轻松松地破开了 对于擅自闯入洞府 无论这个人是什么人 什么身份 不禁允许 私自闯入他人洞府 定是些不怀好意之辈 他手一翻拿出一个浴盘 透过浴盘从静止向外面看去 发现站在他洞府门外的 正是刘师兄 奇怪刘师兄怎么会在这里 难不成他是想杀人灭口吗 自己可是向他保证过 不会把他收集魔器的是说出去的 他心中转念想到 望了下洞门口 阴晴不定 随时都会崩坏地禁止 是不是误会还不好说 但就凭对方擅自闯他洞府这点 就表明 这有可能是想杀人灭口 想到这里 他很快冷静了下来 沈洛可不是心慈手软之辈 对于要害他的人他必杀之 他一拍储物袋 拿出上瓶法器火焦刀 如今 他已经是炼气后期了 不像之前那样 催动上瓶法器 很是吃力 但尽管如此 以他现在的灵力 也还是坚持不了太长时间 为了保险起见 他还拿出几粒恢复灵力的丹药 含在口中 只要灵力一耗尽 他就立即将丹药吞服下去 来恢复自己所消耗的灵力 片刻之后 洞府的大门发出 支呀 一声 静置的光芒一阵闪烁后就熄灭了 大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刘师兄在打开洞府大门那一瞬间 就开始掐着手绝 准备打出一道神通 想要偷袭 正处于修炼中的神弱 还不等 他将神通打出 就见一道火红色的刀光 散发着无尽的高温 朝他袭来 啊 洞府中发出一声惨叫 接着就见刘师兄 很是狼狈地 从洞府里飞掠出来 倒飞在地上的刘师兄 由于的胸口 遭受到火焦刀的攻击 鲜血如柱一般喷涌而出 瞬间就将他里面的衣精 给染红了 面色瞬间变得苍白如指一样 他强忍着剧痛单手捂着伤口 口中立刻念叨着 能止血的止血咒 将鲜血止住了 次日 刘师兄止住鲜血后 和沈洛四目相对 双眼猛地一缩 脸上的表情无比震惊 沈师弟 你竟然没有在修炼 沈洛面无表情地看着 眼神中散发出阵阵寒意 手中的火焦刀 又是一道火红色的刀光 劈了过去 刘师兄惊恐万壮 匆匆忙忙地打出一道灵光 那灵光中有一圆形盾牌 在千军一发之际 挡住了火焦刀的攻击 沈洛剑状将灵力蜂拥而至地 注入火焦刀中 火焦刀上的灵光暴涨 一刀下去 就将刘师兄祭出的防御法器 给劈成了两半 剑法器被毁刘师兄 顾不得身上的伤势 连忙摸滚带爬的闪躲起来 尽管他已经完全避开了刀光 但还是被火焦刀 打出的刀刃给擦到了 身上又出现一道狭长的伤口 刘师兄再次发出一声惨叫 脸上充满了惊恐 赶忙大声呼喊道 沈师弟 快住手 误会 这都是误会啊 沈洛对此置之不理 他明白 若是稍有疏忽 就会给了对方喘息反杀他的机会 万一让对方使出厉害的神通 或者法器 那就不妙了 所以必须当机立断 一鼓作气 先制住他再说 刘师兄自意出现后 就是处于被动状态 连取出攻击法器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干瞪着眼看着 刷 刷 沈洛连续挥舞着火焦刀 挤刀下去 砍伤了刘师兄的四肢 让他丧失了行动的能力 刘师兄看着手持火焦刀的沈洛 从他的脸上 没有看到一丝怜悯之意 眼看对方就要一刀下去 准备结果他 连忙求饶道 沈师弟 饶命啊 我只是见沈师弟 许久没有出关心声担忧 所以进来看看 并不是 有意要擅闯你的洞府 看在同门师兄弟的份上 饶我一命吧 沈洛看着对方那狼狈不堪的模样 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丝毫不为对方的话语所动 而是冷冷的道 既然是误会 那么师兄 为何刚才一进入我的洞府 就要出手 这 刘师兄语气迟缓 一瞬间说不出话来 嗯 刘师兄眼看不妙 连忙大叫 沈师弟莫要动手 我说 我说就是了 我这都是被人逼的 事情是这样的 这么说来 除了红师兄外 还有之前失踪的那位弟子 也是你杀的吗 沈洛冷不丁地说道 没错 他该杀 要不是因为他 我又怎么会被发配到这里来 他早就该死了 刘师兄眼神毒辣 充满怨恨的道 那么 至于你说的那个威胁你的人 到底是谁 又为什么要让你出手 将我们都除掉 沈洛目光一闪 淡淡地说道 沈师弟 你要是想知道 我可以告诉你 但是你要发誓 我说完之后 给放我一条生路 刘师兄想讨价还价道 刘师兄 你好像没有资格 同我弹条件吧 你的性命 现在可是在我的手上 如果你不说的话 我不建议 现在就让你死 沈洛说完 手中的火焦刀就落了下去 一刀斩去了他的手臂 痛失手臂的刘师兄 因为强烈的疼痛 大声尖叫起来 他晚晚没想到 自己这位沈师弟 竟然如此狠毒 他怕了 沈师弟 我说 我说 你不要再用那个刀了 刘师兄战战利利 惶恐不安地道 给足了教训 沈洛眼中寒光灵力 目不转睛地盯着刘师兄 刘师兄见对方 果然没有再继续出手了 他松了一口气 然后缓缓说道 那人是个魔道修士 他要借助这个洞穴里的魔器来助击 而你们的存在 妨碍到他了 所以他让我出手杀掉你们 只有将你们全都杀掉了 他才能安心地助击 刘师兄 你是怎么肯定的 觉得 把我们几个人都杀了之后 上面的人还不能查到 沈洛反问道 面对沈洛的疑问 刘师兄不慌不忙 胸有成竹地答道 这很简单 我只要说 有魔道修士闯入 将你们都杀掉就行了 然后我再说 在我的拼死反抗下 这才将那人给灭杀 你说 就剩下我一个人 宗门能怎么查 只能是相信我了 原来如此 真不愧是你啊 刘师兄 连这一点都想好了 倒是沈洛我该如何 向上面的人交代了 沈洛夸赞地说道 沈师弟 你这是什么意思 刘师兄有点急了 还不等他继续发话 就见沈洛一刀劈了下去 之后他便没有了 气息魂归地府了 刘师兄到死都没想到 沈洛行事竟然如此果断 而沈洛先前就没想过要放过他 饶他一命 自从对方破开他洞府 准备对他出手的那一刻起 就注定了 他和刘师兄之间 只能活一个 对于要害他的沈洛 可从不会心慈手软 他的视线从刘师兄的尸体上扫过 看到对方身上的储物袋 抬手将其招了过来 之后对着刘师兄的尸体一点 打出一发火球 就地焚烧了起来 在他处理完这些 准备关闭洞府大门之际 突然一道看似纤细的电司 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 正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朝他打来 刚准备关闭洞府大门的沈洛 见着电狐袭来又惊又怒 赶忙寄出防御法器 外加一个灵力护盾来抵挡 碰 电司落在沈洛所打出的防御法器上 一击之力 就将他的法器给销毁了 而电司剩下的威能 落在他打出的灵力护盾上 那护盾就像是泡泡一样 一触碰就破碎了 咦 沈洛的洞府之外发出一道 惊疑之声 好 反应倒是挺快的 看来阁下能够杀了刘牙 倒也是个不简单之人 此刻的沈洛 惊魂未定地看着洞府之外 他没想到 对方的神通竟然如此厉害 轻而易举地 就将他的中品防御法器给击毁了 不仅如此 就连自己刚才打出的灵力护盾 也被他这一击的余威给破去了 如此神通 莫非是助击吗 他按道不妙 要知道 助击和炼器 虽然只是相差一个境界 但是实际上 可是有着天壤之别 助击器的修饰 无论是法力 还是所使用的法术 以及法器上 都要凌驾于炼器器的修饰 可以说 助击器的修饰 杀炼器器就像是杀机一样 次日不对刘师兄先前说过 那人想要借助这里的魔器来助击 那就说明 此人现在还不是助击 若是这样的话 凭借我现在的法器和俘虏 倒还是有机会能拼上一把的 神洛心中一尘想到 随即拿出几张防御性符录 拍在自己的身上 这些符录还是在 罗云森林的时候 从徐道友等人身上搜刮来的 他深吸了一口气 身上顶着几层光幕 从洞府里走出 难道阁下只会藏头鹿围 躲在暗中 不敢现身吗 沈洛目光如炬 力声喝道 随着他的话音落下 就见眼前一道黑影闪过 出现在他的面前 那是一名看起来 只有二十多岁的青年男子 那人看着沈洛淡淡地道 没想到你的反应还是挺快的 见对方出现沈洛心中一领 就在刚才他用灵眼术看了一下 赫然发现 那人的修为竟然是练气大圆满 练气十层的修为 对于比自己高三个小境界的人 他完全没有把握能够斩杀对方 要知道刚才对方那诡异的神通 仅仅是一下就毁掉了他一件中平法器 面对如此强悍的对手 他的心里顿时七上八下的 有点慌乱起来 以对方的目的来说 肯定是要将他除之后快的 现在的他 没有别的选择 只能和他拼了 好在刚才 他在使用防御性服录的那一瞬间 就激活了专门向门中求救的传音符 他坚信自己 只要坚持片刻 门中高层就能赶到 想到这里 沈洛二话不说 先下手为强 祭出上瓶法器火焦刀 对着那人劈去 随后又使出飞剑法器攻击 做完这一切的沈洛 并没有就此罢手 他空出的另外一只手 拳头紧捏一下 然后再张开 就见五根手指上 分别布满了几个 如弹珠大小般的火球 袖袍略微一动 就把这些火球猛的一甩 朝着那人飞去 空气中顿时弥漫着一股炎热之气 火球如雨的般砸向那人 那人看到沈洛所打出的一连串攻击后 意外之极他万万没想到 这人从走出洞府后 竟然连一句话都没有说 直接气势汹汹地攻了过来 而且出手还是成串的攻击 无奈之下 他顾不得再次发动攻击 双手一翻 手中就出现了一杆青色大旗 骑上青光点点 持青色池大旗挥舞着 风强起 随着他声音的落下 青色的旗帜猛的灵光大放 呼的一闪灵光落了下来 随即就化为一道青色的飓风墙 那风墙一出现 就横卧在那人的面前 将劈过来的火红色刀光 直接吹散了 扑的一声 随着刀光而来的金色飞剑 一头扎进了飓风里面 但马上就被强劲的风力 吹得东倒西歪 最后被一下子甩了出去 至于随后到达的火球更加不济 只能在飓风外不停地打转 连冲进狂风的能力都没有 见此情景 沈落脸色微变 急忙伸出手指 对那几枚火球略意牵引 他们立即拐了一个方向 向着两侧飞去 妄图绕过风墙 再行攻击 呵呵 还想绕过来偷袭我 你想得到没 那人看穿了沈落的意图 冷笑了一声 又是挥了几下青色大旗 然后手持着大旗 往风墙的中间部位一点 那飓风立即从中间断成了两截 极快地分别向两边窜去 再次拦下了火球 砰 砰 几声爆裂声响起 火球无法再次避开 直直地撞了上去 撞上飓风的火球 直接被飓风吞了下去 在飓风之内消失得无影无踪 沈落感到心中骇然 没想到对方的法器如此厉害 而那人在解决完火球后 又控制着大旗 又将风墙重新合在了一起 恢复了原状 雕虫小技 也敢搬门动服 今天你是死定了 那人猖狂地大笑道 随后只见他双手一合 再次握住了 那感青椒气挥舞起来 沈落有些紧张了 对方的难缠程度 远在他意料之外 这么凌厉的连环攻势 竟如此轻松地给破解了 就在沈落沉溢之时 对面的人终于在青色大旗上 聚集了足够多的灵气 风墙随之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 暴风骤雨般的攻击 只见他停止了挥舞旗子 把旗间猛然冲沈落一指 顷刻间 竖刀半月形的青色风刃 争先恐后地从其肩上窜出 蜂拥而至地冲向沈落 这些锋刃的速度太快了 刚才还在那人的一边 眨眼间的功夫 就到了沈落这边 真不愧是风系法术 攻击速度 就是比其他属性法术快 望着这数量如此多的锋刃 沈落来不及惊叹 一股脑地将手中攻击符禄 全部甩出 妄图来抵挡这锋刃的攻击 轰隆隆 一声 空中灵光大作 树道爆炸之声响起 沈落以俘虏全都消耗殆尽的情况下 防住了对方的攻击 那人见状有点恶然 他没想到 对方竟然有如此多的俘虏 可是他哪里又能想到 沈落是将所有攻击俘虏 全部都用掉的代价 这才勉强挡住 对方的法器太过强势 根本就无从下手 难道自己要使用那招吗 他心里暗自想到 然而 在看到对方又开始挥舞着小旗 准备下一步攻势的时候 沈落有点慌了 顾不得那么多了 他咬牙一狠 将储物袋中之前所搜刮到的法器 全都拿出来朝着对方抛了过去 那些法器被他抛在半空中 沈落立即掐着法诀口中念念有词 只见那些众多法器上的神识烙印 或多或少散发出光芒来 他知道 以他目前的神识 还不能操纵如此多的法器 所以他只能激活以前打上去的烙印 然后将其引爆 后请 那些众多法器就在光芒大作之下 瞬间膨胀 然后砰 等一声爆炸了起来 轰鸣之声不断地响起 望着面前不断爆炸的法器 沈落心中一痛 他也没有办法 这才出此下策 靠着自毁法器来攻击 反观那人在挥舞着旗子 准备攻击的时候 就见成群的中低阶法器朝他袭来 刚想出手毁掉那些法器的时候 不料这些法器在他的面前 猝不及防地爆炸了 心中一惊 连忙挥舞着大旗 施展出一道风墙来 次日望着眼前 闪着众多灵光的法器 不断地爆炸 发出震耳欲龙的轰鸣声 沈落知道 如此多的烙印 体内的灵力早就一空 枯竭殆尽了 他从储物袋 拿出他的压底箱法 弃寒光剑 此剑是他最大一掌 当初他就是依靠此剑轻易地 将一名炼器八层的修士给打伤了 现在能不能成功灭杀此人 就看这一剑了 沈落全力地催动此剑 寒光剑受到他磅礴的灵力注入后 剑身散发出耀眼的寒光 并且还不时发出嗡 嗡 的声音 就在这时寒光剑的剑身上 突然浮现出一道树杖长的灰蒙蒙的光滑 呈巨剑的形状 光滑耀目 金芒流动 变得气势凌人 这是 看到寒光剑的变化 沈落惊呆了 没想到全力催动此剑后 会有如此一样 寒光 寒光难怪此剑会叫寒光剑 原来是因为这个 他想到 看了一眼手中法器的变化后 又扫了一下面前不断爆炸的中下阶法器 趁着这个机会 他操纵着手中巨大化的寒光剑 向着对方的头顶上 用尽全力指展下去 此时的寒光剑 就如同天外的陨石般坠落下来 将地面划出一道深深的沟槽之后 就化为光点消失不见了 待到眼前的法器爆炸 产生的火焰消失不见 原本在处于爆炸漩涡里的那人 已被一分为二 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一动不动 见对方生死沈落 尝出了一口气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因为刚才催动一剑 消耗他体内所有的灵力 他觉得 此次剩得极为凶险 若不是 靠着自毁法器这种下三滥的招数 恐怕已经死在那人的手上 如此百般花样进出 也才只是堪堪保住小命而已 但是不管怎么说 最后活下来的还是他 他在原地休息了片刻 抬起头朝着对面望去 看到对方那一半身子手上 所握着的旗子 两眼发光 那可是属于五行之外 封属性的法器 这件法器的厉害他 可是见识过的 虽然失去一些中低阶法器 但是能获得一件封属性 极品法器倒也是不错 要知道 一件极品法器的价格 已经快接近一枚铸鸡丹的价格了 而他的含光剑 也不过才360块零食 别看这零食不多只有几百 但是普通的修士 想要买得上这些法器 起码要攒上个好几年 修仙者 光是用零食中的灵力修炼 或是购买丹药 俘虏等 就要花掉不少零食 即使是太清门的那门弟子 想要买一件尚品法器 也得攒上一段时间 才能买得起 更不要说 凌驾于尚品法器之上的 极品法器了 这东西 在练习七修士中 可是一个稀罕物 毕竟谁会没事吃饱了撑的 去买一个快接近一枚 铸鸡丹的法器啊 望着不远处的极品法器 他按捺不住心中的喜悦 拍拍屁股站了起来 大步朝着那边走去 沈洛从那人手上 将此法器拿在手中 然后欢天喜地 审视了好几遍 这才美滋滋地 将其收入囊中 接下来 他又来到了那人的尸身前 略微厌恶地 浏览了下 极为血腥的画面后 就摇摇摆摆地 搜索起战利品来 沈洛从那人身上 搜到储物袋后 毫不客气地 当场把东西 从储物袋中呼拉一下 都倾倒了出来 仔细寻找一番后 略微有点失望 本以为此人的储物袋中 会有助击单 结果却没有 看样子 此人多半是想 依靠自己的法力 来冲击助击 所以 也自然不需要助击单 可是他不需要 但沈洛需要 他灵灯极差 靠法力冲击助击的话 基本上是不可能 只能依靠于助击单来进阶 虽然他有生仙令 已经预定好了一枚 可是一枚又有什么用吗 他是五行尾灵根 最起码要一到两枚助击单 这样才行 李默仁作为太清门 众多金单七的师祖之一 他刚结束了 长达五年的闭关 准备离开宗门出去走走 他一走出洞府就冲天起 化为一道青色的顿光 朝着山门外飞去 就在他快要飞出山门的时候 就见一道红色的流光 正以极快的速度朝他飞来 望着那道红色的流光 他一眼就认出了 那是门派专门下发给弟子 求救用的传音符 于是衣袖一挥 那道传音符就落在了他的手上 传音符落在他手上的瞬间 就化为一道道音符 涌入他的耳朵里 什么魔道修士 李默仁听完这传音符的内容后 很是意外 随即扫了一眼沈落所在的方向后 就朝着那个方向全速赶去 而一旁的沈落 沈落在江南人储物袋中的东西 都清点了一下就都收了回去 正当他准备销毁那人尸体的时候 身后忽然响起了风声 下意识地就朝着那边望去 只见一道青色的顿光 猝不及防地出现在他的身后 顿光落在地上后就消失了 出现在他面前的 是一名看起来四十多岁中年男子 沈落看着这突如其来的人出现 惊诧了一会儿后 就立即毕恭毕竟的行礼一拜道 太清门看守魔动弟子沈落 拜见师祖 那中年男子他不认得 但是从对方的衣着和刚才的落地 产生的顿光的来看 多半是门中某个金丹七的师祖 李师祖扫一眼面前 向他行礼一拜的青年 摆摆手道 你应该就是激活向门中 求救传音符的弟子吧 是的 师祖 沈落点点头应道 你服中所说的魔道修士在何处 李师祖连忙询问道 启禀师祖 那魔道修士在弟子的拼死抵抗下 已被斩杀 如今他的尸还就在这里 沈落指着那被砍成两半的尸身道 嗯 你倒是不错 李师祖寻着他 指的方向看了一眼 先是夸赞了他一下 之后又接着问道 我记得这个魔道好像门中 一般都会安排好几个人在看守 怎么救你一个人在这里 他们人呢 听到对方询问有关其他弟的子下落 沈落先是顿了一顿 然后面露出痛苦悲伤之色 声音哽咽般的道 师祖 他们 他们几个人 都被那魔头给残忍地杀害了 说着说着 他就要表现出一副要落泪的模样来 次日 李师祖见眼前的沈落 一副就要煽然泪下的模样 连忙安慰道 哎 常言道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只能说 他们的命不好 生死中有别 你不必太过于伤心 人要向前看 阳光总在风雨后 沈落听了李师祖的话后 伤心地点了点头 弟子明白 多谢师祖开导 望着他如此伤心的样子 李师祖心中不禁感慨 他们师兄弟的感情可真好 眼神中闪过一丝对往事的追忆 当初和他一起加入宗门的同期弟子 现如今就剩下他一个人 而他的好友 也早因为寿元将近 作画于岁月中了 感慨万千的李师祖哪里知道 这一切都是沈落庄出来的 若是让人知道 他杀了同门弟子 那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太清门规的终一条 就是禁止同门师兄弟相残 所以他只能尽力地掩盖 对了 不知 你是如何斩杀此人的 李师祖峰回路转 破天荒地问道 面对李师祖的质问 沈落早已想好了说辞 启禀师祖 此人修为强过于我 为了能够诛杀他弟子 不惜自爆法器 这才勉强将其诛杀 自毁法器吗 如此说来 你现在岂不是没有法器了 李师祖有点可惜道 回师祖弟子 有没有法器不要紧 重要的是 弟子帮宗门守住了这里 没有让他沦陷于魔道修士手中 沈落很是坚决地说道 好好 李师祖对沈落此话很是满意 爽朗的声音笑道 此战虽然让你损失了一件法器 但师祖我是明事理之人 不会让你白白让你吃亏的 李师祖说完 就拿出一件墨绿色龟壳式的东西 递给沈落道 此物乃是我早年 所使用过一件法器 玄瑰盾现在我早已用不上了 今日就赠送于你了 这怎么可以 师祖这件法器太贵重了 弟子不能收 还请师祖收回去吧 沈落推辞道 哎 让你拿着就拿着 不过是一件法器而已 师祖我还是送得起的 李师祖有点不耐烦道 他本就个性子直爽 行事干脆利落之人 最见不得的 就是行事婆婆妈妈的 沈落在听到李师祖言语中的 不耐烦之意后 为之一棱本想推辞一番 然后再勉强接受 没想到这位师祖那么快就不耐烦了 于是他当机立断地 接过李师祖手中法器 行礼一败感激道 多谢师祖赏赐 李师祖白白手表示不必多礼 随即又说道 此件事了 现在你随我去见一下掌门 向他再汇报一下吧 是 师祖 沈落恭敬地答 道 太清门总督太清殿中 封掌门很是严肃地 看着面前的李师祖正色道 没想到这消失百年之久 魔门又重新活跃了起来 是啊 上次道魔之战 还是几百年前的事 如今魔道复出看样子 几百年后的今天 恐怕又要有一场大战了 李师祖很是担忧地说道 道魔之战有多惨烈 他可是亲眼目睹过的 上次大战 整个太清门低阶弟子 几乎损失了大半 不仅如此 作为高阶战里的金丹七修史 也陨落了不少 封掌门点点头 顿了一下 似乎想了什么 然后开口说道 听说前段时间 在凌云宗的生仙大会上 还出现过一名魔道修士 想扰乱该宗的生仙大会 后来被该宗负责大会的人 给诛杀了 什么 除了我宗之外 还有凌云宗也有吗 李师祖神色有点意外道 不错 封掌门肯定到后 李师兄 你刚才说的那位斩杀魔道修士 守护了魔洞的那位弟子来 有没有来此 这是当然的了 李师祖道 没过多久 就见一名看起来 只有十九岁左右的青年男子 缓缓走入大殿之中 他来到封掌门和李师祖的面前 对着他二人分别行礼道 弟子沈洛拜见掌门 师祖 咦 怎么是你啊 封掌门惊疑了一声 惊讶道 怎么师弟见过他吗 李师祖见状大惑不解地问道 这是当然了 我前一段时间还见过他吗 封掌门笑着说道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封掌门看了沈洛一眼 接着对李师祖说道 师兄可能有所不知 他可是持着太清令加入我们的 什么太清令吗 没想到他 还是个修仙家族之后 李师祖震惊了一下 然后淡淡地说道 封掌门在和李师祖说完之间的话语后 又转头看向一旁的沈洛道 尸职在魔洞所发生的事情 我已知晓 现在让你继续看守魔洞的话 有点不太实际 毕竟发生了那样的事 所以 本掌门现在决定 让住基七的弟子去看守 至于你的话 可以去百灵堂那边 重新选择一个任务 在李师祖来之前 就将战场给打扫了一番 不然的话 他就亏死了 那可是一件极品封属性的法器 现在的他 除了封属性法器之外 还获得了一件 李师祖赠予的上品法器玄瑰盾 毁了一件中品法器 获得一个上品法器倒也不错 沈洛离开了太清殿后 就带着掌门给的传音符 前往百灵堂 韩师兄 不知这次是否还有空余的 种植类的工作吗 沈洛见韩师兄听完 掌门交付与他的传音符后问道 这是自然 师弟还请稍等 片刻之后 韩师兄就从之前那空白图纸中 挑选出一些 关于种植类的工作出来 展现在他的面前 沈洛到了声谢 望着浮现在他面前的信息 认真看了起来 这上关于种植的工作五花八门 但许多都未曾入了沈洛的法眼 当他看到中间的信息时 一个让他大为满意的工作出现了 看守药源一座 并且每年上交规定数量的灵药 一件上面的字 沈洛心中大喜 这简直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一个任务 看守药源这个东西 他最不在话下了 于是指着这条信息 抬头看向韩师兄道 这个任务比较重义 师兄能否说一下 关于这个任务的内容吗 次日 师弟是要选择这个任务吗 我看你还是换一个吧 这个任务你 不太合适你 韩师兄摇了摇头道 师兄此话怎讲 这个任务可是有什么难处吗 沈洛很是疑惑 见沈洛很是不解的样子 韩师兄耐心地解答道 这个任务已经挂在这里有两个多月了 期间也有好多弟子来接过 但他们都搞砸了 不但没有获得奖励 甚至还赔了不少零食 沈洛听了此话 心里有些好笑 不免嘀咕起来 不就是打理一个药源吗 怎么还赔了零食 对于这个任务 他不想放弃 要圆什么的 他又不是没打理过 看向韩师兄开口求教道 师兄能否告诉一下 这工作到底难在哪里 不就是打理下药源吗 为什么有好多弟子 无功而返 哎 若是你打理的烧有些不好 就要遭到他的挨骂 严重的话 还会恪扣你的零食奖励 也正是因为如此好多弟子 宁愿赔掉零食 也不想再去了 韩师兄叹了一口气道 听完韩师兄的话语 沈洛沉淫了片刻 就很是果断地道 多谢师兄提醒 但是师弟 我还是想选这个任务试一下 韩师兄有点惊愕了 他都说得那么明白了 这个人还是要选择任务 于是便道 那好吧 既然师弟 只要选择这个任务 那么师兄 我也不多说什么了 有劳师兄了 还把他先前看守魔洞的奖励 也发给他了 一共是30块低阶零食 他道谢一方后 就大步朝着药园的方向 走了过去 在太清门中的 两座小山峰之间 有一片洼地 被人改造成了一片田地 里面种植了 许多稀奇的草药 因为药草的稀奇 使得这里有静止的保护 沈洛一条 前往药园的小路当中 步行了一段距离 就触碰到了附近的静止 一道光幕出现 挡住了他的去路 他知道这是药园里的静止 于是不慌不忙地 从储物袋拿出一块 韩师兄交付与他的牌子 往前方一照 顿时牌子上面 射出一道光芒 落在光幕上 面前的光幕 被牌子射出一道 人可以通过的缺口 他穿过缺口走了进去 脚步刚踏入光幕里面 耳边就响起一道 干巴巴的声音 嗯 是来打理药园的弟子吧 快过来吧 老夫等你许久了 见此情况 沈洛不敢有怠慢之处 急步走了过去 顺着眼前的这条小路 沈洛在一个竖着 百草园石碑的 农家小院子前 停了下来 这院子的占地面积 很大有树母的 他人还未进院内 就有一浓厚的药香味 从里面传了出来 让沈洛闻了之后 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清香感 小子在外面磨葬什么呢 还不快点进来 沈洛为一正 听到此话 立刻走了进去 走到里面 沈洛这才真正地 看清楚了园内的情况 树间用干草和竹子 搭建而成的茅草屋 种着一些看起来 奇形怪状的植物 让整个园内灵气盎然 到屋子里来 沈洛匆忙忙地 打量了一下这个院落后 就走进了茅屋内 只见屋里 站着一个年过花甲的老者 你就是百灵堂派来的 打理我要园的弟子 长得倒是白白净净的 就是不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会打理要园 老者上下打量一下 沈洛的模样 然后淡淡地说道 弟子沈洛 见过师伯 沈洛上前施礼道 行了行了行了 这种东西就免了吧 小子你可知道 老夫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现在离去还来得紧 老者头翻了一下白眼 没好气地说道 启禀师伯 弟子在凡间的时候 曾经种植打理过药草 还请师伯给弟子一个机会 打理这个要员吧 沈洛态度诚恳地道 听了沈洛此话 老者有些意外 像沈洛这样说 自己精通打量药草这种的 他还是头一次遇到 他看着沈洛 沉吟的一会 然后干着嗓子道 既然你说你在凡间打理过药草 那么我便考考你 你若是答上来了 我倒还是可以考虑一下 可是你若是答不上来 那么就给我有多远滚多远吧 还请师伯出体 沈洛胸有成竹地 微微一笑道 后面老者果然开始 抛出了几个问题给他 但沈洛想都没想 直接脱口说出了问题的答案 让老者很是惊讶 他没想到面前的这个青年 倒还是真的像他说的那样 有点真材实料 你倒是不错 随我来吧 老者带着沈洛来到药园里面 看着面前的药草对着他道 小子这药园就交给你打理了 只要你做得好 老夫可以破理 给你多加几块零食 多谢师伯厚爱 沈洛感激一番后 随即问道 是不是只要将药园的规模维持不变 然后每月再上交些 一定数量的草药就行了 不错 这药园子就交给你打理了 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另外 这是此处的禁止令牌 拿好了 老者说完就拿出一块特制的令牌 交付给沈洛 对了 屋内有我往年培养草药的心得体会 你要好好看看 毕竟大多数药草 你都还不太熟悉 老者摸了摸自己下巴的胡须 有条不须的道 是师伯 沈洛公生的道 还有不要以为老夫将你留下这就完事了 我实话告诉你 这药园是老夫的私人要地 你要是真的能胜任此工作的话 老夫绝不会亏待了你 但是老夫丑话先说在前头 如果你不行的话 直接给老夫滚蛋 休要在老夫面前言语 你明白了吗 老头恩威病师地说道 听了对方的言语 沈洛连忙表示 自己会做好这个任务的 老者见状点了点头 略有深意地扫了他一眼 小子这里暂且就交给你打理了 老夫要出门一段时间 希望归来的时候这里 还能和现在这般没有差别 次日他说完这些话后 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药园 朝着天边飞去 沈洛目送这位师伯远去之后 就随意地选了一间茅屋住了下来 毕竟先前在魔洞和人斗法 之后又赶路来到这里 使得沈洛有些乏困 他揉了揉自己的太阳穴后 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起来 次日一早便开始打理药园 他白天打理完药园 晚上除了修炼之外 还抽空翻阅了一下 老者先前留下的 关于种植方面的体会笔记 等他将老者留下的笔记 全都熟读后 他又开始往传宫阁的 马师兄那里跑个不停 并在那儿又学会了不少触及法术 岁月如梭 光阴四剑 不知不觉 沈洛加入太清门 已经有一年多了 这一年来 太清门里外都发生了不少事情 在他前行修炼的一年多时间里 外面魔道修士出现的比例 越来越高了 太清门为了以后的盗魔之战 决定提前打开山门招收弟子 开始为盗魔之战做一些准备 这次的打开山门 太清门收取的新弟子中 出现了一名单一灵根的女子 而且还是变异灵根兵灵根 这名女子的出现 吸引了太清门中高层的目光 甚至连门中 一直处于闭关中的 元阴七老祖都出现了 并且还将那女子给收入了门下 这一幕可是惊陷了所有人 要知道 那可是一名元阴七的存在 元阴七修士 无论是神通还是法宝上 都不是那些金丹七修士能抵你的 即使是他们用不上的东西 对金丹七以下的人来说 那也是至宝一样的存在 这女子能败在一名元阴七修士门下 也算是一步登天 先路无忧了 除了这名女子之外 这批新人当中 也有不少灵根资质上家的人 比如说 一个依附于太清门的修仙家族 宋家少年 年不过十六 就已经修炼到了炼器九层的顶峰 能在如此年纪 就有这般修为 可谓称得上是进步神速 当然除了这两个人之外 还有一些其他弟子 资质也都不错 比起前年招收的弟子好太多了 因为 太清门收了不少资质优异的弟子 让疯掌门笑得合不拢嘴 他认为 有了这些弟子的加入太清门 一定能和百年前一样 能够安然无恙度过魔截 有了新弟子的 加入太清门 变得热闹非凡起来 至于沈落 早就被太清门的高层给抛到脑后 忘得一干二净了 至于沈落每天都泡在药园里面 很少出去走动 整个太清门上下认识他的人 就那么几个人 除了传宫阁的马师兄 和百灵堂的韩师兄外 就剩下那位每月按时 来收取药材的老者了 这老者对沈落很是满意 毕竟像他这种精通打理药园 每月还能按时上交药材的弟子 他上哪都找不到 经过这一年多的时间 沈落靠着葫芦里面的灵液 终于将修为堆到练起八层了 到了练起八层后 他准备开始打住鸡丹的打 算盘了 他手中就只有一颗住鸡丹 而一颗住鸡丹根本就不够他用 要是买住鸡丹的话 市场上最低要五百灵石太贵了 倒不如自己练丹来得实在一点 要知道 之前在黑穹门的时候 他就自己练制过丹药 所以他决定 要自己练制能够住鸡的丹药 盗藏店是太清门存放一些神通法术 丹药法器等练制配方的地方 可以说是整个门中最重要的一个地方 这里不但有许多静置保护 大殿的深处 甚至还有一名金丹七的师祖 在此殿内坐镇着 沈洛站在盗藏店外 打量了一下这个大殿外面的建筑风格后 就直进走了过去 站住 你是何人 来此地有何事 一名虎背熊腰的男子跳了出来 挡在他的面前道 在下沈洛 是来 我才不管你是谁 可有令牌否 有就拿来 没有就滚蛋 那人打断沈洛的解释道 沈洛听了此人的话语 也不生气 而是神色滋弱地 从储物袋中摸出一块玉牌 摆放在他的面前 男子看到沈洛拿出的玉牌 有点惊讶道 原来你是于师叔的人啊 是的 正是于师叔派我来的 沈洛老师交代道 哦 原来如此 不知于师叔让你来干什么啊 男子有点好奇道 在下是替于师叔 来寻找一个单方的 本来他想打单方主意的时候 最先想到的 就是那个老者 他心想这老头中那么多药草 肯定对恋单方面 或多或少有一些研究 想到这里 他便去找了这老者 结果让他始料未及的是 这老头一听到他要单方 就立马把头摇得跟波浪鼓似的 说什么也不肯给他 按照他的说法 他手中丹药 都是他改良过的 不可能轻易给人的 不仅如此 那老者还明言 想要单方自己去盗藏店找去 无奈之下 他只能来这里寻找单方 像盗藏店这个地方 只能允许助基7的弟子进入 而助基7以下的弟子 想要进去的话 必须要一种特制的玉牌才行 之所以有这种规定 那是因为太清门的高层规定 想要练单练器或者修炼高级法术 必须要先达到助基7才行 单方啊 那你跟我来吧 男子说吧 就带着沈洛朝着大殿里走去 片刻后 男子带着他来到大殿中央的 一座圆形法镇上 使用一次传送法镇 需要交付一块零食 男子微微一笑道 听了对方的话语 沈洛看着脚下的法镇 心中不禁惊叹道 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传送镇啊 只是没想到 在门中使用传送法镇 还要交付零食 他从储物袋中拿出一块零食递给那人 然后站在了传送法镇上 那人收了零食后 立即开始掐着法绝 然后打出一道灵光 落在他脚下的传送法镇上 紧接着 法镇上面刻画的符文 就开始不断地闪出光滑来 随着光滑的闪动 沈洛的眼前就泛出一道白光 接着就是一阵天旋地转 周边的景物开始变得模糊起来 片刻之后 一道光滑闪过 他人就来到一个陌生的大厅之内 脚下也有着和之前一样的相同法镇 次日 他打量着这个空旷的大厅 发现自己现在身处的这个大厅 非常奇特 四周的青岩壁上 都镶嵌着蛋白色的水晶 在那水晶的映照之下 使得地面上出现了一层薄薄的白纱 如果有人抬头看的话 就会发现 这个大厅的屋顶上 也同样有着许多倒挂着白色乳柱 这些白色的乳柱 密密麻麻的到处都是 看样子 这大厅多半是建在山腹之中 大厅的一角 有着一条长长的通道 沈落见着大厅内空无一人 只是打量了几眼后 便就朝着通道内部走去 这条通道倒也不长 走了十几步后 一拐弯 就有一处稍大些的屋子 出现在通道进口处 屋内除了有一张长长的桌子 还有一位身材矮小瘦弱老者 站在桌旁 乐呵呵地看着他 沈落见到这人还未说话 那老者就喜笑颜开地 抢先开了口 这位小友 看你脸孔生得很 是第一次来这里吧 面对出现在他面前的老者 沈落出道这里时 就用灵眼术看了一下他 赫然发现那老者 竟然也是一名助基期修仙者 面对助基期的修仙 他怎么敢怠慢 于是急忙失礼道 晚辈见过师伯 弟子确实是第一次来此 哦 原来这样啊 不知你来此事有何事 老者道 启禀师伯 弟子是想找一些 和丹药有关的配方书籍一关 研究下练丹之道 沈落说明自己的来意道 嗯 你一个练习期的小家伙 就想练丹 未免有点太早了 老者惊疑了一声后 就指着后面的楼梯道 你要的链丹配方就在那里 顺着这个楼梯走上去就行了 沈落大喜 道谢一番后 就连忙快步走到楼梯附近 正当他准备动身上去时 这老者忽然开口道 小友若是想要在二楼观看藏书 一个时辰要收费五块低接零时 且只准看不准 将原件带离此处 若是想复制书中内容 则还另需缴纳复制费用 每份十块零时 老者的话语 让沈落的身形一致 这收费也太高了 不要说十块低接零时的复制费用 就是一时辰五零时的浏览费用 也会让许多囊中羞涩的弟子 望而止步 要知道 一名低接弟子一年下来 通过各种工作 也只能挣到百来十块零时而已 再算上日常的各种修炼消耗和开销 那实际能攒下来的零时 也只是寥寥数十块而已 无奈的他交付了五块零时 然后快步地从楼梯上走了上去 从楼梯走上二楼的沈落 稍微扫了一眼面前的事物后 就开始从那些书架上寻找起来 当他把一个书架上面的书籍 都粗略地看完一番后 脸色瞬间变得黑了下来 没想到这个书架上面的书 竟然无疑是记载炼丹之书 上面的 要么是治病救人的秘书 要么是奇难杂症的偏方 要么就是一些凡间的武学秘籍之类的 而那些所谓的凡人武学秘籍 对身为修仙者的审落来说 根本没有什么用处 正当他准备去翻阅 另外一个书架上面的书籍时 楼下的老者忽然喊了那么一声 狮子一个时辰过去了 要想再看的话就得加零食 沈落文言顾不得和他搭话 从身上又拿出了几块零食 从楼梯上向下抛去 楼下的老者见沈落来到楼梯口 就要将他手中零食抛下 一把结果抛过来的零食 笑嘻嘻地说道 好了 狮子可以继续看了 老夫我就不打搅你了 沈落点了点头 转身就直奔第二个书架 开始翻找起来 一顿翻找之下 还真的让他找到了一些 关于炼丹方面的信息 其中最让他注意的是 上面的助言丹 助言丹是一种新手入门 可炼制的丹药 其功效可是服用者 青春永驻容貌定言 新人入门可炼制的丹药吗 沈落看着字面上的信息 喃喃自语道 炼丹方面的的话 他只炼制过真气丹 至于这个助言丹 看起来好像也不错 沈落有点想炼制此丹的念头 毕竟谁也不想 变成一个容貌枯竭 满头白发苍苍 持入暮年 一副衰老的相貌 况且 助言丹这种东西 在修仙界中 还特别受女子的追评 基本是上功不应求 自己要是炼制 能将此丹练好 还能拿去方式上换点零食 一番权衡利弊之下 他决定先拿此丹练练手 等自己炼丹技术成熟了 再来炼制助击丹吧 他拿着这份预剪 从二楼楼梯上走了下去 老者见沈落走了下来 立即笑颜盛开地问道 失职 可是找到了自己需要的东西吗 是的 晚辈想要将这预剪上面的东西 都复制下来 沈落将手中预剪 摆放在老者的桌前道 失职 复制预剪要十块零食 老者扫了一眼那预剪后 淡淡地说道 见对方要他交付零食 沈落很是干净利落地 掏出十块零食 摆放在桌面上 而老者在看到桌上的零食后 会心一笑 拿出一份空白的预剪 接着打出几道法诀 就将信息复制了上去 复制完成了 给 老者把复制好的预剪 递给他道 多谢师伯 沈落接过预剪 将其收入储物带中后 客气地说道 说完此话 他就转身离去了 走出了盗藏殿 离开了盗藏殿的他 直接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开始参悟起这份单方来 天火殿是太清门中 专门用来炼制丹药 或者炼气的地方 其地底下 可有地火可供人炼制丹药或炼气 早在修仙者使用地火炼丹之前 他们都是用先天真火来炼丹 先天真火是住击漆修饰 才可具有的一种道家钢火 所以 在用地火炼制之前 基本上会炼制丹药法器的 都是以住击漆修饰居多 直到后来才有人发现 这地脉中的地火 也能用来炼丹 而且淬炼出的丹药 比用真火炼制出来的丹药 精纯多了 也正是因为地火的出现 让那些还未住击 没有具备先天真火的修饰 也能炼制丹药和法器 沈落来到天火殿里 顺着殿中 向地底下蔓延的通道 走了进去 当他走到通道尽头的时候 面前就出现两条道路 这两条通道的上面 分别写了一个丹荷器字 看样子 这两条通道 多半一个是炼丹的 一个是炼器的 次日 沈落想都没想 就朝着 上面刻着丹字的通道 走了进去 走了没几步 就遇到一个巨大的石门 挡在他的面前 这石门上 不断地有流光在闪动着 一看就知道 上面被设下了禁制法阵 而石门的旁边有一壮汉 趴在一旁的桌子上 正打着瞌睡 沈落走上前去 拍了拍他的肩膀 壮汉 受到沈落这一举动 猛地一惊 站了起来 嘴中高喊道 谁 谁 谁 见壮汉这一副样子 沈落看了 不免有点发笑 而那壮汉 扎唬一下后 就瞧见了面前的沈落 也没看清他的修为 只是连忙道 弟子不是有意偷懒睡觉的 还请师伯勿怪 沈落对此置之不闻 看样子 对方一时差错 误把自己当成 火力较为稳定 且温和的地火室 在来此之前 沈落就已经向那老者口中 了解到了 关于地火的大致情况 知道这里 是按照房间 来安排人使用的 师伯想要一间地火 这个好办 只是需要交一下 石块零石的手续费用 壮汉神色恭敬地说道 这个没问题 这是规定 该交的时候就要交 沈落拿出石块 低接零石道 好的 我这就为师伯安排一下 壮汉收了零石后 立马就带着沈落 走到了巨大石门的面前 看着面前的封闭的石门 壮汉立即掐出一道手绝 口中念念有词 接着他打出一道灵光 落在石门上 急 壮汉一声道后 面前的石门 不受到任何力道下 竟自行打开了 露出了门后 一条火红色的通道 师伯 过了这个通道 就是地火的房间了 壮汉说完 就领在前面走着 他带着沈落穿过通道 来到一处空旷的大厅里 大厅的周边 有许多大小样的 银白色大门 分布均匀着 沈落寻视一圈 这个大厅后 就见一旁的壮汉 摸出一白色的玉牌 往门上一贴 白色石门就自动打开了 接着壮汉带着沈落 走进了石屋 这屋子面积一般 只有七八丈大小 四面墙壁上 不知是用的什么石料 看起来很是美观 屋子的中间 摆放着一个巨大的丹炉 丹炉的下方 有一个小洞 想必那小洞 就是引动地火的地方 除此之外 屋子的角落 还有一口灵泉 师伯 这个就是地火口 炼丹时所需要的地火 就是从这个地方喷出来的 另外调节火焰大小 和高度的驱使之法 就刻在那个墙壁上了 壮汉先指了一下 丹炉下面的小口 然后又指了一下 墙壁上的东西解释道 他说完此话 又拿出一块玉石做的令牌 对着沈落道 对了 这玉牌 还请师叔自行收好 屋门只要已经关闭后 就会和外界断绝一切联系 所以 师伯炼丹的时候 可以尽管放心 绝不会有人打扰的 沈落听了此言 心中暗息 如此彻底封闭的环境 倒是可以让他专心地炼丹 壮汉把玉牌交给沈落后 又给他一个张传音符后 就不言语了 很是识趣的 就告辞离去 目送壮汉出了屋子 沈落就立即驱动玉牌 将石门给封闭了起来 接着 他便来到刻着控制地火的墙壁上 仔细观看了起来 当他把这控制地火的方法 都铭记下来后 便来到丹炉的一旁 立即掐着手绝 打出一道道灵光 落在丹炉下方的地火口上 随着他最后一道法觉地打出 丹炉下方的地火口 突然冒出一道 手指粗细的紫色火苗 紫色的小火苗一出现 顿时使得屋子里温度 瞬间上升 变得炎热起来 让沈落很是吃惊 原来这就是地火啊 随后他又开始 按照控制地火的方法 将紫色火焰的大小喷射高度 都熟悉了一下 当他将一切都融会贯通 熟悉于新的时候 这才停止操纵 将地火给熄灭 他拿出一颗恢复法力的丹药 和壁骨丹吞了下去 众所周知 炼丹是很消耗时间的 需要长时间不吃不喝 目前的他还未助击 不能壁骨 只能依靠壁骨丹 吞下了壁骨丹和 恢复法力的丹药 他没有立即开始炼丹 而是静坐了一会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的时间 感觉时候差不多了 沈落睁开了双眼 准备开始炼丹了 衣袖一甩 便将炼制助炼丹的材料 摆放在地上 这些材料 他都是从药园的主人 于师书手上买来的 想着 若是这助炼丹炼制出的成品较多 丹药质量较好的话 还可以拿到方式上 换取一些零食 于是 掏来一桶清凉 带着灵气的水 倒入丹炉里面 他没有像黑穹门那样 选择用火系炼丹 而是用水系炼丹 这水系炼丹的最大好处 就是不用像火系炼丹那样 对火候的要求 把握很大很严格 水系的只需要让火候 平稳就行了 沈落在知道了 水系炼丹的好处 当即抛弃了火系炼丹 选择了水系炼丹 将灵水倒入丹炉后 便开始掐着法掘 引动着地火 带到丹炉内的水 开始变得沸腾起来 他就开始将身边一部分 炼制助炎丹的材料 缓缓放入其中 然后就将丹炉给盖了上去 之后便是催动着地火 开始加温了 此后便是持续不间断地烧制 沈落站在丹炉的一旁 时不时用神识观察着炉内的情况 每隔一段时间 便往炉内投一份灵材 或加一点灵水 几个时辰后 当他把最后一份材料加进去 又烧了一会儿后 他便开始用灵力 操纵着炉子中的水液 顺着一个方向 开始旋转起来 于师叔告知过他 这个过程一定要缓而稳 水液旋转的度要保持匀 控水是水炼炼丹术 相当于火炼炼丹术控火 同等重要的一个环节 什么时候急 什么时候缓 都有明确要求 丹炉中的水液 在不断地循环之下 水液开始慢慢变为乳白色 沈落见状差不多了 下一步就是开始凝丹了 乳白色的水液 陡然加快了旋转度 在沈落灵力的控制下 那些水液渐渐地压缩成一团 极为浓郁的灵液 等那团灵液 被压缩成小小一团后 沈落快速地打出一道 法掘落在地火口上 使劲忽然惊 火焰扑 得一下窜起来 将整个丹炉团团包裹其中 次日地火又是灼烧了一会 沈落用神石 查看一下丹炉的情况 觉得时候差不多了 可以开始凝丹了 他用灵力 将这丹炉中的灵液 不断地挤缩 就在快要压缩成形的时候 灵液突然间四散开来 凝丹失败了 一股焦糊味 很快便传了出来 对于此举 沈落一点也不失望 修仙者的炼丹法 他还是第一次用 失败了也在意料之中 毕竟第一次炼丹 他就没想过会成功 于是他将地火先行关闭了 待到丹炉冷却下来后 又将丹炉里面的东西 清理了一下 一刻钟后 沈落再次将一份 注烟丹的材料 放至丹炉中 结果第二次的结果 还是和之前一样 又是一股焦糊味传出来 水液犹如那煮烂了的米粥般 变成一锅糊糊 往后的几次炼丹也是如此 沈落揉一揉自己的眉心 长时间御用灵力控水 让他变得十分疲惫 他已炼了不下十次 一直卡在凝丹这一环节上 他没想到 这水炼和火炼一样 竟然也都这么难 本来他是想不用水炼 改用和之前 在黑熊门炼丹的时的那样 直接用火炼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键 火炼的话 又得重头开始 他没有那么多的材料 回想着这些沈落沉思了一下 总结了一下 先前失败的经验 便再次开炉 很快又到了凝丹环节 沈落全神贯注 随着猛涨的火焰 发觉行云流水般 一道道打出 乳白色的灵液 越缩越小 直到巨成一颗弹珠般大小时 猛地往中心一聚 一颗丹丸赫然成形 沈落面露喜色 却不敢有一点放松 他的神石穿过炉顶 只见那颗已成形的注颜丹 在他的灵力操纵下 正不断地转动着 这个过程 大概持续了一个时辰 整个炉内雾气弥漫 便大了半圈的注颜丹 在雾气中轻轻起伏 见此沈落不禁有点紧张起来 下面便是最关键的一步 开单的环节了 开单决定了丹药的数量和大小 水炼本就比火炼的材料多一些 再加上配置的灵水 以及最后的吸灵环节 开得好 一份灵材 即可能开出树颗丹来 他一袖一甩 将炉顶上面的顶盖掀开 就在这时 丹炉四周灵力 像是受到了什么吸力一样 蜂拥而至 连绵不断地会入镜 去 沈落见状也开始不断地 将自己的灵力打进去 丹药受到灵气的注入 使得他的体积又变大了一些 忽然那旋转的丹药 像是吸饱了灵气一样 骤然间停顿了一下 片刻之后 便开始疯狂地旋转起来 形成了一一团团幻影 沈落目不转睛地紧盯着 然后很是惊讶地看着 三颗 竟然有三颗注颜丹 就是不知道这个丹药的品质怎么样 他手一抓 三颗注颜丹 就全部落在了他的手上 看着落在手中的丹药 发现这丹药 只能说算是勉强而已 三枚低接丹药 丹药的品质划分 主要看练制好的丹药里 杂质含量 杂质越少 丹药的质量就越高 就像沈落手中的 这三颗注颜丹一样 虽然是低接丹药 里面还蕴含着些许杂质 但也还是可以吞服的 不管是低接也好 还是中上阶丹药也好 里面都还有一些杂质 这些玩意吃下去 虽然不会致人死亡 但是会滞留于人的体内 影响修饰身体各个部位的机能 如此长期吞服丹药 会容易造成静脉闭塞 所谓是要三分毒 所以丹药这种东西 很少有修饰会经常服用 除非你服用的丹药里 没有任何杂质 而像这种没有蕴含杂质的丹药 又叫极品丹药 它的炼制要求很是严格 寻常的丹师 是不可能把它给炼制出来的 这种丹药 恐怕也只有丹到大宗师级别的人 才能将它给炼制出来 故而 一些有能力的修饰 他们都会选择购买品质较高的丹药 品质越高 杂质就越少 毕竟吞服丹药 是为了增强修为 若是因为丹药 反而影响了自身的修炼速度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一般来讲 只有三成以上药力的丹药 才能被称为真正的灵丹 也就是下阶丹药 丹药的药力 又分为三 七 九 十分别对应低阶 中阶 上阶和极品 而目前极品丹药 已是人界已知最高级别的丹药了 在极品丹药之上 还有仙阶丹药的存在 像仙阶丹药这种 一般只会诞生于灵界或仙阶之中 成丹时会产生丹蚊 且丹蚊越多其丹药的药力就越强 仙阶之前的丹药 只是能保证丹药中不蕴含杂质而已 其药力也就重归重矩 真正能发挥丹药 药效的还得看仙阶丹药 至于仙阶丹药有什么划分 就不得而知了 人界炼丹师 所炼制出来丹药的药力 能够达到三成药效 不过才是出亏门禁 这种丹师不出奇 任何一个丹师都能够做到 达到七成便是融会贯通 能练此种品质的丹师 属于丹药的中坚力量 而一旦达到了九成炉火纯青的药效 那就比较少见了 会立刻被各大家族门派 奉为做上兵 神洛看着手中的丹药 觉得这低阶丹药吞服下去 也没什么用 药效太差了 怎么说也得中阶丹药啊 这低价丹药它 没有立即吞服下去 只是打量了一会儿 就将丹药放置到它那神秘的葫芦里 现在 它没有什么多余的来容器存放着丹药 能用这葫芦来存放 将丹药放置好了以后 它又开始着手 继续炼制助岩丹了 它手上现在就剩下几分 炼制助岩丹的材料了 至于后面能不能炼制出中阶丹药 只能说是听天由命了 很快 一段时间过去了 神洛很是疲惫地坐在蒲团之上 它没想到 自己的运气竟然这么差 自从先前开出三粒低阶助岩丹后 后面几次炼丹全都失败了 都说熟能生巧 炼制多了就能找到技巧了 可它十几分材料下去 就成功了那么一次 而且炼制出来的还是低阶丹药 难道自己只能吞服这低阶丹药了吗 沈洛很少闹 不甘心 无奈的他只能拿出葫芦 准备将这低阶丹药吞服下去 麻雀虽小也是肉啊 虽然品质低了一点 但是又不是不能吃 刚打开葫芦的瓶塞瞬间 就闻到一缕缕丹药的飘香 从中散发出来 次日不多久 很快整个屋内都充斥着这浓郁的药力 让人闻了不惊心旷神医 闻着这葫芦里散发出来的药香 沈洛睁大了双眼 一脸不可思议地看着手中的葫芦 难道是 他转念想到什么 很是迫不及待地将葫芦中的丹药 倒入在掌中 望着手中的丹药 沈洛极为惊恶地高呼一声道 我的天哪 我没看错吧 这 这竟然是无暇灵丹 极品丹药 沈洛直接傻眼了 他万万没想到这葫芦 竟然还有提炼丹药去除杂质的功效 他一直以为这葫芦 只能让普通的水产生灵气 和让带有灵气的水变得更加浓郁 除此之外并无什么特别之处 直到今天他才知晓 这个葫芦 还有能提升丹药的品质的功效 要知道 这可是极品丹药啊 里面没有蕴含任何杂质 无论吃多少 都不会对修饰身体产生伤害 葫芦的这个逆天功效出现 意味着从此刻开始 他可以将丹药荡成糖吃 并且还不用担心 丹药服用多了的害处 想到这里 转瞬间他也想明白了 难怪当初那人 会让自己随意地 挑选一件上瓶法器 原来那人在尝试这葫芦中灵液的时候 就发现了 这灵液中居然没有含有任何杂质 所以他才会不惜亏本 也要和沈洛做这笔交易 沈洛目不转睛地 看着手中三枚助盐丹 这三颗随便拿一颗出去 都能让他赚得金盆饱满 虽然是这样想 但是他是不会拿出去试人的 不是他舍不得丹药 而是他懂得才不外露 更何况还是一枚极品丹药 极品丹药这种东西 是很少出现在方式和市场里面 若是他把这丹药拿出去 饱不齐会被人给盯上 要是叫人发现这葫芦的秘密 那可就完了 葫芦可是他最大的医障 看着手中三枚助盐丹 既然葫芦有这个神奇功效 就是不知道对废丹有没有效果 他突发奇想地想到 算了 想那么多干嘛 还是先将此丹吞服了再说吧 沈落摇了摇头 自言自语道 他拿起其中一枚助盐丹 放入口中将其吞了下去 这丹药入口即化 药力瞬间被激发了出来 只是片刻功夫 沈落就感觉到自己的脸上 有一股暖流在四处流动 这股暖流 只是出现几个呼吸就消失了 但那暖流消失 沈落不由之主地 摸了下自己的脸 看样左的容貌 现在应该就定在这一刻了 如今助盐已成 继续待在这里 已经没有必要了 沈落生了离去之意 他将剩下两颗助盐丹 以及手中葫芦 一起放入储物袋里 之后又把壮汉先前 给他的白玉令牌拿了出来 催动的玉牌 打开石门走了出去 当他来到之前 那个有流光闪动的石门那里 掏出一张传音符打出去 没过多久 石门就被打开了 壮汉看着 从石门走出的沈落 立即行礼一拜 师伯好 沈落见词点了点头 微微一笑 看样子 对方还没发现他的真实修为 其实则不然 和练器的基本上都是筑基器的修士 极少有练器器的弟子 跑来这里练制东西 所以壮汉认错了 也属实正常 走出天火店的沈落 发现此时天才刚蒙蒙亮 迎着日出的余晖 他回到了于师叔所在的药园 他刚进入园内 就看到了于师叔的身影 此刻的于师叔正在挥舞着 手中锄头打理着田地 见到于师叔的在忙活 他正准备向他打声招呼 就听到于师叔的一句 声音传来到怎么样 小子 你练出几颗丹药了 百草原除了他自己外 就只有剩下沈落能进进出出了 面对于师叔的询问 他立即摆出一副 黑脸忧郁的样子道 非常糟糕 一枚注颜丹都没练制出来 呵呵 老夫早就说了 你没这个天赋 让你不要去练丹 你还不听 现在知道碰壁了吧 于师叔细血般的声音传来道 说完此话 他顿了一下 随即又继续道 不过这样也好 以后你就老老实实地待在这里 帮我招聊药员吧 临时方面 老夫是不会亏待你的 沈落闻言表面上没有什么 但是心中却是冷笑一声 看样子 对方是吃定他 想要将他留在这里 帮他打理药员了 可惜于师叔做梦都不会想到 沈落不仅仅将注颜丹炼制出来了 而且还用葫芦的神秘功效 将丹药品接 给提升到极品灵丹了 心中冷笑一声后 看向于师叔 他表现出很是恭维样子的道 多谢 师叔 就这样 沈落继续留在了百草园里 帮于师叔打理着药草 这段时间里 他还抽空去了下废丹房 拿来了几个废丹 把他们都装进了葫芦里 他想要试试看 葫芦能不能对废丹有效果 如果有效果的话 他就会立马辞去药源的任务 去接受看守废丹房任务 要知道 废丹房可是有源源不断的废丹 若是葫芦对废丹也有效果的话 那他就可以靠着废丹发家致富了 当他满怀心息 把废丹装进葫芦里 等待一段时间后 发现这葫芦对废丹没有任何效果 至于为什么没有效果 他也不知道 这让很是期待 靠废丹发家致富的审落 瞬间受到了重大打击 期待越高 失望越大 真是人生无常 大长包小长 因为这件事的发生 让他在往后的一段时间里 一直都是闷闷不乐 殊不知 就在他失落的这段时间里 太清门的高层正在商量着 一件关乎于门派未来的大事 太虚殿是太清门中高层 商量门中大事的地方 此时的风掌门 站在一处大殿之上 看着面前一位鹤发童年 两发并白的老者 很是严肃的正色道 师叔 这不妥吧 他们都还是孩子 是我太清门的未来啊 封眼 不过是一些低阶弟子罢了 不要舍不得 老者心平气和地淡淡说道 丝毫不在乎 这些弟子的死活 风掌门见此 刚想要开口反驳的时候 一位女子的声音突然响起道 封眼 你太虚师叔说的没错 不过死的是一些低阶弟子罢了 没有了我们 还可以再招 次日 大殿中 两人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声响 循着声音的方向望去 只见一位一袭道姑打扮 手持浮沉的轻衣女子 缓缓步入大殿之中 来者正是太清门 另外一名原音七老祖 玲珑真人 师妹你不去教导我那师侄 怎么跑这里来了 太虚真人的目光 落在玲珑真人的身上道 哼 师兄说的是哪里话 如此大事我岂能不来参与 玲珑真人微微一笑 来到风掌门的一旁道 而风掌门看到 来到自己身旁的玲珑真人 立即 躬身行礼一拜道 弟子风眼 见过玲珑诗书 师侄不必多礼 玲珑真人浮沉一挥 将躬身的风掌门身子 站立起来后 就朝着太虚真人 一旁的桌椅上走去 风掌门顿了一下 看向面前两人 继续先前的话题 两位诗书此事万万不可呀 那些弟子 可是我太清门以后的根基呀 再说了 往年不都是 选用那些资质较差的弟子吗 为何这次要用那些 资质较好的弟子呢 风掌门很是不解的样子道 若是放在往年 确实是可以 但是现在是不行了 太虚真人摇了摇头道 师叔这是为何 风掌门追问道 如今魔道复苏 山雨欲来 道魔之间随时都会开战 禁地之行保不齐 会有魔道修饰混入 若是让他们 他们获得了那些材料 炼制出降臣丹来 那么魔道一方 就会多出大批金丹七修饰 这对我们很不利 你要知道 道魔之战 金丹和铸银才是 主要的力量 若非不必要的原因 我们这些原因七 是不会轻易出手的 太虚真人不紧不慢地解释道 师叔一言 弟子明白了 师叔是怕我们 派去的弟子太过弱小 根本无法抗衡那些魔道修饰吧 风掌门若有所思的道 师之明白就好 此事刻不容缓 就由于你去操办吧 另外 为了安抚人心 我们下弟子也会去的 玲珑真人很是坚决地说道 不多久 太虚门中就有人传言 门中很快就要举行一次宗门大比 每次大比的结束 都暗示着禁地之行要开启了 禁地何为禁地 能够被修仙者给列为禁地的地方 当然是处处都充满危险的 这种地方要么是环境 普遍都是那种非常恶劣之地 要么就是一些妖兽出没的地方 要么就是存在着一些上古禁法 必须要费力破解才能进入的地方 而太清门等赵国的修仙门派 历年来能够帮助修士 突破结丹瓶颈的降臣丹 其主要材料就是除没于 这最后一种禁地之中 那是一个被古老禁制 所封印的地方 那里的禁制非常的厉害 必须要靠庶明金丹七修士的力量 才能勉强暂时打开一条通道 可以让一定数量的人进入其中 当时这通道出现的时候 让那些试图进入这里面的修仙者 都遇到一个让他们头疼的事 那就是 住击以后的修仙者根本无法进入 反观那些炼气器的修仙者 他们可以不受任何阻挡 安然无恙地进去 并且还能带出了不少灵药 这个发现 立即轰动了整个赵国的修仙者 于是那些修仙宗门之人 每隔几年时间 就派一批住击七以下的弟子 进入秘境里面去收集灵药 当然 炼制降臣丹的主要材料 更是重中之重 一开始 各大仙门的弟子 还能心平气和地共处 有的还能组队联手 一起猎杀妖兽 采取灵药 可是后来随着灵药不断地被采摘 使得那些妖兽的领地 不断地被冒犯 终于那些妖兽开始 对修仙者发动了攻击 但如果只是因为妖兽的反扑 才被称为禁地的话 那可就错了 妖兽只是一方面的原因 剩下的则是因为 各大仙门之间的争斗 因为妖兽反扑 导致灵药采集变得艰难 使得那些人当中 生出一种歹意 既然妖兽领地中的灵药不好拿 那为何不去抢别人呢 因为这个念头的出现 使得禁地之行发生了人命 而也正是因为这件事的出现 让那些仙门的人为了灵药 开始不断地大打出手 甚至 还有人打起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出狗的旗号 鼓励让那些练习期的弟子们 去抢夺他人的灵药 如此一来 让这秘境成为了一个名副 歧视禁地 凡是进入这里的人 不仅要防备妖兽的袭击 还要提防其他宗修士 前来抢夺手中灵药 这些年来 随着秘境的不断开启 灵药再逐渐地减少 而且 秘境内的争强 也一次比一次激烈 一次比一次血腥了 到了近百年 由于厮杀得太惨烈了 能从禁地内活着出来的弟子 还不足原先的三分之一 让各门派低接弟子中的精锐 都损失了不少 更有不少弟子 开始把秘境之行 称之为禁地 因此 那些弟子们 为了能够活命 开始纷纷找借口躲避不去 毕竟修仙是为了长生 没人愿意去送死 至于强行硬派 那当然 不行了 因为若不是真心 进入禁地巡耀的弟子 那他肯定会敷衍了事 十有八九 会找个地方一躲 等时间一到 再安然走出来 这样事情并非没有出现过 毕竟人家 原来就不愿去 是你硬把人派进去 冒此其险的 秘境之行的惨烈 使得那些弟子们 都不愿意去 无奈之下那些门派 便开始用别的办法 让那些弟子们进去冒险 像太清门就是这样的 从几十年前开始 门内就开始 找那些资质较差 且急需要零食 或者住鸡丹的弟子 让他们报名参加 并且还许弱 只要报名参加的弟子 将灵药带出 就可获得两块中阶零食 和一枚助鸡丹 外加一瓶 能增进助鸡七法力的 巨灵丹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面对如此高的重赏 果然让太清门 一度出现了 汹涌报名的场景 对于太清门此举 各大仙门 也开始纷纷效仿 很快秘境之行的残酷 就让那些为了赏金 报名参加的弟子们 都清醒地认知到了 这个重赏 并非那么好拿的 次日先前 没用重赏刺激的时候 能在秘境争夺中 生存下来的人 还有三分之一 但重赏之后 能走出秘境的 竟连四分之一都不足了 并且活着的弟子中 能够带出灵药的人 更是少之又少 大部分人 除了一身重伤外 根本就是毫无所获 更不要说 换取那些奖励了 太清门这次的 低阶弟子 大比和以往不一样 之前不过都是 新入门弟子之间的比斗 这次却是新老弟子 一起参加 对于为何要举行 这样的比斗 门中各弟子说法不一 至于大比的真正意图 恐怕也只有高层才知晓吧 沈洛在得知 大比即将要开始的时候 很是意外 他没想到 这次比斗居然那么快 在太清门待了这么久 他知道 一些关于门中的情况 那就是 大比一般都是 新弟子入门三年后 才会开始 而现在新弟子入门 才不过一年多时间 就这么着急 匆匆忙忙地进行比斗 且还是新老弟子一起比斗 真不知道宗门是怎么想的 除此之外 这次的比斗要求 还很是严格 只有修为达到 炼器九层或者十层的弟子 才有资格报名参加 本来对于这次的比斗 沈洛本是毫无参加的想法 一方面 是他修为还没达到要求 另外一方面 则是他想安一点 想靠着打理药员攒零食 来购买猪鸡丹 毕竟先前炼制猪鸡丹时 那些十几分材料 就花了他不少零食 现在他手上的零食 还不够去买猪鸡丹 他也想过 用葫芦随便提炼一个丹药 然后拿出去卖 但是这个想法很不彻底 很危险 很快就被他否决了 正当他沉醉于打理药员的时候 于师叔告诉他 这次大笔门中 多出50个名额 只要在150名之内 就能获得一枚助鸡丹外加 一块中间零食 听到此消息的沈洛两眼放光 助鸡丹这个东西 可是他最为需要的 对于这次大笔他有点心动了 虽然葫芦能将丹药提炼 但是他不能敢保证 一颗极品助鸡丹 就能让他助鸡 所以他需要多点助鸡丹才行 现在距离大笔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他要在这一个月内 将修为提升到炼气九层 不过靠他自己慢慢修炼的话 是不太实际 如果能给他几个月的时间 靠着葫芦灵液 能够稳打稳地突破到炼气九层 可惜他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只有一个月的时间留给他 为此他准备借助丹药的力量来冲击 凭借着葫芦中的灵液 和丹药的药力 他有把握 能在短时间之内 突破到炼气九层 想到这里 他便找到了于师叔 提出了想要闭关一个月 进行修炼的要求 于师叔听到此话的时候 当即吹胡子瞪眼 看着他 很是不满 他认为 沈落真是想一出是一出 先前炼丹的时候就是这样 现在居然还突发奇想的 想跑去参加大笔 当即就反驳了他 并且让他打消这个念头 留在这里好好做事 才是正宝 他觉得 沈落不可能 能在一个月内 就突破到炼气九层 况且 就算是突破了 又能怎么样 参加比斗的那么多人 他也不一定能够 进入前150名 总之 他就是非常不看好沈落 所以才想要让他 打消参加比斗念头 想要让他留在这里 好好地打理要员 后来在沈落的一番 距离力争下 于师叔这才勉强同意 让他闭关修炼一个月 在他离去前 于师叔还给了他一瓶黄龙丹 并且还名言道 小子 看在你一直兢兢业业 帮我打理要员的份上 师叔我大发慈悲 给你一瓶丹药 希望你能突破到炼器九层 不过 老夫我丑话先说在前头 你要是没有突破 就老老实实地 给我待在这里打理要员 于师叔说完此话后 衣袖一甩 就头也不回地离去了 只留下沈落棱在原地 不知所措 直到看不见于师叔的身影 他这才低头 看向手中的这瓶丹药 黄龙丹是一种 能增进炼器七修式法力的丹药 其药力远远大于 他以前服用过的聚气散 光是这一瓶黄龙丹放芳势力 就能卖不少零食 现在就这么给他了 他没想到这于师叔 倒还是个刀子嘴斗抚心之人呢 沈落将丹药收入储物袋中后 就离开了药园 回到了泰玄山 来到了他很久没有住过的洞府 起初他是想待在药园 自己住的那间茅草屋里修炼的 但是考虑到这里 还住着一位住击妻的于师叔 很是谨慎的他觉得 还是避开这里好 万一叫人发现 葫芦能提炼丹药杂志的秘密 那可就糟了 虽然于师叔一般不会这样 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防人之心不可无 来到自己久违的洞府沈落 一走进去就将房间大门封闭起来 然后开启了里面的禁止 这才满意地拿出葫芦和丹药 开始提炼起来 带到丹药被葫芦神秘的功效 提升到极品灵丹后 他便开始吞服丹药修炼起来 距离泰玄山相距极里远的地方 有一处小型山庄 这个山庄是太清门某个弟子 很久以前建立的 这里平常都是处于封闭的情况 一般只有宗门快进行大笔的时候 这里才会开启 现在距离大笔就剩下七天的时间了 本该是封闭的小山庄 今天却是异常的热闹 这里突然涌现出一大批弟子来 他们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这里要举办一次互换会 所谓互换会 就是将一些自己不需要的东西 拿来和人交易 可能对你来说是没用的东西 但是对于别人来说 可是个好东西 每当互换会开始的时候 这里都会聚其大量的弟子 来进行换保交易 换保楼是这个庄园里面 最大的一个阁楼 这里正是太清门的弟子们 进行换保交易的地方 此时阁楼的大厅里 已经人满为患 到处都是人影 他们一众聚在这里 等待着互换会的开始 人群当中一个很不显眼的地方 正有一名青年好奇地打量着 这个大厅里的布局 此人正是闭关修炼了一段时间的审落 他在闭关的这段时间里 靠着黄龙丹和葫芦中的灵液 终于将修为提升到了炼器九层 他本想出门 先去风掌门那里 把朱姬丹给先领了 结果刚出门 就听到别人说 护换会要开始了 次日对于护换会这个东西 他闻所未闻 见所未见 于是便找人问了一下 这才知道 原来这个护换会 是太清门弟子 用来互相换取宝物的地方 沈洛想着 既然是宝物 那说不定可能会有朱姬丹出现 于是就随着那人来到了这里 出到这里的时候 他就被震撼到了 他没想到 来这里 参加换宝会的弟子也太多了 且那些弟子的修为 大多都和差不多 他不相上下 站在这个大厅里面 等了一会儿功夫 就见一名白衣男子 走到大厅的高台上 此人一出现 就使得十分嘈杂的大厅 瞬间安静了下来 男子站在高台上 扫了下面一眼 对此很是满意地点了点头 在下彭志勇 是本次护换会的负责人 我们的换宝会 主要是通过宝物 或者临时护换 想要兑换宝物的人 可以上前来 介绍一下自己的东西 然后表示自己要换什么就行了 当然除此之外 也可以在下面进行交易 说完此话 男子就走了下来 那人刚走下去没多久 就有一名男子 抢先来到了高台之上 在下长风雨 此物乃是一株年份 达高两百年之久的 莲子花 说着 他就拿出一个株 有着七彩颜色的花 托在手中展示给所有人看 莲子花 是一种长在阴寒之地的一朵奇花 其莲芯有着七颗莲子 该莲子有着驱散阴毒功效 所以 阴毒是指 被阴气侵蚀入体 导致本源流逝的一种说法 寻常的阴气来说 对修饰不会造成任何伤害 但若是受到修炼鬼道功法人 阴气袭击的话 可就不一样 鬼道功法 同样也是属于魔道一类的法门 其施展出的法术 主要是靠阴气施展 和普通阴气不同事 他们所施展的阴气里 都含有煞气 不过鬼修这类的修饰 整个赵国 已经几百年都没有出现过了 也难怪那人会 将他拿出来 换取宝物 我需要换取一件中品攻击法器 那人手持着莲子花淡淡地道 这位师兄 我刚好有一件闲置的中品法器 不过是偏向于防御之类的 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交换 一位高兽的男子喊道 防御法器吗 长风于口中喃喃自语 念叨着 他沉思了一会 便答道 也行 那就换吧 很快 那高兽的男子便走了上去 拿出了一个圆形的盾牌 和他做了交换 两个人交换完了宝物 不约而同地走了下去 接着走上去的 是一位身材矮小 体态肥瘦的男子 他走上高台之后 拿出几张上街出击灵浮道 在下需要用手中的符录 换取一份带有金属性的材料 师兄是要金属性的材料吗 不知道我这个行不行 一位女子的声音突然响起到 他拿出一块巴掌大的铁块 放在玉手上 这是一块金金矿石 不知是否能用他来换取师兄的符录 这是自然 高台上的男子 看着女子拿出的铁块点点头道 男子获得了金属性材料后 就见一位青瘦的男子走了上去 他一拍储物袋 拿出一个笼子 摆放在高台上 此物一出 当即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当然也包括沈落在内 因为那笼子里面 正赫然趴着一只巴掌大小 一身雪白毛发 有着六只耳朵的小狐狸 此时 他正缩卷成一团 宛如一个毛球 只露出一双珍珠般大的眼睛 偷偷地打量着下面的众人 煞是可爱 青瘦男子 在拿出这个笼子后 不仅不慢地说道 六耳白狐 一级低阶妖兽 成年后可达四级 天生擅长迷惑法术 目前还没有认主 我不需要宝物 只要一百零十就行了 妖兽交易吗 倒是少见 沈落剑此心中想到 对于妖兽之间交易 他目前暂时还没有收养灵宠的想法 所以看看就好了 这个我要了 一位男子的话语 突然想起到 只见人群当中 走出一位手持御膳 相貌英俊 气度不凡的青衣男子 缓缓走入高台之上 柳青衣 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人群当中 有人认出了他 小声嘀咕道 什么柳青衣啊 这人谁啊 没听说过 站在那人一旁的人 听到他说 柳青衣这三个字 很是不解 什么 你竟然连柳青衣都不知道 之前小声嘀咕的人 听到旁边人问话 有点意外 不知道啊 你说说呗 那人很是干脆道 也罢 那我就告诉你吧 那人稍微靠近了点 生怕被人听见 小声地说道 这个柳青衣是太清门中 某个金丹七师祖的后人 此人在太清门 低接弟子口碑中极差 仗着自己有金丹七老祖的身份 为人嚣张跋扈 目中无人 尤其是对男女之间的事更重 这些年来门中 就有不少女弟子 都被这个人扎给祸害了 啊 这也太无法无天了吧 哎 谁让人家有个好身世呢 听着这两个人私底下议论 在他们附近的人 也都知道了这么个回事 柳青衣走上高台后 看都没看那人一眼 随手抛出一块中间灵石 就把那笼子给领走了 反观高台上那人 对柳青衣这种无理的举止 是敢怒不敢言 只能作罢 走下高台的柳青衣 见身旁的众人 都在小声地议论他 对此他毫不在乎 只是扫了那些人一眼后 就在他们的目光下 大摇大摆地离去了 因为此人的出现 使得交换会出现了一丝波澜 不过好在无伤大雅 护换会依旧如火如荼地举行着 在场之人拿出来的东西 要么珍贵 要么罕见 即使是最普通的灵草 也都是百年以上 沈洛在下面一直看着 他觉得 是时候该上去 去询问一下 看看有没有注鸡丹 可以交换一下 正当他准备走上高台的时候 就见一位练器九层的男子 快他一步 率先来到高台之上道 我这里有两件上瓶法器 想要换取一粒注鸡丹 次日 沈洛见状有点意外 没想到这人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都是为了注鸡丹而来 随着那人的话语落下 很快就有人道 一件大头会拿注鸡丹 换两件上瓶法器 再说了 注鸡丹这个东西 除了门派机与外 就只有去外面的方式里购买了 就是啊 你这不是明知顾问吗 大笔都没开始呢 哪里有多余的注鸡丹啊 就是说啊 注鸡丹又不是大白菜 说给就给 一时间人声鼎沸 下面直接炸锅了 那人见此情形在上面痴痴地看着 他没想到 自己不过是随意问一下 竟招惹出那么多人来 如果是这样的话也就算了 主要是他们说的话 还句句在意 且他还没话反驳 于是只能灰头灰脸地离去了 沈洛见此 也只好打消了上去的念头 毕竟已经有人帮他问过了 他若是再上去 岂不是遭人骂 他叹了一口气 摇了摇头 便走出了大厅 朝着封掌门所在的山峰走去 我记得你是叫沈洛吧 你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了 封掌门看着面前的沈洛打去道 启禀掌门 弟子前来这里 是为了向掌门 领取一枚注鸡丹 沈洛毕恭毕敬的道 哦 原来是注鸡丹啊 那如此说来 你现在 修为是达到炼气九层了 封掌门若有所思道 是的 掌门 沈洛点点头 注鸡丹我是可以给你 不过在你服用注鸡丹之前 我还是要先提醒你一下 以你现在修为注鸡后 其法力根基上是远远不如 那些修炼到炼气时层就注鸡人的 你明白吗 多谢掌门提醒 弟子明白 弟子只是想先领走注鸡丹而已 还并无注鸡的想法 沈洛诚恳地说道 嗯 你明白就好 去吧 封掌门衣袖一扶 甩出一道灵光落在 得跟前 见灵光飞来 沈洛一把将其抓在手中 然后对着封掌门 再次行礼一拜 多谢掌门赐丹 弟子先行告退了 说完 沈洛便缓缓地退去 走出了大殿 望着手中的玉萍 他脸上充满了笑容 一直惺惺念念的注鸡丹 如今是终于拿到手了 现在只要参加完大笔 就能再获得一枚注鸡丹 之后再去方式上 买一颗注鸡丹 一共三颗 他坚信三颗注鸡丹的话 应该够他注鸡了 他想到 收起了注鸡丹 沈洛就朝着 专门为低阶弟子 而设的传宫阁方向走去 毕竟大笔快要开始了 他觉得 有必要临时抱一下佛脚 看一下马师兄那边 有没有什么法术可以学 当沈洛来到了 专为低阶弟子 而设的传宫阁时 马师兄正好在那 给几名弟子 讲解低阶法术 他见到沈洛以后 只是微微点头示意了一下 就继续自己的工作 沈洛对此并不在意 他知道对方 只是责任心较强罢了 就像先前 他和周师叔来的时候那样 他们来了那么久 对方都没发现 由此可见 是有多认真 说起这位马师兄 沈洛对其 倒还真是有几分敬佩之意 对方在灵根资质上 可比他好多了 且就是这样的人 自从修炼到练气十层后 就一直没有注鸡 也不是因为没有注鸡单注鸡 而是他故意这样的 用他的话来说 就是想再多交几年 好让那些弟子们 少走一些弯路 光是这一点 就让沈洛很是无比敬佩 马师兄虽然现在 还未进入到注鸡期 但是其对低阶法术的领悟 那可是旁人所不能及的 见马师兄在为那些弟子 讲解有关法术方面的事 沈洛也不急躁 就在一旁耐心地等候起来 他没想到 这位马师兄讲解的倒还挺细致 一个火球术 竟然足足说了两个多时辰 并且还做了几次的示范 让那几人好好地体会一番 说起来 沈洛的五行法术 除了一开始就得到的那几个外 其他法术 还真未曾多学几个 他每天光是打理药员和修炼 就用去了不少时间 哪里还有多的时间去学习 那些高深复杂的法术 这一年来 也不过只是将他 目前所掌握的法术 都融会贯通了而已 见那几个弟子 终于是请教完毕 告辞离开了这里 马师兄 这才向沈洛笑着问道 沈师弟 你可是好久没来了呀 嘿嘿 这不是每天要打理药员啊 太忙了 实在是抽不开身 话说回来 马师兄不知你有没有 金属性方面的法术啊 沈洛微微一笑后 就直截了当地问道 目前他所掌握的五行法术当中 就剩下金属性的法术 没有修炼了 五行缺一 所以他想问问 看马师兄有没有这方面的法术 马师兄闻言 沉吟了一下后 说道 金属性法术吗 这种类法术比较稀有 便就传授于你吧 说完 马师兄就开始为沈洛演示起来 看着马师兄所打出的神通 沈洛看了惊叹不已 他没想到 居然这有这种类型的法术 马师兄为他演示完后 就开始同他讲解起来 沈洛很是耐心听着马师兄的讲解 这一待就是大半天 直到日落西山他 这才离去 回到住处之后 他就将自己关在房间里面 开始不断地练习起该法术来 往后的几天也一直如此 直到大比的前一天晚上 这才作罢 随着大比时间越来越近 整个泰玄山变得安静下来 很多弟子都在这段时间里 纷纷停止了手里的工作 开始告假 为后面的大比做起准备来 次日 泰清店的店前广场之上 聚集了不少练习七的弟子 其中已练习九层以下的弟子居多 他们都是来观看这次大比的人 而那些来参加比试的人 则全都聚集在泰清店内 抽着自己比试时所用到的号码牌 关于这次比试的方式 门中是这样安排的 准备抽签分组 每两个人一组比试斗法 在不得伤害对方性命的前提下 逼迫对手认输或投降 又或是将对手赶下比试擂台范围 又或是将对手击伤击晕 以至没有反抗能力都算作适赢 然后下一轮继续抽签分组 继续比试 如此连过五轮之后 就可以通过比试 获得宗门派发的奖励了 另外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一点 那就是 假若在比试中对方认输 你不停手的话 就是赢了也会被判为输 比试的抽签是统一进行的 所有的号码 都被封存在一个特制的木质箱子里 别看这个箱子的外观普普通通 它可有着能隔绝人神式的功效 仅仅是个把时辰 所有的弟子就都领到了自己的号牌 他们各自领完了号牌 就分别走出了大殿 朝着广场的方向走去 沈洛看看自己手中木牌 他的号牌是第250名 这个数字不多不少刚刚好 他瞧了一眼号牌后 就随着那些人来到了大殿的广场上 只见这大殿外的广场上 不知何时摆放了几个硕大的擂台 次日来到广场上之后 接下来就是开始分组比试了 由于参加比试数量的人数众多 所以将其分散到不同的擂台下面 进行比斗 每一处擂台旁边 都有几名助机器的修士作为裁判 沈洛比试的擂台是9号擂台 由于比试还没有开始 他便站在下面观望等待着 大约过了半炷香的时间 这时 店前的广场上空赫然响起一道 红亮的声音 所有人听着 沈洛见此 寻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个面容严肃的男子 飞在半空中对着下面的人道 太清门的弟子们 在你们上台之前 我有必要跟你们讲一下比试的规矩 第一那就是 不得故意残害同门 第二就是念到号码半刻中为上台者书 这第三就是点到为止 说完此话 他衣袖一甩 就见他下方的擂台上 陡然浮现出一道光幕来 那光幕字出现后 加开始就不断地闪动 直到最后 画为两个数字 静静地漂浮在上面 这才一动不动 好了 现在我宣布比试正式开始 说完 那人就化为一道顿光 落在远处的一个高台上 随着那人的离去 很快每个擂台的上面 都站着两个弟子 他们互相行礼一番后 就开始比斗了 由于尚未轮到自己 沈洛就站在台下 饶有兴致地 看着台上两个人比试 台上的两个人 好像是两个新人 没有什么斗法经验的模样 他们走上去后 二话不说 就各自寄出了防御法器 挡在自己面前来 然后就是处在原地 一动不动的 所谓后人发 先人治 我先防住他 等他露出破绽了 我再进攻 这样出其不易 攻其不备 其不美哉 其中一人看着对方 心里乐呵呵地暗自想到 奇怪了 这人怎么和我一样 一上来就 寄出防御法器 他想干什么 不管了 我还是先静观其变吧 敌不动 我不动 敌动 我先动 另外一人 也躲在防御法器后面 想到 就这样一时间 场面变得极为寂静起来 双方都在等待着 对方先行出手 眼看几个钟的时间过去了 两人依旧 还愣在原地 迟迟没有动手 直到其中一位 助击七裁判 有点按捺不住了 这才立声呵斥道 你二人若是再不动手 就全部判定为输 见被人警告催促了 这两人也有点急了 很显然 他们都不想输 也顾不得后发制人 静观其变了 两人竟是不约而同的 同时动起手来 双方各打出一道法术 朝着对方落去 碰 碰 打出的神通 分别被对方 各自寄出的法器挡住了 见此情形 双方立马再次掐着法绝 打出神通 朝对方攻去 于是 很是细血的一幕就出现了 两人你一下 我一下的 你来我往干耗着 比拼起法力来 直到其中一人法力透支 不能再操纵防御法器 这才不甘心地 被打落下擂台 终于擂台上的第一组比试 是落下了帷幕 获胜的那人满是疲惫 筋疲力尽地缓缓走了下去 他走下去没过多久 就见一男一女走了上来 如果说第一局比试 类似于读书人那种斯文的话 那么这第二局就大不相同了 双方一出场就 分别拿着法器 一副剑拔弩张 随时要开战的模样 此刻场中的少女 她手握着一根 长约仪仗的银边法器 正冷冷地望着对手 她的对手是一名 只有练气漆九层的少年 少年望着 比自己高一个境界的人 内心有点坎坷不安 毕竟两人的实力上 还差一个小境界 他们走上擂台后 互相失了一礼 就开始准备比斗了 行礼完毕 少年见对方还没有所行动 打着先发制人的想法 竟然抢先出招了 So 的一声 少年寄出了自己的飞剑法器 飞剑离手后 就以雷霆之势般 在空中划破出一道长湖 朝着少女袭来 少女见此 好似早有预料 一声冷哼 用力一挥手中迎边法器 迎边法器的挥出 带着呼啸风声 一把将攻过来的飞剑给缠绕住 定在半空中不得动弹 少年见自己法器被束缚住 有点急了 拼命地操纵 飞剑左摇右摆地 想挣脱对方法器的控制 可是 无论他怎么摇摆都不管用 迎边像是蟒蛇缠住猎物般 将其死死地勒住 眼看飞剑上的灵光不断减弱 还不时发出阵阵低沉的声响 这正是法器即将受损的前兆 少年 急忙开口说道 师姐手下留情 师弟认输就是了 少女闻言 握住迎边的玉手轻轻一挥 鞭子就从飞剑上落了下来 少年见对方松手了 立即将飞剑招了回来 很是心疼地将其收入储物袋中 最后满是失落地走下了鄙视台 少女见对方认输走下去后 也收起了自己的法器 对此情形她很是满意 翘脸上写满了喜悦之意 她怎么也没想到 这赢得也太轻松了 很是惬意地走了下了鄙视台 事实上 像这种在短时间内就分出胜负的 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除非这两人的修为和法器都较为相当 打起来的话一时间较为难解难分 很快 在这九号擂台的连番比斗之下 终于是轮到了沈落上场 她的第一轮对手 是一个和她修为相当的貌美女子 两人走上擂台 互相失利一番后 女子突然间开口道 这位师兄 小女子第一次参加这种比斗 你可要手下留情 不要伤了人家哦 沈落对此 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 没有硬打 她抬手间 就是一发火球术朝着对方落去 女子对沈落此举深感意外 她没想到 对方竟然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 连句客套话都没有 上来就是动手很是鲁莽 剑火球朝着自己扑来 女子的衣袖口一抖 一道灵光闪动 剑一粉红色的丝巾法器飞出 瞬间灵光四射 化为一道光幕挡她的面前 飞过来的火球来不及避开 猝不及防地一下 撞在女子所打出的光幕上 发出爆炸的声响 沈落见火球被挡住 立即变换思路 掐着法掘 打出一道青色的灵光 青色的灵光飞在空中 闪动一下后 就立刻变成一道青色的藤腕 朝着女子身子下方飞去 见着青色的藤腕飞来 女子岂能不知对方的意图 无非就是想用木藤 游下而上地制住她 好让她一时间没有行动能力 次日看穿了沈落想法的女子 娇喝一声 操纵着面前的丝巾法器 只见丝巾上粉红色的光芒大放 呼地击射出一道粉色的光柱 光柱从粉红色的丝巾上落出 一下就打中了飞过来的青色藤腕 藤腕被光柱击中后 变成两半掉落在地上 之后就化为青色的光点消失了 解决完这藤腕后 正当女子以为可以松一口气的时候 就瞧见面前成群的火球和水剑 朝她袭来 不由得她大惊 连忙将灵力注入丝巾法器当中 碰 碰 碰 火球和水剑打在丝巾法器上 两者之间的发出的碰撞声 连绵不断地响起 这一连串的攻击 女子竟是硬生生地靠着法器挡住了 沈若见对方用法器 抗住了自己的法术攻击 随即五指张开 手指的缝隙中 分别夹着几根银色的细针 然后猛地朝着女子方向甩去 So 几道破空的声传来 只见几道白色的光影 在太阳下若隐若现 就在女子还在为自己 挡住了对方火球和水剑的攻击 而庆幸的时候 殊不知真正的危急正在逼近 当她准备控制法器攻击沈若的时候 忽然感到身子上传来一阵疼痛感 因为这突如其来的疼痛感 迫使她低下头看去 只见自己的面前 不知何时漂浮了几根银白色的细针 这几根银针看起来非常的细 若不仔细看的话 根本发觉不了 但是她现在之所以能很是清楚地看见 一切都是沈若刻意而为之的 她目的很明确 就是为了提醒她 她说了 看着悬浮在自己面前的细针 女子眨了眨眼睛 又迅速在自己身的上摸索起来 放心吧 你刚才只是被针上的锋锐之气 给刺痛到了肌肤而已 并没有留下什么伤口 沈若见此开口提醒道 她本就没有伤人的想法 毕竟这场比斗 只要获胜就行了 女子闻言 面露感激之色 没想到对方还是懂得怜香惜玉 手下留情的 于是便道 多谢师兄 说完 她就收了丝巾法器 对着沈若行礼一拜 然后转身离去了 见对方走下了比试台 沈若衣袖一挥 将那几根飞针都收入衣袖中后 这才走了下去 结束了自己的比试 她并没有就地离去 而是在附近的比试台上走动 随意观看起来 她巡视一圈下来后 发现那些人基本上是能不用法术 就不用法术 都是用着法器在攻击着 毕竟法术施展需要点时间 而战斗的过程瞬息万变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施法 而法器这个东西就不一样了 直接寄出来就行了 过程简单粗暴 就像刚才在七号擂台上的 一名剑眉心目的青年男子 指挥着一柄灰色的巨剑法器 一剑将对方的法器给劈成了两半 赢得了比试的胜利 也有的因为双方所使用的法器旗鼓相当 两人各自操纵着上瓶法器 你来我往 战斗直接呈胶着状态 一时难以分出胜负 像这样的场面一遍又一遍地 在不同的擂台上发生着 直到两天后 第一轮的比试才全部结束 这第一轮的比试 也就意味着第二轮比试的开始 参加第二轮比试的人 又回到了太清殿 重新抽签分组 进行下一场的比试 这一次沈洛抽到了九号 被安排在一号擂台 进行第二轮的比试 最先上场比试的 是两名同为练器十层的男子 没想到 这一来就是同街之间的较量 沈洛用零眼术 看了下这两人修为后 不禁感慨道 在下往北车 不知师兄遵信大名 那人走上擂台后 看向对方道 零初一 另外一个人 冷冷地回道 什么 原来他就是零初一啊 擂台下方 有人惊呼一声 见有人惊讶 也有人满头雾水很是不解的 向旁边人问着 零初一怎么了 他很厉害吗 不会吧 你连他都不知道 他可是咱们那门弟子当中 最擅长剑法的人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哦 原来如此 明白了 听着旁边人谈话 沈洛饶有兴致地看着那人 剑修吗 倒是有点意思 台下说得热闹 台上往北车 却是有些苦笑了 他没想到 自己第二轮比试的对手 竟是擅长用剑的零初一 剑修这个职业 可是众多类型修士当中 最擅长攻击 原本王北车还以为 这次不会有什么太难缠的对手 结果一来就碰到了一个硬茬子 林师兄 还请指教 王北车抱拳道 请指教 林初一回了一礼 这里刚行完 就见对面的王北车 在他话音刚落下之际 就开始出手 开始攻击了 只见对方弹指尖 就纵然轰出一道全光 朝着他气势汹汹地袭来 林初一见此面露寒霜之色 往着腰间一拍 手上出现一道灵光 接着陡然一转 就见几道剑光骑刷刷地斩出 树道剑光的斩出 如乱花剑玉迷人眼一样 根本无法完全看清 在这般剑光之势下 王北车打出的神通 被这剑光尽数瓦解 好快的剑招啊 擂台下有人惊虚道 而一旁的林初一在解决完 王北车打出的全光后 就见场面上的王北车 整个身形如青烟般消失 见状 林初一立即撑起了一道灵力护盾 谨慎地看着四周 瞬息间的功夫 却见一柄寸长短剑 如黑夜中的闪电 带着灵力的气势 刺在他左边的防护罩上 这攻击如此地突变 一次下去 就将林初一的灵力护盾打破了 且就在短剑刺破护盾 朝着林初一身上刺去的一瞬间 只听当 得一声 林初一用剑身 挡住了对方刺过来的短剑 王北车见自己偷袭没有成功 身子往后一跃 瞬间来到几张外的距离 而林初一见此 试个好机会 随即大喝一声 欲剑术 手中长剑略一翻转之下 就见他手中剑不由自主地脱落 漂浮他的面前 转瞬间 这剑身之上 就突然急射出树道剑光来 这剑光一落出 就在飞快地在他身边围绕盘旋着 随着他后面的法掘打出 周身散落的剑光 又迅速地组合在一起 形成极柄散发着无尽寒光的飞剑 那剑光组成的飞剑 同他手中长剑一起 如黑夜中的流星划破天际 一同展向了擂台一侧的王北车 王北车暗道不妙 手中短剑立即灵光大作 朝着飞过来的飞剑 一剑劈去 两者相交触碰到一起 爆炸的灵力 以他们的相撞为中心 轰然爆开 产生巨大冲击 这时 却见一柄由剑光组成飞剑 竟穿过爆炸的火焰 一剑斩来 次日看着飞剑袭来王北车面色大变 他没想到 竟然还有漏网之鱼 盲用手中的短剑法器 打出一道灵光劈去 眼看他的攻击就要击中 那由竖刀剑光组成的飞剑时 却见飞剑图陡然间 呼地一下分散开来 形成竖刀剑光 如起伏的波涛般向他涌去 王北车见此大害 手握着短剑的他 顶着层层剑光 身上的灵力护罩 只坚持了片刻功夫 就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直到最后一道剑光落下 他的灵力护盾 终于是不攻自破了 死了 一声 他摸着自己脸上受伤的部位 又看了看手指上的鲜血 整个人变得阴沉起来 他拍了下储物袋 自己腰间的储物袋 手中又出现一柄短剑 接着双手一合 两把短剑合并在一起 握着中间的剑柄 身子略一晃动下 就闪动到了另外一边 灵初一看着闪到另外一边的王北车 对着他一点 先前的长剑法器 就如同阴魂不散的幽灵一样 再次扑向王北车 就在一旁的王北车 准备发动攻击的时候 又见树道剑光重新出现 如同先前那般 蜂拥而至地再次袭来 面对这些剑光 王北车突然新生出一种无力感 对方实在是太强了 自己完全不是对手 想到这里 他摇了摇头 轻叹一声道 我输了 说完 就很是落魄地走下了擂台 反观沈洛看着擂台上的灵初一 若有所思 对方的剑招 确实是太过厉害 若是自己对上他 估计也是输的分 当然这还是 他不动用极拼法器的份上 这两人比斗完后 又进行了几轮比斗 最后这才轮到他 这一次 他的对手是一个 修为远高于他的一名高个子男子 望着那人 沈洛有点苦笑 这次比试 很显然不会再像第一场那样 那么简单轻松了 两人互相攻身行礼后 就开始正式比斗了 沈洛一行完礼 就立即拿出一张上阶出级防御灵路 拍在自己身上 毕竟是面对比自己高一个境界的人 他觉得 还是小心谨慎为吼 防止对方偷袭 接着他手一拍储物袋 手中灵光一闪 一把小剑就出现在他手上 他将小剑抛在半空中一扬 然后对着小剑一点 一指灵光没入小剑里面 小剑受到灵力的注入 转眼间就长成几尺来长 剑身上还散发着墨绿色灵光 这小剑叫什么名字 他也不知道 这是他在魔洞的时候 从那魔修储物袋里搜刮来的 而就在沈洛使用俘虏和法器的这个空挡 对面之人也从储物袋中 掏出一颗手掌大小的珠子来 他目视着手中的珠子 口中随即念叨着咒语 一声急 直下 手中的珠子闪出一道鸿芒 呼的一声 珠子就出现在他二人的头顶之上方 然后他也是一道道法觉打出 落在那颗珠子里面 珠子被这灵力注入后 一下子就长成西瓜般大小 随后 就是开始不断地变得红润起来 宛如一个小太阳挂在空中 你们看 这 这是什么法器啊 擂台下有人惊呼道 不知道啊 不过看上去 好像好厉害啊 难道是法宝吗 这怎么可能 你想多了 法宝这个东西 可不是我们炼气器 能催动的了的 那你说这是什么 我也不知道 因为这颗像太阳一样的珠子出现 使得擂台下面直接炸锅了 七嘴八舌地纷纷议论着 沈洛抬头望着这个小太阳 即使是隔着防护法照 他也能明显地感觉到 从那颗珠子上传来的阵阵热浪 很显然 这珠子也是一件上瓶法活属性器 看样子 自己都遇到很角色了 沈洛心中暗暗想到 一般来说 活属性的法器攻击力 在五行法器当中 是属于明列前茅的存在 但是 外观是珠子一类的法器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师殿 师兄我劝你 还是早早认输了吧 免得遭受皮肉之苦 那人看着沈洛 嘴角散发着笑意 一副好像已经吃定他了模样 面对他人的言语 沈洛没有理会 他暗暗地将玄归盾 扣在手心 以备不时之虚 同时 祭出面前的法器 青色的长剑 划着一道笔直的青光 以极快的速度地 朝着那人刺去 哼 不自量力 那人一声冷哼 对此很是不屑 他掐着法掘 操纵着悬浮在头顶上的珠子 却见散发着 炽热高温的火红色珠子 里面闪出一道黑色的影子 只得听闻一声鸟叫声 珠子呼得一闪灵光落了下去 化为一只三尺长被火焰 所包裹的火鸟 这火鸟的面部 和身上的淋雨 都是一片漆黑的 外观上有点像乌鸦 若说唯一有亮点的地方 就是声有三足 十分怪异 火鸟一从珠子里飞出 就哇 哇 提叫两声 对着青色长剑着去 见着火鸟飞出 擂台下面忽然有人 指着火鸟抱喝一声道 金屋 这是金屋 什么 你说这个是金屋吗 不可能吧 他说对了 还真的是 什么 居然真的是金屋 这法器也太厉害了吧 竟然连金屋都弄出来了 看样子 此人危险了 擂台上操纵火珠人 听到擂台下面谈论的话语时 嘴角不由地微微上扬 对他们的谈论很是满意 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就是气势 要知道 他这件火属性法器 可是一件有名的 上古法宝的仿制品 威力比起一般的上品法器 那可是要略胜一筹的 虽然对方的法器 同他一样都是上品法器 但是和他的法器 比起来那可是差远了 火鸟飞出后 对着青色长剑 就是一镯 长剑上的青色光芒 被火鸟啄了一下后 顿时暗淡了不少 飞行的轨迹也被这一镯之下 偏离了之前的方向 这一切正如他刚才所设想的那样 对方的法器在他面前 是起不了什么风浪 沈落剑状也知道了自己的法器 完全不能够抵抗对方所打出的火鸟 于是他就变换了思路 打起了消耗来 操纵着青剑法器 不停地到处乱飞 次日 青色的长剑 不停地变化方向到处乱飞着 而那火鸟在后面 紧跟着青剑的方向 穷追不舍 步步紧逼着 那人是这样打算的 他想要将沈落的法器直接毁掉 然后借此来逼迫他认输 可惜他的算盘打错了 上瓶法器 沈落可不止这一件 就算是被毁坏了 他也不会有半点心疼 就这样 双方的法器纠缠在了一起 随着时间流逝 那人有点急 他这件法器固然威力巨大 但是灵力消耗也很大 望着盘旋在空中的 那柄青色长剑 他知道石不带我 时间拖得越久灵力就越不利 于是他狠下心来 全力催动着宝珠 头顶上方的珠子 突然间光芒大放 火鸟的身影也随光芒闪动 呼的一下 变大许多 身上的羽毛变得更加清晰起来 哇 哇 火鸟鸣叫了两声 拍打了几下翅膀 然后把嘴巴一张 猛地吐出一团炽热的火焰来 朝着面前的青色长剑打去 噗 火鸟口中吐出的火焰猝不及防 一下打在青色的长剑上 青色长剑被击中后 剑身不断地抖动着 其散发出的青色光芒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逐渐变得暗淡起来 眼看青色的长剑支撑不住就要损坏 沈落手一招飞剑 就将飞剑收回了手中 反观那人见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对方的法器已经被他打得半损不坏 师弟 可还要继续吗 要知道再打下去 师兄我可不敢保证 不会伤到你 那人嘴角上扬 一脸坏笑的样子道 师兄法器确实是不凡 不过师弟倒真的想再领教一下 沈落很是淡定的道 哼 法器都被我打成那样了 还敢拖大 看样子今天是不教训 教训你 你是不知道我的厉害 那人一声冷哼 对着沈落一指 火鸟一个俯冲 带着焊天赤地的火焰 朝他扑去 看着火鸟带着熊熊燃烧般的烈火袭来 沈落将先前一直扣在手心的玄龟盾 往前一抛 龟壳一样的盾牌 立即就闪出一道土黄色的灵光 将它护在其中 俯冲下来的火鸟 碰到这龟壳式的盾牌 见自己攻击被对方防住 他当机立断 指挥着火鸟 不断地朝着防护罩攻去 沈落的玄龟盾 是李师祖给他的 是一件上品图属性法器 其硅壳上面 硬刻了好几种 专门用来防御的法术 那人见沈落的防御法器 竟如此能抗 深感意外 不过就算是能抗 又能如何呢 不过只是勉强支持一段时间而已 要知道他的法器 可是凌驾于众多上品法器之上 仅次于极品法器的存在 对此 他一直深信不疑地坚信着 只要自己控制着火鸟不断地攻击 这防御法器 就会在火鸟的攻势下 不攻自破 于是 双方就陷入 僵局当中 玄龟盾在对方不间断地攻击之下 有点开始力不从心了 土黄色的光照在缓缓地减弱 沈落看着光照的力量 正在缓缓减弱 他一拍橱带 拿出上品法器火焦刀 你怎么还有一件上品法器 那人见状一声惊呼道 不仅他如此 台下的人也是很是震惊不已 买一件上品法器 就要花个好几年的时间 他们能有一两个上品法器 就已经很不错 在众多练器器弟子当中 也算是小有身价的存在 在看沈落一场比斗中 竟拿出了三件上品法器 可想他的身价有多丰富 又怎么能不叫人惊讶呢 手握着火焦刀的沈落 对着远方的那人 接连劈出好几刀 连番打出几道红光 那人脸色顿时一清 他起初以为 对方是想用法器来攻击他打出的火鸟 以此来削弱他的力量 谁料对方所为 竟不是他想的那样 而是直接冲他而来 虽然对方没有如他料想的那样 但他还是做出了防御手段 取出一件中品防御法器 护在自己的跟前 轰 轰 轰 打过来的火红色刀光披在了 他所激发出的防御法器光幕上 让这原本完好无损的光幕 差点支离破碎 没办法 毕竟这只是一件中品法器 受到沈落攻击的那人 有点怒了 他决定准备速战速决了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一幕 让他傻眼了 因为他看到沈落 又拿出了一件上品法器 而且还是和之前一样 都是一件件状法器 看着沈落 双手各持一件上品法器 那人的面色变得难看起来 他怎么想也想不明白 对方竟然有四件法器 且都还是上品法器 手持寒光剑和火焦刀的沈落 同时挥舞着手上的两件法器 朝着那人攻去 随着这两件法器的落去 分别打出一道火红色的刀光 以及散发着寒意的剑光 面对这两件法器的同时攻击 那人不敢有丝毫大意 随即拿出一张防御性灵符 拍在自己的身上 哄 哄 又是几声爆炸声响起 他身上防御灵符显出来的光照 随同他的防御法器 一起被打得粉碎 不过好在有惊无险 他本人没有受到伤害 但是由于自己防御法器被毁 他瞬间火气上身 暴跳如雷地道 小子你竟敢毁我法器 不可饶恕 说吧 就疯狂地将自身目前所有的灵力 都注入悬浮在他头上的那颗珠子里 哇啊 哇 只见火鸟气势不断地攀升 沈洛剑撞知道 对方这是要准备发动最后的攻击 于是他收起了火焦刀和对方一样 也同样把自身灵力注入寒光剑中 要和对方来个一决胜负 寒光剑被他磅礴的灵力注入后 剑身顿时深散发出耀眼的寒光 浮现出一道树杖长的灰蒙蒙的光滑 呈巨剑的形状 擂台下的人见沈洛手中的长剑 突然变成一柄树杖长的大剑 不由得惊呼一声 这是什么法器 怎么还能这样 不知道啊 不过看样子倒是挺厉害的 是啊 就是不知道他们两个谁会赢啊 我觉得那个人赢得一面大一点 毕竟他修为高 话不能这么说 只是高一个小境界而已 我觉得用剑的那个赢面大一点 光是那个剑就看起来很厉害 次日得了吧你 你刚才还说那个珠子法器厉害呢 刚才是刚才 现在是现在 你可算了吧 一时间擂台下面的人 围绕着这两个法器 说得无比热闹 而此时场上的两人 也都将法器的力量 催动到最大化了 一柄树杖长的巨剑 外加一只身形 又暴涨了许多的火鸟 在场中出现 哇 哇 火鸟鸣叫了两声 就卷系着漫天燃烧的熊熊烈火 朝着下方的沈洛 做最后扑的反扑 一边早已准备好 叙事待发的沈洛 也持着巨大化的寒光剑 向着自高空向下扑来的火鸟 斩去 很快 两者相撞到了一起 因为寒光剑身上的寒气 在众目睽睽之下 化作了红色光点消失了 这怎么可能 我居然输了 那人很是惊愕地看着 一脸不可置信的模样 要知道他的法器 可是一件仅次于极品法器的存在 有这种厉害的法器在手 按理来说 他不应该会输 而是赢了才对 可惜他哪里知道 沈洛所使用的寒光剑 是一件偏向于水属性的攻击法器 五行当中水克制火 因为五行克制的关系 再加上寒光剑 是由用极北之地的寒铁打造 剑身自带寒意 正是因为这两点 沈洛才选择用寒光剑 来和对方一决胜负 看着面前化为光点的火鸟 那人很是不甘心 自己竟然输给了一位 炼气九层的家伙 输给比自己修为低弱的人 他怎么可能甘心 可是不甘心又能怎么样 现在的他体内 已经是没有顶点灵力了 若是对方再继续攻击的话 他可是连撑起 灵力护盾的能力都没有了 不对 对方刚才和我一样 都是全力催动了法器 说不定他现在 也是处于灵力枯竭的状态 也就是说我没有输 只是和他打了个平手而已 想到这里 他抬头看向了对方 可是接下来沈洛的举动 让他觉得 刚才想的都是错的 只见沈洛将几根非真法器 拿在手中 一副要随时攻击的样子 那人望着沈洛手中的非真法器 心中苦不尽笑了一声 心有不甘 但又毫无还手之力的他 最终只能选择认输 见对方认输 沈洛总算是有惊无险的 赢得了这场好事已久的拉锯战 成功进入了第三轮的比试 随着第二轮比试的结束后 第三轮的抽签分组也开始了 经过了两轮的筛选 那些明显修为较低 或者法器太差的修饰 都已经被禁术淘汰了 而那些拥有两件上品法器的人 几乎都毫无例外地 进入了这一轮 足见法器这个东西 对于练器器修饰之间 斗法的重要性 基本上从这一轮起 就很难见到一面倒的比赛了 毕竟同样是上品法器的的对决 大部分情况是 我不能奈何你 你也无法战胜我 就这样形成了比拼灵力的僵局 沈洛没想到 自己抽签的手气 真的是太差了 他第三轮的对手正式之前 第一次比玩斗 去其他类台上所看到的那位 使用灰色巨剑法器 毁掉他人法器的人 此人名幻昌昌元明 这位昌师兄 怕无论是炼器实层的修为 还是他使用的那柄巨剑法器 在众多内门弟子当中 都属于优质一类 因此 很多人都认为 这次的比试他 肯定是稳战于150名行列中的 而这位昌师兄 也的确是不负众望 依靠自己强势的手段 连续两局都是 打着毁掉他人法器的目的 以此来逼迫对手认输投降 面对这样的狠角色 看样子 他只能动用极拼法器了 对于极拼法器 他是能不能就不用 毕竟磁宝也算是 自己的一份杀手锏 师弟 若是不想被我毁掉法器 识相的话 还是主动认输吧 昌元明看着面前的沈落 好言劝说道 师弟我自知不能战胜师兄 但是姑且还是想试试看 沈落正色道 那好吧 既然师弟执意如此 如果法器被毁 可不要怪罪师兄我 先前没有提醒过你 请师兄赐教 沈落这次仍然和上次一样 都是先使用出一张防御性灵符 然后手心扣着玄规盾 弄完这些后 他又寄出了飞剑法器 这个法器在上次的比斗中 被他人的法器攻击了一下 略微损坏了一些 不过对他来说无伤大雅 反正是搜刮来的战利品 坏了又能怎么样 他一点也不心疼 对方行礼完后 也是取出了自己法器 他的法器 正是之前那件 能毁掉人法器的灰色巨剑 这把巨剑长约一丈 剑身宽厚 看起来极为笨重 灰色的剑身 显得极为简朴 两人不约而同 分别操纵着法器 砍在了一起 碰 得一声响后 沈洛所操纵的青色长剑法器 被撞击得连连后退 沈洛见此心中一沉 刚才不过是试探 看样子 对方确实是如说的那样 有点真才实料 反观昌师兄见 青色长剑被撞得连连后退 趁着这个机会 右手立即掐出一道法绝 打在了灰色巨剑上 巨剑在空中嗡嗡作响 剑身散发出灰色的光芒 在这光芒闪动之下 巨剑好像变得无比沉重 还没等沈洛做出反应 常师兄就操纵着沉重无比的巨剑 如泰山压顶般 带着催枯拉朽之势 向着沈洛的青色长剑劈去 当 得一声 就见散发着灰色光芒的巨剑 如同砍柴一样 一剑下去 就把沈洛的青色长剑法器 斩成了两截 看着法器被人一剑毁去 沈洛不由地倒吸一口凉气 他没想到 这巨剑的威力 竟是如此的恐怖 常师兄见对方法器被毁 很是得意地冷笑一声道 师弟 认输吧 你已经无力回天了 沈洛眉头紧锁地看着 他在思虑自己 要不要使用极品法器 毕竟对方法器如此厉害 若是他动用上品法器 寒光剑的话 不敢保证自己 能够战胜对方 况且 若是斗法的时候 出现什么差错 稍有不慎 寒光剑也被毁掉的话 那可就得不偿失了 次日一番深思熟虑之下 他决定还是动用极品法器 他不想输 助击丹沈洛 可谓是势在必得 于是 拍下腰间的储物袋 右手一翻 手中就出现了一杆青色的大旗 这杆旗子 正是他在魔动的时候 收获到的最大战利品 极品法器御封旗 而一旁的昌师兄 在看到沈洛拿出的旗帜时 立马惊得说不出话来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惊愕地道 这 这是极品法器 沈洛不语 只是用眼神轻瞟了一眼 随即微微点头 这不可能 你不过一个 还没过练弃十层的人 怎么可能会有极品法器 昌师兄坐不住了 瞪大了眼睛 看着沈洛手中旗帜 打亮了起来 台上的昌原名如此 台下的人也是一样 他们都被沈洛给惊到了 要知道 这可是一件极品法器 凌驾于众多法器之上的存在 其价格仅次于一枚助击单 整个太清门诸多练弃七七弟子当中 能拥有极品法器的人 可谓是少之又少 毕竟 助击单的价格 就足够让他们望而却步 更何况是一件极品法器 哼 就算你有极品法器 又能如何 看见 昌师兄打亮完沈洛手中的法器后 高声喝道 在他的操纵下 散发着灰色萌萌 灵光的巨剑 朝着沈洛攻去 见着巨剑袭来 沈洛立即挥动着手中的御风旗 青色的旗帜 瞬间灵光大放 呼得一闪青色的灵光落了下来 随即就化为了一道青色的飓风墙 挡在了他的面前 风墙的出现 使得迎面来的巨剑 一头扎进了飓风里面 即使是沉重无比的 巨剑在风墙里 依旧是被强劲有力的飓风 吹得东倒西歪 不得分寸 最后被一下子甩飞了出去 常师兄见自己的法器被扔出来 大金立即对着被甩飞的巨剑一点 控制住了巨剑后 又一次朝着沈洛攻去 这一次 他学聪明了 没有直接迎上去 而是在巨剑快要和风墙触碰的那一瞬间 拐了一个方向 绕到另外一边 见此情形 沈洛脸色微变 连忙挥舞着手中青色大旗 然后手持着大旗 对着面前风墙一点 巨风墙当即从中间断成了半截 以极快的速度 向他另外一边窜去 再次挡住了巨剑 将其抛了出去 可恶啊 这该死的风墙 常师兄见自己两次都没有得手 不禁有点恼怒了 他将巨剑招到手中 手持巨剑的他 空出一只手 掐出一道奇怪的法觉 打在了灰色巨剑之上 同时还将自身的灵力 大量地涌入巨剑之中 眨眼间 巨剑的剑锋之处就闪出一道 一条一尺多长 似有四无的淡淡透明光芒 剑芒 台下观看笔试的 有人认出来 师生教导 剑芒是剑修驱使剑术 达到一种以剑意化形的一种层次 持着巨剑的常师兄 带着剑风上的光芒 对着沈落一剑劈去 展出一道气势灵人 散发着无尽剑意的剑光 可是就是这等如此凶猛无比的剑招 还未触碰到飓风墙 就被飓风墙里的飓风 吹得七零八落 荡然无存 不幸邪的他 又是连续展出几道剑光 刷 刷 刷 随着这些剑光落去 无一例外 都还没触碰到飓风墙 就被吹散了 好厉害的伐气啊 常师兄的攻击 竟然完全不起作用 何止啊 连碰到对方的机会都没有 是啊 还好我没遇到这个叫沈落的人 不然我可就惨了 擂台下的人见词 各自小声议论道 擂台上的常师兄 着实是郁闷无比 按道理寻常来说 这回他应该早就赢了 而不是在这里和对方干耗着 对于这封墙 他完全是束手无策 即使他用了大半灵力 使出剑芒术后 都不得有机会能接近分毫 而一旁的沈落 虽然目前还没有落败 但是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 这几拼法器实在太好灵力 如果对方要和他干耗比拼灵力的话 那他可就要输了 想到这里 沈落不禁有些紧张了 他好不容易才来到第三轮的比试 怎么可能就这么甘心地输掉比试呢 他扫了一眼不远处的昌师兄 觉得趁现在灵力还没有耗尽 得速战速决 拿下这局比试才行 想到这里说干就干 只见他疯狂挥舞着手中旗帜 旗帜随着他的挥动 上面的灵光不断暴增着 昌师兄见沈落挥舞着旗子 想要发动攻击 顾不得刚才的思虑 急忙将手中的巨剑打出 想要阻止对方蓄力 就在飞过来的巨剑 快要触碰到飓风墙的时候 沈落停止了挥舞手中旗帜 把旗肩猛地朝着巨剑一指 面前的飓风墙转瞬间消失 没入青色的小旗子里 随后就有竖刀半月形的青色锋刃 争先恐后地从其肩上窜出 铺天盖地的冲向灰色巨剑 昌师兄见状不妙 想要收回法器 但是为时已晚 来不及了 灰色的巨剑 被随之而来的青色锋刃给吞没了 锋刃之中 灰色巨剑接连不断地受到锋刃的攻击 在这如此密集的攻击下 没过多久 就见一柄有着许多缺口 破破烂烂的废铁长块 掉落在地上 看着自地上的废铁块 常师兄心中不由得一阵心惊 没错 那废铁块 正是他那无往不利 所向披靡巨剑法器 如今这法器现在已经 变得残破不堪 灵性全无 彻底报废了 变成了一块没用破铜烂铁 常师兄呆呆地看着这个废铁块 不愿意接受这个事实 以往都是他毁人法器 现在轮到他的法器 被人毁了 经此一战 沈洛可以说是一战成名 有个炼器九层的弟子 靠着一件极拼法器 击败了一个 比他自己高一个修为的人 而且 那人还正是内门弟子当中 赫赫有名的昌元明昌师兄 一个几乎让所有人都认为 这是一个能够杀进 150名行列中的人物 结果中途败给一个 修为只有炼器九层的人 次日 因为第三局的鄙视 让沈洛名声大噪 往后的两场鄙视 他也不再遮掩 直接动用极拼法器 很是轻松的 就获得了剩下两场鄙视的胜利 完成五场连胜 成功跻身于150名行列当中 随着最后一个人的比试结束 内门大比就此落幕了 此时的太医殿外 一名金丹妻的男子 手中拿着一份名册 快步走到大殿里面 此人正式负责 内门弟子彼斗的智丰真人 封师兄 这次彼斗150名的名额已经出来了 还请过目 智丰真人来到封掌门的面前 交付与他道 嗯 心谱失地了 封掌门点点头 就把智丰中人手中的名单 拿了过来看了 当机官看起来 当他快看完这份名单的时候 忽然发现 这名单中 第150名末尾中 出现了一个 让他极为注目的名字 当机指着这个名字 对着面前的智丰真人问道 师弟 你可知这个沈落 他是如何进入第150名的 师兄说的是 这个沈落吗 智丰真人看了下封掌指的地方 轻移了一声 随后道 关于这个沈落 我倒是知道一点 他好像靠着一件极拼法器 击败了一个比他高一个境界的人 我观此人实力 也就重规重矩 连练气大圆满都没有达到 不过是依靠一件厉害的法器 勉强进入第150名而已 在智丰真人的口中 沈落这位过五官斩六将 连获五连胜的人 成了一个只知道依靠法器 投机取巧之辈罢了 算不得什么 封掌门见自己的失地 将对方贬得无意不是事处 不由地发笑 反观智丰真人见自家掌门师兄 听完自己刚才的言语后 莫名其妙笑了起来 这让他很是不解 满脸疑惑之色 让他不禁有点怀疑自己 刚才是不是说错了什么话 如此才惹得对方发笑 可是他仔细一想 自己说得很对啊 并无什么不妥 但是自家师兄为什么发笑 他就不得而知了 于是很是疑惑地看着他 问道 师兄何故如此 为何发笑啊 师弟有所不知 说起来这个沈落 还是我引他进门的呢 哦 可还有这事啊 智丰真人睁大眼睛 有点意外的 是啊 当初此子还是凭借着本门 所颁发的生仙令来的 风掌门微微一笑道 什么 生仙令 这个不是百年之前 就已经全都回收了吗 话虽如此 但总有例外 风掌门说完此话 又看了一眼手中的名单继续道 这个名单我已经看过了 就让这后面五十人 去秘境采集灵药吧 这么说来 门中这次是 准备让精英弟子去了呀 智丰真人愣了一下 缓缓说道 是啊 如今魔道复苏 谁也不敢保证魔道的人 不会派人去秘境里面争夺灵药 况且 假如他们真派人去的话 我们找的那弟子 能力又太过普通 不一定会是他们的对手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 这次大比就多出了五十人 到时候 就由你带着这些弟子去吧 时间就定在半年后 风掌门神情严肃看着他 正色道 半年 这么快的吗 我记得 距离上次秘境之行 不过才过了三年而已 时不待我呀 风掌门轻叹一声道 若不是因为魔道的复苏 他怎么可能舍得 让那些弟子们去送死 这些人可都是门派未来根基 但是没办法 他也很无奈 总要有人去 可是这件事太过于突如其来了 他们问起来不好交代啊 志峰真人心有顾虑地道 这个你放心 到时候我来办 风掌门淡淡地说道 泰玄山的某个房间里面 神洛很是郁闷地坐在洞府里 现在距离大比结束 已经过去了七天 门中至今 还没有下放奖励的通知 要知道 以往可都是比试后的第一天 就开始下放大比的奖励 这次都过去七天了 一直都还没有动静 一时间让人搞不清 门派在想什么 就这样 又过去了一段时间 直到那天的到来 这天是距离大比过去的第十二天 今天的太一殿中 聚集了不少弟子 这些人皆是参加大比排名 一百开外的弟子 他们站在大殿里面满怀期待地 来此地领取着大比奖励 基本上所有人都处于一片兴奋 和喜悦之中 毕竟等了那么多天 终于可以领到奖励了 又怎么能不叫他们兴奋呢 就在他们以为 一切美好要到来的时候 殊不知等待他们的 并不是美好事物 而是一件恶好 关乎于人生死的一件大事 沈洛很是诧异地 四处打量着这个大殿 按理来说 领取大比的奖励 应该是去育青殿领取才对 而不是来掌门所在的太一殿 且更为重要的是 这里人数也就五十人左右 哪里有一百多人的样子 莫非是有什么大事 要宣布吗 沈洛若有所思的倒想到 正当他思索之际 就见封掌门 从一旁的偏门走了出来 来到大殿的正中央 拜剑掌门 那些弟子们剑掌门走了出来 连忙纷纷行礼 沈洛见状 也立即随着那些弟子 一起行礼拜去 封掌门看着面前的弟子 望着他们的面孔 心中有些不舍 他们都还是孩子 但是一想到秘境之行 于是便很下心来 板着脸对着那些弟子道 今天召你们来此 是要宣布两件事情 这第一件是就是 恭喜你们经过了 那门弟子残酷大比 获得了一百五十名的名次 按理来说 你们应该早就该领大比的奖励了 现在我要告诉你们 奖励宗门会给 但不是现在 至于为什么 就那和我说的第二件事有关了 这第二件事 是一件关乎于太清门生死存亡 乃至赵国的一件大事 听着封掌门讲着这些话语 下面的弟子们 大多都是二丈和尚 摸不着头脑 不明白什么意思 他们来这里 不过就是为了 领取自己该有的东西而已 怎么就莫名其妙地 和门派生死存亡 还有赵国扯上关系了 所有人都是一脸疑惑 很是不解的样子 如今魔道复苏 道魔之间随时都会开战 这次的秘境之行 魔道很有可能会派人阻挠 我们四派收集灵药 次日所以为了宗门和赵国的未来 门中决定派你们前往秘境之行 采集灵药 此言一出 所有人无不面色大变 感情让他们来这里 不是为了领东西 而是去去送死啊 秘境之行有多残酷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 那可是一个人吃人 被称之为禁地般存在的地方 每次秘境的开启 都会有大批弟子陨落在里面 且能在里面采集到灵药 还能将其带出的人 基本上是寥寥无几 沈洛对此 心中也是充满了恐惧 面色凝重地看着 关于秘境的事 他自然是知道的 基本上每次大笔过后 就意味着秘境要开启了 往年的秘境之行门中 都是去找那些资质较差 且急需住鸡丹 零食或者法器的弟子去 本以为这次也该是这样 结果却突然叫他们去 这不是坑人吗 如果真的让他去参加秘境之行 即使是有极品法器在手 他也不敢保证 自己不会在秘境里面挂掉 因为这突如其来的通知 让很多都心生不满 他们只想领自己的奖励 根本不想去所谓的秘境里送死 疯掌门看着面前的弟子们 知道他们此刻心中的想法 立即高声朗道 我知道这次的决定太过突然 很多人肯定很对此不满 毕竟那里太过凶险 可是 你们不去不行啊 总要有人去 为此门中还特地变动了奖励 在原有的基础奖励上 再加上一件灵器的拥有权 且表现要是优异的话 还能有机会 败入本门金丹七师祖门下哦 疯掌门说完此话 就看向面前的弟子们 他相信 在这种如此深厚的奖励面前 没有人不会不心动 这次秘境之行他 可是下了血本 连灵器都拿出来了 结果眼前的所发生的事情 正如他所言那样 那些弟子们 从开始的生气焦躁 转变为一种震惊和惊讶之意 所谓灵器 是指助基七修士所使用的一种法器 面对这种宝器 没有人不会不心动 且更不要说 后面还有机会能够成为 金丹七修士的弟子了 光是这两个 就很值得他们去拼一把了 没办法对方给的实在是太多了 所谓有人欢喜 就有人愁 比如沈落就是这样 虽然说 对方开出的东西特别吸引人 但是那也得有命去拿 就这样 他们这些人 又在大殿里面待了一会 这才离去 离行之前 在座的每一个人 都领到了一份中阶零食 至于为什么发零食 可能是因为宗门 觉得有些对不起这些人 当做些补偿吧 沈落离开大殿 在前往自己住处的路上 脑海中一直回想着 刚才大殿发生的事 风掌门刚才说过 现在距离秘境开启 还有半年的时间 等这半年的时间一过去 就要去秘境里面 帮门派收集灵药了 一想到这秘境之行 沈落就是半天无语 看样子 自己若想 要在秘境中活下去 必须得提升自己的实力 才行啊 他喃喃自语道 为了能让自己活下去 不在秘境里挂掉 沈落决定 自己要开始 为这秘境之行 多做一些准备了 他要在这段时间内 让自己的实力 更上一层楼 让自己活下去的 几率更大一些 想要突破到 炼气十层的话 单凭靠葫芦中的灵液修炼 终究还是太慢了 看样子 自己得去于师叔那边 讨要一些黄龙丹才行 想到这里 他便动身 来到于师叔所在的药园 于师叔见沈落回来 以为他是来继续 打理药园的 想是这么想 但是当他听到 沈落口中所发生的事后 只得一声叹息 说了四个字 自求多福 言语中多了一些无奈 很显然 他不太愿意 看到面前的小家伙 死在秘境里面 毕竟两人相处了那么久 多多少少 也有一些感情 为此他还特地 安慰了一下沈落 并且还给了他 几瓶黄龙丹 沈落看着对方 递过来的丹药 心中一暖 他没想到 这于师叔对他 也太好了吧 本来还想从于师叔 这里买丹药来着 结果就这么给他了 这倒是他没想到的 就这样 沈落从于师叔这里 获得了丹药后 就回到了自己的住处 将东西装进葫芦里面 开始提炼起来 带到丹药都被提升到 极品灵丹后 他就开始了漫长的修炼 这段时间里 他除了修炼外 还抽空去了下马师兄那边 从他那里学到一个 中阶法术 脸器术 该法术并不是攻击法术 而是一个辅助型法术 所谓辅助型 就拿脸器术来说 这是一种完全可对抗 天眼术的辅助型 中阶法术 只要施展此术后 不被对方肉眼所看见 就可以达到一种 收敛自身灵器 隐匿藏身的目的 当然 这类法术对 助击器以上的修饰而言 完全没有任何作用 沈落在得到 此术的修炼口诀 又详细问了下马师兄 关于修炼此术的窍门后 就开始全心全意地练习起来 作为中阶法术 这脸器术修习起来 倒是有点声色难练 看来沈落 要想在短时间内 把他完全掌握 还真是一次不小的挑战 时光荏苒 岁月如梭 不知不觉 几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现在距离秘境之行 就剩下几天的时间 这几个月的时间里 沈落靠着鱼诗书 给的黄龙丹 还有葫芦中的灵液 终于将修为提升到了 练器十层的境界 不仅如此 还将中阶法术脸数学的 融汇贯通了 这天 沈落向百灵堂的韩师兄 拿到了可以外出的令牌 他要下山去购买一些 担要俘虏法器等 以备秘境之行 沈落走出山门后 就朝着明月方式方向走去 一路走来 他遇到不少太清闻的弟子 其中更是有几个人 他还见过 看样子 这些人多半是和他一样 都是为了后面的秘境之行 做一些准备 毕竟谁也不想在秘境里面 丢掉性命 奖励是很好 但也得有命去拿 沈落来到了久违的明月方式 看着面前熟悉又陌生的街道 这里他已经两年多没有来过了 扫了一眼面前街道后 沈落就大步地朝着之前 获得寒光剑的那家店铺走去 之所以选择那家店铺 小部分原因 是因为对方的锁链之初的法器程度 他也算是知根知底 但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 他只熟悉这家店铺 次日来到这家店铺的外面 从外面朝着里面看去 只见里面只有那位俊美男子的身影 并无当年接待他的那个人在这里 沈落瞧了一眼后 就走了进去 店铺里正在用笔记录东西的男子 像是听到了外面的脚步声一样 突然间抬起头看去 那是意外 道友真是好久不见 今天怎么有空来我这里了 那人打去道 呵呵 这不是急需一些法器啊 就来了呗 沈落笑着说道 哦 这样啊 就是不知道 道友这次需要什么法器 那人点了点头 看向沈落询问道 我需要一些威力较大的法器 最好是瞬间就能发动的那种 这种类型的法器吗 有的 有的 道友还请稍等片刻 说吧 他就转身往后肩走去 没过一会儿功夫 手中就拿出一个精致的小木盒走了出来 摆放在沈落面前 沈落看着面前摆放的精致小木盒 将其打开 看到里面放置着一个 青色类似于小药丸的东西 望着盒子中的小药丸 沈落很是不解 他要的是一件杀伤力较大的法器 对方却拿了一个青色的药丸出来 道友在下要的是法器 为何给我这粒药丸啊 沈落很是不明所以 指着木盒问道 道友不要急躁 且听我慢慢道来 此物乃是一件威力较大的法器 有名为青雷子 男人不慌不忙地解释道 青雷子 此物可有何用 单要的一种吗 沈落见状有些半懂不懂吗 非也 此物是 听完了对方的一番言语 沈落这才明白 原来此物之所以叫青雷子 是因为里面封印着天雷之力 所谓天雷之力 就是指暴雨天气时 天空所降下的雷电 这雷电之力 被修仙者用一种特殊的方式 给收集了起来 并利用炼器的手段 外加一种叫做雷石的材料 将这天雷封锁在 一粒有雷石制成的小丸中 这样就成为所谓的青色子 青雷子一旦祭出 里面封锁的天雷 便会立即爆炸开来 其威力之强 倒连一般的助击漆修士 都不敢正面承受这一击 可以说是这一件 威力无比的攻击力气 面对如此厉害的宝物 沈落心动了 生了想买下此物的念头 便问道 不知这件宝物要多少零石 此物价格不算太贵 也就五百零石 若是道友还有上次那种零液的话 只需要再交付两百零石就行了 男子淡淡地说道 沈落一听 没想到这么便宜 只需要一些葫芦中零液 外加两百零石就能买到手 这么划算的买卖 他当然做了 要知道 这可是连助击漆修士 都不敢直接应接的宝物啊 他坚信有了此物在手 自己能活下来的几率 又增大了许多 当即就拿出一些 装有零液的玉瓶出来 以及一块中阶零石 和百块低阶零石 男子看着沈落拿出的 玉瓶和零石 衣袖一服 就将这些收走了 见对方收了东西 沈落也将这青雷子收了起来 然后告辞转身离去了 他走出店铺后 并没有直接返回门派 而是又去了几家店铺 购买了一些服务和丹药 这才回去 次日 刚结束修炼的沈落 突然收到了门中 发来的传音符 让他前往太医殿一举 准备出发了 收到了门派通知 沈落不敢有丝毫怠慢 立即朝着太医殿方向走去 当他来到太医殿的时候 发现这里一时间近人满为患 整个大店里聚集了不少人 怎么突然这么多人啊 沈落见状很是意外 不由得付匪了一声 记得上次来这里的时候 也就五十个人 这次却多出了那么多人来 而且还有不少人都是生面孔 他都没有见过 所以扫了一眼这些人后 他就找了一个地方 驻足等待起来 等待太过于无聊 沈落便四处张望着 这一瞧之下 还真的让他发现了什么 他看到了之前 在交换会上出现的男子 柳青一 他竟然也在这次的秘境之行当中 按理来说 这次秘境之行参加的人 都是为处于大比一百名开外的人 像柳青一这种有宗门背景的子弟 出现在这里 多半可能是为了稳定人心 沈落是这么认为的 他在这里待了没过多久 只是一会儿的功夫 就见风掌门走了出来 这次他并不是一个人走出来 后面还跟着一位 看起来只有十七八岁的妙龄少女 只见他面若寒霜 神情冰冷地 跟在风掌门的后面来到大殿中 这二人的出现 使得原本嘈杂不堪的大殿 瞬间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都处于这二人身上 但更多的是在看风掌门一旁 神情的冰冷女子 没想到这陈师姐 竟然也会来参加这次的秘境之行 站在沈落一旁的一位高兽男子 忽然低声道 言语中充满了惊讶之意 什么 你说他是陈师姐吗 就是那个 最近名声雀起败入本门 原因期老祖门下的那个人吗 高兽男子一旁的人 听到他的话语后 也小声地附和道 陈师姐 原来他就是那个 便衣单一零根啊 听着旁边两人小声议论 沈落目光不由地看向那名女子 心中想到 陈师姐似乎是察觉到了沈落的目光 也朝着他看了一眼 眼神中充满了寒意 沈落被此女盯着 看到了对方眼神中那一丝不善之意 立即转移了目光 朝着别的方向看去 陈师姐对此 也只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后 就不再去理会了 这位是玲珑师叔的关门弟子 陈指焉也就是你们的陈师姐 这次秘境之行 他会和你们一起去 风掌门扫了一眼面前的弟子 淡然道 说完了此话 风掌门下面就开始说了 一些关于秘境方面的事 以及在秘境里面要注意的一些事项 关于这次秘境之行 我就说这么多了 希望你们好运 听完了风掌门的驯话和鼓励后 就有两名铸鸡七弟子 手中各自捧了一个托盘 走入殿中 托盘的上面分别各自摆放了 一堆五颜六色的中阶灵石 看样 多半是想用这些东西来激励这些弟子 当作战前的动员 沈洛想到 次日中间灵石是按照人数所需 每个人一块随意拿取 沈洛拿了一块火属性的灵石 将其收入储物袋中 带到所有人都领到这些东西后 风掌门非常干脆利索的一句 出发 然后带着陈师姐率先离开了大殿 沈洛等人见状 连忙在后面紧紧跟随着 一走到大殿 所有人就到吸了一口凉气 只见大殿门外的半空中 有一艘巨大的船悬浮在半空中 船头的甲板上正有一名男子 站在上面注视着他们 那男子沈洛认的 那人就是当天在大比的时候出现过的那位 金丹七师祖 这位是智风真人 这次的秘境之行 就是由他来带对的 风掌门对着身后的弟子们淡淡地说道 还能再干什么 还不快上完 智风真人对着下面的人喊道 见金丹七师祖催促 下面的人不敢有丝毫怠慢 纷纷跳上了这艘巨大的飞船上 等到所有人都上去后 智风真人就来到船舱 拿出几块中间灵石 放入一个类似于木箱的东西里 木箱受到临时的注入后 立即闪出一道光滑来 就见巨船的边缘上 浮现出一道光幕迅速地 将整个船身包裹在一起 智风真人 见船身被光照完全护住 这才安心地掌控着船舵出发了 距离太清门总舵外的数万里高空中 正有一艘巨大飞船 以极快的速度飞行着 非洲上的太清门弟子 或多或少地站在甲板上 有的聚在一起聊天 有的盘膝而坐闭目养神 也有的依靠在栏杆上 看着下面的风景 沈落就是这最后一种 听着光照外呼啸而过的风声 俯瞰着下面的景色 别有一番风味 加入太清门这么久 他还是第一次 离中区那么远的地方 这次秘境之行 精打细算准备了那么多 沈落估计 自己这次能活下来的几率 大概有个五成左右 正当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时 就忽然闻到了一种 女子身上的芳香 他别过头看去 发现不知何时 那位陈师姐也来到了这里 而且离他只有数丈远的距离 沈落看了一眼这位女子 按理来说 以对方的容貌和身份 应该是很受到那些弟子们的追捧才是 可是事与愿违 所有人似乎对他 都是一种望而生畏之胆 不敢与他有太过的接触 此女多半有如此处境 可能是由于功法零根属性的原因 想到这里 沈落只是看了一眼 就不再去关注他了 好看的女子固然扬眼 但是在这种氛围下 他是没有这个心情 飞船大约飞了半天左右 就来到了目的地 到了此地 众弟子们才从志丰师祖口中得知 此处是和其他先派约好的相聚之处 只有各大先门的人都聚集齐了 才会一同出发去开启秘境 毕竟只单凭一门一派之力 是无法进入境地的 约定好的时间是明日的上午 因为秘境靠近青州 太清门也算是半个东道主 所以本门一般都是提前一日 先来此山等候其他个派 当他们知道志丰师祖口中的信息后 沈落等人自然一哄而散 在山上纷纷各行其事 为即将发生的秘境之行 做些最后的准备 于是 那些太清门的弟子 有得盘膝而坐 养精蓄锐 有得呆呆出神 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 如此的氛围下 但偶尔还是有个别人面色不改 依旧是谈笑风生的样子 就比如柳青衣 此人一从飞船上下来 就勾搭上几个女弟子 同他们一起愉快地交谈着 而沈落则是找了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独自坐了下来 就这样 到了次日早上的时候 所有弟子再次聚集在了山顶上 眼看就要中午了 还迟迟不见其他三宗的到来 正当所有人很深纳闷的时候 就见远处的天边 浮现出一道炫光 远远望去就见天边 正有一柄巨大的飞舰 划破天际朝着这里飞来 因为这柄巨大的飞舰出现 使得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太清门弟子 一阵骚动 好大的一柄飞舰啊 这该不会就是传说中的法宝吧 沈落抬头看着那柄巨大的舰 心里想到 正当他准备细观察之际 那柄巨大的舰 就已经在这天剑派的弟子 降落在了山上 为首饰的一位中年男子 他用手轻轻一招 然后白光一闪 巨大的飞舰转瞬间消失不见了 对方的手中 凭空多了一件巴掌大小的小剑 没想到这次风道友没来 却是智风道友来带队 在下灵剑子游礼了 这男子 几步走到了智风真人的面前 乐呵呵地说道 风师兄最近忙于管理门派 实在是抽不出身 于是这次就派我来了 智风真人淡淡地说道 原来如此 真是可惜了呢 本来还想着和风道友 继续赌上一把呢 看来这次是 没什么机会了 灵剑子扫了智风真人一眼 不以为意道 呵 确实是可惜了 灵剑子道友 看来只能等下一次了 智风真人轻笑一声 哎 那好吧 看样子 我这次带来的更金金金 是没啥用了 灵剑子叹息一声 悠悠地说道 智风真人闻言 听到更金金金这四个字时 心中一惊 此物可正是他一直所需要的材料 这些年来 他一直苦于找不到此物而发愁 没想到 对方竟然把他给拿出来了 看来 对方是早就知道 这次是他来带队 所以特地带了更金金金来 想到这里智风真人 眼光一闪 此物可是目前他最迫切需要的东西 于是 看着灵剑子对着他道 灵剑子道友 虽然风师兄这次没来 不能同你赌斗 但是在下可以替师兄 和道友赌上一把 那如此甚好啊 就是不知智风道友 准备拿什么材料 进行赌斗 灵剑子眯着眼睛 微微一笑道 此物是我机缘巧合之下 获得的一枚回员单 修饰服用 可以增加一年的寿命 智风真人化罢 就拿出一个的瓶子来 此言一出 在场众人的目光 无不其刷刷地朝着智风真人 所拿出的小瓶看去 次日望着智风真人手中的小瓶 所有人都露出一种贪婪的目光 若说修仙者最缺的是什么 那就是寿命了 尽管修仙者和凡人相比 他们有着悠久的寿命 都说人老成精 虽然他们不会老 但他们会死 尤其是那种活了很久的人 因为这一点 修仙者们前赴后继 不断地钻研之下 终于炼制出了一种 能增加寿源的丹药 回员单 就是这些众多丹药中的其中之一 这种丹药 不论是凡人 还是修仙者 都能够吞服 虽然如此 但回员单的吞服次数 是有上限的 超过五次再进行服用的话 是没有任何效果的 至于为什么 就不得而知了 并且 除了回员单之外 其他能增加寿命的丹药 也都是有限制的 灵剑子看着 对方拿出来的东西 很是意外 没想到 对方竟然拿这种 能增加寿命的逆天之物 当作赌注 眼神闪过一丝狡黠 试问这种 能增加寿命的丹药 谁不行动了 当即便道 智风道友 当真实了得 此物当作毒品完全可以 道友若是不反对 首先 先看我们两家 谁采集的灵药最多 其次在看谁的门下 走出秘境的人数 如何 可以 智风真人 很是干脆地道 好 就在两个人 准备机长为事的时候 突然一道声音传来 惊动了所有人 二位道友可当真是好啊 这等赌局 怎么能没有我们参与呢 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声音 所有人转身 寻着声音的方向看去 只见天边一个白色的光点 渐渐地靠近这里 其速度极快不多久 就飞到了这里的上空 那是一艘巨大清浴雕城的大船 船上 站满了一大群身姿娇艳 肤白貌美的女子 这些人当中 为首的是一位 工装打扮的中年女子 这女子从非洲上落下来 便走到林剑子 和智风真人的面前道 二位道友 这次赌局 能否让我们飘渺宗 也参与一下否 林剑子望着来到 他们一旁的工装女子 冷了一下 随后道 原来是飘渺宗的紫云道友啊 道友想要参加这赌局 当然可以 只是不知道 有的赌注是什么 智风真人看着这两人交谈着 他并不认识 这位紫云道友 没有之声 只是在一旁默默地看着 小妹不才 比不上二位道友 只有一张本门老祖 所炼制的一张福禄而已 女子说完 就拿出一张福禄出来 一晃之下 又收了回去 林剑子和智风真人见词 两人都不由地震惊了一下 双方都流露出一丝贪婪之色 这可是原音七修士 所炼制的福禄啊 作为赵国最顶级的修士 他们所拿出的东西 可都非同反响 更不要说一张福禄了 哼哼 紫云道友言过了 你拿出来东西 可一点也不比我和智风道友的差 林剑子甘笑了两声道 不错 智风真人也附和道 既然二位道友不嫌弃 那我就和你们赌了吧 至于赌局 就按照你们刚才说的那样吧 紫云真人顺势说道 见着紫云真人如此爽快 林剑子和智风真人 心中不由地付费 这么快就赌了 莫非门中出了好苗子吗 心里是这样想 但是没人说出来 如此 三人就同时机长 定下了赌约 三派弟子 对着三人的赌约 可是听得清清楚楚 想也想不到 这三名金丹七的尸祖 竟然会用他们的小命 当作赌局 一时间引起了不少的骚动 很多人是敢怒不敢言 毕竟对方的身份摆在那边 三人定下赌局后 又闲聊了一会儿 就回到了各自的阵营里 智风真人转身 回到太清门弟子这边 看到了那些弟子们脸上的神情 他知道自己拿他们生死之下打赌 确实是不妥 他干咳了两声 然后说出一番 让沈洛等人惊恶的话来 我知道 你们肯定觉得 我们拿你们的生死打赌 太过于不尊重你们 其实你们错了 大错特错 尊重从来都是只属于强者 只有强者才配受到尊重 弱者是没有资格的 所谓弱肉强食 适者生存 这就是修仙界的残酷 另外在修仙界里 不管是名门正派 还是邪魔外道也好 都是在主张优胜劣汰 即使是像我们太清门 这种自诩为正道的修士 也不例外 或许你们可能觉得 我是在无稽之谈 其实你们错了 你们之所以没有发觉 那是因为 我们正道修士讲究的是寻寻善进 而那些所谓的邪魔外道 则是力求法力突飞猛进 一味追求功法威力强大 虽然号称随心所欲 显示真性 但随着他们修为的增长 会逐渐行为偏激 造成人性扭曲 变得极度残忍嗜血 不管是正也好摸也好 双方执行的 都是弱肉强食的那一套 你们要知道我们修仙者 可不是世间的俗人 仗着修为高深 欺负低阶弟子 是凡人为蝼蚁的大有人在 一语不合 将其灭杀 这都是常有之事 听到这里那些弟子们 有点糊涂了 照他那样说法 那么他们所谓的正道 岂不是和魔道一样吗 既然如此 那为什么还有道魔之分 有人不解地问道 从来都没有道魔之分 只是修炼的功法的属性不同而已 如果说 我们和魔道唯一区别 那就是 我们修炼的功法 较为柔和罢了 智风真人 仿佛将这一切看得极为通透 把道魔之间关系划分成这样 让人不禁瞠目结舌 很是惊叹 在说完这些话后 智风真人看着面前众弟子 随即又道 你们这些人啊 平时只知道在门中修炼安一惯了 哪里知道真正的修仙界 有多黑暗 像这种杀人夺宝 灭宗灭族 那是再正常不过了 此话说完后 智风真人顿时变得严肃起来 十分郑重地道 说完了这些 下面该说说打赌的事了 刚才打赌的事 你们都听到了 只要你们能帮我赢下这赌局 我绝对不会亏待你们 到时候 临时丹药法器什么的 应有尽有 次日太清门的弟子们 还会把智风师祖的 道魔之间的事消化完 就立即被其后的许弱 变得兴奋跃跃欲试起来 要知道对方随便拿出一件东西来 对他们来说 都是一件天大的机缘 看到眼前的弟子们 被刺激的兴奋激动起来 智风真人很是满意 只要能获得赌局的胜利 大不了赔掉一些丹药法器 仅此而已 且那些法器和丹药 他早就用不上了 弃之可惜 倒不如拿来激励这些人 沈洛听了也颇为心动 毕竟像金丹七 这种级别的修饰 所赏赐的东西 一般来说都不会太差 奖励是不错 但也得有命去拿 想到这里 沈洛的那颗机动心 瞬间安静了下来 但其他的太清门弟子 可就不是这样了 他们各个摩拳擦掌 叙事待发 沈洛见着太清门 众多弟子的模样 下意识看了那陈师姐一眼 发现对方 一如既往的面露寒霜 没有丝毫情绪波动 真不愧是 元英七老祖的弟子 面对如此诱惑 还能这般淡然自若 真是厉害啊 沈洛暗自叹道 看了下太清门的状况后 沈洛就朝着 天剑派那边望去 只见对方的现状 丝毫不比太清门差 在他们林剑子师祖的 一番慷慨激昂下 个个都卯足了干劲 在观飘渺宗的人 紫云师祖回到自家阵营后 却是一句话都没有说 而是闭目养神起来 对于飘渺宗 作为赵国的四大宗门之一 沈洛倒是知道一点 这是一个全派 皆是女子的宗门 这些女弟子 各个皆是姿色不俗的存在 他们最擅长的 就是迷惑之法 将自身的优势 发挥到极致 如今一看 果真是名不虚传 这群女子 各个是千娇百媚 花容月貌之色 让人看了 不禁两眼放光 想如飞飞 那些飘渺宗的女弟子 见有人在看他们 也不恼 而是飞了几个媚眼过去 让所看之人 一时间腿软骨酥 不知所以 对此 沈洛还好一点 尚且能把持得住 没有被对方所迷惑 稳住了自己后 他转脸一瞧 看到太清门这边的弟子 被人抛媚眼后 立即害羞地 把脸别了过去 然后又悄悄地的斜着眼睛 偷偷朝那边看去 沈洛见词很是无语 他在想 若是这些人 若是在秘境里面 对上了飘渺宗的弟子 他们能舍得和对方动手吗 还真的是 让人难以下狠手 同样的事情 也发生在 天剑派的弟子身上 那些飘渺宗的女子 也在向该宗的人 挤眉弄眼 过了一会儿 不知是谁 忽然喊了这么一嗓子 看林云宗的人来了 那是双翼三脚蟒 听到这声音 所有人都抬头看去 沈洛见词 不由的心脏 砰砰直跳 那是一只银色双翼 头上有着三只脚的蟒蛇 此蟒蛇大的出奇 赫然就是一个庞然大物 骑蟒蛇的头顶之上 还站立着一位灰衣老者 这就是金丹七修士的实力吗 这种的妖兽 竟然也能随意 降服驱使 太难以置信了 沈洛看到飞过来的巨蟒惊呆了 一想到自己以后 要是凝结成金丹 也会有这样的莫大法力 想想就很激动 闻道者 招生西斯 见识了这几位金丹七的神通和手段后 沈洛对自己修道呈现目标 更加坚定了 各位道友久等了 老者从巨蟒上跳了下来 林剑子看着来到这里的灰衣老者 有点埋怨道 哈哈 这不是因为门中小辈的事情 耽搁了一会 千鹤真人甘笑两声 看到一旁的智风真人 迟疑了一下 继续道 咦 这位道友 想必是负责带领太清门的人吧 在下千鹤见过道友 千鹤道友客气了 在下智风见过道友 智风真人抱拳一礼回道 好了 客气的话就不要说了 还是商量一下 怎么破开秘境的禁止吧 紫云真人看了这三人 一眼开口道 紫云道友言之有理 我等事实后该商议一下了 林剑子应声道 就这样四派祖师俱载 被一起 开始商议着 关于后面破解秘境禁止的事 沈落对此也没有闲着 他朝着林云宗的那边望去 心中不禁有些感慨 若不是因为和林云宗的胖修士交易 说不定此刻 他正站在林云宗这一行列当中 这一眼瞧去 倒是真让他看见了几个 当年同他一起加入该宗的人 那些人也察觉到了沈落 好奇地打量着他 看样子 对方还记得他 沈落有点意外 要知道 现在距离他离开林云宗 加入太清门 已经过去三年了 面对这些 曾经算是自己半个故人的存在 沈落自持 现在自己不是林云宗的人 到时候 秘境里面撞到了 不是敌人也是敌人了 没有友情可言 他和这些人 不过只是一面之缘 没有过多的交情 所以不会心思手软的 确定了自己所想之事后 沈落收回了目光 耐心等待着起来 没过多久 各派的祖师们就商量完毕 分别返回了本门的队列中 然后带着门中弟子腾空而起 向着秘境所在的地方飞去 飞行了个把个时辰之后 就在一个小山丘面前落了下来 此地除了一堆堆的石头外 连一根草都见不到 看到此地的场景布局后 所有人大感意外 这里怎么看 都不像是个秘境所在之地 这里这么荒芜 真的是秘境所在之地吗 沈落剑辞也不由地 小声嘀咕着 那些金丹七的师祖 他们来到这里后 又聚在一起商议了起来 没过多久 就见天剑派的灵剑子 突然走了出来 向前方走了十几步后 就止住了脚步 只见他双手合十 手中闪耀着灵光 然后猛地将手上的光芒 打了出去 灵光飞出后 随即就化为一柄青色长剑 青色长剑飞行的速度 快如闪电 笔直地向正前方飞去 随着青色长剑的飞出 发生了一件 令人很是意外的事情 长剑仅仅是飞行了数丈远 就好像是触碰到了 什么东西一样 虚空之中 陡然间划出了一道炫彩的光芒 次日 灵剑子看着这道炫光出现 手对着长剑一点 剑身瞬间散发出浓浓的青光 刹那间青光涌现 铺天盖地卷席而来 看着这如此灵光 就在众弟子惊叹不已时 青光随即就化为了漫天剑光 不断地向四周扩散而去 顺着剑光的方向看去 一眼望不到底 不知一直延伸到何处 到处是剑光散落的声音 这时 若是有人在里面行走 恐怕会被这如雨般的剑光 瞬间割杀 随着剑光不断扩散 四周的虚空中 呼地显现出一道光幕出来 光幕的出现 亮出了刻在上面所画的符文 灵剑子剑状 心中一喜 双手立即掐着法掘 操纵着那些四处散落的剑光 将其合在一起 形成了一柄巨大的宝剑 那宝剑一出现 二话不说 就是对着光幕一剑斩去 砰 剑剑一剑斩下去后 劈开了一道缝隙 紧接着就件缝隙里 正有霞光不断的溢出 呼啸着化为了数道锋刃 到处刮个不停 组成了一道滴水不漏的锋刃之墙 好厉害的锋刃啊 沈洛望着这道锋刃 感慨万千道 他感觉到 这个静止所化成的锋刃 比他极品法器所化成的锋刃强太多了 可以说是一个天上 一个地下 一见此景 其他三名金丹七修士 不约而同 飞到灵剑子一旁 并肩站在了一起 智风真人一落下来 就伸出了手 从手掌缓缓冒出了一个 巴掌大小的骨色小顶 接着将其从掌中打出飞去 紫云真人则是 拿出一个玉如意 飞了出去 而剩下的铅和真人 却是拿出一块 闪着黄色光芒的大印 灵剑子剑子 立即将自己 打出飞剑召回 同那三人的宝物 汇聚在一起 四件法宝交相辉映 一前一后地围在一起 击射出一道光圈 冲向了锋刃之中 这些法宝周深的光韵 和锋刃相碰 不断地发出扑的声音 让一旁观看的 众多弟子震惊不已 智风真人的小顶 快速旋转个不停 其顶上的灵光 不断地朝着四周 急射而出 将锋刃打得粉碎 千鹤真人黄色大印 上面的光芒 每闪动一次 就有一尊 如小山大小的 黄色大印虚影出去 朝着锋刃砸去 其余的两件法宝 也各显神通 尤其是 灵剑子的飞剑法宝 青色的飞剑 直接幻化成一条青色巨蟒 不断地甩动着尾巴 对着锋刃扫去 四剑法宝的威力虽然惊人 但是同那些 源源不断溢出的霞光 变作的锋刃相比 终究还是太吃力了 随着这些法宝不断地推进 没多久 四人就已经是汗如雨下了 毕竟操纵法宝 对抗这禁止 实在是太好灵力了 连续不间断的激斗之下 四人的法宝 终于是开辟出了一条 由炫彩光芒组成的通道 通道已经显现了 所有人速速进去 这次秘境的时间为五天 五天后 我等会再次打开这条通道来 灵剑子见通道显现 立即高声呼喊道 四宗弟子闻言 一时间你看我 我看你 谁也不敢率先进去 谁都知道 只要进入了这个秘境 等待他们的 就是死亡的考验 为此 人人都一副担惊受怕 提心吊胆地看着这条通道 处在原地不为所动的样子 都还愣在干什么 快点进去 我们坚持不了多久 千和真人扫了一眼那些弟子 立一声喝道 见金丹七的师祖开始催促 所有人不敢有丝毫怠慢 全部都聚在一起 一批一批地走入了通道内 沈洛望着那些人 成群结队地聚在一起 脸上闪过一丝迟疑之色 他知道自己 只要进入这个神秘通道里 就很难再活着走出来了 唉 生死有偿 定数难逃 罢了 我自去一眼 沈洛摇了摇头 走到那些人群当中 排起队来 他排在队列的中后位置 前面是天剑派的弟子 后面则是飘渺宗的女弟子 通道不算太长 也就几十来丈的距离 沈洛来到了通道口 还未来得及看清眼前的情形 就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两眼白花 整个人就从通道口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 就在沈洛等人进入秘境的那一刻 秘境的另外一边 也同样地在发生着一件事 只见秘境的另外一边 有近百名身穿黑衣服的青年男女 他们聚在一起 这些人皆是属于魔门旗下 四大魔宗的弟子 此刻他们目光分别都朝着面前一男一女看去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 这次秘境之行四大宗门的人 都是安排了门下精英弟子前往 男子忽然开口道 什么 怎么会这样 往年 他们不是都是派那些资质较差的弟子去吗 怎么突然换人了 女子很是诧异不解的道 哎 不知道是哪个家伙 暴露了我们魔门的意图 一个跑到别人生仙大会上去 一个跑到别人总舵去了 因为这两件事的发生 使得那些到门的人 开始警惕起来 对我们进行背了 男子带着愤慨之意说道 既然如此 我们那我们还要派人 前往秘境去抢搏灵药吗 女子有点担忧道 当然得去 这些灵药对我们魔门四宗至关重要 只要将那些灵药采集到手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造出一批金丹七修士来 男子一脸坚决的 然后很是惋惜的再次说道 就是有点可惜了 若不是我们魔门这几百年来 休养生息 这个秘境怎么可能 会被那些到门的人把持 是啊 真不知道掌门是怎么想的 直接把那些到门的人全杀了不就行了 一聊百聊 何必偷偷摸摸的 女子对于上面的决定 心生不满 有点埋怨道 掌门自然是有她的考虑 反正现在还没到我们魔门四宗现世的时候 耐心等待就是了 另外 我们的任务 就是将这些人送进去仅此而已 男子看了他一眼 安慰道 可惜了 这张破镜符 就要这么浪费了 说吧 他拿出一张黑色符路 哼 不过是一张符路而已 只要我们能够圆满地完成任务 相信掌门是不会亏待我们的 男子看着他中的符路不以为燃道 符路是门中原音七老祖 费了好大的禁令制制出来的 反正又不是他自己的 用就用了心疼这个干嘛 也是 女子点了点头 手一扬 就将手中符路抛了出去 接着掐出一道法绝 打出一道灵光 黑色的符路 瞬间光芒大作 一串串黑色的符文 伴随着光芒不断地显现出来 没入虚空之中 没过多久 就出现了一条 炫彩光芒组成的通道 次日看着通道的出现 男子当即对着那些人道 你们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从那些盗门弟子手中抢夺灵药 现在我宣布任务开始 随着男子的一声令下 那些魔门四宗的人 有条不绪地 劈刺走入通道之中 而另外 一边的沈落 在刚走到通道口的时候人就消失了 凭空出现在一处 散发着寒气的水潭旁 一出现在这里 他顾不得好奇这里的环境 当即快速扫了一眼 自己周边的情况看看 是否有他人出现在这里 毕竟 只要一进入这里面 就没有和平可言 直接开打的那种 一圈环视下来后 发现这里没有其他人在这里 看样子 自己还算是比较走运的 沈落对此不禁松了一口气 不过他并没有因为没人而放松警惕 则是一只手心扣着玄规盾 另外一只手 拿着上瓶法器火焦刀 以做防备 看着距离自己不远处的一处寒潭 沈落对自己 忽然出现在这个地方 并未吃惊 早在进入这个秘境里面 他就从别人口中了解到 一旦踏入秘境里面 就会被里面静置之力 随意传送到秘境各个地方 至于会传送到哪个地方 这个就得看运气了 运气好的话 有可能会传送到最核心的地带 那里有大把的灵草可收集 运气不好就会有可能 被传送到妖兽的栖息地 要么葬送妖兽附中 要凭这么一己之力拼杀出去 至于那些运气很背的人 会直接被传送到了 秘境里面绝处之地地里 直接一命呜呼 不过这种情况 一般很少发生 除非你运气是真的呗 大部分情况下 出现最多的 就如同沈洛这样 被传送到了秘境的某个角落里 靠着自己自行摸索着前进 之所以会出现以上这种情况 是因为他们是通过破镜进来的 没有按照正确方式的进入 所以一进去 就会触动某些小静置 沈洛一边谨慎地打量着这个寒潭 一边努力回想着之前 那些人口中说过的某些地方 这些信息是以前进入秘境里的弟子 走出秘境后留下来的 这一番回想之下 还真的让他想起来了 面前的潭水应该是从 广寒湖泊那里深沿而来的 广寒湖位于秘境的北边 它的附近多有一些寒性的灵草 寒烟草 这是一种通途广泛的灵草 该草也是处于太清门这次的秘境之行 要收集的众多灵药当之一 其湖水的深处 有着一群一级下街妖兽 多是一些鱼怪之类的 只要不进入湖水深处 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事 沈洛回想着这些 心里有些数了 按道理来说 越是靠近秘境中心的地方 越是会出现珍惜的灵药 同时也伴有着实力强大的妖兽在看守着 而广寒湖恰好位于中心地带的外围 望着不远处的寒潭水 沈洛觉得自己赶去那边 差不多只需要几个时辰就行了 不算是太远 想到这里 沈洛就准备动身 朝着那个方向走去 刚要转身离去 却见面前的寒潭水上空 突然撕开一道口子 扑通 一声 就见裂缝口子当中一个人 掉落下来 直接坠入潭水中 那人掉落潭水里 直接沉了下去 之后又快速地浮了上来 沈洛见状走过去一看 发现潭水中那人 已经被里面的寒气 瞬间冻成了冰块 好厉害的寒气啊 沈洛倒吸一口凉气 惊叹道 他没想到 这个潭水里面的寒气如此之重 不做防护手段的话 会被瞬间冰冻 不过也好 倒是便宜我了 沈洛自言自语 内心窃喜道 手中的火焦刀 一刀劈了下去 打出一道散发着 炽热高温的火红色刀光 一刀下去 将那人身上的冰块打碎 接着衣袖一幅 拿走了那人腰间的储物袋 把他储物袋里面的东西 稍微清点一下后 然后又在自己身上 施展了一个脸器术 之后脚步轻盈地上路了 一路走来 他都是小心翼翼的 基本上是没碰到什么人 不多久 他就来到了广寒湖这里 这就是广寒湖吗 沈洛好奇地打量着 这个湖泊的面积不算太大 处在一片树木的包围中 湖面上的寒气肉眼可见 沈洛稍微打量了 一下这个湖泊后 就看见在湖边 某处低洼的地方 长了十几株白色的小草 此草浑身洁白 并隐隐约约散发着淡淡的寒气 像白色的烟雾一样 看样子多半就是寒烟草了 见状沈洛心里有几分暗喜 如此不费吹灰之力 就采集到该灵草 倒是个不错的开头 就要走过去的时候 耳朵一动 仿佛听到了什么 沈洛脸色微微一变 立即往旁边一闪躲藏了起来 没过多久 就有一名男子快步走了出来 来到了他刚才站立的位置 躲在暗中的沈洛 偷偷观察着 从那人身上的服饰来看 这是天剑派的弟子 此人来到这里 左顾右看地观望了一下 发现这里似乎没有人 不禁面露喜色 想不到 我是第一个来这里的 寒烟草是我的了 那人洋洋得意 沾沾自喜道 看着那人朝着寒烟草的方向走去 沈洛觉得这是一个偷袭的好机会 他悄悄地催动着手中的火焦刀 就要准备出手对人砍去的一瞬间 那人脚步突然间一顿 猛地往后一转 大呼小叫道 想偷袭我 没门 出来吧 我看到你了 突如其来的喊话 让沈洛一惊 以为自己暴露了 这一下迟钝手中的刀 没有立刻劈出去 而他面前的那人 一声高朗呼吓后 就两只眼睛贼溜溜地转个不停 看了一下后 就不再理会了 沈洛对此很是无语 搞了半天 原来是在虚张声势了 那人高喊了一下后 就快步来到寒烟草那边采集起来 望着那人采摘着灵草 沈洛没有继续出手偷袭 他变换了思路 准备等那人采摘完灵草 离去的时候再出手偷袭 如此一来 倒也省得他出手自己去采摘了 想到这里 他就静下心来 开始等待了 正当那人采摘完第四株寒烟草的时候 就见一道灵力的剑光袭来 猝不及防一剑刺中他的后背 次日伴随着一声惨叫声响起 那人被一剑刺中后 栽倒在地上没有了呼吸 突如其来的惨叫声 迫使沈落双目定睛看去 此时的湖边已多出了两个人影 看其身上的穿着打扮 应该是凌云踪的人 他们站在那边 翻动着天剑派弟子身上的储物袋 嘿嘿 陶师兄你真是太聪明了 躲在广寒湖里 等人来采集灵草 然后再偷袭 真是妙啊 恐怕这小子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死的 这个方法这么好 不如我们继续潜伏在这里 等待其他人上钩好了 其中一人 拿着那人的尸身上的储物袋 意犹未尽的道 那肯定的啊 所谓螳螂补偿黄雀在后 只要我们潜伏在这里 就不愁没有灵样 陶师兄一脸得意的样子说道 听着这两人的话语 沈落阴沉着脸看着 对方好像还会发现自己 若是现在出手的偷袭的话 应该可以能够灭杀这二人 他想了一下 目光再次放到那二人身上 他决定等着这两人 再次潜伏在湖水中的时候 就寄出御风旗 对着这二人轰杀而去 哈哈 真不愧是陶师兄啊 那人赞许地说道 趁现在还没有人来 我们赶紧躲起来吧 陶师兄说完此话 扫了周边眼 见对方目光寻来 沈落越发地小心 把脸气数发挥到了极致 将气息彻底收敛了起来 不敢露出分口 他黄雀在后的偷袭计划 还没有实行 怎么能轻易地被发现呢 林云宗的那人 扫了一眼周边情况 确定没什么人后 就一把火把天剑派弟子 尸身烧了个金光 最后 二人同时 寄出林立护盾 跳入广寒湖中潜伏起来 带到这二人潜入湖水中后 沈落没有立即 走出来 而是又待了一会儿 这才直起了身子 缓缓靠近湖泊那边 他并没有撤掉脸气数 而是一直施展着 他知道 湖水中的两人 因为视野限制 多半一直是用神石来探查情况 走到离湖边 还有十几丈远的地方 在一个灌木草丛后停了下来 望着刚才那两人 潜藏在湖水中的位置 他从橱袋里面 拿出了几瓶法器预风旗 手持青色大旗的沈落 立即将旗帜挥舞了起来 等到上面的灵光聚满 就把旗间猛地朝着那两个人 所在的位置一点 只见青光大圣下旗帜上的灵光 瞬间没入旗间里面 随后 就有数到半月形的青色锋刃 从旗间中窜出 如狂风骤雨一样 争先恐后的飞去 弄完这些后 沈落又甩出几张灵符 以及劈出几道火红色的刀光 砰 砰 砰 一时间 湖面之上树道灵光炸裂 激起了荡荡波纹 水中的卷起浪花 更甚比比皆是 望着湖面上的状况 他坚信 这在如此猛烈的攻势下 这两个人断然是支撑不了多久 毕竟他是偷袭的 对方没有防备 事实结果 真如他所料的那样 没过多久 就见湖面上漂浮了两具 被冰块冻住了的尸体 堂王捕缠这个游戏 终究还是他赢了 沈落快步来到湖泊这里 刚一靠近这里 就有一股冷冽的寒意袭来 不禁让他打了个寒战 想不到这湖水里的寒气 比刚才碰到的寒滩水里的寒气还要重 沈落很是意外 略微想下了这些后 就用火焦刀 打碎了那二人尸体上的冰块 收走了两人身上的储物袋 又分别弹出两个小火球 把这两具尸体给焚烧了 收获了战利品的沈落 毫不客气地 把剩下的寒烟草都采集走了 采集完后 他没有片刻时间停留 而是直接转身离去了 毕竟刚才的偷袭 引起了不小的声响 他担心会有人听到这个动静后 会马不停蹄地来到这里 所以走位上侧 才是最佳的选择 沈落离开广寒湖后 就立即朝着秘境中心区域走去 不多久 他就在一个小山坡面前停了下来 饶有兴致地 望着脚下的两具尸体 看样子这俩人 是同归于劲王 望着同属他一个宗门尸体的人 此人死得极为惨烈 高大的身子上布满了剑痕 其眉心上 还插着一柄断裂的长剑 将他钉死在了地面上 而天剑派的那人 也好不到哪里去 直接被腰斩分成了两半 死得不能再死了 见此情景 沈落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没想到 这两人之间的战斗 竟是以同归于劲收场 虽然这两人是以悲剧收场 但是对沈落来说 可就不一样 什么都不用做 就能获得两个储物袋 真是美哉 从这两人的身上摸索起来 找到了两个储物袋 沈落美滋滋地 看着手中两个储物袋 将其收起来 作为报答 他把这两具尸体给焚烧了 好让他们成归成 土归土 弄完了这些 沈落就拍拍屁股走人了 他走后没过多久 就有两名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 站在他刚才站立的地方 他们是魔门的人 刚进来 恰好就撞到了沈落的出现 他们没有第一时间跳出来 而是选择潜伏在暗中 偷偷观察着 师兄 为什么不让我动手把他杀了 要知道 那可是两个储物袋啊 就这么便宜这小子了 其中一个黑衣人 望着沈落离去的方向 有点不满道 师弟 你要记住我们的任务是 收集灵药 这里对我等来说很是陌生 但对到门的人就不一样了 他们三番五次地派人进入这里 对这里很是熟悉 另外一个人道 师兄是说 不错 我们就是要先跟着他 等到他带我们找到灵药 然后再出手杀了他 哦原来如此 我明白了师兄 先前说话的那人 恍然大悟道 知道就好 我们快跟上去吧 被称呼为师兄的人 点点头道 此刻 正全力赶路的沈落 还并不知道 自己被人盯上了 他离开那里没过多久 大约过了几个时辰这样 隐隐约约 就有一种被人跟踪的感觉 至于为什么有这种感觉 他也不知道 就是突然心中有感而已 凭着这个感觉 他停下了脚步 驻足了下来 放出神识探去 神识探查的结果显示 这附近一切正常 没有异常的灵气波动 次日 不过这也正常 就算真有人在偷偷跟着他 也肯定用了隐匿身形的手段 好让自己不被人所发现 难道是我想多了吗 沈落扫了一眼后面 喃喃自语道 现在摆在他面前的 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 他在自己吓唬自己 另外一个 就是对方藏匿了起来 对于这两个选择 他更比较倾向于后者 因为这种感觉 并不是心血来潮 且若是真的被人盯上了的话 那可就麻烦了 不管有没有人 他觉得 都有必要探查一下 毕竟小命要紧 想到这里 他心中便有了对策 沈落冷眼打亮了身后鼠边 接着就催动着凌云靴 身子一晃 就出现在树杖外 渐渐远去了 当沈落的身形消失后 原本安静无比的灌木草丛中 钻出两个黑衣男人 师兄 这小子是不是发现我们了 其中一个黑衣男子 有点疑惑道 应该不会吧 我们都隐匿了身形 他的神识不可能探查到我们 但是 从他刚才的举动来看 他似乎是有点怀疑了 看样子 我们等不了那么久了 只能选择先行动手把他抓住 然后严刑逼供了 那位被称呼为师兄的人 阴狠地说道 哼 我早就想这样做了 男子轻哼一声 捏了捏拳头 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 一旁的沈落在离开刚才的地方后 又行走了一段距离 觉得差不多可以了 就从储物袋里面 拿出了几张火爆符 这火爆符和爆火符一样 都是初级低阶灵符 两者不仅仅是品阶相同 就连威力也都是半斤八两 没有什么太大的实质性伤害 他的唯一的一个好处就是 只要激发后 有人触碰到 就会瞬间爆炸 死符和爆火符一样 都是比较容易上手好炼制 该符路是 他在太清门的时候 炼制着玩的 因为这符路没有什么威力 一直被他当作收藏品放着 没想到 这次秘境之行却是用上了 用他来测试下 看有没有人 是再合适不过了 沈洛将手中的符路激发好后 就用泥土将其掩盖起来 然后身子闪到了一旁 躲藏了起来 没过多久 就有两名穿着黑色衣服的男子 赶到了这里 望着这二人的出现 沈洛心中不由得一惊 没想到真的有人 一直在偷偷跟着他 看这二人的穿着打扮 很显然不是赵国四大宗之一 对于这二人的出现 沈洛很是惊愕 这一路走来 他可都是小心 不能够再小心了 连脸气数都没有撤去过 怎么就平白无故被人盯上了 正当沈洛满是疑虑的时候 面前的两人 其中一个呼地开口道 师兄 这小子跑得可真快 只是一眨眼人就没了 哼 被我盯上的人 从来就没有跑掉这一说 我们立即追上去 杀他个猝不及防 说着就朝着前面方向追去 听到这两人之间的言语 沈洛定睛朝着那人看去 那人刚走了没几步 脚步一顿 就感觉到自己好像 是踩到了什么东西一样 按道不好 刚准备彻脚离去 就只听彭 得一声响 一旁的男子 见自己师兄 突然间停了下来 很是不解 正当准备开口询问 就是一阵爆炸声响起 本能反应迫使他往后退去 他的脚步往后一顿 也感觉到 自己好像踩到了什么东西 不等他反应过来 也是一阵爆炸声响起 见这两人 同时踩中了自己的陷阱 沈洛内心不由的好笑 带到爆炸的烟尘散去 就见这两人挥头挥脑 一副倒霉的样子 吃我 这小子竟然敢后门完婴的 要是让我带到他 非得把他抽魂炼破不可 那位被称呼为师兄的人 放出狠话道 想抓我抽魂炼破 我看谁抓谁 沈洛躲在草丛里面 悄摸摸地看着心中想到 他决定顾忌重施 趁着对方还没有发现自己 再来一次堂王补禅 黄雀在后的偷袭计划 随即就从储物袋里面 拿出了几张攻击符路 毫不犹意地将其激发 朝着那两人打去 与此同时 他还打出了几发火球术 和水剑术同时落去 师兄 男子刚想开口 就瞧见自家师兄的背后 不断有灵光袭来 不好 见此他惊呼一声 手忙脚乱地 祭出了中品防御法器 挡在自己跟前 而他的师兄 就没有这么好运了 根本就来不及防御 直接被沈洛打过来的 俘虏攻击和法术攻击 给吞没了 轰隆隆 爆炸声不断地响起 传入耳中 沈洛使出俘虏和法术攻击后 并没有就此罢手 而是快速掐着法诀 口中念叨着咒语 他要施展自己 从未使用过的法术 金刃术 这是他从传宫 葛马师兄那边 逃要来的一招 金属性攻击法术 且还是一个中阶法术 该法术当初他学会之后 一直没有机会施展 毕竟这等中阶法术 施法起来 太过于耗费时间了 现在他之所以施展此术 是因为那两人 此刻被他的攻击给拖住了 暂时没有还手的余地 随着爆炸的攻击效果散去 沈洛的施法过程 也已完成 一柄由金属性灵力 汇聚而成的 金光闪闪刀刃显现出来 其上面不断地 有灵光涌现出来 这就是中阶法术 金刃术吗 沈洛看着面前的 杖许长的金灿灿刀刃 惊叹不已 扫了一眼面前的刀刃后 就立即掐着法诀 控制着这刀刃 朝着那两个人飞去 金光刀刃飞出后 随着一声破空声下 立即分化为 许多寸许大小的金色光刃 如雨点般 齐刷刷地不断地滴落下来 在这金光如铺的攻击下 场面很快见了分晓 直见那位 被称呼为师兄的人 他的身上布满了金色的刀刃 整个人没有了呼吸 躺在地上一动不动 而用防御法器防御的那人 他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的防御法器 在这连串的攻击之下 已经被毁去了 男子看着自家师兄倒下 顿时有些手足无措 惶恐不安了起来 他没想到 对方不仅仅是发现了他们 而且还布下了陷阱 坑杀他们 沈落看着那人 现在一副诚惶诚恐的模样 对此很是满意 他之所以没有对他继续痛下杀手 是想要从他口中 了解一些事情原味 次日场中男子慌慌张张地 不断凝视着自己周边情况 生怕再次遭到毒手 在他这不断地凝视之下 呼的一下就看见了 不远处的草丛中 突然走出了一名面容清秀 皮肤较白的青年男子 死人正是先前一直 躲藏起来的沈落 他从草垛里面缓缓走了出来 为了防备 那人偷袭于他 手心还扣着一个玄规盾 沈落从草垛里走出后来 就一直面无表情地看着那人 而那人在看到沈落出现 当即一股火气涌上心头 这人不是他们一直跟踪的那个人 还能是谁呢 就是这个人害的他 如此狼狈不堪 想到这里他顿时怒火中烧 当即横眉怒目而视地看着沈落 眼神中充满了杀意 小子你不仅毁了我法器 还杀了我师兄 我要把你抽魂炼破 以谢我心头之恨 说着就捏紧了自己的拳头 男子刚放下狠话 还不等他做出其他的举动 就见到一道火红色的刀光袭来 大害之下 连忙撑起灵力防护罩 企图来抵挡这一刀的攻击 碰 刀光就像是打在软绵绵的棉花上 不费吹灰之力 就将其破去 那人被袭来的刀光打中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地上 随后他 得一下 口中吐出大量鲜血来 他万万没想到 对方的手段竟如此厉害 自己丝毫不敌 艰难地爬起来后 眼光恶毒地看着沈洛 但是更多的却是畏惧和惊恐 沈洛见此 面露寒光之色 对着那人冷冷道 你是何人 为何跟随于我 且又是如何进入这秘境的 哼 想从我嘴里套话 做梦去把你 那人面不改色 一声冷哼 狠狠地催了一口道 沈洛对于此人这番举动 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 没有任何言语 手起刀落 又是一道刀光劈出 啊 男子被一刀劈中 发出痛苦的哀嚎声 其衣巾的胸口上 留下了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其鲜血不断地涌现出来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沈洛冷眼相看 再次问道 我还是那句话 你尽管动手就是了 男子强忍着剧痛 干脆道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死吧 黑衣男子听闻此言 眉头一挑 眼看沈洛就要抬起手 给他来最后一刀的时候 求生欲望突然涌现 占据了他的脑海 使得他产生一股 强烈的求生欲望 常言道 好死不如赖活着 只要活着 就比什么都好 这一番深思熟虑之下后 他的脸上 闪过一丝坚决之色 连忙扑通 一声跪了下来 求饶道 道有饶命 道有饶命啊 我说 我说就是了 看着面前人这般举动 沈洛没有片言之语 只是冷冷地看着他 而男子见对方 没有再继续出手的意思 不禁松了一口气 然后缓缓站了起来 看着沈洛道 我乃魔门四大魔宗之一的 鬼灵门弟子 凤门中之人指示 前来秘境抢夺灵药 仅此而已 沈洛一听此话 为之一震 不由得想 没想到风掌门荡日所言 果真灵验了 魔门真的派人 前往秘境争夺灵药了 于是 便看向那人道 魔门 四宗不知 是哪四宗 还有就是你们两个人 是如何闯进来的 对于沈洛质问 黑衣男子不敢有丝毫隐瞒 毕竟自己小命还在别人手上 他顿了顿 整理下言语 然后对着沈洛继续道 回道友 这魔门四宗 分别是御灵宗 魔夜门 天煞宗 以及我们鬼灵门 我们是通过门中 祖师用特殊方式进来的 对于这次秘境之行 我们四宗的人都来了 大约有近百人这样 没想到竟然有这么多人 看样子 自己后面得多加小心了 沈洛听此 暗自赋斐道 原来是这样啊 沈洛微微点头 那你们又是怎么跟上我的 我们跟踪你 这件事其实完全是巧合 我和杨师兄运气好传送到了一起 我们刚来到这里的时候 就恰好看到你 拿走了那几个除袋 黑衣男子说完此话后 小心翼翼地看着沈洛 是问道 道友的问题 我以尽数回答 能否放我离去 嗯 沈洛一声冷哼道 黑衣男子见状 喜出望外 很是意外 本来就尝试问一下而已 没想到对方同意了 当即抱拳行礼一拜 感激道 多谢道友 他这一拜下去 还没起身双肩上的头颅 就已经滚落了下来 魂归地府了 沈洛望着那人 那颗没有头颅之称的身子 栽倒在地上 神色中充满了寒意 没有丝毫怜悯之心 对于想杀他 谋害他的人 沈洛向来如此 都是杀之后快 绝不留任何情面 解决完这两个人后 沈洛又从他们的尸身上 摘下两个除袋 接着又把这两具尸体焚毁 匆匆上路了 然而沈洛不知 就在他赶往秘境的途中 就在距离秘境中心 不远处的山峰上 正发生着一场大战 太清门的人 同天剑派 林云宗三宗弟子相遇 三家见面 如同仇人一样 直接开打混战了起来了 厮杀得不可开交 三方各自都有五六人这样 实力倒也旗鼓相当 势均力敌 这次的战斗 是秘境之行 所发生的第一次 较大规模的战斗 目的都是为了 想抢先进入中心区域 好以摘取灵药 当然如果 能将竞争对手 究竟消灭的话 那也倒是个不错的选择 三方之间混战 最后的结果 是以太清门的人 获得了 这次死斗的胜利 而天剑派和林云宗的人 死伤不少人 只能被迫选择撤退 就在他们准备绕一个方向 准备前往秘境中心区域的时候 就迎面撞上了几名黑衣人 不等双方互相问候 再次扭打了起来 像这种黑衣人和盗门 四宗之间的战斗 在秘境的其他地方 魔门的人参与进来了 秘境中心地带有着 奇花异国等天地灵物 每当这些灵物出现伴随而来的 就是那些实力强大的一级妖兽 守护着他们 这些妖兽的实力非比寻常 他们的实力强大到足以可以 同住击七初七的弟子较量于地 次日每次击杀了妖兽 把灵药采走后 只要此地再次诞生出灵药来 那些妖兽 也会随着灵药再次出现 至于为什么会这样 没有人知道 在他们的认知当中 妖兽应该是野兽之类的生灵 经过常年无意间的吞吐天地灵气 偶然进化成 有了妖力妖兽而已 其能进化成功的概率 并不比人类中诞生灵根底力 高到哪里去 历年来各派弟子 都只是在中心区外围 收集灵药 若是靠近核心地区的话 有可能就会被一些 还在生效的禁止 困住或格杀 且越是往里面走去 所遇到妖兽 也就越发难缠 甚至还有二级妖兽出没传出 说到底 他们还只是个练习期的修士 要是让他们去对抗那些二级妖兽 那就是老兽心上吊 活得不耐烦了 闲命长 不说太清门的弟子 先去中心区域 知否采到灵药 此时的沈洛 却是遇到了两名灵云宗的弟子 其中一个人 还和他有过一面之缘 算是一个故人 这二人一前一后的 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他的面前 面前的两个人 一寿一高 一高一矮 寿高的那人沈洛任的 当日在生仙大会的时候 还见过此人 此人名唤刘扬 现在的他正有些意外的 上下打量着沈洛 而他旁边的人 沈洛却是不认的 此人面露凶光之色看着他 对此 沈洛有些发苦 没想到自己撞到了昔日的故人 以及他的同门 这两人的出现 不知是好还是坏 若是真打起来 自己就要对上 两名和自己实力相差无多的人 毕竟这次不是之前那两次偷袭 可以打对方的措手不及 而是直接正面硬拼那种 此时 他所处的地方 是一个被称为山川的地带 该地段有着 许许多多的扬长小道 道路四通八达 分别通往不同的地方 其每条小路的两侧 都有坚硬无比的山壁 将其隔开 也正是因为如此 所以才叫山川 身处于这样的环境 即使是沈洛这样 身怀世俗轻功的人 也不敢轻易尝试攀登 石壁实在是太过于光滑陡峭了 稍有不慎就会跌落下来 摔个半死不活 他初进入此地时 看着面前众多道路 犹豫了好大一会儿 才选定一个方向 慢慢徒步而行 走了进去 对于此地的凶险 沈洛一路上都是放出神识 小心翼翼缓慢行走着 就在当他快要走出路口的时候 迎面上就撞到了这两个人 双方互相打亮了几眼 还不等沈洛发话 他那位故人率先说道 沈道友 你不是一直在凌云中修炼吗 什么时候跑去太清门了 嗯 沈洛刚想开口道 刘洋一旁的男子 打断了他的话语 刘师弟 此人是不是你的就是我不管 但是你不要忘记他给我们的指示 男子说完眼神中闪过一丝巨异 显然他是在害怕着什么 听闻此话 刘洋别过头去 看向自己身旁的男子 师兄放心 此人和我也算有一面之缘 我且看下能不能说服他 加入我们 男子听了 点点头提醒道 师弟想试试看的话 那就请便 不过切记此人断然不能放过 不然我们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师兄放心 师弟自有分寸 不会拿自己性命开玩笑的 刘洋说着忽然也想到了什么 不禁打了个寒战 你明白就好 沈洛在一旁 把二人之间的话语 听得清清楚楚 从中听出了一些门道来 这两人似乎是受到什么人 只是一样 奉命来这里 拦截其他宗的修士 至于想拦截那些修士想干嘛 就不得而知了 但沈洛认为 更多的可能性 是想杀人夺宝 想到这里 沈洛眉头瞬间皱了下来 有些棘手了 听那两个人的口气 似乎配合过好几次一样 有着合作的经验 若是两人联手对敌 那可比那些临时联手的人 难应付多了 看样子自己 必须得先以雷霆手段 先干掉其中一个才行 沈洛目光看着那两人 心中颠量着 他很是傲谬 为什么自己老是遇到两个人 而不是独自一人那种 原本就是各派弟子随机传送的 这让他们凑在一起 还能传送到同一个地方 真是没天理啊 沈洛不知道 在修士所使用的众多符录当中 有一高阶符录名为戎灵符 只要在踏入秘境的前一刻 和自己的好友同时使用此符录 就可使二人的灵气 暂时融合到一起 然后就可被秘境中的禁止之力 一起传送到同一个地方 虽是如此 但能成功的几率很小 连三分之一都没有 面对这么小的概率 这戎灵符的价格 且还贵得出奇 远在普通初级高阶符之上 沈洛面前的这两个人 原本不是传送在一起的 他们是进来后 各自搜寻了一会儿 才互相碰见的 沈道友 你我皆是故人 在下并不是太想和道友交手 只要你交出储物贷 任我们主人为主 就放你一条生路如何 刘洋好言好语劝说道 听了此话 沈洛不由的思绪翻涌 交出储物贷 那就是意味着 让他交出自己的性命 且不说储物贷的是 光是让他认他人为主 这点就没得说 认他人为主 那不就是成了别人的奴隶 工人驱使 完全没有 自由和尊严可言 反正沈洛是不愿意受制于人 他宁愿自己去死 也不愿意受别人约束 确定了自己的内心想法后 他不再忧虑 而是面露寒光之色 对着刘洋说道 刘道友你所言 在下已明了 对于此举 我只能说想都别想 说完此话 沈洛就展现出 一种非常人的气势来 立声道 大丈夫生居于天地之间 岂能御御久居人下 我被修饰占之又有何妨 哎 沈道友 你这又是何必呢 刘洋听了沈洛的话语 一声叹息 好似对他的拒绝早有预料 大丈夫生居于天地之间 岂能御御久居人下 是没错 但是和小命相比 这些都不值一提 次日他可没有沈洛那么大的魄力 能将生死看淡 在他认为 只要活着就好 哪怕是屈身于别人之下 师兄此人就交给我吧 既然他不愿意 那我就只能送他上路了 刘洋瞥了沈洛一眼 轻蔑地说道 师弟有此意 师兄我也不下掺和了 你自便就是了 刘洋的师兄淡淡地说道 他不认为眼前的人 会对自家师弟 构成什么威胁 再者说 他还在一旁注视着呢 一旁的刘洋 听了自家师兄此话 拿出了一张防御灵符 拍在自己的身上 见此情况 沈洛面色变得阴沉起来 原先他还准备 趁着这人疏忽 用非真偷袭干掉此人 可是现在 对方使出了防御灵符 忽然有点难办了 当然如果将青雷子 祭出的话 他有十足的把握 能够诛杀这两人 毕竟这个东西 可是连筑机器修饰 都有点忌惮的存在 青雷子这个东西 虽然威力巨大 但那是一次性消耗品 用了就没有了 不到生死存亡之际 沈洛是不会轻易动用的 看样子 自己只能再找机会 四季偷袭了 想到这里 他一拍腰间杵无带 拿出一张防御灵符 拍在自己身上 至于手心的玄规盾 他决定 等到关键的时候再使出 用出防御灵符后 沈洛五指张开 就见五根手指之上 分别布满了几个 如弹珠大小 正熊熊燃烧着的小火球 袖袍略微一动 就把这些火球猛地一甩 朝着那人飞去 哼 区区几个小火球 也敢在我的面前卖弄 找死 刘洋望着飞过来的 一声冷哼 他双拳紧握 两只双手上不约而同的 同时闪出灵光来 对着飞来的几个火球 连续轰出几拳 随着他拳头的轰出 就见几道拳光 朝着飞来的火球撞去 两者触碰在一起 发触碰 得一声同归于尽了 见此刘洋刚想开口 嘲讽一句 不过如此的时候 就见面前的沈洛 以极快的速度 拿出一柄赤红色的刀来 其刀身之上 还带些许火光赤热之气 看着对方寄出法器 刘洋也不含糊 也使出了自己的攻击法器 那是一感 不知用材料所炼制的长枪 此枪和沈洛使用的火焦刀一样 皆是上品法器 手握火焦刀的沈洛 二话不说 就是对着不远处的刘洋劈去 斩出一道火红色的刀光 刘洋把手中长枪一扫 从枪身之中 闪出一道灵光 稍微晃动了一下 就出现在了刘洋的左侧 反观刘洋见沈洛呼的一下 出现在自己左侧 不由得一惊 连忙用手中长枪刺去 对此 沈洛好似早有预料 将手心扣着的玄规盾 激发了出来 一个如龟壳一样的盾牌出现 挡在他的面前 和刘洋刺过来的长枪相撞 当 得一响 这一声响传出 沈洛立即把手 往腰间除物带一拍 原本的火焦刀 突然变成了非真法器 被他紧紧地握在手中 面对 这突如其来出现的盾牌 刘洋面色微变 神情有些意外 他来不及多想 把长枪收了回来 将其堵入灵力 准备一鼓作气 将连带盾牌后面的沈洛 一起将其洞穿格杀 可是 还没等他用灵力完全激发 手中长枪威能的时候 就惊讶地看见 躲在防御法器后面的沈洛 突然对他邪魅一笑 很是惊奇 随后就瞧见 沈洛将空荡荡的手 对着他猛地一甩 让刘洋见了 很是不明所以 不等他缓过神来 就感觉到自己的身上 传来一阵蚊虫般的叮咬 接着就两眼一抹黑 倒在地上 不省人事了 刘师弟 站在另外一侧的男子 双目圆滚 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 为此不禁失声叫了出来 他都不知道 对面使了什么手段 就让自己师弟 轰然之间倒下了 且杀死刘师弟的手段 太过诡异了 只是甩了一下空手人就没了 刚才他可是 很明确地看到了对方 压根就没使用什么法术 就这么猝不及防地 击杀了刘师弟 小子你杀了我师弟 我要把你碎尸万段 男子气得一声怒吼 愤怒使得他的五官 变得有些扭曲了 随即掐着手中法诀 然后对着沈落一直点出 指尖就击射出一道灵光 沈落手起刀落 一刀斩出 将击射过来的灵光击毁 男子见自己的神通攻击不起作用 拍下腰间的锄带 寄出一柄寿许长的上品 飞剑法器 他把手中的小剑一扬 小剑迎风剑掌 变成一柄有三尺多长的飞剑 见飞剑有了变化后 就立即变换手中的法诀 将一刀到灵光 注入飞剑里面 沈落剑士收起了火焦刀 拿出了他引以为傲的上品法器 寒光剑 也开始如同那人一样 将自身的灵力 不断地注入法器里面 大约过了片刻功夫 双方都已完成了蓄力 将法器的力量 催动到了最大化 男子很是满意地 看了下自己面前的飞剑 随后又扫了下不远处的沈落 只见对方手中握着 一柄被一道白色的寒光 所扩大的巨剑 这是什么法器 剑芒吗 男子很是惊讶地看着 他吃惊了一下 没有太多的在意 不管对方法器如何 他今天都要死 于是 对着沈落一点 悬浮在他面前的飞剑 携带着巨大的灵力波动 朝着沈落斩去 散发着灵光的飞剑 划破天际 留下一道长虹 其剑身上巨大的灵力波动 使得下面的地面纷纷炸裂开来 面对如此恐怖的攻击袭来 沈落面色不改 冷若寒霜地看着 高举着手中寒光剑 对着卷系而来的飞剑 一剑劈去 两气相撞 砰 发出一声巨响 随着一声巨响过后 就只得听闻 男子一声惨叫声响起 原来沈落在寄出寒光剑的时候 就已经把扎在刘阳身上的 飞针发器招收了回来 趁着和对方法器相撞的这个功夫 将其打出一个偷袭 击毙了对方 看着身子栽倒在地上的男子 沈落没有立即去拿他们腰间的除戴 而是把头一转 看向不远处的角落 冷冷到 道游也该看够了吧 次日随着沈落话语的落下 场面一度沉默 大约过了一会儿功夫 就有一名女子夸赞的声音 犹豫尔尽道地传来道 不愧是四大仙门之首 太清门的弟子 这都能发现我 说着 就见一名窑窕少女 缓缓从一旁的角落里走了出来 见着女子走出 沈落有些意外 起初她以为 控制凌云宗这两个人的 多半是一位魔道修士 像控制人身的这种手段 只有魔道修士才会掌握 可惜啊 事实上并不是如此 她稍微打量了一下 面前的女子后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想必仙子就是控制这两人的幕后主使吧 是啊 很意外吧 女子很是干脆地答道 那倒不是 沈某只有些好奇 仙子到底是使了什么手段 能让这两人死心塌地地帮你办事 沈落有些疑惑 哼 没什么 不过就是一些小伎俩罢了 不值一提 女子轻笑一声 瞥了一眼 那两人的尸体 然后就表现出 一副尸魂落魄 患得患尸的模样 让人看了心生怜悯 不由得想上前清静 安慰家人一番 对于女子所展现出的 这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 沈落内心毫无波澜 丝毫不为所动 女子见对方干愣着原地 没有任何表示 不免有些好气 随即恢复了正常之色 我是没想到 面对着我这种楚楚动人的弱女子 道友竟是纹丝不动 这可比那两个废物强多了 我花了那么多功夫 在他们身上种下禁止 结果竟是不敌 女子先是夸了一下沈落 随后又贬低了一下那两个人 禁止吗 听了对方的言语 沈落心中暗自想到 道友不如我们合作 你看如何 女子见识了沈落的强大后 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不料 仙子手段高明 在下可不敢高攀 对于女子的邀请 沈落想都没想 就很干脆拒绝了 原因无她 这个女子实在是太有算计了 她既然能给那两人种下禁止 也就自然趁她不备 给她种下 跟这样的人联手组队 无异于是在与虎谋皮 玩火自焚 所以沈落直接想都没想拒绝了 唉 那可真是可惜了 女子摇了摇头 轻叹一声 她本来还想借此机会 和对方组队 然后找机会将此人控制 可惜啊 对方不给机会 既然不愿为我所用 就只好除掉你了 女子邪魅一笑后 就拿出一只金色的钗子 对着金色钗子一点 金钗子就立即划出一道金光 朝沈落飞去 面对对方的攻击 沈落也不再遮掩 拍下腰间的橱带 从里面拿出了 极拼法器御风旗 之前她和那个男子斗法的时候 原本是想要 祭出这个剑法器来的 之所以没有动用这件法器 是因为 就在她灭杀刘阳的时候 无意间捕捉到 第四个人的灵力波动 也就是说 这里他们除了三个人之外 还有一个人 且就在这附近躲藏着 由于沈落 对这个躲藏起来的第四人 很是忌惮 就没有先动用极拼法器 而是选择了寒光剑对敌 手持御风旗的沈落 快速挥舞了几下 就在自己面前 打出一道飓风墙来 飞过来的金色钗子 还未触碰到飓风墙 就被气周边的锋力 吹得连连后退 极拼法器 女子看到沈落使用法器后 不禁失声喊道 她没想到 对方居然用极拼法器防护 对于这种防御手段 根本不是她 能在短时间能破得了的 当即就生出一种不妙之感 此时的沈落 看着飓风墙外的金色的钗子 又是挥舞了几下手中的旗帜 就见面前的飓风墙 呼地产生出一股强烈的风意 将纸布 布前的金色钗子 吹得倒转方向 直奔女子所在方向飞去 女子见自己法器不受控制 朝着自己飞来 按道不妙 立刻取出了一件丝巾状的法器 轻轻一抖 手中丝巾就化作一道光幕 将她整个人护住 随后便是不断地尝试 试图夺回法器的控制权 经过她这不间断的努力 终于在法器快撞到自己光幕的时候 重新控制住了 法器重回手中 为此不禁松了一口气 正当她犹豫 要不要换一件法器的时候 沈落已经在御风墙上聚满了灵力 面前的风墙 化为一青色的灵光 没入旗帜里 随后沈落就把旗间朝着女子一点 顷刻间 就有竖刀半月形的青色锋刃 争先恐后地串出 如狂风骤雨般卷席而去 一旁的女子 刚决定好准备换取法器 就感觉到一股巨大的灵压 朝这里压迫而来 抬头看去 只见漫天的青色锋刃 朝这里落来 顿时花容失色 大害不已 顾不得那么多 连忙在防御法器后面 又加了一层灵力防护罩 而此时 半月形的青色锋刃 也已经落了下来 不断地拍打在女子的防御法器上 在这种如此恐怖的攻击下 女子的防御法器 只是支撑了三息 就被击毁 然后速度不减 如流星坠落般 直冲女子而去 女子的灵力防御护盾 在青色锋刃面前 显得特别脆弱 仅仅是一个呼吸不到 防御护盾就有破裂的迹象 眼看护罩就要破碎了 女子急忙拿出两张防御灵符 拍在灵力护罩上 在护罩的外面 又加了两道光幕 刷 刷 刃 刃像是切碎东西一样 不费吹灰之力 就连续破开了两道光幕 打在女子最后一道光幕 破 随着最后一道防御破开 女子挨了几下锋刃的攻击 发出生生痛苦的哀鸣声 脸上顿时惨白 血色全无 望着不远处缓缓走来的沈洛 她眼神中充满了惊恐 她很后悔 招惹了一个 她不该招惹的人 忽然 她又想到了什么 咬牙一狠 吞去了自己衣物 露出了令人血脉分张 欲罢不能的迷人同体 她对着沈洛 很是妩媚地说道 这位太亲门的道友 就一定要将小女子 赶尽杀绝吗 只要道友肯放过我 小女子甘愿献出身体 让道友体会一下 极乐享受 次日 这女子为了自保 不惜使出了女人最大的本钱 用美色来诱惑对方 可惜 沈洛丝毫不为所动 她饶有兴致地打量一番后 衣袖一甩 一颗头颅圆滚滚地落了下去 解决完这女子后 沈洛拿走了她腰间的橱带 以及凌云宗那两人身上的东西 然后几个小火球弹出 把这些尸体化为乌有 之后又放出神石扫了一下 确定周围安全没有人后 就将这次秘境之行 所获得的储物袋 全都拿了出来 她要清点一下自己的战利品 她将这些不带子 全部袋口朝下一斗 哗啦啦地落了一堆东西 都是一些零食 丹药之类的东西 大致清点了一下 发现光零食数量 就已经是500多了 更不要说那些丹药法器了 这次可是赚大发了 沈洛直接发财了 她毫不客气地 将这些零食全都收入囊中 正当她准备整理 剩下的的东西时 就见一外观精美 华丽的木质锦盒 映入她的眼中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 这锦盒是她出道秘境时 刚获得的第一个储物袋里面的 看着摆在她面前的 精美的锦盒 沈洛好奇心大起 把那盒子拿了过来 将其打开后 目光往河里一望 为之一惊 顿时目瞪口呆起来 锦盒内放置着一张 银白色的符禄 符禄上面画着一尊青铜小鼎 这 这竟然是符宝啊 沈洛一眼将其认了出来 很是惊恶震惊不已 所谓符宝 是指金丹七 修饰以上的修饰 才可炼制出来的一种奇特物品 符宝又被叫做伪法宝 是将法宝的部分威力 封印到特制的符纸里面 让那些没有法宝的修仙者 也可暂时使出 法宝威能的一种特制符禄 使其同时具有 符禄和法宝的双重特性 所以又被称之为伪法宝 这种伪法宝炼制起来非常特殊 制作的最低 起码要金丹七的修为才行 炼制要求虽然较高一点 但是却对使用者 没有任何要求 小到炼器大到金丹七以上 皆可使用 一般来说 炼器七的修饰 使用符宝的话 只能发挥出符宝小部分的威力 之所以会这样 那是因为 筑基七之前的修仙者 不会凝炼之术 而筑基之后的修仙者 就可运用心神凝炼法 把符宝威力 丝毫不差地发挥出来 符宝的威力固然惊人 但使用起来会不停地消耗 其内部的法宝威能 一旦符炼里面所的封印 威能耗尽 符宝便会自然起来 化为灰烬 另外 符宝的炼制过程 可不会像画符炼那样那么简单 要知道 制作符宝可是相当于 把法宝的部分 威能分去一部分的自损行为 每炼制一次符宝 不管成功与否 金丹七修式的法宝本身 都会受到很大的损害 往往要用丹火重新被炼 数十年之久才能复原 这可是典型的 令人损己的行为 因此 一般情况下是没有人 会干这种傻事的 只有当那高阶修士 在寿元快将近的时候 才会去做这种 吃力不讨好的事 目的就是为了 希望自己作画后 能给后人或晚辈 留下一笔不小的助力 沈洛世万万没想到 这秘境之行 还能收获一件福宝 可是真是走大运了 望着眼前的福宝 他坚信 凭借着手中青雷子 和这件福宝 只要不是遇到太过厉害的人 或者妖兽 自己断然是能活到最后的 沈洛将这福宝收好后 又稍微整理了一下 就继续上路了 走出了山川地带 来到了一片密林里 现在他 只要穿过这片密林 就会到达中心区域的外围 此时的秘境中心地带 正不断爆发着 一场又一场的死斗 能在这些死斗当中活下来 并且还来到秘境中心的 要么是法力高强 远胜同阶之辈 要么是像沈洛这样 依靠手中宝物强势对敌 比如这太清门的林初一 就是这第一种 此刻的他正面对着 一位身穿黑色衣服的魔道修士 那魔道修士 实力属于 魔门四宗魔眼门的人 此时的魔道修士 他面色苍白 正满脸巨色地望着对面的林初一 他对林初一很是惊恐 这人当着他的面 一剑之力 击杀了几位同他一起 来到这里的魔门修士 他们的攻击 在对方的剑招面前 全都不�堪一击 不论是什么样的法器 最后甚至连人都被劈成了两半 不过也正是因为 有了那些人的牵制 他才能脚底抹油 趁机溜走 可惜逃跑是无用的 那人在击杀了几名魔道修士后 就立马追赶了上去 这让他很是绝望 在我面前逃跑是没用的 你的下场就是和那些人一样 命归皇权 谁叫你们是魔门修士呢 林初一眼神冰冷 毫无表情地说道 你欺人太甚 自知不能敌的魔道修士 一声怒吼 发疯似的一口气 将身上所有法器 全部寄了出去 雕虫小记 不过是扳门弄斧 林初一很是不屑地说道 接着手中长剑出鞘 漫天剑气纵横 竖道剑光落去 将飞制而来的法器 尽数机会 随后就见一柄飞剑 请客间 冻穿了那人的身子 做完这一切后 林初一看都不看那人一眼 很是干脆地扭头就走 像这样的事 在密境中心区域 比比皆是 当然 沈洛是不知道的 毕竟他还没有完全来到中心地带 沈洛来到密林的深处 走了没有多久 本是安静无比的密林 忽然传来一阵嘈杂声 莫非是有人在斗法吗 沈洛听此声音 不由地暗自想到 既然是有人在斗法 那他肯定要去凑凑热闹 看看有没有什么便宜可以捡 想到这里 他转身就朝着声音的方向 缓缓走去 走了一段距离 来到一处灌木草丛后面 就见一男二女对峙着 沈洛瞧去 见那男子竟然是他之前 所遇到过的那些黑衣人 而和他对峙的 则是两名飘渺宗的女弟子 看样子 他们是遇到了魔道修士啊 沈洛有些意外地看着 次日见此情形 沈洛自然是没有出手的打算 他准备来个欲棒相争 渔翁得利 等这三人打得相差不多的时候 再出手偷袭 伺机灭杀这几人 这个面目较为丑陋的黑衣人 是魔门四宗御灵宗的人 他出到这里 就依靠自己饲养的灵虫 灭杀了几位盗门的修士 随后就一路来到了这里 结果半路遭到了别人的偷袭 正当狠视他恼怒的时候 就看见了偷袭他的人 那是两名飘渺宗的女弟子 黑衣男子在这两名女子 恶膜多姿的身材上 来回打量着 带着一丝玩味的笑容说道 这小脸蛋长得真漂亮啊 不错 不错 我喜欢 其中一名女子听此 面露厌恶之色 恶狠狠地看着他 怒骂道 我呸 就你 你也不看看你是什么东西 给我提携的资格都不够 真有意思 这皮球我喜欢 真想和你快活一番啊 黑衣男子越说越起劲 露出银邪了之意 竟然还调侃我们 找死 另外一个女子 应声娇喝道 随着这句话音落下 两名飘渺中的少女 互相使了个眼神 就抢先动手了 一个墨绿色的小圈 以及一柄有寸许长的小剑 两件上瓶法器 同时朝着黑衣人方向飞去 黑衣男子 抛出一个银色的小盾 外加一枚黑色令牌 分别朝着攻来的两件法器迎去 同时解开腰间的一个特殊的布袋子 口中念叨着一些生会的咒语 其布袋里就飞出一群灰白色 头上长着一对鸡脚的虫子 试验虫 看着飞出的灰白色虫子 神洛一眼认了出来 很是震惊 试验虫是一种初级低阶灵虫妖兽 如果光看它们品阶低 认为没有什么战斗力的话 那可就大错特错 该虫不仅能从口中吐出微弱的火焰 还能从其腹部 击射出一根毒刺 这毒刺里面蕴含着火毒 若是一不小心被毒刺折到 就会顿时犹如烈火焚烧之痛 虽不致死 但也是巨疼无比 并且该虫一生中 只能射出一根毒刺来 每当毒刺打出后 就会命不久矣 在赵国这类灵虫倒也是常见 但是面对数量如此多的灵虫 同时被气折到 恐怕就不单单是炎毒发疼 那么简单了 小命都有可能不保 黑衣男子打出的防御法器 同两名少女的攻击法器 触碰在一起 发出当 试验虫越过这些法器 直奔两名女子所在方向飞去 见这些灰白色虫子飞来 两女顿时大害 分别寄出防御法器和灵力防护罩 试验虫一飞到两女的跟前 就立即张开口吐出火焰 朝着二女打去 砰 砰 砰 火焰接连不断地落下 寄出灵力防护盾的少女 尚且还能支撑得住 而用防御法器防御的少女 面对这些火焰攻击是游刃有余 黑衣男子见自己的灵虫 火焰攻击作用不是太大 当即变换思路改变攻势 拿出一个笛子 吹出一段很是美妙的乐曲来 试验虫听到这般声音后 不由之主地颤抖了一下 不断地发出低沉声音 接着就见这些虫子的腹部 仿佛被人打开了一样 露出一根尖锐无比 如指甲大小的针刺 刷 刷 针刺如雨般骑尸而出 打在两名少女所使出的 灵力防护罩和防御法器上 面对这般灵力 且密密麻麻的针刺攻击 使用灵力防护罩的少女 很快有点招架不住了 其防护罩被刺出一个小洞 恰巧有一根针刺 透过小洞飞了进来 落在她的身上 被针刺扎中的少女 突然间发出一声痛苦的声音 因为此举的间断 使得灵力防护罩不攻自破 没有防护罩抵挡的少女 仍由针刺打在身上 哀嚎一声后 就地自然了起来 好厉害的真毒啊 沈洛很是吃惊地看着 师妹 一旁操纵防御法器的少女 见此不禁失声喊道 看着自己师妹生死 女子瞬间有点慌乱了起来 她知道 若是自己 在这般苦苦支撑下去 那么下场就是和她一样 相消欲语 想到这里 少女面色开始变得苍白起来 再也无法抑制心中的恐慌 现在的她 只有一个念头 那就是 离开这里 继续待在这里的话 就只有死的份 于是 全力催动着防御法器 受到少女灵力地注入 面前的防御法器光芒大放 就在面前法器 灵光大现的时候 少女忽然拍出一张防御灵符 在自己的身上 接着就把防御法器一收 顶着一层防御光照 果断地转身就走 黑衣男子见着女的要逃 不由地大喝一声 贱人 你想往哪里跑 正当男子准备控制着灵虫追去的时候 变故突生 少女的附近突然爆发出一道 令人骇然的巨大灵力 对于突然出现的巨大灵力波动 沈落一棱 还没反应过来 怎么回事实 就见一道耀眼刺目的灵光 如同闪电般急射而来 连带着少女的防御护盾 将其一起洞穿了 看着少女的尸身栽倒在地上 她到死都不知道 自己是怎么死的 一切太过于突然了 望着少女的倒下 黑衣男子也有些发愣 呆呆地看着一副不明所以的模样 见少女生死沈落先是一惊 随后变得凝重了起来 死死地盯着刚才打出 那一道灵光的方向 So 的一声 一道青色身影乎地显现出来 站在少女尸身的一旁 那是一位身高七尺 相貌普通 皮肤有黑的青衣男子 她来到少女的尸身旁后 一把扯下她腰间的储物袋 将其拿在手中 而那位黑衣男子 看着突然出现的青衣人 充满了忌惮 刚才那一幕她可是 看得清清楚楚 对方仅仅是用了一招 就将连带着防御护照女子击杀了 面对如此人物 她怎么能不忌惮呢 黑衣男子稍微 打量了一下这人 就很是疑惑地发问道 你这家伙是谁 为什么要坏我的好事 林云宗 夏侯月 次日黑衣男子听言 淡淡地看着此人 心中想到 此人能够秒杀其女子 想必实力倒也是不容小觑 虽然如此 但又能如何呢 在她看来 面前之人 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罢了 且不说那少女实力如何 她能击杀那少女 完全靠的是偷袭 实力估计也就和那少女差不多 半斤八两 有林虫在手的她 对于这样的人 又有何惧在 很快 她由之前的忌惮 转变为轻蔑 接着便是不屑 沈洛听到此言 却是面色大变 心里咯噔一了下 对于夏侯月 此人她倒是了解一些 当初在林云宗的时候 曾听人说起过这号人物 此人身怀三菱根 其资质上加筑击对她来说 应该来说是易如反掌 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可是结果却是让人反常大跌眼镜 夏侯月筑击竟然失败了 因为三菱根的资质筑击失败 在当时在林云宗 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就连门派高层 为此还派人特地过问了一下 一问下去 也没问出个理所当然 这件事最后也就不得而终 毕竟谁会没事闲的 去关注一个筑击失败的弟子 而林云宗内部弟子 则对于她筑击失败的原因 每个人说法不一 有人说她的闭关筑击的时候 出现了意外导致筑击失败 也有人说她是因为 道心出现了问题 所以筑击失败了 至于她是因为什么原因 导致筑击失败的缘由 恐怕也只有她本人知晓吧 虽然这人筑击失败了 但是其法力浑厚程度非比寻常 远胜那些练弃失败的修饰 对于此人的出现 沈洛生了离去的念头 且不说偷袭能不能成功 对方赶来秘境 肯定是做足了准备 说不定同他一样 都拥有顶尖法器 沈洛自诩 有福宝和青雷子在手 可以灭杀此人 但是她觉得没有必要 她才来秘境时间不过两天 还未接近秘境中心地带 就这么用了自己的压箱敌手段 着实有点可惜 好刀要用在刀刃上 不到关键时刻 她不会轻易动用着 各杀手锏 于是 她扫了一眼场中两人 将脸气数发挥到极致 然后缓缓退去 离开这里后 沈洛回到了之前所在的地方 继续行走了起来 两人固然是处于同一片森林 但是却位于林中不同的地方 一个居住于南边 一个在北边 双方遇到的概率 可以说是很低 只要行事小心谨慎一点 应该不会有太多的麻烦 毕竟现在的沈洛还没有 同对方交手的打算 所以还是能避开就避开得好 很快 不知不觉就来到的傍晚 日落西山 沈洛穿过森林 来到一条洋长小道上 她栖身于路边的一棵树上 稍作休息着 时间过得很快 夜幕降临了 沈洛觉得休息得差不多了 刚要跳下树的时候 就察觉到了一丝异样 似乎有着急促的脚步 从远处渐渐地靠近了过来 突如其来的异样 让沈洛一惊 以为是夏侯月追赶了上来 但是仔细一想又不太对 当初她走出森林的时候 面前可是有众多条道路 她不觉得 对方能那么准确无误地 和她走同一条路 不等沈洛继续回响 下方就传来一声 女子的求救的声音 哪位师兄在这里 快来救救小妹 一个为身穿太清门服饰的女弟子 慌慌张张 一路小跑地 来到沈洛所在的树附近 神情慌乱 扫着周边大声呼救着 似乎认定了 这里有自己的救星 而她身后的不远处 一位身穿天剑派服饰的男子 不慌不忙 慢悠悠地走了过来 看到这一切 沈洛世又惊又怒 惊的是 自己终于遇到了一位同门弟子 怒则是对这位女子 招灾引火的行为大为不满 至于对方为什么来到这里 并且还能确定 这里有人能救她 是因为所有太清门弟子 在出发前 都由风掌门 施展了一种牵引之术 可让这些弟子 在一定范围内 能够互相感应到同门的气息 当然这是有一定时间 和距离限制的 只有在十丈之 才能粗略地感应到 且时间只有短短三天 目的就是为了 希望让本门的弟子 互相扶持 能够大大增加一些生存的几率 据说 其他各派弟子 也都被加持了类似的法术 对此沈洛很是无奈 深怀脸气数的他 却是被这牵引之术给坑了 不过还好那女子只知道 她在这附近 不知道她具体在什么方位 躲在树上的沈洛 冷眼打亮了一下 没有立即跳下去 英雄救美 而是透过树叶间缝隙余光 又仔细打亮起 随后出现的男子来 就还是不救 她都想先看看来人的情况 再下决定 若是对方法力深厚过于强大 自己又贸然出现 太过于轻浮 很不妥当 且万一对方真的是那种 实力强大 远胜同阶之辈的人 为了不必要的麻烦 她会毫不犹豫地 抛弃这位同门 独自离去 两人虽说是同门 但说到底 还是个素不相识之人 没有任何交情可言 她可不愿意 为了一个不熟悉的女子 搭上自己的小命 跑啊 继续啊 你不是能跑吗 这次 我看你怎么跑 天剑派的男子 望着面前狼狈不堪的女子 大肆嘲讽道 面对男子的言语 女子没有如之前 那般慌乱 而是一改常态 很是不以为然地淡淡说道 哼 我实话告诉你 我师兄在这里 你要是不想死的话 就赶紧滚吧 因为感知到沈洛的气息 在这附近 使得他像是找到了 主心骨一样 丝毫不惧怕面前的男子 女子欢喜了 沈洛倒是有点发愁了 真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听闻此言 天剑派的男子 眉头瞬间皱了下来 放出神石 双目不停地朝着四周瞟去 显然对于女子的话语 还是有几分顾虑的 这一圈环视下来 并没有看到 看到第三个人在这里 基本上可以肯定 对方多半是在虚张声势 吓唬人 为此不禁松了一口气 随后面露凶色地对着那女子 立声道 竟然敢戏弄于我 找死 次日 天剑派的男子说完此话 衣袖一挥 一道蓝色灵光 就从袖口飞出 直奔太清门女子而去 女子见此花容失色 下意识撑起灵力防护罩 然后急忙道 师兄救我 眼看蓝色的灵光 就要击中女子 所打出的灵力防护罩的时候 距离他不远处的一棵树冠上 击射出一道红色的灵光 拦住了天剑派男子 所打出的灵光 当 双方触碰在一起 发出金属撞击的声音 随后便交缠了起来 那红色的灵光 是一柄品飞剑 该法器是沈落在山川地带 沈落本来是想置之不理 但是毕竟是同门 又不能见死不救 所以只好被迫出手了 对于突然出现的红色灵光 天剑派的男子把头一转 看向那棵树 大喝一声 想在我面前想救人 而敢 迅速拍了下腰间的储物带 手上展现出一道灵光 对着远处的大树一批 一道月牙般寸许长的深蓝色剑光 直奔树观而去 扑刺 大树被击中后 由树干到树枝 快速被冰冻了起来 见此情形 天剑派的男子 刚想冷笑一声的时候 被冰冻住的树干后后面 忽然走出了一位青年男子的身影 此人正是沈落 他早在看到对方手中灵光 披下去的时候 就已经感到了不妙 身子略微一晃动 就下来了 好厉害的剑招 竟然把这树瞬间冻住了 沈落走出来后 夸赞了一下 天剑派的男子 见沈落走出来 听到了对方的口中称赞之意 不禁有些飘飘然 嘴角不由地微微上扬 对着太清门的女子 似笑非笑地说道 我倒是以为谁呢 原来是个小白脸啊 而太清门的女子 见沈落走了出来 神情轻松了些 快步来到他身旁 同他一起和那人对峙起来 天剑派的男子 看着这两个人站在一起 眉头一横 哼 多了一个人又能怎么样 大不了只是费时间 多杀一个人而已 现在你们两个人 就给我下地狱去吧 沈落听此微微一笑 一言不发地看着那人 对着刚才打出的 红色灵光一点 飞剑顿时光芒大胜 将对方蓝色灵光的法器 击飞了出去 灵剑派的男子 见此大惊 连忙打出灵力 操纵着蓝光里的法器 将其收回到了手中 站住 你要干什么 手握蓝光法器的 天剑派男子 见沈落移动了方位 不禁大喊道 一抬手往自己身上 拍出一张防御灵符 撑起一道光照 见对方撑起的光幕 沈落暗叫可惜 原本他还想准备趁对方 掌控法器的功夫 偷袭的呢 现在被他察觉了 这个想法落空了 只能后面四季再找机会了 于是 也拍出一张防御灵符 操纵着先前的飞剑 朝着对方飞去 又从储物袋里面 拿出上瓶法器火焦刀 恶狠狠地一刀劈去 沈落一旁的女子剑状 也立即加入了战局 掐找法掘 打出一道灵光 随同沈落的攻击一起落去 天剑派的男子冷眼看着 对于这些攻击丝毫不慌 嘴角散发着淡淡笑意 两道深蓝色的剑光 朝着火红色刀光和女子 打出的神通撞去 被红色灵光包裹的飞剑 迎面碰到了小球 一剑刺众后 小球瞬间爆开 化为一道黑雾 沾染在飞剑上 飞剑触碰到这黑雾 剑身上的灵光瞬间暗淡 随后光当 一声掉在了地上 剩下的刀光和女子的神通 同他打出的剑光相碰后 竟是同归于尽了 一旁的沈落 看着刚要大展神威的飞剑 顷刻间灵性全无 宛如破铜烂铁般掉落在地上 直接傻眼了 师兄不必惊慌 那黑雾只是让你的法器 短暂时间用不了而已 女子看出了沈落的惊骇 出言安慰道 沈落文言很是无语 没想到还有这种奇物 能让法器短暂失笑 难怪这女子会被人追杀 天剑派的男子 见自己如意算盘得手 一脸奸笑地道 法器用不了了吧 这下我看你怎么扛 手一扬 就把手中两只小剑寄了出去 化为两道一身一浅的蓝光 击视而出 面对这两道蓝色的灵光袭来 沈落当即抛出了玄归盾 护住自己 接着又甩出两张灵符 意图减弱对方的攻势 两者就快要触碰的时候 突然传来天剑派男子的惨叫声 沈落见此一惊 目光迅速地朝对方落去 就看到那人惨叫一声后 栽倒在了地上 不省人事了 没有了他操纵的两剑法器 威力顿时大剑 被沈落轻易地挡住 天剑派的男子 刚倒下没过多久 就见他的后面 走出了一位身相貌普通 皮肤有黑的轻衣男子 此人不是先前在森林里 遇到的夏侯月还能是谁呢 望着对方的身影走出 沈落顿时眉头皱了下来 面色凝重地看着 声音低沉的 夏侯月 他怎么会来这里 什么 夏侯月 女子听到沈落口中 这三个字的时候 惊恐地叫出了声 脸上的神情 似乎是遇到了 什么可怕的事情一样 夏侯月一走出来 就看到沈落旁边的女子 顿时怒火中烧 眼神中充满了杀意 怒吼道 贱人 终于让我找到你了 你可把我害得好惨啊 都是因为你害得我如此狼狈 我要杀了你 以报我注击失败之仇 沈落听闻此话后 脸色变得阴沉下来 满脸的乌云压顶 这让他很是苦涩 自己已经尽量避开这个人了 怎么偏偏还是遇到了 且引他来这里的人 还是旁边这位同门女子 虽然不知道 身旁这位女子 和夏侯月之间发生过什么 但是他知道自己 被对方坑惨了 让他面对这么一个 法力深厚 远胜同皆的强敌 以对方的修为来说 肯定也是有 急兵法器在手的 看来想要对付此人 必须得大出血了 一想到这里 沈落顿时欲哭无泪啊 次日 女子看着不远处的夏侯月 听到对方的言语后 面色大变 俏连请客间 变得惨白血色全无 他强忍着心中的恐惧 嘴角勉强挤出一丝笑容 夏大哥 好久不见 住口 你这个贱人 你没有这个资格这么叫我 从三年前开始 就没有这个资格了 夏侯月对于女子此举 充满了厌恶 不禁破口大骂 沈落看了一眼夏侯月 又看了一下旁边的女子 虽然不知道 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 但是隐隐约约 他好似猜到了什么 觉得这俩人之间的事 多半和情之一字有关 他之所以这样认为 是觉得能够让一男子 对一个女子如此痛恨 除了血海深仇外 就只剩下一个情了 太亲门的女子听到此话 身子忍不住一颤 他没想到 对方竟是如此地痛恨他 轻咬着背齿 沉默了起来 不知在想什么 片刻之后 他目光闪烁不定 仿佛想到了什么 对着夏侯月 忽然开口说道 夏大哥 你还记得那年 在银杏树下的事吗 沈落对于女子的话语 有些意外 看来对方是想打感情牌了呀 他想到 本事大发雷霆 恼羞成怒的夏侯月 听到对方 突然提起了几年前的旧事 有些从容了起来 他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眼中闪过一丝对往事的追忆 最后 一声叹息轻摇着头 当然记得 当年若不是你的出现 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我了 可以说是你成就了我 但也毁了我 要不你是坏了我道心 我又怎么可能会助其失败 夏侯月月说月气 气急败坏地咬牙切齿道 贱人 今日就杀了你 还嗅不我的道心 可是 你真的舍得杀掉 你一生中最爱的女子吗 女子的声音 瞬间变得轻柔 眼神尽是柔和之色 轻声细语 当年在夏家 那个时候 听着女子讲述着那些话语 沈洛大致也了解了 这两人之间的事 原来夏侯月 当初在加入凌云宗之前 就认识了太庆门的女子王静 那个时候 他们二人 都还在家族里面生活着 两人的相识 是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在夏家一棵迎信树下相遇 当时的王静 跟随着家族人 前来夏家拜访 后来因为长辈之间的交谈 太过于无聊 就偷偷跑出去了 这一出去 恰好就遇到了 满是失落之意 坐在院落外一棵迎信树下的夏侯月 很是好奇的他 当即就和这个少年聊了起来 两人很快 有说有笑的 同时 王静也知道了这位少年 一些不为人知的事 夏侯月因为其母亲身份的原因 三菱跟的他 在家族根本就不受到的待见 所有人都看不起他 毕竟他是述出 其母不过是夏家的一位庸人 因为姿色不俗 恰好被看上了 仅此而已 虽然 是在外人看来 他的母亲是一步登天 但是碍于身份地位的差距 导致他在家族里 一直没有什么存在感 因为这个原因 让他一直以来都是郁郁寡欢 不喜欢和人说话 夏家的人也因为这点 在背后常常说说 他是个怪胎 夏侯月以为自己的一生 就是这样这么稀里糊涂地度过的时候 一位女子突然出现改变了他 成为了他生命里的一道光 两人开始从相识 到最后成为了相爱 一切都是那么美好直到 他加入林云宗 一切都变了 王静没过几年 就加入了太清门 认识一位无论是相貌 背景还是资质 都很不错的男子 很快 没过多久他就变心了 抛弃了夏侯月和那人好上了 当时正处于准备筑击的夏侯月 听到此消息 整个人像是丢了魂一样 整天魂不守舍的 导致到星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心魔 以至于后面筑击失败 只不练弃十层 不得寸进 而想要修复到星 就只有两个办法 要么就是 让王静和他重新在一起 要么就杀了他 对于 这第一种夏侯月断然是不会选择的 王静背叛了他 他是永远都不会原谅他的 所以他选择第二种方式 那就是杀了他 为此他特地报名参加了秘境之行 还动用秘法 一路追踪来到了这里 王静说完双方的回忆后 看着面前的夏侯月 希望对方能陷入回忆当中 然后一时心软 放他离去 可惜他打错了算盘 他越是那样说 越是激起夏侯月心中的杀意 他缓缓望向昔日的恋人 脸上露出的神情 让人不寒而栗 突然立声说道 既然无法得到你 那我就毁了你 杀你来寄我道心 王静一听 未知一惊 没想到对方不吃这一套 执意要杀他 心中顿时惊恐无比 给我死吧 夏侯月火气冲上了心头 想要立刻除掉这人 抛出衣袖中的小刀 对着一点 小刀就化为一道长虹 直飞女子的头颅 想要一刀下去 斩掉他的头颅 沈洛岂会让他如意 他还需要旁边这位 来助他对敌呢 当即从储物袋里 随意拿出一件 中品防御法器一甩 法器拖他手后 就朝着小刀 飞来的方向挡去 小刀和防御 法器上面的灵光一碰触 就发出当 得碰撞之声 一刀下去 就将盾牌上的灵光 削掉了大半 眼看这件中品法器 要顶不住了 沈洛连忙又打出 一件中品法器 有了两件 中品防御法器的加持 两者之间 持续放出的灵光 互相消耗着 如此一来 小刀法器短暂时间内 无法破盾而出 见此情形 夏侯月一脸的意外 他没想到对方 除了正在使用的 上品法器外 还有两件中品法器 而沈洛趁着 这个相持的机会 准备使出福宝 一举将对方击毙 纵然他有万般不舍的用 但是没办法 该用的时候 还是得用 不然小命难保 还未等他调动灵力 开始催动福宝 对面的夏侯 突然大喝一声 贱人 你想往哪里逃 接着 身子一晃 人就出现在了另外一边 将一人拦住了 他拦住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沈洛的同伴 夏侯月昔日的恋人王静